第302章,住建市家收藏的宋代官窑茶展 回到云阳之后,灵州首先给师父齐老打了个电话 师父,我回来了,前两天夜老给我打了电话,说打听到了宋代官窑茶展的消息 您老也知道这件事吧 齐老笑了笑,回来了,还以为你在家要多待几天呢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没想到他们把官窑茶展的消息隐瞒得这么死 我前些年还去过他们的收藏室,都没有发现官窑的影子 现在既然是夜老打听到的,那自然不会出错 师父,他们是谁啊,看起来好像还不是一个人啊 难道是一个家族吗?灵州不禁开口问道,抓住了其中一个关键点 哈哈,还是保持一下神秘,让夜老告诉你吧 毕竟他还等着你去泡茶呢 当然,我也是要提醒你,做好心理准备 想要得到这些人所收藏的官窑茶展 难度可是比那位古秦大师李宾连更大一些 齐老大笑了一声,没有告诉灵州具体的信息 最后还像夜老一样,提醒了一句 灵州内心不禁升起了浓浓的好奇,夜老也提醒我了 如此的话,我倒是十分想要知道了 师父,我先去拜访夜老吧 这老爷子,之前就催我回来呢 快去吧,如果你能得到这件官窑茶展 剩下的除了乳窑,其他的两件,就容易多了 齐老点了点头,在五大名窑中,最未著名的,就是官 乳,均三个窑口 割窑和定窑,在名气和价值上,比起前三众要小了一些 挂断电话后,灵州和沈灵薇说了一声,然后开住车,来到了叶松然家里 门卫看到是灵州,连问都不问,直接开门放行 夜老的两个徒弟,也是专门,出来迎接 进去之后,那位国宝老爷子,已经坐在茶室等住了 灵小子,你离开的这些天,都快渴死我了 快泡茶吧 叶松然指住茶桌说道,笑着说道 好脸,今天就让宁老解渴 灵州坐到了茶桌前,茶叶已经放进了茶盒之中 这是放茶的专门器具,用来将茶叶从茶叶罐或者包装里,移至茶壶 而且,还有助让人欣赏茶叶的作用 他拿起茶盒,随意地闻了一下,不禁感慨地笑了笑 郁阳毛间,还是稀有的真品吉 跟着宁老,真的是能够品尝天下名茶啊 你小子这鼻子比谁都灵 好了,快点泡茶吧 叶松然摇头一笑 他觉得,把这小子的眼睛蒙上,光凭气味 也能判断出茶叶的品种和等级 灵州点了点头,使用高级泡茶术,开始泡起茶来 郁阳毛间,也是属于绿茶类 香膏,味浓,汤色绿 而且茶叶细,圆,光,直,多白豪 也是在华夏十大名茶之列 此时,看到两名徒弟,海田柱脸地站在旁边 叶松然不禁摆了摆手 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去雕育炼技术 嘿嘿,师傅 那个我们,也挺喜欢喝茶的 能不能喝完茶再去练 两名徒弟搓了搓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他们之前也只是偶尔喝茶 可是品尝了灵州泡的茶之后 他们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茶 叶松然忍君不惊 笑骂道 你们这两个家伙 好了,要喝茶就快坐下吧 喝完了,赶紧滚蛋 是,是,谢谢师傅 两位徒弟,连忙拱手一败 坐在了茶桌旁边 看到这一幕,灵州笑了笑 继续泡出茶,既然是绿茶 那自然是用玻璃杯最后 他分别将茶叶放入四个玻璃杯中 等到茶水烧好之后 以凤凰三点头之势,三高三低 将茶水高冲入玻璃杯中 使得茶水与茶叶不断激荡 由此来将其中的茶性给激发出来 你小子这泡茶技术,真的是一绝了 叶松然看到这些动作 感慨了一下 他看过很多人泡茶 包括那些专门经过培训的茶艺师 看似同样的动作 那些茶艺师却,十分的做作 仿佛是刻意而未知 灵州却显得无比的自然 仿佛不是为了炫尽 而是泡茶需要这样去做 很快,茶汤泡好 灵州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众人分别将玻璃杯端到面前 观看住茶杯里面 那毛尖茶叶在水中飘落的画面 灵州也看住面前的玻璃杯 内心不禁想起了 龙云圣雪在玻璃杯中的美丽圣景 这真的是没法比啊 龙云圣雪在水中 可以说给人呈现出了两种 甚至是三种忌妒 从刚开始的冰雪模样 慢慢融化 露出了春天的绿意 等到泡完几次之后 茶叶慢慢由绿转变 从春变成了夏 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是太多了 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 有助许多珍贵之物埋藏其中 渐渐消失 柴瑶 龙云圣雪 其他的种种绝技 他所能做的 也只有认真的去完成任务 让这些消失的传统文化 慢慢重现于世 随后 众人开始拼起茶来 使用高级泡茶术 泡出来的茶 自然不用多说 可以说是突破了极限 带给了众人新的感受 让叶松然也是再次赞叹 泡茶真的是一个技术活 等到喝了几杯茶之后 叶松然笑着说道 好了 现在解渴也解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满足你的愿望了 你来之前 应该给你师父打过电话了吧 他是怎么说的 我师父他不肯说 说让我来找您了 还说默想到那些人 把关瑶瓷器隐藏的那魔神 他都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叶老 这收藏宋代关瑶茶展的 究竟是什么人 或者说 是哪一个家族 灵州不禁开口问道 他的内心 早已是充满了好奇 叶松然笑了笑 缓缓地说道 宋代五大名瑶 名扬天下 很多人得到之后 为了防止他人觊觎 都会将其数之高阁 从不是人 这也是未识摩五大名瑶瓷器 如此珍惜 没有见过多少的原因所在 而关瑶瓷器 可以说是宋代宫廷 直接营建的摇口 它的数量在宋代瓷器中 只占集少数 专攻于宫廷 只生产高档瓷器 至今仍未发现其摇指 造成关瑶稀少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 关瑶瓷器 从不做随葬品 所以 在宋代任何墓葬中 都没有发现过关瑶瓷器的存在 所以 一件关瑶瓷器 想要流传到现在 都是靠住在社会中 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保存千年 可见其难度之大 说到这里 叶松然喝了一口茶 摇头说道 我跟你师父一样 在此之前 也不知道那个家族 收藏的 会有关瑶瓷器 前几日 我打听了一下 这才知道了真相 说起来 他们也是传承千年的家族了 子子孙孙 一直延续至今 而且 他们所收藏的宋代关瑶瓷器 有三件之多 其中正好有一个茶盏 这些都是宋代宫廷专门赏赐的 听到这里 灵州面色露出了一抹意色 能够 被宋代宫廷赏赐关瑶瓷器 可见这个家族在宋代地位不低 而且还有处非常大的贡献 传承千年 他在内心不断猜测住 只是一直没有答案 他不禁充满好奇地问道 叶老 接下来该揭晓他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哈哈 现在轮到你着急了吧 好了 我也不卖关子了 叶松然大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能够被赏赐宫廷专用之物 他们的身份自然不会普通 林小子 我问你 现在华夏明鉴 哪一个传承还一直延续住 林州忽然一愣 华夏明鉴 哪一个传承还在 难道说 是一个住建家族 收藏了宋代官瑶吗 此时 他的脑海里 有关高级铁匠的经验与知识 不断涌现出来 高级铁匠 有的不仅仅只是打铁住建的知识经验 还有住现金 社会一些住建行业的知识 就好像泡茶术一样 不只是让他会泡茶 还能把所有现存 包括消失茶叶的资料信息 都包含在内 他不禁开口说道 现在还没有断了传承的 而且最未出名的 只有龙泉剑了 夜楼 难道说 拥有宋代官瑶的是 住建家族吗 不过 这样一想 确实一切都能说通了 在古代 铁匠可是最重要的技术工种 特别 是一些打铁住建技术 非常好的工匠 更是会受到非常大的重视 龙泉剑 有名龙渊剑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传说是欧爷子 和干江两大剑师联手所著 后来在唐朝时 由于避讳唐高祖李渊 改为龙泉剑 根据历史记载 龙泉剑一直从春秋战国传承了下来 特别是唐代 繁治明剑 必称龙泉 可以说 已经成为了宝剑的代名词 而在宋代 有一任宰相 就是龙泉人 极力提倡住建 使得龙泉古城的住建业盛极一时 剑铺灵力 比比皆是 成了欧爷子时代之后 又一个鼎盛时期 听到灵州的话语 叶松然笑着点了点头 看来你对住建行业 还是有些了解的 确实是龙泉剑的一个传承家族 所收藏的宋代官窑瓷器 而且 他们也是龙泉境内 住建技术最为高超的存在 哪怕是现在国家建立的龙泉保健厂 其中很多技术高超的住建师 都是出自他们的家族 只不过 这个住建家族并不是延续了千年 延续的是住建工艺 宋代之后的每一代师傅 都会将这些宋代赏赐的器物 传给技术最好的徒弟 后来 清代时 有一位徒弟住建技术高超 专门开了一家建铺 最后将这些器物 传给了技术最好的儿子 就这样 一代代传下来 成了一个百年住建世家 灵州点了点头 这样才合理 一个住建家族 传承千年 有些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俗话说 富不过三代 有时候根本无法预测 下一代子孙的品性秉性如何 万一 他们对住建不感兴趣呢 那传承不是直接中断了 所以 一种记忆或者文化 传承千年 才说的过去 不过 能够传承百年的住建世家 也非常了不起了 叶老 怪不得你和我师父 都提醒我 想要得到 这件官窑茶展并不容易 现在看来 确实不容易啊 他摇头说道 一个住建传承人 一直传承保存住 宋代宫廷赏赐的瓷器 这可以说是一种 非常大的荣誉 怎么可能轻易 把它交给别人 其实呢 也不是没有办法 而且还是最简单的办法 叶松然面上 露出了一抹神秘的笑容 灵州顿时明白了什么 不禁笑喷了出来 不 您老该不会 是让我去学住建吧 叶松然挤了几眼睛 大笑着说道 哈哈 如此可教义 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比起其他方式 这是得到宋代官窑瓷器 最简单的办法了 以你的聪慧 住建应该学起来也挺快的 估计用不了十年 可能就得到官窑瓷器了 还能多学一门手艺 稳赚不赔啊 灵州忍俊不惊 这确实是最简单的方式 不过 不是他不想去学 而是以他现在高级铁匠的能力而言 那些人 恐怕教不了自己什么东西了 高级技能 已然是一个行业的巅峰之所在了 他觉得 高级技能的下一阶段 应该就是大师级了 这是真正的大师 而现在的大师头衔 都非常不值钱 古代只有那些极为优异 超越行业其他人一大截的人 才能被称之为大师 现在呢 随随便便有点技术 都能被称之为大师 此时 叶老的一个徒弟开口说道 我觉得师父的提议不错 林小兄弟 你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那宋代官窑茶展 是宋代宫廷赏赐之物 他们肯定不会拿出来的 而且 他们也不缺钱 用十年时间 换一个官窑 还能学技术 确实值得一事 叶老 我并不是排斥去学住建 只是 我现在学的东西够多了 最重要的是 我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 林州面带笑意地说道 叶老不禁有些惊讶了 有些好奇地问道 更简单的办法 说来听听 这个先保密 等过几天 我去了龙泉 您老应该就能知道了 林州神神秘密地说道 现在揭开答案 也未免太无趣了 叶松然不禁大笑了一声 指了指林州 你小子也学会卖关子了 好 我不上你的当 就等你去龙泉之后 再看看你有什么高招 他们是龙泉政家 我等会儿 会把关于他们家族的一些信息 还有联系方式给你 剩下的 就靠你自己了 我倒是能豁出去老脸 给你去要瓷器 但是这对你也没石磨好处 叶老 我明白 收集五大民谣茶展 这是我的愿望 所以 我肯定要亲手实现它 而不是借他人之手 那样 也太没意思了 林州点了点头说道 之前抽奖抽到了高级铁匠 本来以为没石磨用呢 没想到搁这等住呢 鉴定系统真的是鸡贼啊 那好 咱们就继续喝茶吧 叶松然笑了笑 并没有再去追问林州有什么妙计 哪怕他内心十分的好奇 第303章 打工人翡翠王到来 品完茶后 林州跟着叶松然来到了工作间 看了一下翡翠制作的情况 有些玉雕师 通常会把最有价值的翡翠玉石 放在后面 集中精力专心雕刻 而叶老不同 三块顶级玻璃重翡翠 首先雕刻的是 那块天空蓝翡翠 手镯都 全部制作好了 这是最有价值的一种饰品 但也是技术含量最不高的东西 只不过 手镯 对于预料的要求非常的高 需要耗费大量原料 其他东西可以用边角料来制作 手镯就不行了 而且 基本上每一件手镯都会使用一块 玉石上最好的预料 只要预料的问题 解决了 那磨手镯的制作就很简单的 不用像挂件那样 还需要进行雕刻之类的 当然 手镯也是最能够引人注目的饰品 当抬起手腕时 一件美丽的手镯 比任何东西 都更加能够吸引别人的目光 而这三公斤的玻璃重天空蓝翡翠 一共掏出了五个手镯 这还是因为 天空蓝的色彩 分布得很均匀 再加上翡翠料子很完美 没有一点裂纹的原因 否则的话 根本无法制作出五个手镯 虽然色彩分布得很均匀 但还是有些差别的 五件手镯看似相同 但细细查看 还是能看出 一些区别的 就像是蓝色的天空一样 在不同的角度观看 美丽的也不一样 不过 每一件手镯 都非常的美丽 拿在手中 真的仿佛像是看到了天空一样 湛蓝 安详 广阔 实在让人爱不释手 看一眼 就能深深的着迷 灵州估算了一下 苏天明 许伯远 雷振宇 这三个人肯定是留的 还有自己的女朋友沈灵薇 母亲那边 由于年龄的原因 带蓝色的翡翠也不合适 所以 送一件机关红翡翠手镯就好 这样的话 五件手镯 还能剩下一个 至于拿到拍卖会上 还是留住 到时候再说了 其他的翡翠 价值会有起伏 而顶级的翡翠 价值则是一路上涨的 特别是像玻璃中天空蓝 这种稀有翡翠 这玻璃中天空蓝手镯 真的非常美丽啊 只可惜的是 男人不适合佩戴手镯 灵州放下手镯 遗憾地叹息道 叶松燃听了之后 不禁大笑了一声 哈哈 林小子 你现在也可以去转成女人啊 听说泰国那块变性手术 挺不错的 嘿嘿 叶老 就算我想去 我女朋友也不答应啊 而且那魔好的女朋友 我还想疼爱一辈子呢 林州笑了一声说道 叶松燃一脸嫌弃地摆了摆手 好了 你这臭小子 搁这炫耀女朋友呢 别遗憾了 我后面用一些小料子 给你再做个翡翠手串 到时候跟机关红手镯 也能红蓝组个什么CP 林州听了之后 眼睛一亮 男人不能带手串 可以带手串啊 他顿时朝叶松燃拱手感谢道 嘿嘿 您老不愧是玉雕大师 华夏国宝 小子在此谢过了 别拍马屁了 赶紧看完赶紧走 叶松燃笑骂了一声 林州连忙点了点头 继续在工作间里看住 天空蓝翡翠的手镯 是制作好了 现在叶老正在制作一些挂件 已经在预料上汇出了图形 雕出了一个雏形 从上面的图形来看 应该都是要组成情侣玉佩 有龙凤 有鸳鸯 甚至还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图形 好像是传说中的神兽 他鉴定了一下 才知道是比翼鸟 古诗有云 在天院做比翼鸟 在地院喂连理枝 从形状上来看 制作完成后 一对情侣玉佩 一红一蓝 应该能够合并在一起 组成一个圆形 或者新型 想想都有些浪漫美好啊 叶老 真是辛苦您老了 灵州再次感谢道 谢就不用了 有空来多给我泡泡茶就行 叶松然白首一笑 看完翡翠制作的进度之后 灵州便向叶老告别 开驻汽车前往保元阁 既然得知了宋代官窑茶展的下落 那自然不能耽搁时间 不管结果如何 还是要去尝试一下的 来到保元阁后 师父齐老正在写书法 看到他来了 不禁笑了笑 招手说道 小周来得正好 来 写几个字 让我看看 你的书法练得怎么样了 师父 我就随便练练 还要考试啊 灵州开玩笑地说道 接过毛笔 平复了一下心境 然后使用高级静心 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 心如止水 此时 齐老走上前来 仔细看了看这四个字 面上渐渐露出了一抹异色 从书法角度来看 这字的形体比试 还有些稚嫩 可是从意境来看 这字却能给人带来一种心境的感觉 看到这字的一瞬间 内心仿佛就慢慢平静了下来 自卫大成 意境先行 他不禁摇头感慨了一下 小周 你这字虽然稚嫩 但已经有了意境了 心如止水 真的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 甚至让人能够受到一些感染 师父 这可能是因为 我小时候每天晚上 都喜欢坐在院子里 看星星月亮 灵州开玩笑地说道 高级静心 还真是一种不错的技能啊 可以融入书法之中 齐老听了 不禁笑喷了出来 你小子小时候不成神童 真的是有些人眼瞎了呀 好了 不开玩笑了 叶老 多跟你说了吧 灵州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说了 他等会儿就把信息发过来 还有那个家族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我打算过两天就去一趟龙泉 叶老应该和那个家族的人说了这件事 我肯定要趁热打铁 确实如此 不管能不能得到 必须要抓住机会去试一试 这件事情上 我就不能帮你太多了 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齐老拍了拍灵州的肩膀 语众心长地说道 在他刚刚掌管保元阁 没有这一系列国家急头衔的时候 可以说是雷厉风行 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现在不一样了 估计要是自己出面索要 过两天 可能就有小道消息说 古玩界泰山北斗七老 为了给徒弟脸上贴金 不惜动用权势打压别人 索要古玩 师父 用不着您老出手 我有办法 灵州孝珠说道 哦 什么办法 我和叶老之前交流了一下 一致认为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去学习住建 难不成你还真打算去学吗 齐老不禁有些好奇地说道 自己这个关门小徒弟 好像是无所不能一样 仿佛什么事情 都难不住 师父 先保密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呢 灵州摇了摇头说道 虽然他拥有了高级铁匠 住建能力非常强大 但是能不能凭借这个能力 得到关窑瓷器 还是个未知数呢 齐老也没有追问 孝珠点了点头 好 那我就等住你的好消息了 这一次 你总该不会也有住建的爱好吧 灵州早就猜到齐老会是探塌 不禁叹息了一声 唉 我小时候从山上 掉下来摔过脑袋 忘了好多东西 可能还真有住建的爱好呢 只是暂时忘了 哈哈 你小子别平了 回家收拾一下东西 准备去龙泉吧 齐老摆了摆手 小妈道 好脸 那我就走了 师父再见 我过两天再去 这两天打算去保元阁的仓库 鉴定古丸 多学点之时 而且 翡翠王这两天 不是来咱们这里报道吗 我怎么也要凑个热闹啊 灵州黑黑一笑 向师父打了声招呼 毕竟这段时间 一直使用各种技能 之前积攒的鉴定积分 都快见底了 必须要补充一下了 更重要的是 不能错过翡翠王报道的这场大戏啊 毕竟这 可是他亲手未保元阁招来的员工啊 扑 原来你小子考虑的是这件事啊 说起来 你还真要参加呢 毕竟这是你招来的员工 至于去库房学习 你自己看住办吧 自从拜师之后 你是一点都闲不住啊 想去就去吧 对了 你如果想去天华省博物院的话 提前说一声 我打个招呼 也能让你 见到一些珍贵的文物 齐老不禁有些感慨 自己的小徒弟 现在明明已经 可以靠住泡茶 或者其他技能躺平玩乐 却依然如此努力的在学习 他自然要帮上一把 谢谢师父了 不过咱们保元阁的古玩 我还没看完呢 等这次从龙泉回来 再去天华博物院吧 灵州感谢了一下 天华博物院 他还真想去 只是现在先把保元阁里的珍贵文物 鉴定一遍 再考虑去天华博物院 现在华夏 只有位数不多的几家博物院 一般都是博物馆 只有所在地的建筑 和历史文化价值非常高的情况下 才能称之为博物院 就像是故宫博物院一样 本身建筑就是古代宫殿 历史价值很高 而云阳博物院 同样处在一个历史建筑之中 当然 也有那种现代修建的博物馆 也被称之为博物院 就像是中原博物院 外形有著酒鼎定中原之意 再加上馆内收藏的 都是夏商周汉堂 以来最灿烂的文明 中原本身就是华夏古代的文化中心 和发源地 称之为博物院 自然不会有人去质疑 好 你自己做主就行 加油吧 这次龙泉之行 能得到自然是好事 得不到 也不要气馁 未来的机会还有很多 齐老点了点头 随后嘱咐了一声 放心吧 师父 我可不是那种一次失败就倒下的人 灵州校主说道 离开保元阁后 他没有回家 而是先去了保元阁的库房 继续鉴定古玩 获取宝贵的鉴定积分 没有了鉴定积分 鉴定系统 就费了一大半 一直待到了晚上五点 他这才开住车 回到了云华小区 和沈灵薇一起做了晚饭 然后 他们二人又开始了互相品查的活动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们二人亲热完了之后 互相拥抱着说住情话 同时 也确定了订婚的日期 就定在今年的七夕情人节 至于结婚日期 他们觉得 还是要再和父母商量一下 确定一个好日子 再回到云阳的第二天晚上 翡翠王就坐飞机来到了云阳 其老也是带住灵州 以及保元阁一些管理层 亲自去机场迎接 虽然此人是他小徒弟的手下败将 但是别人毕竟也是一个大师级人物 在翡翠赌十届 有着很高的声望 自然不能太过于怠慢 当然 这是在愿赌服输的情况下 如果翡翠王没有履行赌约 是被逼无奈才过来的 那么 肯定不会去机场迎接 这次的迎接 是秘密进行的 没有提前向外界透露任何的消息 而且蹲守在机场的那些网红或者狗仔 关注的可都是葛仲明星 对于古王文物界的事情 可是一点都不会关心 等到晚上七点 飞机准时降落在了云阳机场 翡翠王独自艺人 穿着白色衬衫 拉住一个行李箱 缓步走了过来 哪怕败给了灵州 可是他身上的气势 却依然没有半点减弱 走在人群中 都显得有些鹤立鸡群 只不过一脸的阴郁 他在缅甸 几乎是人人敬仰的存在 现在却沦落到 来到云阳保元阁打工 哪怕他之前在平州输了之后 豪气冲天地表示 愿赌服输 可是内心还是过不去这个减 在街机口 翡翠王闷着头一路前行 因为他觉得 不会有任何人来迎接自己 虽然他已经提前跟灵州说了 自己今天晚上到云阳 明天去保元阁正式入职 但是他是灵州的手下败将 而且还跟齐行之有助矛盾 正当他闷住头 快走出街机大厅时 一束鲜花递到了他的面前 把他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 面上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 拿出鲜花的 正是灵州 此时一脸笑容地对着他说 翡翠王前辈 欢迎来到云阳 他在朝着旁边看去 齐行之也来到了机场 面上同样带着笑容 单温大师 我代表保元阁 欢迎你的到来 看出手里的鲜花 看出齐行之和灵州面上的笑容 单温那犹如 翡翠般坚硬的内心 忽然被狠狠地激了一下 他真的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腹了 人家根本没有 把这个矛盾放在心上 根本不会因为 自己是灵州的手下败将 就轻视贬低 他放下鲜花 松开行李箱 认真地朝着 齐老拱手一拜 单温见过齐大师 你才是真正的大师 我愧不敢当 第304章 再次出发 双方打过招呼后 齐老和灵州 便带住翡翠王丹温 去了一家私房菜馆 简单进行了接风洗尘 同时也交流了一下 明天入职的事情 本来齐老打算低调行事 这样也能尽可能地 保住翡翠王的一些颜面 可是翡翠王丹温 却表示 坚持要正式登门入职 以此来证明他愿赌服输 承认错误的决心 看到翡翠王如此坚持 齐老也没有再去劝说 能够承认错误 幡然醒悟 这本事就是一件好事 既然当事人都已经决定好了 他也没必要去阻止 吃完饭后 灵州开住车 把翡翠王送到了距离 古完成保元阁不远的员工宿舍 说是宿舍 其实是保元阁住下来的整层公寓 全部都是一室一厅的结构 正是员工都有入住的资格 这就是保元阁的福利待遇 之前的对赌条约是 他们任何一方输了 都要打工一年 如此长的时间 住酒店自然就不太合适了 毕竟保元阁是包吃包住 当然 翡翠王如果想要自废住酒店 那他们也自然不会有意见 礼节 他们不会守 但是有一条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那就是 翡翠王是来打工的 而不是来当大爷的 灵州将翡翠王送到了公寓房间里 当然 行礼箱也是翡翠王自己提过来的 既然都是打工人了 那应该学会生活自理了 他可不会因为翡翠王的身份 而去毕恭毕敬 或者说去搞什么虚伪的礼貌 实在没那个必要 翡翠王前辈 这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 这一层都是保元阁的工作人员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找他们帮忙 这是你的房卡 拿好了 咱们明天谢 说完 他转身就走 翡翠王连忙感谢了一下 灵州 谢谢你 我送你下去吧 不客气 既然你入职了保元阁 那大家都是同事了 应该的 不用送了 再见 灵州挥了挥手 直接离开了公寓 翡翠王目送住灵州离开 然后关上了门 看出这一室一厅 装修很温馨的房间 面上露出了感慨之色 他之前怎么也不会想到 因为一场对赌 竟然来到了华夏保元阁里打工一年 他也在内心自问 如果灵州输了的话 去自己那里打工 他也会安排得如此妥当吗 恐怕是一个问号吧 不过很快 他摇头一笑 什么如果 从灵州那一直充满信心的模样来看 这绝对是一场注定了结果的大戏 没有如果 他绝对不会赢 第二天早上 云阳谷完成的保元阁附近 已经是围满了人 这当然不是保元阁放出去的消息 而是另有其人 因为自从翡翠王输了之后 有很多双眼睛 一直紧盯住翡翠王的踪迹 在他离开缅甸 踏上前往华夏的飞机时 这个消息 就已经转播出去了 苏天明 许伯远这些富二代 自然不能缺席 也跟着灵州一块 来到了保元阁 由于灵州的关系 他们也是得以进入了保元阁内部进行观看 而且 沈灵威也被拉了过来凑热闹 毕竟一个赌食大师 入职保元阁 这样的盛况 可是难得一现啊 哎 翡翠王来保元阁打工 换做以前 谁能相信啊 苏天明摇了摇头说道 之前的翡翠王 那是傲气冲天 一些著名的玉石珠宝首饰公司 想请他当顾问 都完全不屑一顾呢 我感觉啊 翡翠王过来打工 是一个开始 但不会是结束 许伯远笑着说道 苏天明一听 顿时笑喷了出来 扑 除了微波炉烤溜脸 林大神 这是又创造了一个惩罚手段吗 说不定过个一年半载 保元阁里 都是全国各地过来打工的大师级人物 就连一直淡定严肃的雷震雨 都不禁笑了出来 全是免费的打工人 保元阁不用出一份工资了 好了 有翡翠王做样板 谁还能磨杀 继续和我赌啊 我估计 以后赌的机会很少了 林州摇了摇头说道 苏天明幸灾乐祸地说道 哎 林哥 话不要说得这么死 我感觉你 自带满级嘲讽 以后的事情 谁也说不了 就像微波炉烤溜脸一样 本来都觉得 这件事在富二代圈子里传开了 就不会有人找林州赌了 可是现实呢 现在黑暗料理的食材 都发展到时中了 好了 都别说了 翡翠王好像来了 这时 人群外面一阵躁动 众人都没有再去开玩笑 站在保元阁门口等待着 翡翠王来了 大家让一让 人群外传来了一些声音 很快 人群就分开了一条道路 翡翠王当温缓步走了过来 行走之间 依然带着那一种傲人的气势 只不过 却没之前 那样的气势充足了 众人面上都带着兴奋之色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不过 有热闹看 这是肯定的 特别是一些之前求过翡翠王看赌石 被拒绝的人 内心更是一阵爽快 你他磨的 不是傲得崩皮吗 现在让你来保元阁打工 看你还傲不傲 他们内心已经做出了决定 等翡翠王入职保元阁后 如果在店铺里荡接待 他们肯定过来光顾 如果是当鉴定师 他们也会把之前鉴定过的东西 再鉴定一遍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嘲讽这位赌石大师 来到保元阁门口之后 翡翠王当温拱手一败 中气十足地喊道 前来履行赌约 入职保元阁打工一年 同时 为我的狭窄心胸 向灵州小友表示歉意 这次是我错了 情愿接受赌局惩罚 听到翡翠王的这一句话 一些本来打算看热闹的人 都不禁有些惊议 本来还以为翡翠王 依旧会保持那一种 孤傲目中无人的姿态呢 没想到姿态放得这么低 还向灵州表示了道歉 看来是真心实意的 想来接受惩罚 这还有什么热闹可看啊 齐老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从门内走了出来 扶起了翡翠王 丹温大师严重了 你的翡翠经验非常丰富 保元阁正好趁这个机会 想邀请你来指导一段时间 各位 我们决定邀请翡翠王丹温大师 担任保元阁御师部鉴定顾问 负责对翡翠御师的鉴定工作 大家以后要多多光顾啊 来 欢迎一下丹温大师的入职 现场顿时想起了一阵掌声 什么是格局 什么是气量 跟齐老相比 翡翠王这算个鸡毛啊 有了矛盾 不去找郑主 找灵州对赌 说出去也不嫌丢人 按照他们的脾气 翡翠王就应该做前台接待 只不过 齐老可不像翡翠王那样 心胸狭窄 自然不可能让一个赌识大师 去做前台接待 不过 给了一个顾问 也不算是特别重视 毕竟顾问可是一个贤职 没有什么实权 放心吧 齐大师 我们肯定多去光顾玉石部 只能让翡翠王大师鉴定 人家好不容易来云阳打工 肯定要照顾生意啊 是啊 之前 让翡翠王大师 帮我看赌识 都被拒绝了 这次我拿翡翠过来让他鉴定 应该不能拒绝了吧 一些人不禁说出一些嘲笑的话语 以此来发泄 他们当初被翡翠王拒绝的不满 翡翠王面色 也是一阵变幻 最后朝着齐老 再次拱手一败 多谢齐大师的安排 只是我 毕竟是来打工的 安排顾问 太不合适了 不如让我去店铺里接待顾客吧 丹温大师 对于人才 我们保元阁可是非常重视的 怎么可能让你去接待顾客 就在御师部 做鉴定顾问吧 齐老校主说道 多谢齐大师 我接受安排 大家好 我以后就是保元阁御师部的 鉴定顾问丹温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过齐老之后同 翡翠王丹温 又面向人群 拱手说道 既然来保元阁打工 那就要接受打工的命运 别人说什么难听的话 他都要去承受 因为这是他自作自受 好好的缅甸翡翠王不当 非要来华夏凑这个热闹 众人都不禁愣了一下 他们之中 也有不少赌士爱好者 或多或少知道 翡翠王 像这魔有礼貌 这魔客气的翡翠王 还真是少见啊 保元阁的灵州 是真的牛逼 把一个赌士大师 直接拉下了神坛 好了 我代表保元阁 欢迎丹温大师的加入 现在开始营业 大家散了吧 齐老队翡翠王的到来 再次表示了欢迎 随后挥了挥手 就此结束了 翡翠王的入职仪式 随后 齐老带着翡翠王 认识了一下 保元阁内部的管理人员 然后对御师部的经理说道 王经理 就麻烦你带丹温顾问 去御师部吧 给他一个单独的房间 御师部的经理 是一名四十余岁的中年人 他点头答应了下来 是 齐老 丹温大师 请跟我来吧 本来他还以为 自己御师部的经理职位不保呢 莫想到只是让翡翠王 做一个顾问 在保元阁内人人平等 看来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在这里 只要有才能 你就可以得到提升 资历年龄 都不是问题 王经理客气了 叫我丹温就好 大师就不用了 翡翠王丹温摆了白手说道 和齐老打了声招呼后 跟着王经理 一块去了御师部 等到翡翠王离开之后 林州朝着苏天明等人摆了白手 好了 大戏也看完了 你们该撤就撤吧 嘿嘿 不过瘾啊 林哥 改天你把其他行业的大师 也一块请过来打工呗 这样我们足不出云阳 就能看到满满的大师 苏天明天住脸笑了一声 开玩笑地说道 齐老在旁边听了 都有些忍君不惊 苏小子 你以为大师 那魔容易跟别人打赌啊 他们才不屑于这样做呢 翡翠王也就是跟我有些矛盾 才想出去报复 齐老 我相信你的话 但是林哥情况不一样 他自带满级嘲讽 走到哪干到哪 赌到哪 人称云阳小赌胜 苏天明笑着说道 小赌胜 小你个头 我连一个大赌胜都配不上吗 林周不禁用手 只谈了谭苏天明的脑袋 齐老摇头一笑 摆了摆手 好了 现在上班了 别闹了 小周 这次去龙泉 还是要收敛一下 尽量别赌了 好脸 师傅 我尽量控制 但是别人要是想和我赌 我就不能控制了 不过 我尽量用微波炉烤榴脸 把他们打发了 不给咱们保元阁增加开支 毕竟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来保元阁打工的 林周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又吊砍了一句 噗 真的是拿你小子莫办法了 都散了吧 齐老实在有些想笑 最后摆了摆手说道 苏天明和许伯源等人都和齐老 林周告别了一下 纷纷离开 而沈凌薇 也继续去学习充电了 林周则是 继续去了保元阁库房 现在多搞一点鉴定积分 未来就多一份保障 翡翠王的入职已经完成 那么他明天就要出发了 等到晚上 回到云华小区后 林周和沈凌薇 来了一场分别前的亲热 仿佛要将这一次分别的所有思念 都提前是放出来 一阵阵声音 在房间上空 绘制出了一段美妙的交响乐 第二天上午 林周踏上了前往龙泉的旅程 这个著名的保健产地 是一个县级市 同样位于江南 不过距离航程还有点远 坐火车都要四个小时左右 他先坐飞机前往航程 然后再去龙泉 至于摩都 等到龙泉之行结束之后 再回摩都待机天也不迟 飞机降落到航程之后 他叫了一辆车 准备先去拜访了一下神老 毕竟上次从摩都到航程 本来打算是跟着这位老爷子学话 后来因为礼慕的事情 中途又去了平州 这次怎么着 也要来表示一下歉意 见到林周之后 神老真的是充满了感慨 他之前在航程知道 林周与翡翠王对赌 不禁充满了担心 后来的绝地翻盘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这个小子和别人赌 真的是从来没有输过 太邪乎了 第305章 前往龙泉 见到林周之后 神老感慨地说道 哎 林小子 本来以为你去平州 就是玩一玩 转一转 谁想到 不声不响地搞出了一个大动静 20亿赌注 加上那些翡翠 则则 三四十亿了 多少家庭一辈子 都挣不到一个小目标 你这几天时间 实现了几十个 神老 我是纯粹的运气好 可是老天也不想看到 那些坏人 获得胜利 林周孝主说道 如果他没有鉴定系统 当然和许多普通人一样 穷极一生 最多也就赚个几百万到头了 有了鉴定系统 自然不一样了 翡翠在他面前 就等于是脱光了衣服 神老不禁摇头一笑 站起身来说道 光是运气好吗 我看不现的吧 随后 他走入房间里 拿出了放在自己这里的宋代 君瑶茶展 这是你留在这里的茶展 他的价值最多几千万 你这一趟平州 就赚了将近一百个茶展了 神老爷子 账可不是这磨算的 就算我在平州 赢了二十亿的赌注 可是还没有在严精掠手中 得到这一件君瑶茶展 纳摩的激动 这是历史文化的结晶 也是我淘宝简陋的成果呀 如果把这二十亿 全部换成古丸 那我估计会激动死 灵州摸住 自己的君瑶茶展 悠悠地说道 二十亿放在账户里 只能看一个数字 如果换成古丸 纳摩每天都可以欣赏把玩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不 这还真符合你的定位 毕竟你说 自己的主业是古丸鉴定师 沈老忍俊不惊 这小子真的是不忘初心啊 哪怕现在 成了拥有数十亿财富的富豪 都没有忘记古丸 这时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戴住些埋怨说道 对了 我好像记得是谁说过 要跟我学话的 然后化学了末两天 就跑了 可 那我是有正当理由 路见不平一声吼 为好朋友报仇血恨 灵州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计划得好 没有变化得快呀 在学话之前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好朋友李牧 忽然就家破人亡了呀 沈老有些好笑的指了指灵州 不错 路见不平一声吼 吼出了几十亿的财富 那现在呢 这次来航城 还要学话吗 学是肯定要学的 但现在不行 我师父莫告诉您老妈 叶老帮我打听到了一件 宋代官窑茶展的下落 就在江南的宝剑之乡龙泉 由一个姓正的住建家族收藏 所以 我要先去龙泉一趟 尝试住得到这件官窑 灵州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毕竟之前跟沈老说了 要学话 现在又放了别人鸽子 你师父当然说了 我只是想看看 你还有没有学的心思 看你小子也在一个地方待不住 这样吧 我每个星期抽出两三天时间 通过视频 教导你学习绘画 平时有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询问我 沈老有些无可奈何的说道 他收的一些学话的徒弟 平时偷一点懒就不行 更不用通过手机进行视频教学 自己倒是给这小子破了力了 嘿嘿 多谢沈老 您不愧是书画大师 人间智者 我一定好好学话 灵州嘿嘿一笑 拨手感谢道 他现在的情况 确实不是何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 淘宝简陋 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啊 沈老摆了摆手 笑骂道 好了 你小子也别拍马屁了 赶紧泡茶 正好我也跟你说说 那住建家族的事情 好脸 灵州继续泡住茶 然后听沈老讲住 龙泉那个住建家族的一些信息 再结合住叶老发来的资料 使得他对这个家族 有了更深的了解 本来这个住建家族在解放前 已经渐渐没落了 当然 整个龙泉保健产业 都特别的不景气 经济萧条 导致保健产销大减 后来 新华夏成立之后 十分重视龙泉保健 这一传统工艺品的生产和发展工作 由于龙泉保健名扬四海 将其列入国里 顿时 龙泉保健再度焕发了新的生机 而住建家族正史 也借助优良的技术 逐渐发展壮大 成为了龙泉保健的领头羊 郑家现任族长名叫郑兴建 是郑家第四代传人 今年已经60岁 而在清代 继承了龙泉舰传承的郑家第一代传人 名叫郑北陵 他继承了龙泉传承之后 以自己的名字为首 借鉴古诗 做了一首自备诗 北斗七星龙泉舰 红光紫颜气冲天 除此之外 郑家还有一个老爷子 名为郑七周 人称郑七公 是第三代传人 今年已经80多岁了 每一代的族长 都是家族子弟中 住建技术最好的人 没有任何的例外 这也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与左右逢源的郑七公不同 现任族长正星剑 十分的古板 完全按照祖训办事 不会一点变通 也正因为他的古板严肃 使得郑家子弟 在住建时 不敢有丝毫马虎 所住宝剑的质量 也是非常的优良 反而让郑家宝剑的名气 越来越大 当然 也正因为这样的古板 使得郑家也得罪了不少人 一些人还向郑七公 打电话提过意见 郑七公却视而不见 表示自己 已经将家族产业 交于郑星剑手中 所以除非到了家族存亡之际 否则 一切事物 他都不会再去过问 大概讲完之后 沈老摇头说道 小周 现在知道 为什么叶老和你师父 都说这次从郑家手里 得到宋代官窑瓷器 非常艰难的原因了吧 郑星剑非常古板 不会变通 对于祖上传下来的宋代官窑瓷器 他绝对不会 也不可能拿给一个外人 我估计 就算是你师父亲自开口 他都不一定会给面子 一个完全遵从祖训的人 怎么可能将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交给别人 根据祖训 这些东西 可是要传给下一代传承人的 也就是家族中最优秀的铸剑之人 随后 他面上露出一抹笑容 继续说道 不过 按照叶老的办法 你加入正家学铸剑 成为最优秀的铸剑之人 别说宋代官窑瓷器 其他东西 也都是你的 沈老 你怎么也劝我学铸剑啊 说实话 如果现在真让我去学一样东西 我肯定要先 跟你老学会话啊 灵州摇头一笑 他自己拥有着高级铁匠技术 别说剑了 让他造个铁房子 都是轻轻松松的 哈哈 你小子这马屁我喜欢 听你师傅说 你已经有了办法 是这样吗 沈老不禁大笑了一声 然后好奇地问道 对 不过这个办法 能否让我得到官窑瓷器 还是个未知数呢 我必须要尝试一下 灵州点了点头说道 这正新剑非常的古板 他还真不确定 自己这个高级铁匠 能否让其魄力一次 有办法就好 不成功了 再加入郑家学驻剑也不迟 就像网上有一句名言 打不过就加入 神老也没有去追问什么办法 孝主安慰道 我要加入了 郑家敢不敢收还不一定呢 灵州悠悠地说道 他的高级铁匠 按照常理来说 比郑七公应该还要略微强一些 他之前也在网上搜到过 由郑七公铸造并赠 送给外国元首的宝剑 以他高级铁匠的经验来判断 自己造出来的 肯定会比郑七公要强一些 如果文的方式不行 他也只能来武的了 给郑家下一个挑战书 比起铸剑 赌注就是宋代官窑瓷器 这样做有一个坏处 那就是 他和郑家肯定会成为仇人 毕竟和郑家比铸剑 最后还赢了 这就等于再砸场子 哦 胆不敢收 而不是会不会收 你小子这口气挺大 只要你师父答应 他有什么不敢收的 神老有些奇怪地说道 敢不敢收 这代表着郑家很想收 但是却没有胆量 或者没有资格 神老 等我去了龙泉你就知道了 对了 最近龙泉是不是有一场 文化交流活动 灵州神秘地笑了笑 接着开口问道 他在网上搜到了 龙泉青瓷文化旅游节 现在已经开始了 龙泉除了宝剑之外 青瓷也比较出名 而这场文化旅游节 除了青瓷 还会有宝剑展示交流的相关活动 神老青青点了点头 对 龙泉青瓷文化旅游节 每两年一届 明天好像有一场 国际宝剑文化交流 还会展示国外驻剑师的作品 郑家族长正兴剑 应该也会到场 展示他们家族最优秀的宝剑 他仿佛看穿了龙泉的想法 不禁说道 怎么 想接这场文化交流活动 和郑心剑会面啊 我觉得 你还不如找个机会 去郑家剑一面呢 毕竟在文化交流活动上 郑心剑肯定忙与宝剑展示交流 根本无暇 与外人交谈 和郑心渐渐不见面还不一定呢 先去逛逛这场文化交流 就算是得不到官瑶 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当然 在文化交流活动上 展示一下自己铸造的宝剑 倒是一种办法 不过 明天肯定来不急了 先去看看情况 毕竟这场宝剑展示交流活动 要持续半个月的时间呢 沈老欣慰地点了点头 你有这样的心态 真的非常好 就算得不到 未来拍卖会上 可能也会拍卖五大民谣的茶展呢 不一定非要从别人手里直接得到 好了 你既然想去参加这场交流活动 那就赶快出发吧 从这里到龙泉 只有汽车和火车两种交通工具 每一种都需要四个小时呢 没关系 现在还没到中午呢 来得及 先陪宁老喝完茶 再去 也不晚 灵州摇了摇头 并不是特别的着急 赶快去吧 等你从龙泉回来再喝茶也不迟 沈老义把拿过茶壶 白手催促道 灵州值得点了点头 无奈地说道 那好吧 这件军瑶暂时还放在宁老这里 想中午蹭一顿饭 都没机会了 噗 你小的还想煮蹭饭呢 给你一碗大米饭 再给你搞两盘素菜 但不死你 赶紧走吧 沈老乡骂了一声 挥手赶了一下 嘿嘿 那我走了 您老保重 再见 说完之后 灵州便带着行李 离开了沈老家里 在网上订了一张一等座 从航程到龙泉 只有一趟乘机列车 最高的就是一等座 并没有商务座可供选择 看了看时间 他不禁摇了摇头 这还不如在沈老家里蹭一顿饭呢 因为一趟列车的发车时间是下午四点 距离现在还有三个多小时呢 想了想 他也没再改变交通工具 要是自己开车去龙泉 四个多小时也太累了 来到火车站后 灵州直接进了公航VIP后车室 他一直用的银行卡 就是公航的 刷了一下银行卡后 工作人员明显变的更加热情了一些 询问是否需要午餐 他们可以免费提供一份豪华午餐 他点了点头 在菜单上选了一份 既然是银行的福利 那自然要享受一下 他发上闭目养神 同时使用了高级铁匠技术 回忆住铸剑相关的知识 平时 这些知识都在他脑海中存放住 不主动思考 就不会出现 在使用技能的情况下 之前涌入脑海的记忆 瞬间浮现出来 让他逐渐的融会贯通 哪怕不使用技能 以他脑海中的知识 也足以让他铸造出一把优良的剑 使用技能 铸造出来的 会完全符合高级铁匠的等级 而且 还会使得铸造之物 各项能量 提升20%左右 也就是说 他使用技能铸造出来的刀剑 会比现实中拥有高级铁匠 同等能力的人 铸造出来的刀剑 强上20% 这等于是1%的提升了 到了火车上 灵州依然在回忆住铸剑之时 让他不禁有些探位观止 铸造一把剑 所需要的流程和技术 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当然 这是可以上战场使用的剑 而不是现场二次元 所铸造的那些 默开刃的花架子 他想了想 决定去了龙泉之后 想办法找一家铸剑铺或者工厂 亲手住一些刀剑 来试试手 龙泉既然是著名的宝剑产地 缺少什么店铺 都不可能缺少铸剑店铺 第306章 祭拜剑组活动 由于火车是4点多发车 到达龙泉时 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 走出火车站 灵州叫了一辆继承车 前往龙泉艺术中心 根据他搜索到的信息 这也是青瓷宝剑文化展览的主要地点 在宋代 除了五大名窑比较著名之外 龙泉窑 耀州窑 吉州窑都同样 有著一定的名气 特别是在北宋覆灭后 北方的汝窑 定窑等名窑 被战火破坏 其致辞技术 也是传入南方 这时的龙泉窑 结合南北双方的技艺 迅速走向成熟 开始了鼎盛时期 南宋宫廷 当时都在龙泉窑派遣人员 兼烧供于宫廷使用的器具 继承车师傅看了看灵州 不禁孝珠问道 小伙子 看你这模样 也是来龙泉旅游的吧 这两天 有龙泉青瓷 宝剑文化旅游节 好多游客 都来这边游玩呢 是啊 师傅 龙泉宝剑和青瓷天下有名 我正好过来看看 对了 听说明天有一场 宝剑交流展示 是吗 灵州轻轻点了点头 然后询问道 一个城市最大的情报中心 不是有关部门 而是计程车司机 对啊 明天上午 要进行建祖欧野子祭祖活动 然后下午 在艺术中心 进行宝剑交流展示 听说今年 还有一些外国 住建师过来交流呢 好像是他们主动要求的 不管怎么样 咱们华夏龙泉的 这个文化旅游节 也算是走出国门了 在国际上 都有一定名气了 继承车师 傅江自己知道的一些消息 告诉了灵州 听到最后那段话 灵州面色微微移动 外国住建师主 动要求过来交流 恐怕不是为了交流 那么简单吧 说不定别有用心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想多了 不管怎么样 明天就能知道结果了 过了一会儿 计程车师傅 来到了龙泉 最高档的国际大酒店 距离艺术中心 也挺近的 在酒店门口下车的时候 他还帮灵州 把行李拿了下来 同时递了一张名片 挤了几眼睛说道 小伙子 晚上空虚寂寞冷了 给我打电话 我知道一些 比较不错的地方 好脸 谢谢师傅了 灵州接了下来 转过身等 计程车离开之后 直接就将名片 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以前没女朋友的时候 他都没有出去乱玩 现在有了女朋友 而且有了肌肤知青 更不可能去乱玩了 而且 沈灵薇这磨漂亮 还有必要去踩路边的野草吗 门口接待的工作人员 帮灵州提出行李 来到了前台 不过 一些比较经济的房间 全部订满了 毕竟现在是文化旅游节期间 游客也是非常的多 灵州也没在意 直接订了一千多的商务套间 他现在 有了这磨多的钱 出门在外 再考虑省钱 那就太没意思了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他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还有一间客厅 里面的装饰还算不错 把行李放进来之后 工作人员就打了声招呼 离开了房间 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九点了 灵州连忙打开行李箱 把里面的袖架组合起来 为了方便携带 他买了一套可组合式的袖架 放在一个大行李箱里 正好可以装下 现在已经九点了 每天两张高级次袖体验服 可是到了十二点 就直接消失刷新的 不使用的话 就等于是浪费了 组合好之后 灵州开始使用体验服 绣了起来 到现在位置 他练习顾绣 也有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每天练习 都在不断的进步 这就等于高手在传输功力一样 他所得到的经验 都是高级次袖所带来的 两个小时后 两张体验服时间结束 他并没有结束练习 而是趁着脑海里的记忆 还未消失之前 继续练习住 哪怕最后完全消失 他也靠住自己之前练习得到的经验 将最后一点图画绣完 只不过 这样一对比 差别就很大了 在体验服时间里 绣出来的十分完美 而体验结束后 所绣出来的 仿佛像是学生一样的稚嫩 当然 这是跟高级次袖能力的对比 如果和姚清徐 老师那里的学生相比 他在一个月间 所练习的成果 比那些练了一两年的学生 还在优秀一样 这就是高级次袖体验服的强大 就好像一个小学生 提前拥有了每天两个小时的高中经验 一个月下来 肯定能将一些经验 划为自己所有 对于高中而言 小学生的题目 就非常简单了 练完顾秀 灵州又开始练起了书法 就在这时 微信视频的提示声传了过来 他拿起来一看 是沈灵薇打过来的 这可不能不接啊 接通之后 只见沈灵薇 穿着一身白色蕾丝睡衣 深深的V领 把傲人的事业线都露了出来 灵州 你到航城了吗 在干嘛呢 沈灵薇降灵子掀开了一点 眼神之中 带着诱惑说道 我已经到龙泉了 因为明天有一场宝剑交流会 那郑家的组长可能会参加 还有 你这个小妖精 我现在正练书法呢 你不要怀我道心 灵州转换了一下摄像头 拍了一下自己的书法 然后一脸正气的说道 沈灵微笑的花枝招展 练书法是吗 不要怀你道心是吧 在家的时候喊人家房东大姐姐 现在出去了 叫人家妖精 我既然是妖精 那就干点妖精该干的事 说住 他将睡衣不断的往下拉 一点点的将扣子解开 看住沈灵微睡衣之下 那若隐若现的美丽风景 灵州不禁有些血脉奔张 身体不由自主的都有了反应 他忍不住开口说道 大胆妖孽 等我回家 肯定要把你救地正法 希希 别等你回家 现在就把我救地正法了呀 沈灵微轻轻舔了舔嘴唇 风情万重的说道 沈灵微 你这是在玩火 信不信我明天都回去 灵州恶狠狠的说道 这个妖精自从亲密之后 仿佛解放了天性 越来越放肆了 可以啊 我在家穿着黑丝 梳住双马尾 等你回来哦 沈灵微幸灾乐祸地说道 随后 他摆了摆手 好了 那你写书法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灵州看着自己 刚写了几个字的书法 有些欲哭无泪 这还怎么写 小妖精 现在你说不打扰 就不打扰了吗 我现在还怎么写 看我在视频里 好好收拾你 来啊 谁怕谁 沈灵微也毫不畏惧地说道 接着 二人在视频里 一边说住情话 一边是放住自己的思念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做 之前打电话时 就算说一些情话 也不是特别的露骨 现在就不一样了 过了一会儿 在情话之中 二人一同达到了 人生最快乐的顶点 沈灵微眼神迷离住 面上带着红韵 小租客 没想到你的语言能力 还真不错呀 嘿嘿 房东大姐姐 你也不差啊 灵州嘿嘿一笑 他也没想到 沈灵微说起情话来 会震摹得让人无法自拔 今天就这样了 打扰你书法了 嘻嘻 我去洗澡了 晚安 沈灵微笑嘻嘻地说道 最后在摄像头上亲了一口 书法可没有你重要 我也去洗澡 晚安 灵州也回了一个亲吻 笑着挂断了电话 看了看桌上的书法 摇头一笑 真的是家有娇妻 枸杞难一啊 还好提前练习完了顾秀 第二天上午 灵州跟随人群 一同来到了欧爷子公园 这个公园建设的地点 就位于传说中欧爷子 住七星龙泉舰的七星警堂 上午十点 祭拜舰祖仪式正式开始 相关部门的领导 包括龙泉各个住舰家族 刀剑行业从业者 都参加了这次仪式 在其中 他还看到了一些外国人 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 最大的那个 估计有五六十了 头发花白 这些人就站在他附近 不远的地方观看住 面上的表情 则是十分的古怪 他想了想 可能这些人就是那些 来参加活动的外国住舰师 于是在卫手的几个人身上 分别使用了一次中极箭定数 看到心理活动 他面上不禁露出了一抹笑容 果然被自己猜对了 正是外国住舰师 而且来者不煞 在七星警旁 剑祖欧爷子同相 窥然傲立 一声长号之后 响起了锣鼓声 由八位身穿古装的侍女 十位横托防鼓龙泉宝剑的将士 十八位士兵组成的祭祀队伍进场 首先 由现今住舰行业德高望重之人 带领同男同女和弟子 从七星警公取圣水 灵州在旁边看了一眼 取圣水的 正是现年六十多岁的郑兴剑 面上戴着严肃之色 一眼就能看出 不好打交道 取完圣水 由相关部门的领导接过圣水 倒入圣水坛 紧接着 另一位住建行业的工艺美术大师 带领弟子 从建池将军庙供营圣火 龙泉相关领导接过火炬 点燃熊熊圣火 顿时 礼炮齐鸣 紫气声腾 台上台下的人都齐声高呼起来 剑气冲销汗 圣火要万年 听出这有些中二的话语 灵州却并不觉得有半点好笑 相反 他望住前方的欧椰子铜像 也在静静速立住 高级铁匠的技能 给他带来了许多关于打铁的知识 不过 并没有补带一些传说记忆 比如十大名剑的信息 都没有 可能得到了更高等级的铁匠 或者铸剑技能后 才能够得知 接下来 就是城上供艇和花篮 上香 敬酒 由龙泉相关领导 宋读济文 叙述欧椰子在龙泉铸铸的经过 歌颂欧椰子铸铸铸铸宝剑的功绩 表达人们对铸剑始祖的敬仰之情 然后 一些刀剑行业代表 分别上香 最后 现场全体人员速立 面向欧椰子铜像型三居公里 至此 剑组欧椰子祭组仪式完成 仪式结束后 灵州牧送住这些人离开 郑兴剑在众人的簇拥下 离开了欧椰子公园 而那些外国人 就在这里待了十多分钟 好像是觉得墨意思 早就跑了 此时 他并没有急着上前去找郑兴剑交流 实在没石磨意义 当当他也在这个郑家族长的身上 用了一次鉴定术 其性格描述 也表明了 资料是正确的 严肃古板 不懂变通 而在祭祖时 郑兴剑的心理活动则是 祭拜剑组 望剑组 保佑龙泉保健行业蓬勃发展 这样的人 可能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 但是 却一心位住龙泉保健行业 奉献住自己的力量 众多祭祖人员离开之后 灵州也打算离开 吃个午饭 然后就去艺术中心 观看下午的保健交流活动 就在这时 从祭祖人群中走过来一个年轻人 来到了他的面前 孝珠问道 灵州是吗 我是灵州 请问你是 灵州看住这明川著红色服装的青年 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这身衣服 是祭祀人员所穿 再结合住认识自己来看 估计是郑家的后辈子弟无疑了 身穿红服的青年笑了笑 伸出了手 认识一下 我是郑泉叔 听家族长辈说 你想要我们家族的宋代官窑瓷器 不过提醒你一句 还是早点放弃吧 我也爷这性格 祖传的任何东西 都跟宝贝似的 一点小规矩 只要是祖上传下来的 都是正确的 更不用说这龙泉保健一脉传承下来的宋代瓷器了 肯定默谢 你在他身上 就是浪费时间 听到名字 林州顿时知道自己又猜对了 郑泉叔 北斗七星龙泉剑 这是郑家第六代传人 接下来的话语 让他不禁笑了笑 本来还以为自己的满级嘲讽 被动又触发了呢 看来并没有 这郑泉叔话语 虽然劝自己放弃 但是并没有那种嘲讽得意的语气 倒真的像是在劝说 谢谢你的好意了 我也并不是非要得到不可 总要尝试一下 林州孝主说道 从这郑泉叔的模样来看 郑星剑严肃古板的性格 还真的让后辈子弟 不敢有半点放肆 百年家族 传承至今 总是有原因的 就像任永昌和任天宇那样的 根本就不是家族 也无法形成一个家族 你还真是不信邪 曾经有些人想让我爷爷开后门 住见一批剑 他们本来也觉得我爷爷能够交流 后来一个个碰壁返回 你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我听说过你的事迹 淘宝简陋 赛车和赌市大战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 可比我强多了 郑泉叔摇头一笑 最后眼中带着光芒 朝着灵州竖了一个大拇指 哈哈 不撞一下南墙 总会觉得遗憾 我那些事迹 大部分都是靠运气 与你们这些真刀实践的没法比 灵州摆了摆手说道 别人客气 他同样会客气 如果郑泉叔像任天宇那样的嘲讽自己 那么 肯定要赌上一赌了 他觉得 可能在龙泉这个地方 还真的能够破例 成为他出来 游览以来 第一个没有出现微波炉烤流脸的地方 这时 郑泉叔看到远去的祭祀人群 连忙说道 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跟着爷爷一块回家了 然后准备下午的宝剑交流活动 你要是有空 也到艺术中心观看吧 先在我爷爷面前混个脸书 虽然这没时磨用 灵州点了点头 挥手告别 面上露出了感慨之色 之前在魔都 杭城 平州 遇到的都是一些动不动就嘲讽的家伙 一下子 见到郑泉叔这样懂礼貌的人 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啊 第307章 与外国住建师的首次交锋 离开欧野子公园之后 灵州看了看时间 已经11点多了 于是来到了附近的一个饭店 吃了午饭后 便前往艺术中心 虽然下午两点 宝剑交流活动才会开始 但是一些 展览却是全天开放的 来到艺术中心后 看到了一些游客 正在排队进入 与一些著名的旅游城市相比 龙泉的知名度 还是有些小 这个文化旅游节的号召力也不强 所以 游客并不算多 不过 这也为那些真正想观看龙泉文化的人 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体验 就像是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 几乎都是人挤人了 你想停留一会儿 认真观看风景 或者是文化艺术品都不行 人群都会把你带着往前走 进入展厅后 工作人员还发放了一张观展导览图 灵州展开看了一下 在这艺术中心里面 现在有著续多展览正在开放 比如瓷器方面 有龙泉青瓷展 龙泉青瓷 文创产品推广展 以及一些根据青瓷文化设计的创意作品 同时还有国际陶艺交流展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满足各类人的需求 当然 这既然是青瓷宝剑文化旅游节 自然少不了最著名的剑道展览 有故宫刀剑文物展 还有龙泉宝剑的历史展览 同时还有国际刀剑艺术大展 展厅是开放的 只不过 在导览图上写出一行提示 今天下午两点 才会有宝剑文化交流活动 外国一些助剑师 与华夏龙泉助剑师 现场交流 助剑记忆 灵州首先去看了青瓷展览 有古代的龙泉青瓷文物 也有现代的一些艺术品 在展览中 他明显感受到了龙泉窑的变化 从创烧阶段 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徘徊 进步非常的缓慢 在北宋时期 龙泉窑的青瓷上面的青柚 还十分粗糙 并没有那重色青如玉的感觉 而等到南宋时期 来自北方的智瓷技术传入 使得他有了一重制的飞跃 在展管灯光的照射下 这些宋代龙泉青瓷 呈现出一重柔和淡雅如冰似玉的美感 真的是让人惊叹 看完了青瓷展览 他觉得 这两天要抽空 去龙泉的古玩市长转一转了 说不定 就能逃到一件宋代的龙泉咬瓷器呢 随后 灵州来到了剑道展览 首先观看了故宫的刀剑文物展 这些刀剑 充满着一众历史的气息 有些历经几百余年 在灯光照射下 还能看到那锋利的剑刃 闪住寒光 望住眼前的玻璃 他不禁有些遗憾 不能亲手触摸这些刀剑 同样 他也无法从中 获得鉴定积分 此时 他看到了那些外国驻剑师 正在这个展馆里嫌逛住 不禁让人有些奇怪 按照常理 下午两点要进行保剑交流活动 这些人不应该去进行活动前的准备工作吗 看来这些人真的保剑交流活动毫不在意 也有用心啊 在观看刀剑时 还带着一种嗤之以鼻的模样 仿佛对华夏古代的刀剑 十分不屑的模样 灵州轻轻一笑 并没有什么动作 继续看住自己的展览 现在还不到自己出场的时候 这些人如果老老实实地进行交流活动 也就算了 如果想搞一些猛儿子 那他的高级铁匠 也不是吃素的 看完了刀剑文物展 他来到了隔壁的国际刀剑艺术大展 在这里 献到了许多不同国家的现代刀剑艺术品 文式造型 都有些许的差别 还有浓郁的当地文化特色 同时 他也看到了龙泉宝剑的展区 都是龙泉一些著名铸剑师 所铸造出来的 下面写出铸剑师的名字 以及铸造日期 他在其中 还看到了郑七公 在二十年前 铸造了一部武侠电视剧 铸造的一把宝剑 看起来充满着古朴之意 他记得自己当时还看过这部电视剧 没想到主角用的剑 就是由郑七公所铸造的 重约三斤 这基本上是单手剑的最高重量了 如果不是有武术功底的人 挥舞几下 手腕就会酸得抬不起来了 当时这个武侠电视剧的主角 就是一个从小接受过武术培训的人 所以 才能在电视剧中 将这把剑 使得如臂食指 换了现在的一些小鲜肉 估计连举起来挥舞一下的力气 都没有 也只能用一些塑料道具剑了 之前只是观看过郑七公铸造的宝剑照片 这还是 第一次亲眼见到 此时 他使用了高级铁匠的能力 围住掌柜子戏官看了一下 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二十年前 郑七公应该是六十余岁 可以说 郑直铸剑巅峰 以这把剑的铸造水平而言 非常不错了 真的达到了高级铁匠的水准 当然 如果他主动使用了高级铁匠的技能 有助系统的加成 那么 郑七公 就无法比得上自己了 灵州不仅有些感慨 鉴定系统真的是无敌的存在 普通人穷极一生所练就的本领 他却是使用一个技能 就能够拥有 这真的没处 去讲理啊 就在这时 旁边走来了一些人 然后一个外国人 开口说了一段鸟语 旁边还有一个翻译 嘿 伙计 让一让 我们要看这把华夏最强铸剑师的古董剑 你到另一边去看吧 我们用现代高科技制作的刀剑 比这些老古董强多了 灵州抬头一看 正是那些外国铸剑师 估计是想看郑七公的剑 觉得自己挡路了 他淡淡一笑 我对外国刀剑不感兴趣 这一把剑我还没看完呢 你们想看 可以到另一边 或者等我看完 哼 装模作样地看了这抹酒 你以为自己特别懂剑吗 那名身穿蓝色衬衫的外国人 充满不悦地说道 以往他在华夏的时候 别人都是主动让路 这个家伙 竟然如此地不给面子 听到这话 灵州笑了一声 自己到了龙泉之后 总感觉缺点什么 现在终于知道了 缺的就是嘲讽自己的人 略懂 比你们懂一些 高级铁匠 听起来名字特别的俗气 没有高级铸剑纳膜的威风 但是 铁匠是一切金属工具的始祖 他脑海里所拥有的 关于金属方面的知识 关于刀剑方面的知识 比这些外国人强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位先生 你可能不知道 他们是被有关部门邀请而来 参加此次旅游节的外国铸剑师 都在国外有着很高的名气 他们对于剑的理解 可是比任何人都强 希望你能够礼貌一些 别人远到是客 这时 那位翻译皱了皱眉 主动的朝灵周说道 哦 这个比任何人都强 应该不包括我 更何况 他们既然是客人 就不应该赶走主人 等我看完再说 灵周面无表情的说道 继续看住这把邮政 七公铸造的宝剑 他满打满算 也就看了几分钟而已 而且 一个掌柜 四边都有位置 他们大可以去别的位置 先看 再者说 如果客气礼貌一些 他也会让一下 偏偏一开口就是嘲讽 他这暴脾气 可忍不住啊 这名翻译也有些生气了 讲灵周的话 翻译了过去 那名身穿蓝色衬衫的外国人 更是愤怒了 带着怒火说道 你比我们懂剑是吧 那你来说说 这把剑的材料是什么 说不出来的话 就给我们滚 听到这个问题 灵周不禁笑了出来 你这是完全不尊重别人 我好像已经说了 比你们懂剑 却还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 这就相当于我说了 自己是博士学历 你们却依然给我出 一加一等于基的小儿科问题 难道观察这把剑的材料 对于你们而言 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问题了吗 对于一个高级铁匠来说 这个问题 简直就是在侮辱人 此时 翻译狠狠地瞪了灵周一眼 将话语原封不动地翻译了过去 听到这些话 那些外国住建师 都不禁愤怒了 这个华夏小子 是在嘲讽他们实力不行 就在他们 要冲上来时 位守的那个五六十岁的外国老人 笑了一声 阻止了他们 朝着灵周说道 小伙子 是他们不对 你既然特别懂剑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把剑除了基础钢材之外 还加入了什么材料 你说出来两三种就行 我既然比你们懂剑 那磨这个问题 应该是我问你们吧 这把剑除了百炼花纹钢之外 还加入了什么材料 灵周毫不客气地反问道 我们是你们华夏邀请过来的住建师 有住官方认证的身份 你什么都没有 想证明比我们懂剑 就应该是我们考验你才对 那名穿着蓝衬衫的外国住建师 顿时怒声说道 哦 那你们还真没资格考验我 我也没空给你们讲解这把剑的材料 想知道 自己拜师去 灵周淡淡地说道 直接转身离开 法克 那些外国住建师 看到灵周 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怒气冲冲地朝着灵周追去 被那名外国住建老人给拦住了 别追了 只是一个小丑而已 华夏真的太多 这种不懂装懂的人了 这让旁边 那些看热闹的游客 也不禁摇了摇头 还以为这个华夏同胞非常厉害 能教训一下这些外国人呢 莫想到是一个绣花腿 连三脚猫功夫都没有 直接就跑了 这也太丢人现眼了 你不懂可以 别不懂别装教训别人 他们都感觉到 有些默脸贱人 灵周走到另外的展柜上 继续观看住 他与这些外国住建师的战场 不在这里 而是在之后的保健交流活动上 所以 跟他们多费口舌 没什么意思 在展厅中 他也看到了正兴建 最近今年的作品 不愧是严肃古板的人 其作品的水平 已经追凭正七公了 可能未来还会进步一些 随后 他来到了那些外国住建师的展柜上 看了一下所谓高科技的刀剑 不禁摇头一笑 无非是用了现代冶炼技术 再加上一些稀有金属 对于高级铁匠的能力来说 这都是已经玩剩下的玩意 过了一会儿 下午两点到来 展厅入口传来了一阵喧哗声 只见正兴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 走进了展厅 朝着周围的人抱拳示意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在走到那些外国住建师面前时 他同样抱拳一拜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这些外国住建师 也跟着正兴建 来到了展厅的舞台旁边 等待着今天的保健交流活动的开始 他们本来就准备好的计划 更是有些迫不及待了 要好好杀一杀华夏见到的锐气 让刚刚那个不懂装懂的家伙 看一看他们外国住建行业的厉害 此时 主持人登上舞台 开口朝着众人说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泉青瓷保健文化旅游节现场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保健交流活动 将会由华夏龙泉住建师 与外国住建师展开交流 现在有请华夏龙泉保健厂长门人 工艺美术大师 郑兴建先生 大家掌声欢迎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 郑兴建穿着一身长袍 一个剑步登上舞台 朝着众人抱拳一拜 大家好 我是郑兴建 有荣幸参加这次保健交流活动 与外国住建师交流 为大家讲解保健相关的知识 看起来已经六十余岁的年纪了 身体素质却是十分的好 好 请郑兴建先生到舞台上落座 接下来有请漂亮国住建大师威尔逊先生 他连续蝉联了三季断刀大赛总冠军宝座 他还打造过一些知名影视剧中的刀剑 比如著名的西幻史诗剧全戏 大家掌声欢迎 主持人让郑兴建落座之后 又请那位年老的外国住建师登台 灵州站在台下 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马上好戏就要开场了 这些不安好心的外国人 碰到自己 只能怪他们倒霉了 只是估计 自己这个住建的爱好 也藏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 身旁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哎 灵州 你来得挺早啊 我刚刚 在门口都没看到你 灵州扭头一看 正是之前的郑全书 他笑了笑 我吃完饭 就来艺术中心看展览啊 不计几点不行啊 你不是说了 要在你爷爷面前 混个眼熟吗 那我是安慰你的 不是我说长辈坏话 我爷爷这人 就完全跟谁都混不熟啊 郑全书苦笑了一下说道 看到那个外国住建师上台 他不禁带着怨气说道 这些外国住建师 前几天 我们已经交流过了 感觉特别傲气 好像瞧不上咱们老祖宗的技术一样 搞得跟我们求他们过来交流一样 第308章 双剑互砍对决 听到郑全书带着怨气的吐槽话语 灵州轻轻点了点头 现在有些外国人 还沉迷在自大的帝国梦想中 无法自拔 认为他们国外的东西非常先进 华夏这种落后国家的传统文化和记忆 都是垃圾 根本无法与国外相比 他看出那名头发花白的外国住建师 登上了舞台 不禁摇头说道 是啊 他们对华夏充满了偏见和刻板印象 永远也无法知道 我们华夏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结晶 有多么的灿烂辉煌 或许在先进科技上 我们确实不如他们 但是在刀剑方面 我们的老祖宗 铸造出十大名剑石 他们的祖先还在玩尼巴 在春秋战国时期 也就是公元前七世纪到六世纪左右 华夏的冶炼技术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那个时候 就已经可以铸造带有法律条文的大型刑顶了 而欧洲则是在十三至十四世纪才使用铸铁的 比华夏晚了差不多十九个世纪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 是啊 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傲气 别的不说 最基本的尊重应该有吧 感觉这群家伙 就好像是城里人下乡 过来玩一玩 指不定接下来会在宝剑交流活动上 搞出什么事情呢 政权书也不禁附和注点的点头 同时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一些猜测 灵州面上露出了一抹惊讶 百年家族的子弟 就是不一样 能够猜出这些人不安好心 变成任天宇那样的酒囊饭袋 被人骗了 还帮人数钱呢 拭目以待吧 放心 就算他们搞事情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 听到灵州的话 政权书古怪的笑了笑 他身边的这个灵州 也挺傲气的 如果是古玩鉴定方面 可以帮上忙 现在是宝剑交流 那些人搞出什么事情 也帮不上一点忙啊 难不成上去给他们普及 华夏古代宝剑的辉煌历史吗 此时 那个名叫威尔逊的外国住建师 在舞台上 拿住麦克风 笑着说道 大家好 我是威尔逊 其实宝剑交流说再多 也没食魔用 就像华夏俗语说的那样 废话再多 不如真刀真枪的弹上一场 今天我在这个宝剑掌管 遇到了一个华夏年轻人 不懂庄懂 说自己很懂剑 可是问他一两个问题 却又装作一副 不屑于我们交流的模样 直接离开 所以啊 我们也不想多说什么废话了 宝剑交流 那就让宝剑来说话吧 说到这里 他朝着身后的正心剑开口说道 郑先生 可否拿出你所制作的宝剑 与我们的宝剑进行对砍 这样的话 就可以知道 谁的铸剑技术更高明一些 接下来的交流 也能围绕这方面来说了 而台下的翻译 则是很快将威尔逊的话语翻译了出来 听到这些话 台下的众人顿时沸腾了 开始附和起来 好 宝剑互砍 这个刺激 确实要对砍来比较一下 看看谁的铸剑技术高明 对 废话再多 不如真刀针枪杆一场 我们华夏铸剑文明 也不是吃素的 是啊 我们的十大名剑 名扬天下 流传千古 只可惜 现在都消失不现 只有一把不在十大名剑中的月王沟剑剑现实 在墓中历经两千余年而不锈 出土时 还是寒光闪闪 听说当时考古队员随手一划 便将二十余张叠起来的指花破 好像有传闻 月王沟剑剑就是纯军剑 当时欧爷子替月王沟剑 铸造了五把剑 三把长剑 两把短剑 而纯军就是长剑 除了他之外 剩下的两把长剑都被无往所得 如果他真的是欧爷子所铸建的名剑 那最有可能的就是纯军 哪怕咱们老祖宗十大名剑的铸建技术早已失传 但是传承下来的皮毛 都应该比这些外国铸建师强 哼 这些人不想与我们交流 我们还不想跟他们交流呢 免得把我们的铸建技术偷走了 我倒是感觉有些悬 这些外国铸建师看起来傲的崩皮 应该是有备而来 别管有什么目的 只要咱们的剑厉害 就能一剑破万鞋 听到翻译的话语 郑全书顿时明白了过来 有些气愤的说道 草 原来他们是这个目的啊 想跟我们比剑 想借助我们宣传亲自保健文化的旅游节 来打响他们自己的名声吗 踩在我们的头上往上爬 真探摩得卑鄙无耻 看看组委会邀请的 都是什么玩意 灵州面上露出了笑容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其实他在今天上午欧爷子公园祭祖活动时 通过对这些外国助剑师的鉴定 就知道了 他们要做这件事 只是没想到 这些家伙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了 上来就想比剑 听到外国助剑师威尔逊 要和他们比剑 正心剑严肃的面孔 并没有一点变化 他从小跟随父亲爷爷一块助剑 内心早已锻炼的 如同剑一般坚硬了 他之前就看出这些人不怀好意 果然如此 他缓缓站起身来 淡淡地说道 既然威尔逊先生不想说废话 那我们也是如此 全书 把我的剑从掌柜中拿出来 他们龙泉宝剑正式一脉 百年传承 自认为龙泉宝剑正统 如果怕和别人比剑的话 那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了 是 爷爷 正全书听了之后 连忙点头应了一声 拍了拍灵州的手臂 兄弟 我先去拿剑了 今天要让这些外国助剑师瞧瞧 咱们华下龙泉宝剑的厉害 来到正心剑所住之剑的掌柜前 他让工作人员打开了掌柜 握住剑柄 从里面把将取了出来 这是一把上方天子剑 也就是影视剧中所说的上方宝剑 在华夏历史记载中 也有过这样类型的宝剑 上方宝剑 转斩尖邪宁陈 在掌柜中 剑翘和剑是分开的 这样更有利于展示剑身 而现在 正全书降剑归翘 然后走到舞台上 双手地给了正心剑 爷爷 上方宝剑来了 哈哈 上方宝剑 转斩尖邪 简直太应景了 这样外国驻剑师 不是搞什么梦额子吗 就用这把上方宝剑 斩了他们这一群家伙 正心剑大师 可是龙泉宝剑厂厂长 更是龙泉宝剑正家当代足长 他所驻剑的宝剑 绝对能称得上 现在最强的所在 此时 主持人早就离开了舞台 现在的局面 已经超出他的控制了 根本没有按照剧本来眼 与其在台上说错话 倒不如早点下台 把舞台交给这两个当事人 正心剑接过宝剑 然后从剑窍中直接抽出宝剑 朝着威尔逊说道 威尔逊先生 你的宝剑呢 威尔逊看了看 这把上方宝剑 摇了摇头 郑先生 既然是笔剑 没有开刃如何来笔 请找一把开刃的剑吧 我们的剑 也已经开刃了 布里斯 把我们的宝剑拿过来 听到他的话 舞台下面 那个身穿蓝色衬衫的外国驻剑师 从行李箱中取出了一个长条木盒 打开之后 从里面拿出了一把宝剑 递了过去 威尔逊接过宝剑 快速地抽了出来 在灯光的照射下 一抹寒光 从剑刃上展现出来 可以看得出 这是已经开过刃的宝剑 郑先生 如果你们没有现成的开刃剑 我们可以等几天 好让你们为这把剑开刃 你们提前准备好了开刃剑 又没有告知 现在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装石膜呢 听到威尔逊的话语 郑全书忍不住嘲讽道 郑星剑轻轻摆了摆手 看了看威尔逊手中的这把剑 缓缓地说道 全书 打电话让家里的人 把那把三色龙泉剑拿过来 好 爷爷 郑全书瞪了那些外国住剑师爷 拿起电话 通知了家里的人 把三色龙泉剑拿过来 这是他爷爷去年铸造的一把宝剑 剑身是银色的 剑柄是黑色的 而剑柄上 还以黄铜漏雕了一些龙形 因此才取名为三色龙泉剑 这把剑是开过刃的 而且还做过斩铁的试验 当然 这个铁 并不是一个大铁块 那种可以削铁如泥 吹毛断发的宝剑 只是在传说中 现实根本没有 他爷爷这把剑 还去部队做过砍子弹的试验 这把宝剑 成功将一枚子弹壳砍成两半 而没有卷刃 灵州看到这些外国住剑师的动作 不禁吃笑了一下 怪不得他鉴定了掌柜中那些外国的剑 都没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 比起华夏的龙泉宝剑 质量还稍弱一些 原来绝招专门藏起来了 他先用自己的高级铁匠能力 最后又使用了终极鉴定术 对威尔逊手里的 这把开刃宝剑 进行了鉴定 鉴定之后 他面上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终极鉴定术 鉴定所得到的信息 会更加的全面 比他用肉眼看到的 更加透彻 根据信息上的描述 这把宝剑 有助专门针对龙泉宝剑 进行的一些优化加强 可能会使龙泉宝剑处于下风 看到这些信息 他面上露出了一抹冷意 这还真是有备而来了 专门研究了龙泉宝剑 制作出了一把 针对缺陷的宝剑 来和龙泉宝剑对砍 这还真踏磨得不要脸啊 就好像别人针对你这个飞弹 布置了一个专门的反导系统一样 而偏偏你们这边 没有任何准备 如果正心剑知道了 别人会这样针对 肯定也会采取一些措施 只是谁也没想到 这些被邀请而来 参加活动的外国助剑师 会如此的不怀好意 只是 灵州却无法阻止了 总不能现在上去说 郑大师 这些外国人拿的剑 是专门针对龙泉宝剑的 不要去比 可能会输的 这完全就是 在场别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哪怕明知不敌 以正心剑的性格 也会毅然决然地去比剑 这些外国人 真的是阴险至极啊 这次正心剑输了 就算未来在对剑进行优化 与这些外国助剑师 进行二次比剑 哪怕是第二次赢了 也无法消除第一次输了的影响 可能在许多人眼中 特别是外国人眼中 就会潜移默化地认为 华夏龙泉宝剑 不如外国的剑 它的高级铁匠 虽然可以制作出 比正心剑更强一些的宝剑 但是还无法做到 让所有人为之震撼的程度 以这把剑的技术而言 差不多也接近 高级铁匠的水平了 否则 就算优化了一些 也不可能让正心剑 驻剑的龙泉宝剑 处于下风 这样一来 就算它拥有高级铁匠 而且能让各项能力 提升20% 也无法将外国的宝剑 一分为二 因为双方的差距 并没有到达一种天与地的地步 如果是钢琴 泡茶之类的东西 高级技能 完全可以做到碾压 因为那是一种精神上 或者味道上的感受 而剑不一样 只要不是差距太大 都不可能砍断别人的剑 而影视剧中 或者是历史记载中 出现过的那些砍断刀剑的事迹 都是因为在战场上 经过了不断的战斗砍杀 刀剑的各项性能 都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了 而且大多数 都是从剑柄连接触断掉的 直接从剑身中间砍断的 非常的少 不过 哪怕不能震撼世人 完全扭转不利的战局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出去 利用自己的高级铁匠 让这些外国驻剑师 知道华夏驻剑技艺的厉害 他出面 要比正兴剑第二次 比剑更合适一些 毕竟自己一个年轻人 铸造出来的剑 比他们外国驻剑师 专门准备的要强 自然能够让人为之惊叹 台下的众人都在焦急等待着 有些人拍出视频发到了网上 取了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标题 什么华夏与外国保健的互侃比拼 华夏驻剑师 大战漂亮国驻剑师之类的 视频下面的评论 也是十分的火热 让他们赶紧开直播 只要开播 就打赏飞机火箭 而这件事 也惊动了旅游节的组委会 以及相关部门的人员 只是他们到了现场 与双方进行了谈话 都无济于事 但是现在双方都执意要比剑 因为任何一方退了 都会让人认慰疾不如人 一些领导得知事情之后 更是觉得这件事有些胡闹 本来好好的一场保健交流活动 却是变成了保健护砍比赛 要是万一输了怎么办 只是 他们也知道 现在已经无法停止了 要是赢了还好 如果真的输了 那魔邀请这些外国驻剑师的人 绝对要背着一口黑锅 看他们邀请的是什么玩意 很快 郑家的后辈子弟 就从家里拿来了那一把三色龙拳保健 政权苏联盲接了过来 冲上舞台 递给了自己的爷爷 此时此刻 台下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紧盯住这把剑 因为这把剑 将要华下龙拳保健 与外国保健进行一次对决 第309章 百炼绕纸柔 在郑星剑接过保健的时候 许多游客纷纷拿起手机拍摄住 有的干脆开启了直播 而现场的媒体记者 也用摄像机进行实时拍摄转播 他们的内心都不禁有些兴奋 因为今天的事情 绝对是一个大新闻 特别是一些外省过来的媒体 更是庆幸自己 今年过来了 要不然 肯定会后悔错过这样的新闻事件 龙拳保健 可是华下住建的最强代表 不知道一会儿的对决 是输还是赢 不管结果如何 这都会成为一个火热的新闻 网络上 华下龙拳保健 要和外国建进行互砍的消息 也在疯狂的传播中 许多网友都进入了一些直播间 不断刷住华下保健 天下无敌的字幕 而远在云阳的苏天明 在和朋友聚会 也在圈子群里 看到了这个消息 他也不禁升起了一些兴趣 点进了直播间 在画面中 看到舞台的背景 这才发现 正是龙拳亲词 保健文化旅游节的保健交流活动 这让他面上 不禁露出了一抹惊异 本来还 以为这是哪个博眼球的人 自己买了两把剑 想要护砍呢 莫想到 竟然是旅游节上发生的事情 好像还是官方进行的活动 随后 通过群里发的视频 他明白了事情的起因 原来是外国人挑衅 大家快看群里 有外国助剑师 挑衅我们华夏龙拳保健 现在正准备 要进行护砍呢 正在聚会的其他人 也纷纷进入了群里 观看了视频和直播 他们顿时升起了气氛 这外国人真探磨得见啊 跑到咱们华夏的地盘上 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吗 这可不是清朝了 咱们的龙拳保健 一定能占圣外国剑 哎 苏少 我记得林大神 好像也去了龙拳啊 说不定他也在现场啊 这时 周子豪不禁开口说道 他们之间也建了一个群 这两天聊天时 林周说 最近要去龙拳一趟 苏天明面色一动 刚要给林周发消息 想了想 忽然又停下了动作 马上双剑护砍就开始了 如果林周真的在现场 可能会打扰到他的观看 等会儿再联系吧 此时此刻 无数双眼睛 都在紧紧盯住舞台 盯住舞台上两个人手中的剑 正心剑缓缓将宝剑 从剑窍中拿了出来 黑色的剑柄与银白色的剑身 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再加上剑柄上 那金色的龙形纹饰 更加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反观威尔逊手里的那把剑 与华夏剑有些不同 特别是剑柄 华夏的剑柄护手 十分的短 而外国的剑护手 很长 上面镶嵌了一些宝石 看起来充满住 一种高贵的气息 剑身上则是布满花纹 好像是用花纹钢制作而成的 威尔逊看了一眼 正心剑手中的宝剑 不禁笑了笑 郑先生 看来我们这两把剑的开刃角度差不多 这样也能进行一个公平的对决了 请记住 我这把剑的名字叫做屠龙 请问 你准备好了吗 听到这个名字 台下又是一阵喧闹 许多人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想到不是以天堵龙记里的屠龙刀 也不是传奇游戏里面的屠龙刀 而是充满住气氛 因为他们现在是在龙泉 龙泉宝剑的产地 屠龙 这是准备要把龙泉宝剑给屠了吗 在深一层的意思 华夏人都是龙的传人 很多时候 华夏的代表生物 就是一条巨龙 明显可以看出 这些外国人的不怀好意 屠龙 你们外国剑 也配叫这个名字 别探魔对人现眼了 赶紧下来 嗨屠龙 今天让你看看 我们的龙泉宝剑 怎么把你给屠了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你们这些外国人 唯恐天下不乱 我们好心邀请你们 过来交流宝剑文化 却要把我们给屠了 真他魔得无耻 打倒帝国主义 一些人不禁喊了起来 随后 无数人附和了住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 正心渐轻清白了白手 让线长静了下来 然后淡淡地看了威尔逊一眼 面色平静地说道 屠龙 很不错的名字 你问我准备好没有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才对 现在是在龙泉 我也是东道主了 你远来是客 准备好了吗 哈哈 今天就让我这个客人 来挑战一个主人的权威 我们必须护砍十次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 比较两把剑的差距 来吧 说完之后 威尔逊双手紧握自己的屠龙宝剑 高高举住 朝着正心剑快步走去 正心剑严肃的面孔上 没有任何表情 同样举起三色龙泉剑 朝着威尔逊冲了过去 很快 双方举住自己的宝剑 来到了舞台中央 停了下来 同时朝对方用力劈砍了下去 两把宝剑在半空中相遇 顿时响起了金属相机的声音 在相机的那一瞬间 双方都没有去看宝剑 而是紧盯住对方 但是 他们都是技术高超的助剑师 见的任何变化 他们都能够感知到 只不过 威尔逊的面上 露出的是 兴奋得意的笑容 而正心剑严肃的脸上 面色微微一变 接下来 他们以飞快的速度 继续向对方劈砍住 两把剑砍在一起时 甚至都激起了一些火星 台下的观众们 更是兴奋无比 他们的内心 期待着华夏的龙泉宝剑 老头的剑给裁决了 灵州在台下 也使用了高级铁匠技能 观看住两把剑的护砍 在第一次护砍相机时 他就看到了台下 普通人无法察觉的东西 三色龙泉剑的剑人 已经受损了 限定信息真的是不会出错 这把龙泉宝剑 恐怕要处于下风了 而在网络上观看直播的人 更是为华夏宝剑加油助威 不仅仅只是普通人 一些华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得到消息后 也在观看住这场直播 齐老 神老 崔老 玉石界国宝级大师 叶松然叶老 包括在蜀多的利老 都在观看住这一场 东西方宝剑的对决 这不仅仅是宝剑对决 更是铸剑文化的一次对决 很快 双方的宝剑 就在半空中互砍了十次左右 威尔逊大笑了一声 开口说道 龙泉宝剑 也不过如此 郑先生 接下来我们 再来最后一击 用力劈砍吧 郑星见面色 露出了凝重之色 用尽力气 朝着威尔逊劈了过去 同时 他也找了一个角度 力求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 剑刃所受到的伤害 同时也能够给予对方的剑 以最大的伤害 主剑师 首先要懂剑 要懂剑术 这是他们正家一直以来的家规 每一代足长 除了是最优秀的主剑师 还是一位优秀的剑术师 威尔逊同样是一个剑术师 看出了正心剑的技巧 面上不禁露出了一抹笑容 只有弱者 才会使用技巧 强者都是以力破巧 他丝毫没有改变动作 双手握住屠龙宝剑 直接劈砍了下去 两把剑 再一次地于半空中相遇 金铁击打的声音 也再度响起 在双剑相机的那一刹那 两个人的身体 都不禁震了一下 更加用力地握住手中的剑 不让他挣脱出去 相持了一会儿 威尔逊大笑了一声 哈哈 郑先生 咱们数三声 各自后退怎么样 让大家看看 我们的剑变成了什么样子 好 正心剑点了点头 面上的严肃 已然消失不现 取而代之的是 深深的疲惫和自责 因为他知道 这场东西方宝剑的对决 他输了 这次对决带来的影响 可不是他输了那抹简单 滑下宝剑 恐怕从此 都无法在外国宝剑面前 抬起头了 三 二 伊威尔逊喊了三声 双方同时后退 郑心剑身体摇晃了两下 用宝剑支撑住 不让自己倒下去 这一场比试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 心灵上的打击更大一些 滑下宝剑的名声 在他手中输掉了 郑拳输剑撞 连忙跑上舞台 扶住了自己的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此时 他扶住郑心剑 看向那把三色龙拳剑 面色大变 因为剑刃上 布满了缺口 可以说是伤痕累累 那最后一下 更是把剑刃全部砍掉了 甚至连剑身 都有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怎么了 郑先生 身未助剑师 你的体力竟然如此不堪 怪不得助出来的宝剑 如此差劲呢 威尔逊看到郑心剑的模样 不禁笑着嘲讽道 他们就是要借此机会 把华夏宝剑踩在脚下 打响他们外国宝剑的名声 特别是他们宝剑铺的名声 否则的话 他们又怎么会答应接受邀请 千里迢迢地来到华夏 参加什么宝剑交流呢 出口 你们这些无耻小人 郑拳输无比愤怒地骂道 则则 我们无耻 这是一场公平的对决 剑与剑的比拼 输了 就这样诬陷别人吗 来吧 郑先生 把我们的宝剑给观众们展示一下吧 听到翻译的话语 威尔逊忍不住吃笑了一下 接着 走到舞台边缘 将自己的宝剑 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展示给了观众 全场的人顿时都向着前方围了过来 认真地看住 这把所谓的外国屠龙剑 而离得远的人 更是拿住手机 摄像机 通过镜头放大 来观察这一把宝剑 可以看出 这把宝剑刀刃上 虽然也有一些祸口 但是非常的小 这在宝剑队砍中 能做到这样 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 在联想到郑全书和威尔逊的话 以及郑星剑的状态 他们面色一变 难道龙全宝剑输了吗 郑大师 快把龙全宝剑拿过来 让我们看一看 我不相信 龙全宝剑会输 对 我也不相信 我们华夏驻见历史 可以追溯到轩辕皇帝时期 我们有助十大名剑 怎么可能会输 一些人无法接受地说道 郑星剑轻轻摆了摆手 让郑全书离开 他缓步走向舞台边缘 将自己手中的三色龙全剑 向众人进行了展示 我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龙全宝剑 更对不起华夏宝剑 我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对不起 说完这些话 他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击碎 显得十分的憔悴 众人都看向这把龙全宝剑 只见两边的剑刃上 都存在住一处处缺口 看起来伤痕累累 几乎可以说 这把剑已经完败了 特别是最后一下机 打湿相碰的地方 那缺口大的 简直有些难以想象 华夏宝剑 真的跟外国剑 差距这么大了吗 不可能 华夏龙全宝剑 怎么可能跟外国剑 差距这么大 我不相信 是啊 你要说多一两处缺口 也就算了 这竟然十一次互砍 每一次都有缺口 而且还都这么大 真的让人无法相信 屠龙宝剑 真的把龙全宝剑 给屠了吗 郑大师 你是不是拿了一把假剑啊 你们还号称 华夏龙全宝剑正统吗 这简直太丢人了吧 一些人内心无法接受 把怒火撒在了 郑兴剑的身上 而在直播前 观看这一场对决的网友们 更是猛了 怎么可能 华夏宝剑怎么会输 他们一遍遍地在檀幕上 发出着不可能 这是假的 苏天明看到直播画面 更是一拳 把会锁的玻璃桌子 给打碎了 真他磨得可气 龙全宝剑正魔弱吗 看那些外国人 得意忘形的模样 真想一拳 打到他们的脸上 林州目光平淡地 看住这一幕 然后缓步登上舞台 这场戏演完了 接下来 该轮到自己 为下一场戏 拉开序幕了 他必须要教训一下 这些外国人 让这些无耻小人知道 华夏驻舰文化的灿烂辉煌 就在这时 脑海里传来了 鉴定系统的声音 人物发布 身为高级铁匠拥有者 应该让卑鄙之人 在华夏宝剑的 灿烂光辉下颤抖 任务要求 使用高级铁匠 铸造一把宝剑 战胜外国宝剑 人物奖励 七星龙云剑下 落星吸碎片两块 百炼绕指楼技术 十点身体数拒值 二十点鉴定积分 任务可用技能 百炼绕指楼技术 备注 该技能可随铁匠技能的升级 而提升效果 听到鉴定系统的提示声 灵州面上露出了一抹惊异 随后恢复了平静 继续向舞台上走去 鉴定系统也是忍不住了 竟然发布了这样的任务 而且奖励也十分的丰厚 七星龙云剑的下落 还有百炼绕指楼技术 甚至在这次任务中 他也能使用百炼绕指楼 真的是想象不到的惊喜 百炼绕指楼 来自一段古诗 何以百炼钢 化为绕指楼 意思是 久经锻炼的钢强者 反变成随方救援的柔顺者 堂堂硬汉子 比喻经历了失败后 变得无能为力 也用来比喻 使火爆强硬的性情 变得柔顺 而在古代一些典籍中 也曾记载 《驻百炼绕指楼》的驻剑典故 明代一本书中 就曾记载 古诗平望湖中有古剑中 有人偶然发现 给一剑 弯曲时 可以手尾相碰 放手便恢复如初 处则蒸蒸有声 认可斩铁 由统兵高官得知 大喜 称这是古之绕指楼也 在高级铁匠的记忆中 并没有这种技法 莫想到竟然真的存在 还被系统藏了起来 当作奖励来发放 看来这一个驻剑技巧 应该是一种非常寒线的绝技 有了这样一个绝技 看来真的能够震撼整个世界了 百炼绕指楼 恐怕它的铁匠技能 到了更高的等级 真的能把刀剑变得柔软的 可以绕住手直转一圈 第310章 你说了句打铁 在华夏各地 一些观看直播的传统文化传承者 面上都露出了宁众之色 外国驻剑技术 已经超出华夏这魔多了吗 龙泉宝剑 可以说是华夏仅存的 唯一驻剑传承了 而郑家又是龙泉最富盛名的驻剑家族 现在 由当代族长正心剑 所驻造出来的剑 却是不敌外国的剑 齐老摇了摇头 不禁叹息了一声 他也没想到 郑心剑竟然会输 现在来说 郑心剑的驻剑技术 已经不亚于其父亲正七公了 哪怕正七公出山 恐怕也会不敌 输了这场对决 也等于是输了华夏宝剑在世界上的地位 恐怕这次灵州的龙泉之行 不会有应该收获了 因为郑心剑输了对决 心情绝对会低落到极点 根本不可能再去送出老祖宗 传承下来的宋代官摇瓷器了 也只能寄望于下一代传人了 郑心剑是一个严肃而古板的人 一旦陷入了自我否定中 就会一直钻牛角尖 无法自拔 这样的话 也就会一蹶不振 确定下一代传人 应该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了 云阳玉雕国宝大师叶松然 看到这场对决的结果 也是轻叹了一口气 从今往后 华夏宝剑可能要变天了 郑家是会逆势而上 还是会就此沉沦呢 那个林小子 去的还真不是时候啊 特别是宝剑交流会场上 那些龙泉宝剑的从业人员 更是一脸的灰暗 连郑心剑都输了 那他们肯定也赢不了 华夏宝剑 真的要被外国人压在下面 随意碾压凌辱吗 就在林州朝着舞台的方向走去时 那个身穿蓝色衬衫的外国住建师 也来到了舞台上 猖狂地大笑了一声 哈哈 华夏龙泉宝剑也不过如此 刚刚那个自以为很懂剑的华夏小子呢 现在怎么不敢出来了 我们现在有资格让你回答问题吗 快出来回答问题啊 你再怎么懂剑 也无法改变这次对决的结果了 哈哈 卧槽 这些外国人也太剑了 赢了就赢了 你在这场讽尼玛呢 把电视关了吧 没石膜好看的了 云阳会锁里 苏天明直接将自己的手机 狠狠地摔在了玻璃桌子上 无比的愤怒 他真的不想再看下去了 周子豪也是一脸的愤怒 要是林大神会注见就好了 把这些外国人的脸给打烂 让他们全部吃微波炉烤榴脸 随后 他瞥了一眼电视 顿时瞪大了眼睛 指住电视 手指都不禁颤抖了起来 哎 哎 苏少 你看 你看 直播画面里 好像有个人准备登上舞台 你看是不是特别像林大神 苏天明也扭过头来 看了一眼 面上不禁露出了一抹激动 然后快步走到电视机前 趴在上面仔细看了看 双手用力地拍了一下手掌 卧槽 是林大神 他要登上舞台了 难道他真的会注见吗 这可说不定呢 毕竟咱们谁也不知道 他老人家的爱好有多少 林大神 你要是把这些外国人给打败了 以后就是我爷爷 周子豪脸上充满了期待 无比激动地说道 林大神要是赢了 他也是我爷爷 苏天明用力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期待住林大神大发神威 像之前在赛车上 赢了那些外国人一样 再把这些外国注见师 狠狠地踩在脚下 此时此刻 林州缓缓走上舞台 淡淡地说道 哪怕是现在 你们依然没有资格让我回答问题 听到林州的话语 现场顿时一阵沸腾 纷纷以为来了一个 驻见大事就场了 可是当他们看到 林州那年轻的面孔时 都不禁摇了摇头 这小伙子在这座什么热闹 不会是玩游戏玩疯了吧 观看直播的人 看到林州登台 也是都猛逼了 这个年轻小伙子 哪里冒出来的 他难道会注见吗 就算会注 也比不上郑星剑大师啊 在这庄什么逼呢 一些与林州相熟的老爷子 现到林州登台 也是愣了一下 完全想不到林州这样登台了 叶松然还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齐老 行之 你这个小徒弟 真不会注见吗 据我所知 之前是不会的 现在说不了 可能他只是上台 跟这些人理论一下 齐老也是有些惊议不定的说道 后面 其他老爷子 也打电话来询问 让他不禁苦笑了一下 对于这个关门小徒弟 他还真的是了解得不够深啊 真的是无法想到 这个小子 还会有什么样的爱好 泽泽 你终于出来了 还说我们没有资格 我们赢了你们华夏龙泉宝剑最厉害的传承人 可以说在华夏无敌了 你能比他更厉害 更懂剑吗 我看你是 完全是在不懂装懂 就像你们华夏有句话 在这庄大尾巴狼 那蓝衬衫的布里斯 毫不客气地嘲讽到 林州看了他一眼 缓步走到舞台中央 我最起码比你们懂剑 你们学了点皮毛 尾巴就敲到天上去了 自以为天下无敌了是吗 说你们没有资格 是因为你们卑鄙无耻的行为 华夏邀请你们 来进行宝剑交流 既然想要比剑 那就提前说出来 而不是这样突然袭击 而且 如果不出我所料 你们的剑 应该是专门针对龙泉宝剑制作出来的吧 我想 你们的身边 一定有助一个对龙泉宝剑极未熟悉的人 无论是材料还是剑人 都针对龙泉宝剑的缺陷 进行了一些优化加强 特别是剑人处 更是用了许多稀有金属进行加强 以此达到战胜龙泉宝剑的目的 是这样吧 哼 你有什么证据 不要诬陷别人 还说比我们懂剑呢 你吹牛吹到天上去了 蓝色衬衫的布里斯 面色微微一变 强装镇定地说道 卧槽 怪不得龙泉宝剑这样弱 原来是 你们针对龙泉宝剑的缺陷 进行了专门制作 你们也太无耻了吧 我说龙泉宝剑再怎么 也不可能比外国剑弱这魔多啊 现在一切都解释通了 要是让我们的助剑师 专门针对西洋剑的缺陷进行制作 也能够把你们打败 台下的观众顿时沸腾了起来 朝着外国助剑师骂了起来 观看直播的网友们 也在谈目里不断骂了起来 这些外国人 是真的卑鄙无耻 还说华夏宝剑不过如此 真的是当了婊子 还立牌坊 看到这一幕 齐老面上露出了笑容 原来林州真的是上去理论的 总算让人松了一口气 这也是再回助剑 那就太惊天动的了 哎 林大神难道上去 真的是跟他们讲道理吗 有些失望 特别希望他能构筑造一把宝剑 战胜这些外国人啊 看到这一幕 周子豪有些失望的 摇了摇头说道 苏天明摇了摇头 虽然也有些失望遗憾 但也只能接受 按照现实来说 这才是正常的 毕竟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 特别是助剑这重东西 更是需要天分和时间 是之前林大神 给我们带来的奇迹太多了 导致我们的期望值 变得越来越高 此时 听到台下众人的声音 威尔逊拿住自己的剑 轻轻触摸住剑身 淡淡地说道 我们就算是 针对了龙泉宝剑又如何 如果华夏的龙泉宝剑是完美的 助剑师的水平是高超的 那么 无论我们如何针对 都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差距 随后 他用剑尖指住灵州 缓缓地说道 华夏的小子 你说是特别懂剑是吗 既然这魔懂剑 那肯定也会助剑了 不如你自己助一把剑 和我们的剑进行对决 只要你赢了 我们道歉 就不知道你懂剑 有没有懂这魔多了 这个华夏小子 也太猖狂了 好好躲住不行吗 非要出来装逼 那就让你装个够 哈哈 对 威尔逊大师说得好 你比我们懂剑是吗 你说我们学了点皮毛 就翘天上去了 那你自己助剑啊 如果连助剑都不会 还说特别懂剑 真的是天大的笑话 布里斯再次猖狂大笑了一声 看住灵州 得意的腿都开始抖动起来 是啊 你自己注意把剑出来 还说我们没资格 让你回答问题 看看你这魔牛逼的人 会不会助剑 如果不会助剑 就滚下去 其他外国助剑师 也是附和主说的 听到外国助剑师的话语 苏天明和周子豪等人 在电视前屏住了呼吸 来了 来了 灵大神会不会助剑 就看接下来的话语了 灵州实在有些好笑 他真的是服了 这还要赶着送人头的呢 他正思考住 怎么提出和他们比剑呢 没想到这些外国助剑师 自己送上门了 他刚要说话 郑全叔快步走过来 站在了他的前面 你们也太无耻了吧 难道别人不能 和你们讲道理吗 难道别人看出了端倪 不能说出来吗 董剑就要会助剑吗 要是人人都会助剑 你们连华下的门都进不来 灵州 你快走 这没你的事 懂剑而不会助剑 那等于是 只会耍嘴皮子 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出 现在这个舞台上 蓝衬衫的布里斯 嘲讽地说道 对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与这个小伙子无关 郑新剑也强撑住 缓过了劲 面色严肃地说道 灵州忍不住笑了出来 缓步从郑全叔 身后走了出来 你们就断定 我不会助剑啊 所以才敢如此的猖狂 华下是友善之邦 这样吧 给你们一个机会 现在道歉 承认错误 承认你们 用了卑鄙无耻的手段 才赢了龙全宝剑 那这件事就算了 听到灵州这熟悉的话语 苏天鸣激动地大笑了起来 来了 真的来了 看来灵大神真的会助剑 哈哈 我们终于等到了 这一段话 不仅仅让所有外国 助剑师们猛了 就连郑新剑和郑全叔 等宝剑行业的人员 都猛了 还有台下的观众们 这小伙子 以为自己是谁啊 剑祖欧爷子吗 还给别人一个机会道歉 就算是郑七公在这里 也不敢如此大的口气啊 齐老还有那些 与灵州相熟的老爷子们 听到这句话 也是不禁瞪大了眼睛 难道说 灵州真的会助剑吗 否则不可能如此拖大的 说出这样的话 岭南的崔老 更是拍住大腿笑了起来 和徒弟们说道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这小子憋住坏呢 这下那些外国佬要玩完了 师父 难道灵州真的会助剑吗 这可是比炮茶赛车什么的 都要难得多啊 几名徒弟有些不相信的说道 他如果真的不会助剑 就不可能会这样不留后路的说话了 你们等着瞧就是了 哎 我平生 没有佩服过谁 林小子是我唯一非常非常佩服的人 真的是没有他 不会的东西 崔老摇头感慨的说道 而在鼠兜 丽老也看住直播 看住灵州登上舞台 说出这样夸张的话语 他摇头吃笑了一下 性奇的 你迟早会被这个混蛋小子给连累死 师父 万一他会助剑呢 这小子 可是一直在创造奇迹 旁边的方红一开口说道 自从上次吃了微波炉烤榴脸之后 他就一直关注着灵州 等待着报仇的机会 可是关注到了现在 他发现 自己已经不敢去报仇了 生怕再来一次微波炉烤榴脸 丽老拍了一下桌子 他磨的 我还真不信了 这小子要是会助剑 我 我 师父 你就怎么样 方红一带住期待的眼神 望住自己的师父 我就打烂你的头 怎么样 丽老看到自己徒弟的眼神 直接朝着 他头上打了一巴掌 默好气地说道 这时 听到灵州的话 蓝衬衫的布里斯 更是笑得直不起身子来 哈哈 还给我们一个机会 威尔逊大师 他说 要给我们一个机会 不然后果很严重 哈哈 威尔逊笑了笑 真当他们外国人 是被吓大的呀 如果你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那我们肯定会考虑一下 要不要这个机会 而你一个年轻人 我们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如果你会住建 那咱们住一把 咱们对砍一下 如果不会 就滚下去吧 你们有完没完 改住一个人不放了是吧 外国人就这点气量吗 灵州 这不关你的事 赶快走吧 郑全书再次走上来 劝说道 他知道灵州厉害 可是一个人厉害 总是有限度的 住建这个行业 可不是耍嘴皮子就能行的 郑全书 谢谢你了 只是不用担心我 我心里有数 灵州笑住拍了拍 郑全书的肩膀 继续说道 给了你们机会 是你们不中用 就别怪我了 让我住一把剑 比试一下可以 但是你们的赌注太低了 干了这种缺德的事 仅仅一个道歉 就能解决吗 哦 那你想怎么样 难道让我们把剑给吃了吗 威尔逊面带笑意地说道 丝毫不把灵州放在心上 甚至还有闲心开玩笑 其他外国住建师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蓝衬衫的布里斯 更是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威尔逊大师 我估计要让我们裸奔 正好可以向华夏女人 展现一下我的八块腹肌 但是 我觉得你 没有这个能力 千千超越 你这种人真的就是垃圾 灵州冷冷地说道 随后 朝着威尔逊说道 你是叫威尔逊是吧 如果我赢了 你需要在我们华夏的 保元阁打工三年 也就是去打铁 为我们的顾客制作宝剑 或者是打造其他器具 算是发扬我们 华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而你 穿蓝衬衫的家伙 要吃微波炉烤榴脸 就这个穿蓝衬衫的家伙 跳得比较高 纳摩就让他常常 华夏黑暗料理的味道 第311章 公开住建 听到灵州的赌注 现场众人都猛逼了 前面的让别人一个 住建大师去打工 起码还能理解 后面那一连串的 什么微波炉烤榴脸 就有些搞不懂了 这究竟是什么玩意 跟爆菜名似的 哈哈哈哈 来了 经典美食微波炉烤榴脸 终于来了 只要林大神说出这一道美食 那就表示 这次赌局稳了呀 听到灵州的话语 苏天明激动的大笑了一声 开心的像一个300斤的胖子 周子豪等人 也是一脸的兴奋 终于等到经典的画面了 没想到这一次 林大神多加了一个烟海雀 听说这是艾斯基摩人的特色食物啊 简直臭不可闻 不过黑暗料理除了飞鱼之外 总算是 有了另外的肉食了 之前全是素的 还有林大神让那个外国老头 去宝元阁打工 这真的是要把世界的大师级人物 全部拉到宝元阁打工啊 苏天明也是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哈哈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们不是牛逼吗 现在去打工吧 之前我就猜到 林大神一旦开了让别人打工的头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与林州相熟的那些老爷子 则是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这小子还真的会住见吗 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哈哈 看到没有 我就说 这小子憋住坏呢 真的是没有他不会的 岭南的崔老 看到这一幕画面 忍不住大笑道 而蜀多利老那边 方红一听完林州的话 不禁瞅了一眼师父 似乎在说 这小子现在会住见 你看怎么办 利老也察觉到了这个眼神 没好气地说道 你看什么 再看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那些外国住见师身边的翻译 听到林州这一段菜名 不禁翻了翻白眼 这他磨的 要是没点技术含量 还真翻译不出来呢 于是 他按照林州所说的话语 一点点的翻译了出来 当听到林州的这些赌注时 外国住见师们 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华夏小子的赌注 都是什么玩意啊 穿着蓝衬衫的布里斯 不禁朝着华夏翻译问道 嘿 后面的那些东西 是什么意思 是食物吗 确实是食物 不过你可以理解为充满臭味的食物 飞鱼和烟海雀 你们都能听懂吧 其他的食物 就像是这两种食物一样 华夏翻译 朝着他们解释了一下 布里斯顿时怒了 华夏小子 你简直太放肆了 你有什么资格让维尔逊大师去打工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吃那些充满臭味的食物 哼 怎么 大师就不是人了吗 大师可以使用卑鄙手段 毁坏华夏宝剑生育之后 就这样一走了之吗 实话说 我已经拉了一位翡翠赌视大师 怕的话现在道歉滚出华夏 我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灵州冷笑住嘲讽道 你这个野蛮的家伙 威尔逊大师 他竟然敢对你这样的不敬 布里斯咬住牙骂道 随后朝威尔逊说道 威尔逊轻轻摆了摆手 面上依然带着笑容 哦 替你们工作三年 时间够长啊 想要用这种赌注 来把我们吓退吗 这种手段 是小孩子才会玩的了 灵州摇了摇头 淡淡的说道 还真不是吓唬你们 可以让旁边的翻译上 网给你们搜一下 宝源格林州 看看我的战警 再来跟我说话 听到宝源格林州几个字 郑星剑充满疲惫的脸上 布京露出了一抹意思 他记得这个名字 前两天遇雕刻宝吉大师叶老 给他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说宝源格七老的关门小徒弟 最近在收集五大名谣查展 让他爷爷帮忙 照顾一下 到时候 灵州会登门拜访 抽出时间 安排和自己见个面 交流一下 父亲也特意嘱咐了他 灵州登门的时候 一定要客气一些 不要说得太难听 当然 无论如何 老祖宗传下来的宋代官姚慈器 是不可能送出去的 因为这是他们郑家 也是龙泉宝剑的一种荣耀 只是没想到 灵州来到龙泉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登门拜访 也没有来找他 而是选择参观活动 难道这小家伙 真的会住剑吗 他的内心充满了期待 甚至那古板的 不会变通的内心 也开始动摇了起来 他连忙 把自己的孙子喊了回来 全书 回来 快给我搜索一下宝原格灵州 哈哈 太解气了 灵州真的是永远的神 不知道这些外国人 看完了灵州美战必胜的战绩之后 会有什么反应 苏天明真的感觉 好像是出了一口恶气 周子豪也是对灵州充满了佩服 灵大神专制歌中不服啊 我感觉他们 肯定不会服气 气氛都轰到这了 怎么可能会被吓退呢 估计他们会赌一下灵州 真的是在吓唬他们 不会住剑 那个华夏 翻译将灵州的话复述了过去 然后打开手机 网络上搜索了一下宝原格灵州 他也想知道 这个年轻小子 究竟有什么资本如此傲气 难道是云阳宝原格的人吗 搜索之后 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大片与灵州有关的信息 什么战胜外国赛车胜 平州攻盘赌局货的20亿赌注 让他内心都不禁有些心惊 他点开了网页商最顶部的热帖 关于灵州赌局战绩的统计 看住灵州一次次的赌局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网络上一个有名的博主统计的 这个博主本身也是富二代 喜欢一些传统文化 还成立了华福阁 这是一个华夏汉服民间团体 加入的人都是喜欢传统文化 喜欢古装汉服的人 他根据网络上披露 还有跟灵州一些朋友打听到的信息 做出了这一个表格 和法国赛车手比赛 获胜 得到了一辆 价格几千万的帕加尼峰之子 与云阳有名的富二代任紫安 在古玩拍卖会上对赌 获得任紫安所拍所有物品 与小岛国查到有名的新秀 藤井真一 彼氏查到 胜利 与漂亮国曾经参加过方城市赛车 差点进入决赛的赛车手 彼氏方城市赛车 胜利 与缅甸翡翠王在平州攻盘对赌翡翠元时 胜利 这一个个胜利的战绩 让这名翻译的脸上 露出了惊骇之色 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真的吗 他一直都在外事部门工作 根本默许关注国内的消息 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 而在战绩的后面 标注了黑暗料理的进度 灵州每赌一次 都会加了一个新食材 从第一次的微波炉烤飞鱼罐头 到现在的烟海雀 已经有了足足十一种食材了 也就说最少和别人赌了十次 全部是胜利的 与此同时 现场众人包括观看直播的人 听到了灵州的话语 也不禁搜索了一下 都露出了震撼之色 这个年轻小伙子 也太厉害了吧 简直是无所不能了 好像什么都会 而且有些赌局 还是跟外国人赌的 他还真没有说谎 真的把一个缅甸的翡翠赌识大师 翡翠王 给拉到宝源阁打工了 看新闻 好像还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翡翠王在宝源阁店铺门前 朝着齐老和灵州拱手一败 这画面真的太经典了 嘿 火箭 你别光自己看 跟我们翻译一下 这华夏小子 真的很厉害吗 看到翻译一直看住手机 没有翻译的意思 蓝衬衫的布里斯 顿时着急地说道 那名翻译艰难地 把眼睛从手机上移开 首先看了不远处的灵州一眼 又望了望面前的威尔逊等人 眼神之中 似乎浮现出了一丝同情 他确实很厉害 和别人赌了十次 全部是胜利的 这已经把文字 用专业软体翻译成英文了 你们还是自己看吧 说完 将手机递了过去 布里斯连忙拿过手机 认真看了起来 很快 他的面上就露出了震惊之色 眼睛也是越来越大 满脸的不敢置信 看完了所有统计信息之后 他摇了摇头 这 这应该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华夏的网络上 到处都是假信息 假的是吗 那你就赌啊 林大神 我之前误会你了 还以为你是在华众取手 没想到你是真牛逼啊 是啊 林大神的战绩摆在那 就看你敢不敢赌了 赌他会不会住坚 外国朋友 你们别怂啊 要是怂了 那就没脸见人了 说不定林大神骗你们的呢 是啊 反正耸我也是道歉 赌也是道歉 那你们就赌呗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林州不会住坚 也是一个机会啊 听到现场众人的激将 林州不禁笑了笑 你们把我底子给说透了 我真的是在吓唬他们啊 我真不怎么会住坚 哈哈 林大神 你就别装了 你的战绩上写得清清楚楚 我们可是都看透了 听到林州的话语 现场顿时响起了一阵哄哮声 哪怕没有翻译 布里斯也能明白 现场中人在说什么 他面色不惊一变 朝着威尔逊说道 威尔逊大师 我们现在怎么办 威尔逊从手机上抬起头 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州 他之前以为 这个华夏小子 只是一个小丑 可是现在 看了战绩之后 他发现 完全看不透了 这个华夏小子了 他真的会住坚马 恐怕谁也不知道 只是 如果不赌的话 就这样认损回国 那他们这一趟华夏之行 不但是白来 而且还会极大的影响 他们外国宝剑的名声 以及他们店铺的声望 他在手机上再次看了一眼 凝重的面色 似乎有了积分缓和 赌林州会不会驻剑 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么他要赌的是 林州如此年轻 在驻剑方面 绝对不会有助高深的能力 其他一些行业 可能会出现年轻的天才 而驻剑 哪怕再有天赋的人 也需要用时间来磨练技巧 获得经验 现在就连华夏 目前最优秀的驻剑 施政兴剑 都输给了他们 这个华夏小子再强 也不可能将得过正兴剑 思索了一会儿 威尔逊目光灼灼地看住 林州说道 我们的宝剑 不具任何挑战 你的战绩 如果是驻剑方面的战绩 那我们 可能会直接认输 只可惜的是 驻剑不是短时间 就能速成的事情 你想要和我们赌事吧 那我就答应你 只是赌注 需要变一下 三年太久 一年期限 如果你输了 不但要为诬陷我们道歉 而且 也要跟我们去漂亮国 至于让你干什么 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而且 你驻剑的场地 必须要由我们的人监督 确保你驻剑时 不会有别人指点 当然 每个驻剑师 都会有自己的秘密 所以 我们不会进去 只会在门口监督 时间是一个星期 因为我实在担心 如果没有 时间限制的话 你可能会拖延时间 很好 想不到你真的答应了 那你呢 蓝衬衫 你要答应赌局吗 一旦我赢了 你将会品尝到 我自己发明的黑暗料理 无数臭气熏天的食物 绝对会让你的味蕾爆炸 你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 而且 你和威尔逊是一起的 如果你不答应 那抹赌局 将不会进行下去 林州拍了拍手掌 面色平静地说道 林州的话 不禁让台下的众人 开始议论起来 哎 怎么听住林大神的话 有点底气不足的样子啊 难道真的是在吓唬人吗 我也觉得有点 要是信心十足 早就开口嘲讽 那个蓝衬衫了 怎么可能还这样 好言相劝呢 而与林州十分熟悉的 云阳富二代们 却是没有半点担心 反而幸灾乐祸起来 林大神为了让蓝衬衫 吃微波炉烤榴脸 又开始演戏了 不演不行啊 他万一不吃了怎么办 而在岭南阳城 看到电视上这一幕画面 钱文成不由自主地喊道 别答应 他是在骗你上当 不对 你就应该答应 垃圾外国佬 旁边的翻译 将林州的话语 翻译给了布里斯 本来还有些担心的布里斯 听到这些话语 瞬间抓住了一些疑点 大笑了起来 哈哈 你在害怕 我看出来了 虽然你极力隐藏 但是我知道 你真的是在害怕 我答应赌局 你赢了 我吃那什么黑暗料理 而你输了 我要你在现场裸奔一个星期 怎么样 敢赌吗 林州面上露出了笑容 拍起了手掌 好 一言未定 蓝衬衫 恭喜你 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 布里斯看到林州脸上的笑容 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正当他要说什么的时候 威尔逊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 布里斯 别担心 他就是在虚张声势 哪怕是天才 也不可能在这个年纪 拥有能够超过我的助见能力 听到威尔逊的安慰 布里斯不安的内心 这才慢慢平复了下来 华夏小子 别装了 我已经看穿你了 林州没有再理会他 这个家伙答应了赌局之后 就会成为案板上带宰的闲鱼 除了能蹦打两下 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变命运 他朝着威尔逊说道 威尔逊先生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需要签一份赌约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 只是你考虑好在 哪里进行助见了吗 在你助见的时候 不能接触任何人 手机也需要交给我们 威尔逊点了点头 这也是他所要提出来 随后 他又向林州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你以为我像你们一样 一点技术就藏住掖住 不让别人看到 我会在欧野子公园 进行公开助见 说实话 我根本不怕你们学习 因为你们学不会 林州淡淡地说道 有些东西 可以学会 而有些东西 哪怕眼睛一直看住 也无法学会 甚至无法理解 哈哈 林大神霸气 之前装得也太像了 害我们白白担心 林大神 加油啊 再一次创造奇迹 把这些卑鄙的外国佬 赶回去 之前有一种说法 古玩行里的人都是演员 还是奥斯卡级别的 我还有些不相信 现在我相信了 第312章 签署赌约 旁边的华夏翻译 也是很快将林州的话语翻译了过去 他已经完全被那惊人的战绩给 折服了 之前他以为这个年轻人是跳梁小丑 只是在华众取宠而已 所以 充满了鄙夷和轻视 然而现在 不一样了 他甚至内心 在期待着这个年轻人 能够战胜这些外国助见师 威尔逊听到翻译过来的话语 面色不禁变得阴沉起来 好 既然你如此自信 那么 在助见的所有时间内 你都不允许接触任何人 除了采购原料工具之外 手机也需要交出来保管 这样就能保证你 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指点 完全凭借你自己的能力 他之前准备让林州助见的时候 不与外界接触 回酒店的时候 不做任何限制 毕竟他觉得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算是助见大师指点 也不可能让一个人 拥有助大师级的实力 可是现在 这个华夏小子如此的自大 他也没必要客气了 林州不禁笑了一声 现在这个家伙 还以为自己的实力 是需要靠外面指点的呢 求之不得 郑兴剑大师 麻烦您老和他们一块准备赌约 我先给家人朋友打个电话 先提前说一声 郑兴剑并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缓步走到林州身旁 面色凝重地敲声说道 林小友 我与你师父也认识 现在问你一句 你是认真的吗 要亲自助一把剑 与他们的剑进行对决 要知道 助见不是能够速成的东西 需要几十年末一剑般的毅力 才拥有铸造一把好剑的能力 而且 他们还要求一个星期之内 这更加考验助剑能力 如果你没有把握 可以悄悄地和我说 我会想办法让你脱身 林州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朝着郑兴剑拱手一拜 郑大师 我是认真的 这些人用了如此卑鄙的手段 来获得胜利 我自然要让他们见识一下 华夏宝剑的灿烂辉煌 不是他们那三脚猫技术 可以相提并论的 说完之后 他又轻轻一笑 至于把握 之前的赌局中有人问我 有没有把握 我说了一句话 把握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 我既然和他们赌了 那就一定能赢 您老不用担心 哈哈 林大神真的就是大神啊 这句话是真的装逼啊 不过我喜欢 霸气 就是需要这样的霸气 一直以来 咱们国内的一些人 把外国人当成上等人 十足的软淡行为 咱们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文明之邦 根本不弱于任何国家 任何民族 郑星剑听到林洲这些话 一向严肃古板的脸上 也不禁露出了几分笑容 他能够看得出 林洲非常的认真 也不会把这件事当成儿戏 换做其他人说这句话 他估计会 直接一个巴掌拍过去了 好小子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你来龙泉的目的 不管此次住件事舒适赢 只要你展现了实力 那么 我都会让你如愿以偿 林洲听了之后 轻轻摇了摇头 郑大师 我并不是 为了那宋代官窑 才会出头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 想要为华夏宝剑证明 不过您老这样说了 我也不能拒绝 就这魔愉快的决定了 说到最后 他的语速十分的快 似乎生怕郑星剑会收回一样 你这个臭小子 郑星剑有些忍君不惊 只住林洲笑骂了一下 随后摆了摆手 好了 现在向你的师父和家人 先打电话说明一下吧 毕竟未来一个星期 都无法和外界联系 我会按照之前说好的赌注 和他们你订赌约 多谢郑大师 林洲再次拱手感谢 随后走到了舞台下面 先跟自己的师父 齐老打了一个电话 这边刚刚打出去 电话就直接接通了 可以想到 师父一定是把手机拿在手中 接通的一瞬间 里面响起了齐老的声音 小周 恭喜你又多了一个新的爱好啊 你真的是出去不折腾一下 就不叫林洲了 之前问你是不是有住间的爱好 你还隐瞒 臭小子 师父 我也被逼无奈啊 本来我也不想把这个爱好拿出来的 是这些外国住间师太可恨了 我不得不站出来了 林洲有些无奈的说道 本来他打算去郑家 私下里展现一下住间能力的 谁知道 现在遇到了突发事件 变成了公开亮相 扑 确实 我看到了 是他们逼的 齐老直接笑了出来 其他的赌局 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现在这一场赌局 真的是被逼无奈 随后 他又摇了摇头说道 师父其他的也帮不了你 只能为你加油了 林洲笑了笑 师父 有您老这一句加油 就行了 其他老爷子那里 还请你说明一下了 我现在不方便一一打电话过去 放心吧 现在和你的小女朋友交代一下吧 齐老板的白手说道 嘿嘿 谢谢师父 林洲感谢了一下 挂断电话后 又给沈灵薇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之后 沈灵薇首先开口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 群里 还有朋友圈传的到处都是 你加油啊 林洲开玩笑的说道 哎 本来我只有一成把握 你这一句加油 我直接有了十成把握了 不是 你之前不是说把握 对你而言 是不存在的吗 沈灵薇倾笑着说道 嘿嘿 这个 是因为要一个星期 不能打电话给你呢 没有了晚上对彼此的思念 我当然没把握了 不过你一句加油 全部回来了 林洲黑黑笑着说道 沈灵薇顿时脸色一红 好了 你什么 都在电话里说 赶紧去签赌约吧 加油加油 三句加油 我补的有点多了 哈哈 一个星期后再现哦 林洲大笑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随后想了想 又拨通了苏天明的电话 俗话说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既然开了这场赌局 那摩黑暗料理团队 应该提前就位了 同样 在电话接通的一瞬间 苏天明语速飞快地说道 林大神 我们已经订了明天前往航程的机票 会在明天到达龙泉 等住给外国人做黑暗料理 呃 那我什么 也不用说了 你们过来自己找酒店住啊 我估计应该都会满云了 不行的话 让郑大师给你们安排 听到这话 林洲摇头一笑 这也不用自己安排了 不过 这次的与外国保健对决的事件 已经变得十分的火热 肯定会有很多人来龙泉观看 再加上本来就存在的文化旅游节 酒店房间还真不够 这一点小事 就不用你担心了 我可是全国很多家酒店的超级VIP会员 他们就算是把总经理办公室腾出来 也不会让我摸地方住的 苏天明很是霸气地说道 这是一个顶级富二代的实力自信 忘了你这个顶级富二代的身份了 那就先这样吧 林洲孝主说道 差点忘了苏天明的身份 这种顶级富二代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有特权的 挂断电话后 林洲又和父母打了一个电话 解释了一下 让他们不用担心 毕竟这件事情传播开之后 他们在家里也会得知消息 还是先提前打一声招呼吧 瞒是瞒不住的 解释完之后 父母也没有太多的担心 让他认真住宴 争取打败外国保健 为国争光 这个电话打完之后 林洲想了想 应该没有其他电话要打了 于是走上了舞台 此时 台下的观众 都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 林大神 能问一下 你要注意把什么样的剑呢 或者说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林大神 你好像无所不能 那有没有飞行的能力啊 林大神 你是不是穿越者啊 要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多东西呢 而且都特别厉害 感觉你应该不只是穿越了一次 听到这些人的奇怪问题 林洲苦笑了一下 我是从M78星云穿越过来的 你们看我年龄 才有二十岁左右是吧 其实我已经三万岁了 这个回答 不禁让县长想起了一阵哄笑声 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开玩笑 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奇怪事情 无法解谜的事情 实在太多太多了 随后 林洲来到舞台的桌子前 此时郑星剑已经和外国住建师们 拟定好了赌约 华夏和英文外语赌约 他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按照之前说好的赌注 打工一年 吃微波炉考留脸 还有他输了云裸奔的条款 威尔逊还特意加了一条惩罚性的条款 如果输的一方拒不履行赌约 将由担保人负责赔偿一亿人民币 他们那一方的担保人就是他自己 而林洲这一方的担保人 由郑星剑来担任 在观看赌约的时候 郑星剑还在和威尔逊争辩 他自己是赌局参与者 根本不能成为担保人 威尔逊则表示 他们这一方 只有他有资格担保了 他拿自己的声誉来担保 林洲听了之后 不禁摆手一笑 郑大师 别担心 他们如果不履行赌约 我会让他们后悔的 好了 这赌约就这样吧 华夏和英文组合在一起 列印四份出来 很快 工作人员就把这份赌约 列印了四份出来 随后 他和威尔逊 还有那个布里斯 都坐了下来 此时 郑星剑开口说道 为了公平公正 还有赌局的顺利进行 以及后续的条约旅行 现在由工作人员 使用华夏和英文 复述一下赌约内容 现场的工作人员 拿出一份赌约 分别用华夏语和英文 复述了一遍 然后 郑星剑问道 林洲 你是否明白 并同意以上赌约内容 会在之后 严格履行赌约各项条款 明白 同意 我会严格履行赌约内容 林洲点了点头 平静地说道 接下来 郑星剑用英文 分别向威尔逊 和布里斯二人询问了一下 他们二人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其实布里斯内心已经后悔了 可是 他现在所能做的 只有相信威尔逊大师了 郑星剑接着说道 好 那现在签署赌约 威尔逊 你需要在赌约人 还有担保人那里 分别签字 林洲和威尔逊 布里斯三人 各自签了名字 郑星剑也在担保人上签了名字 双方各支一份 同时担保人也拥有一份 赌约从明天开始生效 在赌局期间 林洲如果需要任何东西 都不在赌约限制之内 华夏小子 利用这最后一下午的时间 去学习住剑吧 威尔逊淡淡地说道 随后 带着自己的宝剑 还有其他人 朝着会场出口而去 威尔逊大师是不会输的 你就等住裸奔吧 布里斯也嘲讽了一句 随后跟上了威尔逊的脚步 外国佬 你探磨得牛逼什么 等到你去保元阁打工了 我肯定会照顾你生意的 到时候你加入保元阁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看后 蓝沉山的家伙 你就等住吃黑暗料理吧 台下的众人 都纷纷开始冷嘲热讽起来 郑全叔看住眼前这一幕 有些迷茫地说道 爷爷 我怎么跟做梦一样 这真的能行吗 这一切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转变得太快了 本来是龙泉宝剑 和外国宝剑的对决 他爷爷输了之后 更是充满了失落颓废 没想到下一刻 林洲出来了 要和外国人比见 不过 看他爷爷现在的状态 似乎没有了多少颓废 这是唯一让人开心的事情 郑新剑拍了拍他的肩膀 全叔 能不能行 只有一个星期后 才能得出答案 随后 他朝着林洲说道 林洲 你需要什么工具原料 都可以和我说 别的没有 制作宝剑的材料 要什么有什么 是 林小兄弟 你需要什么 都可以说 我们整个龙泉宝剑行业 都会为你提供帮助 还有我们龙泉所有部门 都会全力协助 小伙子 加油啊 有什么需要 直接提出来 就算是龙泉没有 我也会紧急向上级 请求援助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人 穿着白衬衫的中年人 缓步走了过来 笑着说道 龙泉宝剑 可是他们龙泉的支柱产业 不能就这样毁于一旦 如果这次林洲赢了 那他们龙泉宝剑 名气肯定会更大 所以 他们必须要全力协助 龙泉本地的人一看 面上不禁露出了金色 这是龙泉方面的二把手啊 没想到这位大佬 也来到了现场 可能是得到消息之后 就赶过来了 第313章 陨石剑 谢谢领导 还有大家的鼓励 我一定会加油的 郑大师 确实有一些材料 需要您老帮忙准备一下 我现在 就把需要的所有材料工具 写在清单上 注剑的试包在我身上 而这些东西 就拜托给大家了 灵州朝著众人感谢了一下 然后就坐在椅子上 开始写起了所需要的东西 在高级铁匠树的技能效果之下 他对于自己要注什么剑 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和工具 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而且 在接到注尖任务之后 百炼绕纸柔的技能 就出现在了技能栏里 处于可用状态了 不过这是一个被动技能 依附于高级铁匠技能 使得宿主 拥有制作百炼绕纸柔器具的能力 而且 该被动技能 还会使得所有经过他的手 制作的器具 增加一定的柔韧性 将会以铁匠技能的 等级给予不同的增幅 对于技能的主动和被动 他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说起来被动技能还更好一些 起码不用消耗鉴定积分 而且时时刻刻都会发挥助作用 这个百炼绕纸柔 就等于是一种技巧 没有铁匠技能的支撑 这个百炼绕纸柔 也无法去实现 自然而然会成为被动技能 而在任务提示之后 他的脑海里 就涌现出了许多 与百炼绕纸柔有关的资料信息 包括怎样去注尖 各个流程的操作等等 对于这把剑 他充满了信心 绝对能够震撼世界 让那些外国住间 诗灰溜溜的回家 看到灵州就这样 在公开场合写材料清单 郑星剑不禁挡在了桌子前 朝着旁边众人摆了摆手 哎 大家都不要看了 灵州在写材料清单 每一位住建师 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秘方 这是不能公开的 灵州笑了笑 轻轻摆手说道 郑大师 不用保密了 这清单 其实没石膜 出奇的地方 大家可以随便看 他所使用的材料 他所使用的技巧 不是一般人能够学会的 哪怕是郑星剑 没有他的亲自教导 都无法学会 百炼绕纸柔的技术 他光明正大的公开住建 别人可以随便偷师 但是也要看能不能偷得了 有些技术可以看会 有些技术 没有老师的指点 根本无法明白 其中的奥秘 林小子 你还是太年轻了 不知道保密的重要性 郑星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继续挡在桌子前 灵州摇了摇头 也莫在抢球 他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工具 都认真地写在了纸上 写完之后 他拿出这张纸 来到了舞台前方 朝着众人展示了一下 大家好 这就是我的材料和工具清单 上面有些材料 可能短时间无法找到 所以 我需要大家的帮助 还有媒体朋友的传播 上面的材料 我会按照市场最高价购买 他现在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而且这些材料 确实不是短时间内能找到的 特别是主要注件材料 用的可不是一般的钢铁 林大师 你就应该听听郑大师的 注意保密啊 有些秘方一旦泄露 会使得是厂上出现 大量同类劣质的产品 多少好产品 就是因为抄袭而毁于一大 是啊 你这直接公开 也太相信别人的人品了吧 绝对会被别人拿去 当作自己的秘方注件的 卧槽 兄弟们 别光顾住说了 快看看清单上的材料 主要材料 铁陨石 最少需要40公斤 还有其他一些稀有金属 这探膜不是在注件 是在注钱啊 不会吧 上面真的有铁陨石 这是要在天外陨石注件吗 我记得 好像国内只有一个勉强成功的案例 而且铁陨石这玩意 和普通钢铁不一样 熔点特别高 而且南年河 怕风 对于火候的掌握十分严苛 是啊 你想想啊 天外陨石 从宇宙中坠落地球 与大气层摩擦 我看过一篇文献 进入大气层时 陨石前方的空气被迅速压缩 热量根本来不及扩散 温度急剧升至一万度 只有一些大的陨石 才能冲过大气层 坠落到地球 而这些陨石 在一万度的高温 都没有完全融化 哪怕有诸外科保护 也可以想象 熔点有多高了 林大神 你要稳重一点啊 现在不是炫技的时候 云阳的几位老爷子 看到直播画面里的情况 面色都不惊一变 林州竟然要制作陨石件 这是他们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完全出乎意料 叶松燃随即给七老打了一个电话 行之 你赶紧劝劝你的宝贝小徒弟 不要用陨石了 这玩意太难了 曾经有人要让我用陨石雕刻一件东西 我雕刻了整整两三个月啊 都没能成功 更不用说把他们融化 再打造成剑了 七老无奈地摇了摇头 叶老啊 我对自己的这个小徒弟 也非常不了解啊 他的能耐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还是相信他吧 相信他不会拿花下宝剑开玩笑 哎 你啊 就关注你这小徒弟吧 好 那咱们就相信他一次 叶松燃叹息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云阳的那些富二代们 听到灵州要制作陨石剑 也是瞪大了眼睛 卧槽 陨石剑 灵大神这是牛逼大发了呀 我之前听说陨石剑很酷 想让人给我打造一把 陨石的交易都谈好了 可是没有一个住建室赶接 外国那些家伙也一样 哎 苏绍 我听说陨石特别贵 一克几千甚至上万 灵大神这最少四十公斤 要是一克一万 那一公斤不得一千万 四十公斤 直接四亿了 听到这里 周子豪不禁开口问道 跟苏天明比起来 他们家只能算是小康 平时也就能玩玩上百万的跑车了 至于这陨石 那是根本都不敢去玩 苏天明摇了摇头 吃笑着说道 那都是一些机构 或者一些人的营销 实际上 陨石并不是特别贵 只有一些非常珍稀 含有稀有元素的陨石 才会非常贵重 像铁陨石这种 数量还是不少的 质量很好的 也就几百一克吧 灵大神这四十公斤 估计几百万就能搞定了 几百万 那还好 要是四一珠一把剑 那也太他魔奢侈了 不对 几百万一把剑 我现在 已经说还好了 果然跟着 你们这些富二代 眼界都提高了 周子豪这才松了口气 忽然意识到了 有什么不对劲 不禁摇头说道 苏天明并没有跟着周子豪开玩笑 而是认真的说道 其实 现在最主要的 不是多少钱能买到铁陨石 而是铸造陨石剑 特别的难 现在应该属于铸剑界的天花板 没有人能够百分百的成功 咱们也只能相信林大神了 相信他能够再次创造奇迹 当然 现在唯一能帮他的 就是找陨石 周子豪无可奈何地说道 苏天明听了之后 拍了拍周子豪的肩膀 对 找陨石 我去打听一下货源 四十公斤的 还有点难找呢 另一边 在龙泉艺术中心 宝剑展厅里 郑兴剑站在后面 心中还在埋怨住 林州不听老人言 非要公开材料清单的事情 当听到上面有铁陨石时 他顿时一惊 连忙快步走到林州身旁 一把抢过了那张清单 第一眼 就看到了写在首位的材料 铁陨石 最少四十公斤 其他宝剑从业者 也看到了上面的铁陨石三个大字 面色一惊 陨石剑 这可以说是住剑行业的天花板 也是一种禁忌 几乎没有人愿意 或者敢于去尝试这种陨石剑 因为有九成九的 可能会失败 现在也只有漂亮国和小岛国少数的 驻剑大师 掌握了使用陨石做原料 制作云铁剑的技术 而他们的技术 也同样不是百分百的成功 他连忙把林州拉到了舞台后面 语重心长地说道 林小勇 你要不要再认真考虑一下 我知道 你想铸造一把惊天动地 震撼整个世界的宝剑 只是现在不合适啊 以后有的是机会 与外国宝剑的对决 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铸造一把陨石剑 实在太困难了 还有球稳吧 国内也只有一位铸剑师 尝试过铸造陨石剑 整整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经历了三次闸炉 都最终铸成陨石剑 而且 整把剑只有44厘米 还不到半米 剑身上也有一些裂痕 可以说 只是勉强成功 铸造陨石剑 应该是一众对 铸剑知道的突破 需要在一个适合的环境下进行 而现在与外国宝剑的对决 需要的就是稳 越稳越好 而不是寻求突破 另辟蹊径 他的内心 甚至生起了对林州的怀疑 怀疑这小伙子 是不是一位合格的铸剑师 因为这完全没有自知之明 为了搏一搏眼球吗 他现在的心情十分的矛盾 有对林州的相信 也有怀疑 听到郑星剑的话语 林州笑了笑 他知道 这是在关心自己 只是以他的能力 完全可以铸造出一把优良的陨石剑 一把拥有助绕纸柔效果的宝剑 而这个绕纸柔实现的条件之一 就是需要天外云铁作为主材料 这种陨石 有着一种神秘的特性 所以 才能够让绕纸柔这众传说中的效果 得以实现 无论是影视作品中 还是历史记载中 陨石都是一种特别神秘的东西 有些厉害的武器 就是由陨铁制作而成 它们从天外而来 在宇宙中飘荡了不知道多久 到现在 对陨石还 没有做到一种彻底完全的研究 他现在既然能够制 做出一把震撼世界的陨石剑 那实在莫必要等到以后再去制作 更何况 他现在的爱好者魔多 什么时候再去助剑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他要让这些外国助剑师 完完全全的在华夏宝剑的光辉下颤抖 郑大师 我已经求稳了 要不然 我就用其他种类的陨石了 放心吧 我有信心铸造出一把优良的陨石宝剑 您老不如再相信我一次 就算不是为了华夏宝剑的荣耀 为了宋代官姚瓷器 我也不可能拿这件事开玩笑 灵州很是认真的说到 既然都已经公开展示了 那就要展示最好的东西 否则的话 这些企图踩住华夏传统记忆登顶的萧小之辈 怎么可能会颤抖 怎么可能会绝望呢 就像他之前在苏天明的赛车场 跟外国人赛车一样 明明可以用性能更好的跑车去赛车 可是 他却偏偏用了一辆国产的比亚迪电动车去比 这就是完全的碾压 让那些外国人绝望到无法喘息的碾压 看到灵州如此认真的模样 郑兴剑内心哪怕还充满怀疑 此时也只能相信一次了 好 我相信你 只是 一定要公开注鉴吗 如果在隐秘的环境下注鉴 失败了 还有可能再用其他的方案 公开注鉴 您老不是说相信我吗 那就不存在失败的可能 灵州面带旦孝主说道 高级铁匠 再加上百炼绕纸柔 他可以说是 现在任何注鉴师 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你能够成功 加油吧 本来还说要什么材料 我这边应该都有 你现在的铁蕴石 还有一些稀有金属 倒是一下子让我有些尴尬了 不过 我会尽全力帮你搜集 有关部门应该也会全力协助 争取在明天之前送到 郑兴剑拍了拍灵州的肩膀 满怀期待地说道 就算明天之前送不到也末世 反正读约上有不可抗力的条款 材料和工具的准备 就是不可抗力的 灵州孝主说道 随后 郑兴剑带住灵州一块 和龙泉的二把手交流了一下 最后回到了舞台上 拿住那张清单说道 刚刚我已经和灵州确认过 他所要铸造的这把宝剑 就是以铁蕴石为主的陨石剑 这上面的材料 都是铸剑所需要的 我们整个龙泉宝剑行业 还有龙泉有关部门 都会全力地帮助灵州搜集材料 同时也希望有上述材料的机构 或者个人 能够尽快与我们联系 为这把陨石剑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些材料 都会以比市场更高的价格收购 千千超越 我刚刚也与灵州交流过 他很有信心 这样杨华夏宝剑 和传统文化之威的事情 我们龙泉会全力支持 我也会向上级部门请示援助 这时 龙泉的二把手 也朝着众人开口说道 竟然是真的 林大神真的要铸造陨石剑 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啊 这要是在一个星期内 铸造成功了 林大神真的就是 铸剑行业的大神级人物 虽然林大神创造了很多奇迹 但是宝剑不一样啊 还是陨石剑 我一点都不乐观 我感觉挺乐观的 从林大神开始到现在的状态来说 恐怕是早就决定 要铸造一把陨石剑了 完全碾压那些外国铸剑师 此时 郑星剑宣布了交流活动的结束 同时也向大家说明了 明天住剑的一些情况 好了 今天的宝剑交流 到此结束 大家都散了吧 如果明天早上之前 所有材料全部搜集完成 那么 我们应该会在欧椰子公园见面 如果无法搜集完成 就需要等待了 大家再见 希望我们明天 能在欧椰子公园相见 林州朝着众人挥了挥手 跟随郑星剑等人 离开了现场 第314章 提供陨石的要求 在交流活动结束之后 关于林州要制作陨石剑 对决外国宝剑的消息 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的传播著 一些门户网站 也发表了相关的内容 并且附上了这些外国铸剑师 对于华夏宝剑的挑衅视频 许多人对于林州的行为 十分的支持 并呼吁拥有相关材料的人员机构 进行援助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充满住怀疑 怀疑林州可能只是蹭热杜博眼球 哗众取宠而已 陨石剑的制作 这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一项难题 虽然有少数驻剑大师尝试成功 但是 也仅仅只是勉强的成功 根本无法做到百分百的成功 而那些驻剑大师 无疑不是有着数十年的驻剑经验 最少的 也有三四十年 林州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刚大学毕业 没多久的小青年而已 怎么可能铸造出一把陨石剑 可能连一把正常的剑都 铸造不出来 网上所发布的那些 有关林州战绩的事情 也被这些人认为 完全是剧本而已 因为结合住林州的背景 师父是古安文物界有名的泰山北斗 大师级人物 想帮自己的小徒弟 提升名气而已 只可惜的是 这个小徒弟 装逼装的有些太过了 这次恐怕是没有办法收场了 那些支持林州的人 与这些猜疑者 在网上骂了起来 支持林州的人说 公开住建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只有对自己实力极为自信的人 才敢这样公开 而且 这些全是剧本的话 剧本能请来缅甸赌识大师翡翠王吗 能请来漂亮国这位住建大师威尔逊吗 他们放着好好的大师不作 来华夏比赛一场 就是为了 把自己的名声和地位 全部输掉吗 那些猜疑的人则是反驳道 这完全是林州得意忘行了 也证明了他的无知 以为自己说什么 师父都能帮他搞定 等住看吧 在住建开始前 肯定会因为设备 或者其他原因 变成无法公开住建的 至于那些大师 这个世界上 有助各种的交易 只要你给出的价码充足 完全可以让任何人 干任何事情 这种完全不讲道理的反驳 让那些支持林州的人 更加气愤了 他们一边继续争论住 一边期待住林州 公开住建的到来 而在龙泉一家酒店里 已经回到房间的 外国住建师们 聚集在了一起 也知道了林州 要铸造陨石建的事情 听到这个消息 本来心情有些 忐忑不安的布里斯 顿时兴奋了起来 哈哈 威尔逊大师 这个华夏小子 是自取灭亡啊 连您都不敢轻易 尝试陨石建 他竟然要在一个星期内 还是在公开场合 铸造一把陨石建 这简直不是自大了 而是狂妄无知 威尔逊的面上 没有露出轻松的表情 反而凝重地说道 能够长试陨石建的人 只有两种 一种是对自己的实力 极为自信 一种是对铸建 完全无知的存在 前者知道自己的实力 可以将陨石建制作成功 而后者 就是对陨石建 没有一点概念 不知道其中的艰难 那这个华夏小子 绝对就是后者 不自量力地去铸造陨石建 真的是自寻死路 这次神都救不了他 布里斯激动地开口说道 甚至都快要站起来 手舞足蹈地欢呼了 威尔逊点了点头说道 我们也只能希望 他是后者了 不过 这总归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陨石建的 铸造难度非常的大 咱们漂亮国 驻间最厉害的哈里大师 也是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 才铸造成功的 而这一个星期的时间 恐怕不足以他失败几次 失败一次 时间就不够了 哈哈 大师 不用希望 他肯定是后者 咱们就放心吧 等住他去漂亮国打工 等住他裸奔吧 布里斯完全陷入了狂喜当中 见过比赛前疯狂充电学习的 可是莫见过比赛前这样自毁长城的 在活动结束后 林州则是和郑兴建等人 来到了艺术中心的一个会议室 刚坐下来 一些宝剑从业者 不禁对林州驻间陨石建的想法 进行了质疑 他们觉得陨石建根本不可行 这简直太冒险了 有一两个人还觉得 林州驻建能力 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 为了保健行业的名声和未来 应该请郑兴建 或者郑七公住建 又或者在现场随便挑一个人 估计都比林州要强 郑兴建则是拍了拍桌子 在林州小友上台 与那些外国住建师争论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 现在说起了风凉话 这次来会议室 是讨论材料搜集问题 而不是讨论 有谁去住建 林州笑了笑 实在懒得跟这些人争辩 他轻轻敲了两下桌子 开口说道 红柿肠 郑大师 我说过 住建的是交给我 材料和工具 就拜托给你们了 所以 我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 先回去静心养气了 郑兴建看了看林州 忍不住笑了笑 倒是自己多虑了 这小子完全把别人的质疑 当成空气 大战在即 静心养气是应该的 红柿肠 你看呐 龙拳二把守红柿 长青青点了点头 笑嘱说道 确实是这样 那林州小兄弟 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关于材料的事情 有任何进展 我们会马上通知你 好 谢谢红柿长和郑大师 我先走了 林州感谢了一下 然后直接站起身 离开了会议室 看到林州 竟然对他们的质疑 完全视若无睹 把他们当空气 那些宝剑从业者 顿时坐不住了 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红柿长看住这些 还在争论的人 面上露出了严肃之色 大战在即 这些人想的不是团结 反而还在这里影响军心 我看在座的 也有帮不上忙的 那也回家休息吧 你们几个 还有你 都回家吧 红柿长 我们 我们什么也没说啊 那些人面色一变 连忙开口说道 你们说了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这里帮不上忙 回去吧 不要让我重复第三遍 红柿长面色严肃的说道 等到这些人被请出去之后 会议室顿时安静了下来 红柿长轻轻摆了摆手 好了 现在大家开始隔险神通吧 尽量在明天到来之前 把材料收集完成 红柿长 读约上不是有不可抗力的条款吧 我觉得 是不是要多拖延两天 让灵州小兄弟 好好休息休息 养精蓄锐呢 这时 一个人不禁开口提议道 这也是合理利用条约内容 红柿长听了之后 也不禁有些异动 顿时看向了郑星剑 郑大师 你觉得呢 我觉得呀 在这小子 说要铸造陨石剑时 我看到他眼睛中的雄雄之火 已经迫不及待了 所以 不需要拖延时间 借助这一股气势 越早逐渐越好 郑星剑摇了摇头说道 他之所以选择相信灵州 除了之前的那些事迹之外 还有这小子眼睛里那燃起的火焰 就好像是心中 已经有一把剑在铸造了 好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工作吧 希望大家把所有能利用的渠道 全部用上 我也向上级部门请求援助 红柿长点了点头 下达了指示 众人都开始拿起手机 联系朋友 或者是一些机构 打听材料的事情 而红柿长 也向上级部门汇报了一下情况 请示上级部门紧急援助 材料都会按照比试厂价格高的标准 进行采购 另一边 与灵州相熟的一些老爷子 也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网 进行材料的搜集工作 而叶松然 直接联系到了帝都的有关部门 他身为国宝级玉雕大师 所拥有的渠道 比任何人都更加的多 很快 帝都的有关部门 就给予了回应 表示事情有了重大进展 帝都国家天文台 愿意提供这次住建所需要的陨石 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 这就要看灵州能不能答应了 而叶松然也随即给灵州打了个电话 赌约开始时 不能与外界联系 现在赌约可是还没有开始呢 这个时候 灵州已经回到了酒店 趴在桌子上 正准备好好思考一下住建呢 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不禁笑着接通了 叶老 您老打电话来 我想 陨石的事情有进展了是吗 扑 你小子猜得挺准 国家天文台 愿意提供此次住建所需要的陨石 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你这次铸造的陨石建 所有权归他们 而且 他们付给你相应的费用 我觉得可以答应下来 叶松然笑了一声 然后开口讲了一下情况 如果说什么机构陨石数量多 那摩天文台 绝对是其中之一 另外的 也就是地质局 中科院之类的机构了 都是能够研究并鉴定陨石的地方 灵州笑了笑 对于这个要求 并没有感到半点意外 用陨石做成的建 对于陨石的相关研究科普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特别是做展览 也会吸引很多人前来观看 他想了想 别人选择第一时间联系 而没有质疑他住建的能力 会不会损坏 损坏了如何赔偿之类的 他也要给别人一个面子 于是 他向叶松然说道 叶老 替我感谢他们的支持 不过 我这次铸造的第一把陨石建 不能给他们 因为对我来说 有纪念意义 陨石我会按照比市厂家 更高的价格购买 他们将会获得 我铸造的第二把陨石建 甚至可以支持他们定制 哈哈 听到你小子这话 我就放心了 还第二把建 看来你有充分的把握了 那好 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叶松然大笑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随即与天文台方面 进行了联系 听到灵州的条件之后 他们思考了一下 便直接答应了 对于他们来说 陨石建只是一种 展示科普的作用 是不是第一把 并不重要 之前 他们就有着使用陨石铸建的想法 只可惜的是 问遍了所有铸建师 都没有人答应 包括正心建和正气功 之前勉强成功铸造陨石建的 那位师傅 现在也不想再去铸造陨石建了 随后 他们进行了三方视频通话 商量有关细节 在夜老的提议下 达成了合作约定 灵州会获得40公斤左右的 高质量铁陨石 如果灵州 能够成功铸建 所以 陨石他们免费提供 从而获得免费铸造 第二把陨石建的优先权 如果铸建失败 那摩灵州 需要按照市场价格 支付陨石的相关费用 有助夜老的保证 根本不需要签订什么条约 天文台表示 将会马上派遣工作人员 运送陨石到龙泉 应该能够在今天晚上到达 对此 灵州表达了感谢 并说明 这次事件结束后 会在一个月内 铸造第二把陨石建 结束通话后 灵州又向夜松然连声感谢 真的是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啊 要是让他自己去搜集材料 估计连天文台的电话都不知道呢 夜松然则是白手一笑 真要感谢的话 就好好助建 把外国建给打败 挂断电话后 他又向正心建说明了一下 主要材料陨石已经找到 由国家天文台提供 他们只需要负责找另外的材料 同时 为了信息的实时共享 他主动创建了一个群 把一些老爷子 还有正心建 全部拉了进去 得知陨石已经解决 让艺术中心会议室内的众人 都不禁有些震惊 这才多长时间啊 陨石就已经找到了 还是国家天文台提供 此时此刻 他们才真正意识到 灵州背后的能量 有多么的大 在保健交流会结束的二个小时内 清单上的所有材料 全部搜集完成 一些稀有金属 则是有相关的部门和机构进行提供 他们也不需要任何的回报 只是住建完成后 把建交给他们研究今天就行 材料搜集完成后 经过了与灵州的商议 由正心建向媒体 通报了相关情况 表示材料已经到位 明天在欧野子公园的住建 将会正常进行 他们今天会将住建 所需要的工具 全部安装就位 一些媒体联盟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这个消息 顿时时的网络再次沸腾了起来 那些支持灵州的人 更是纷纷去嘲讽之前质疑的人 还说灵州一定不会公开住建呢 现在直接打脸了吧 第315章 开始住建 材料问题解决之后 灵州也算是放心了下来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 不过还是借助了 与外国保健对决的这个事件 否则的话 想要在一天之内 搜集完这些材料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吃过晚饭后 他给正心建打了个电话 询问了一下工具的准备情况 正心建表示 工具已经在运送了 争取在明天之前 将所有工具 全部运送过去 灵州自然相信正心建的专业性 更何况 这次事件 也关系到龙泉宝剑的名声 于是 他继续使用住高级铁匠技能 在脑海里 重献住整个住建过程 至于刺绣练习 在今天早上 他就早早的起床 使用完了两张高级刺绣体验服 因为他不确定 今天会不会因为某些事情而耽搗 虽然高级铁匠技能十分的强大 但是他必须要做到完美的住建 所以 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负 思索住整个住建过程 虽然他表情十分的平静 可是脑海里 早已深深陷入了住建之中 就这样 一直思考到了晚上十点多 灵州这才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基本上整个过程已经是万无一失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为了明天 住建能有一个好精神 他也没有再去练习书法 洗漱过后 就躺在床上缓缓睡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回想起了昨天的梦境 不禁摇头一笑 真的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啊 整个晚上都在打铁 梦里都快把剑给住完了 同样 为了能够更好的住建 他早上也没有再去锻炼身体 保持一个好的体力 因为住建 对于体力的要求非常的高 没有什么力气的人 可干不了这一行 庆幸的是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可以将高级铁匠技能 完美地发挥出来 要是换做之前的身体素质 就算有大师级铁匠技能 也不管用啊 估计举起锤子砸一会儿 就没力气了 那还怎么住建 在酒店餐厅吃早餐时 无论是遇到的酒店工作人员 还有酒店的客人 都握紧拳头挥舞了一下 喊了一声加油 灵州也是笑着感谢 就在这时 他接到了郑星剑的电话 表示 汽车已经在酒店门口等住了 让他收拾完之后再过来 同时 也向他说明了一下 欧椰子公园的所有工具 都安装完毕 他已经念收过了 吃完早餐后 他回到房间 换了一身宽松的衣服 走到了酒店门口 这才发现 来接他的竟然是郑全书 不禁孝主说道 要知道是你来接我 我就晚点再下来了 郑全书看到灵州 还有心思开玩笑 也是松了口气 都这个时候了 还能开玩笑 看来你是有着充分把握了 我从来都没有把握 有的只是必胜的结果 灵州孝主说道 他虽然喜欢和别人赌 但是每次都是有助必胜的信心 否则的话 他这不是给自己挖坑吗 郑全书无奈一笑 你有时候是真的装逼啊 不过我还希望你装逼成功 本来以为你来到龙全 可能会无功而返呢 甚至被我爷爷直接赶出去 现在 你要是完成了这把陨石剑 我爷爷的把你攻起来 按照他爷爷的脾气 灵州一旦完成了 别说什么宋代官瑶了 就连其他的宝贝 恐怕都不在乎了 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一冲动 把龙全正家的宝剑传承 传给灵州呢 好了 咱们快走吧 我的手有点痒痒了 想打铁了 灵州摆了白手说道 他在脑海里思索了无数遍的住见 早已是心仰难耐了 对 对 赶紧上车 我爷爷要知道我还有闲心跟你聊天 非打死我不可 郑全书连忙招呼住灵州上了车 然后开住车 飞快地来到了欧椰子公园 现在虽然是早上八点左右 但是欧椰子公园附近 早已是围得水泄不通 许多安保人员 还有有关部门的人员 都在维持住现场的秩序 本来为了安全起见 欧椰子公园一公里距离 已经不允许进入车辆了 但是当有关部门的人员 看到车上做的事 灵州之后 连忙放行 同时进了一个里 汽车停到了人群外面 灵州从车上走了下来 被旁边的一些人看到之后 顿时一阵欢呼声响起 灵州来了 灵州来了 大家让一让 让灵州进去 根本不用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出手 围观的人群自发地让开一条道路 直通欧椰子公园广场的一条道路 灵大神 加油啊 干陈那些外国老 灵大神 我特别想看到 这个外国住建大师 聚保原格打工 你可以努力啊 我还想看那个穿蓝衬衫的家伙 吃微波炉烤榴脸呢 让他也尝尝咱们华夏的特殊美食 周围的人不断喊住加油 为灵州呐喊住微 灵州看住这一幕 面上露出了一抹感动 内心都轻轻颤抖了起来 不是现在的人不喜欢传统文化 而是有些传统文化 传统记忆离他们太远了 而且 也渐渐没落了 在这一路的加油声中 灵州来到了欧野子公园广场 此时空旷的广场上 早已放了许多的住建工具 有熔铁的炉子 打铁的工具 还有动力锤等一些现代工具 这也是他所要求的 华夏的传统记忆 也必须要跟随时带 而不能完完全全的守旧 古时的科技不发达 所以 工匠能莫得选 而现代 有了更方便的工具 自然要合理的使用这些工具 当然 亲手打铁 这样的步骤 却是永远也无法淘汰的 因为 只有亲自用手打铁 才能更好地感受铁的变化 才能让他 随着自己的心意 而进行变化 这同样 也是系统的高级铁匠 技能记忆与经验中 所存在的东西 这也说明了 跟随时代的重要性 如果不能随着时代变化而前进 那么 迟早会被时代所抛弃 就像是一些传统记忆一样 渐渐在历史长河中消失 而在公园广场上 郑兴剑就站在那里 等待着他的到来 旁边还有龙泉式的 二把守红市场 宝剑和青瓷 可是龙泉文化的两大支柱产业 一旦名声受损 影响的 可不只是一个龙泉宝剑 而是整个宝剑行业 包括龙泉的文化氛围 如果这一次 真的被那些外国住建师得逞 压住他们的身子爬了上去 那么 下一次的龙泉青瓷 宝剑文化旅游节 就已经没有必要再召开了 因为不会再有人来了 所以 他才会来到现场 来到这里 亲自为灵州加油 灵州 休息好了吗 感觉如何 郑兴剑开口问道 现在任何人都不知道 灵州的住建能力怎么样 只有等真正住建开始的时候 才能一探究竟 郑大师 休息得挺好 在梦里打了一夜的铁 建都快驻成了 然后醒了 有些遗憾 不过呢 本来我不会住建 现在在梦里学会了 也算是不亏了 灵州摇了摇头 带住遗憾说道 灵州小兄弟 那你这 学习能力挺快啊 一夜的时间 就已经学会住建了 红市长半开玩笑地说道 灵州不禁笑了笑 红市长 从小家里人就跟我说 梦里啥都有 等到长大了 我才知道 真的什么都有啊 那些外国人来了 你们就等着去保元阁打工 吃微波炉烤溜脸吧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 华夏驻建的灿烂辉煌 灵大神肯定能把陨石剑完美地铸成 就在这时 人群传来了一些骚动 那些外国驻建师 带安保人员的护送下 来到了公园广场上 威尔逊也听到了灵州的话语 不禁笑道 华夏的白日做梦 不是嘲讽别人的吗 怎么 现在有人却因为白日做梦 而这魔的骄傲自豪呢 哼 我估计是做梦做傻了 真以为白日做梦能成真啊 我之前做梦还成恶魔呢 布里斯也嘲讽了一句 他依然穿着 那标志性的蓝衬衫 哦 今日就用我在梦里学到的铸剑术 来将你们铸剑 灵州淡笑了一声 威尔逊摇了摇头 我遇到的华夏人 都是谦虚的 而你 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以笔之道 还是笔身 我只是把你们的态度 用到你们的身上而已 怎么 这样就生气了吗 灵州轻轻一笑 这些外国驻剑师 在昨天与华夏龙泉宝剑队绝时 那猖狂的模样 现在还历历在目呢 旁边一些围观的人群 也是纷纷开口说道 我们华夏确实以礼待人 但是你们这些外国人 明显不在这个范围内 昨天叫消住华夏宝剑不过如此 你们才是真的自大 不仅仅是自大 还没有任何的礼貌 要是想比剑就提前说 还搞突然袭击 你以为领导视察工作呢 特别是针对龙泉宝剑 做了一些小动作 旁边的翻译 也是像这些外国驻剑师 翻译住周围人群的一些议论声 威尔逊的面色 丝毫没有任何的变化 看住灵州 轻轻摆手说道 好了 说再多废话 也没什么用 你还是开始驻剑吧 这样 才能验证一切真伪 那你之前插什么嘴呢 废话大王 灵州默好气地说道 听到翻译的话之后 本来一脸平静的威尔逊 都快要控制不住情绪了 这个华夏小子 嘴上功夫是真的厉害啊 说完之后 灵州就直接转身来到了工具旁 检查了一下工具 不禁轻轻点了点头 这些由正兴建安排的工具 全部都是最好的那种 没有一丝的披露 接着 他来到放置材料的桌子上 此时 桌前站住一位三十余岁的男子 看到灵州走过来 顿时客气地握了握手 校主说道 灵州你好 我是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 徐永峰 这就是我们提供的陨石 为了防止不足 一共准备了五十公斤 而且考虑到陨石的溶点 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些小块陨石 方便融化 都是一些质量高的铁陨石 灵州看了一下 使用了鉴定术 确实都是高质量的铁陨石 每一块的重量 约有四五公斤左右 这确实 十分合适 注件熔炼 要是四五十公斤的一大块陨石 直接放进炉子里 那可要横涨一段 时间融化 非常感谢国家天文台的支持 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些陨石 将它们铸成宝剑 加油 我们都期待铸天外陨石 化作宝剑的那一刻 徐永峰也握住拳头 替灵州加油助威 这一刻 应该会在一个星期内出现 灵州笑了笑 看了看其他的材料 都准备得十分齐全 而且数量 也超过了他清单上的要求 看来是生怕他不够用啊 其实这些材料 都是经过高级铁匠技能 而进行了精确计算 已经在计算的基础上 多加了一点 根本不会存在不够的可能 当然 如果陨石质量太差 可用的陨铁很少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此时 经过威尔逊的指点 布里斯走了上来 开口说道 华夏小子 按照赌约条款规定 你开始注键的时候 要把手机交出来 同时 不能接触任何人 这个就不用你们担心了 手机在我这里 难道你们 还要搜身吗 此时 正星剑拿出一个手机 开口说道 威尔逊轻轻摆了摆手 布里斯 回来吧 我们相信正星剑先生的人品 他当然不会相信 通过一部手机 或者别人的接触指点 就能让一个人 拥有铸造与实践的能力 这样的举动 只是为了恶心一下灵州而已 我要开始注键了 灵州缓缓地说道 此时 正星剑等人 全部退到了警戒线以外 而在灵州一些工具旁边 则是有着高清射击 警戒线之外 也有一些媒体记者 架住长枪短炮拍摄住 目的就是要让这次的注键过程 完完全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灵州是哗众取宠 那么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让他彻底变成小丑 当然 如果他是有着真材实料 那么 他们这些媒体 不介意为灵州的名气 添一把火 第316章 速度极快的锤法 灵州首先开始升起炉火 这是一个圆形特制火炉 里面放住一些优质煤炭 等温度提升到了1000度以上之后 他先将一块铁陨石放了进去 红色的火焰 不断融化住陨石的外壳 渐渐使得这块陨石变得通红 在注键之前 他就已经使用了高级铁匠技能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技能 不但让他对注键了如指掌 对于炉火 对于各种金属的特性 都仿佛像是天生就了解一样 而且 这些技能所带来的记忆与经验 并不是落后的 跟随着时代 甚至超越了时代 过了一会儿 本来坚硬无比的铁陨石 已经变得通红柔软 哪怕他 没有拿出来观看 评级技能所带来的深厚经验 也知道 现在已经 可以把陨石拿出来了 他用一个特制钳子 此时此刻 本来黑漆漆的陨石 变得如同小太阳一般的耀眼夺目 而且看起来也缩小了一些 拿出来之后 他没有犹豫 直接放到了动力锤下面 启动机器之后 以极快的速度锤打了起来 每一次的锤打 都是火花四箭 甚至可以看到 有一些小块的陨石脱落 这样的锤打 可以清除陨石或者金属内部的杂质 只留下最坚硬的陨铁 一把宝剑 从原料到成品 需要经过多道工序 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锻炼 这也是最难最艰苦的一个环节 俗话说 百炼才能成钢 没有经过断打的宝剑 就如同是纸壶的一样 不堪一击 哎 林大神怎么用动力锤啊 我看别人住剑 不都是自己用锤手打的吗 一些人不禁带住疑惑说道 你说的是多少年 之前的事情了吧 现在龙泉一些宝剑铺 都用上动力锤了 古代是技术落后 只能用自己动手锤打 现在技术进步了 还要守住以前落后的记忆 不思进取吗 旁边一些懂剑的人 不禁解释道 随住不断地锤打 陨石的形状变得越来越薄 朝着片状发展 同样 每一次锤打去除了杂质 让它的重量 也发生住变化 等到这一块陨石变成片状之后 它将其放到了一边 继续拿出第二块陨石 放进炉火 再次融化锤打 看住灵州反复地融化陨石 然后进行锤打 旁边的一些人 不禁打了个哈欠说道 哎 为时魔我感觉住剑有些无聊呢 没有影视剧里那么精彩 扑 影视剧里那不叫铸剑 那叫神仙炼器 加了个重特效 当然好看了 而现实中的铸剑 就是这魔的无聊 这还只是融化陨石 刚刚开始而已 后面等这些陨石融合在一起 还要经过反复地锤打呢 百炼才能成钢 我看灵大神好像很熟练的样子 之前还有人说他不会铸剑呢 你莫看到正兴剑大师的脸上 都露出了笑容吗 肯定是灵州铸剑的这些表现 让他老人家也满意了 听到这话 众人都不禁看向旁边的正兴剑大师 确实看到了笑容 这让一些龙泉本地人 有些惊异了 之前每次陷到正大师的时候 都是严肃而古板的样子 这还是第一次从他的脸上 陷到笑容呢 正大师 灵州小兄弟的铸剑技术如何 旁边的红市场 也不禁看到说道 正兴剑面色恢复了平静 从现在来看 他对于一些工具的使用 包括对炉火温度的掌控 都是十分熟练的 没有出现炸炉的情况 不过 铸剑最重要的是断打 他现在还 只是处于融化陨石炼钢的阶段 等到断打的时候 就知道他的真正能力了 而动力锤 也只能在刚开始的阶段使用 在真正锻炼剑体的时候 只有手 才能真正的感受到 剑的特性 在看到灵州的铸剑过程时 他也是放心了下来 内心也在惊奇 这小子在哪里学的铸剑 基本功十分的扎实 可以说是每一个动作 都是犹如铸剑教科书一般的标准 红氏长青轻点了点头 内心也不禁小小松了口气 现在看来 灵州最起码 没有哗中取宠 没有说太夸张的大话 他非常期待一个星期之后 会是怎样的局面 这一天的时候 灵州都在重负住这个过程 融化陨石 断打成片 旁边的桌子上 放住一块块被锤打成片的陨石 不 现在已经不能叫陨石了 而是陨铁 在他们的温度下降之后 变成了黑色 看起来散发出神秘的光泽 等到下午六点的时候 他看住远处火红的夕阳 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基本上铸件所需要的陨铁 已经差不多全部融化完毕了 在铸件行业 有三斤矛铁半金刚的说法 如果要求金刚 往往十斤原料 才能得到一斤 而铸件所用的陨铁 就更加难得了 他现在一共使用了三十多公斤的陨石 看起来融化之后 形成的陨铁片很多 远超剑体的重量 但是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百炼成钢 不断地反复折叠锤打 会使得这些原料 去除更多的杂质 变成陨石铅铁 今天的铸件 可以说让他过了一下打铁的瘾 只不过 还没有完全过瘾 他的内心还充满着激情 就像是泡茶一样 期待着自己泡出来的茶 期待着自己铸出来的键 灵周伸了身懒腰 朝着众人笑着说道 谢谢大家在这里陪伴了我一天的时候 看了一天无聊的打铁 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 明天将会开始正式地断打工作 现场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 林大神 你也太将了吧 我们看了一天的打铁 都困得浑身莫力气了 你竟然看起来还精神抖擞 本来我觉得用动力锤 可能会省点力气 可是没想到 真的是足足打了一天的铁啊 用动力锤 我都感觉到累 书间真的是没有一个好身体是不行的呀 要是让我上 估计很快就累的瘫倒在地了 看住灵周这充满精力的模样 旁边的威尔逊 面上露出了凝重之色 他之前还在想住 就算灵周有足够的助健知识 或者是技巧 可能体力也无法支撑助健的过程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 各种喝酒 吸烟 熬夜 使得身体素质 都越来越不行了 只是没想到 灵周竟然真的支撑了一天 看起来还如此的有精神 让人有些难以相信 就算是他年轻时候 像这样打了一天的铁 也会累得浑身发软 这说明了 灵周不是每天锻炼身体 就是经常打铁 不管是哪一个可能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听到众人的话语 灵周不禁一笑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经过了鉴定系统 不断奖励的数据值添加 已然是远超别人了 这一天的打铁 还远远不到 让他精疲力尽的程度 或者说 这点工作量 还没有他和沈灵薇亲热几次 消耗的体力多呢 郑大师 红士长 咱们明天献 我先回去休息了 这里的看护工作 就拜托给你们了 灵周朝着郑兴健和红士 常打声招呼 便直接向欧爷子公园门口走去 在人群里 还有许伯远 雷震宇也来到了现场 甚至任子安也来了 还满脸堆笑的 朝着他挥手打了声招呼 灵周笑着 向他们挥了挥手 随着坐住车 回到了酒店 洗漱之后 他去餐厅吃了晚饭 这一放松下来 确实感觉到有些疲惫了 不过 还没有到劳累的程度 回到房间后 他练习起了顾秀 两个小时的专心练习 让他不禁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这一次 他真的是 觉得有些累了 于是躺在床上 还没有一分钟 就直接进入了梦乡 经过了一夜的休息 第二天 灵周又元气满满的起床 他之所以把刺绣练习 放到后面 而不是早上练习 就是为了住剑保存精力 他必须要用完美的状态 完成每一天的住剑工作 哪怕这一次的任务 没有完成停价 只是固定的奖励 他也不会随意的去凑合 既然做了 那就要做到完美 做到住出来的剑 让那些外国住剑 失位之颤抖 吃完早餐后 灵周坐住汽车 前往欧椰子公园 而开车的司机 却不是正全书了 而是由威尔逊等人 找来的酒店司机 目的就是让他不能 与用有住剑技巧的人 进行任何的接触 来到公园之后 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伴随助掌声 还有一阵阵的加油声音 灵周从人群中 走到了欧椰子公园广场 看了看不远处的欧椰子铜像 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转身朝着众人说道 今天的住剑工作开始 他看了看昨天的云铁 本来30公斤的陨石 在经过融化断打之后 去除了许多的杂质 只得到了10公斤左右的陨铁 接下来 他又启动炉火 再次精炼断打 使得这些陨铁 变成了金陨铁 此时 重量已精止 剩下不到5公斤了 光是这一个环节 就用了半天的时间 等到了下午 灵周将这些金陨铁 断打而成的铁片 全部焊接在一起 放入了炉子之中 准备正式开始建体的断打 在炉子的高温之下 这些铁片慢慢变得通红 他拿了出来 继续在动力锤上断打 使得这些铁片 渐渐融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整体 而此时 动力锤的作用 已经基本完毕了 接下来 就需要靠住他的双手 用锤子进行断打了 这也是百炼绕纸柔技能 所需要的一个环节 通过一种特殊的锤法 再加上一些稀有金属 使得这些陨铁的特性 变得刚柔并济 可以达到弯曲 又能恢复坚硬状态 这种锤法 也只有他亲自用手 才能使用 至于动力锤 这种指挥直上直下的东西 根本无法完成 这种复杂的锤法 这种锤法 并没有名字 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百炼之柔 百炼之柔是属于 那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东西 现阶段借助高级铁匠 他也只能做到理解 如果让他去教别人 恐怕是无法达到 百炼绕指柔的效果 所以 他才会这样公开的注鉴 把秘方 甚至技巧都展现出来 根本无惧别人的偷失 因为就算把技巧摆在面前 也无法学会这种锤法 灵州将云铁 融合在一起的铁块 从炉子里拿了出来 放在了断打工具上 一只手拿住钳子固定 另一只手 拿起一只铁锤 就开始快速断打起来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在旁边人的眼睛之中 都留下来一道道残影 在身体所有数据中 他的速度是最高的 之前用李木复 轻易留下来的原石 完成了绝地翻盘的任务之后 奖励了五点身体数据值 当时他并没有随即添加 在得知要来龙泉之后 他特意在力量上 添加了五点身体数据值 使得力量达到了124 而速度依然是最高的 172 这个速度 并不是代表住他腿脚的速度 而是代表住整个身体的速度 不管是他的腿 还是手 都可以到达这样的速度 当然 前提还是需要身体 其他数据的支撑 看到灵州这种 如闪电般的断打速度 旁边围观的众人 想起了一阵震惊叹声 本来他们以为用动力锤 是取巧的方式 不能代表真正的实力 现在他们才发现 灵州真正的实力 他磨得比动力锤还牛逼啊 在他如闪电般的断打之下 这一块云铁 慢慢地化作长条形状 当然 在此期间 他又经过了几次回炉 使得云铁变得柔软 方便锤打 在他这种速度之下 周围更是溅起了一连串的火花 简直就像是在放土烟花一样 看到这一幕 正星剑整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包括旁边其他宝剑从业者 这真的是人能达到的速度吗 在这种速度下 锤子仿佛都没有接触到云铁 特别是之前那些怀疑灵州实力的人 都是一脸的骇然 这个年轻人 怎么可能会如此强大的实力 郑全叔苦笑了一下 灵州是真的牛逼啊 他之前还说住 放弃得到宋代官瑶的想法吧 现在看来 他自己都想放弃铸剑了 出生在有名的铸剑世家 从小学到大 现在还没有灵州实力强呢 而那些外国驻剑师更是一脸惊呆 他们无法相信 灵州会有着比动力锤还要快的速度 布里斯更是有些不安 不禁开口说道 锤打的速度再快 有什么用 连位置都没看清 就锤下去了 锤出来也是废料 威尔训面上露出了一抹金色 内心更是有些沉重 虽然灵州的速度很快 但是他却看到了 那一个铁块正在慢慢的成型 之前内心那种不祥的预感 越来越大了 第317章 百炼之柔 灵州如此快的断打速度 也通过现场一些媒体的直播 传遍了网络 一些网友看到之后 也是充满了震惊 不断发出谈目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妈妈问我 卫士魔跪住完电脑 我说看到了神 这打铁的速度 也太他魔快了 都有残影了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吗 我有些明白灵大神 卫士魔有自信 能够成功 铸建出陨石剑了 就这样的速度 别说陨石 就算是钻石 也得捶烂了 我唯一担心的是 灵大神不持久啊 这样的速度 对于体力的消耗非常大 卧槽 你敢说灵大神不持久 让他听到了 估计见度不住了 也要来找你报仇 而在云阳 七老看出自己小徒弟 这样的断打速度 也不禁感慨地摇了摇头 这个小子真的不是在说大话 估计这次 还真的能给保元阁 多添一位大师打工人 想到这里 他有些忍不住笑喷了出来 在古完成的保元阁里 翡翠王丹温 指得了当班电长的同意后 拿起手机 观看住灵州驻舰的直播视频 那如闪电一般的速度 让他也是为之震惊 自己输给灵州 还真是不冤啊 这个年轻人 真的好像是无所不能 就连这种技术 要求非常之高的陨石剑 都能铸造 龙泉欧椰子公园周围 无数的人 继续为灵州呐喊驻威 经历了昨天无聊的驻舰 今天的驻舰 让他们看到了激情 让他们的内心 也充满着激动 灵州将陨石铁块锤 打成长条形之后 用钳子夹住 直接弯曲折叠 开始了折叠断打的程序 能不能实现百链绕纸柔 全在这断打环节之上 断打得不好 就无法实现百链绕纸柔 或者只能免费实现 百链绕纸柔 不只是能够把剑弯曲 还需要弯曲之后 恢复正常的坚硬状态 保证剑的坚韧性 如果像软剑一样 那就不是百链绕纸柔了 当看到灵州直接拿住钳子 将这快长条形的 云铁弯曲折叠之时 现场一些保健从业者 都不仅有些惊了一声 这力气得有多大 要知道 很多情况下的折叠 都是在料子中 尖切一个缺口 然后用工具掰断弯曲 在弯曲折叠之时 灵州还将一片稀有金属 放入了两层折叠云铁的中间 然后送入炉子里继续加热 再次开始了断打 这一次 他使用了百链绕纸柔技巧中的锤法 也就是 他取名为百链之柔的锤法 只见他手中的铁锤 在各个不同的角度 对云铁进行断打 这一次的速度 比之前更加的快 一道道残影之下 仿佛看到他的锤子 在云铁的四面八方同时出现 这种速度下的断打 使得云铁上 不断建起一片片的火星 连在一起 仿佛像是满天星辰一般的耀眼夺目 而灵州 就完全被这些火星所包围 看到这一幕 现场响起了一片惊呼声 本来以为刚刚的速度 就已经是灵州的极限了 说不定坚持一会儿 就会没力气了 可是没想到 灵州的速度 竟然可以更加的快 而且铁锤断打的方式 也与之前大有不同 神秘莫测 千变万化 让人无法捉摸 根本想不到他下一锤 会敲在什么地方 包括龙泉的那些宝剑从业者 都完全被震撼了 这种速度 这种力气 这完全就是天生打铁的好料子啊 只不过 灵州这闪电速度之下 所使用的锤法 却是让他们有些看不懂了 他们的断打敲击 都是有规律的 把铁块变成一个长条形状 以便于后期更好的断打 而灵州的锤法 却是 完全没有规律可循 甚至将云铁的形状 断打得骑形怪状的 正心界面上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说实话 他也看不懂灵州要干什么 难道说 已经不知道怎么铸剑了 所以开始瞎打了吗 因为这锤法 看起来真的是有些乱 好像是不按套路出牌 郑大师 灵州小兄弟 现在使用的是 什么技巧 怎么和平常铸剑 看起来有些不同呢 此时 旁边的红市长 也是一脸疑惑地问道 他作为龙泉的二把手 对于宝剑青瓷 这两大文化支柱产业 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经常深入刀剑铺 或者瓷器弓场时的考察 确实莫见过 像灵州这样断打刀剑的 说实话 我也看不懂他是什么锤法 甚至都无法明白他的意图 正心剑摇了摇头说道 他的严肃古板性格 使得他根本不会像别人那样去撒谎 据不懂装懂 想了想 他拿起手机 给父亲郑七公打了一个电话 几分钟之后 电话才接通了 他连忙问道 爸 你现在在看直播吗 能看明白灵州的锤法吗 他究竟是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 郑七公的声音 才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我也无法看懂 因为这不属于我所知道的 任何注射技巧 我只能大概地猜测 通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使得剑体某些部位 变得更软 某些部位变得更硬 一些地方变软 一些地方变硬 他究竟要注一把什么样的剑 郑七公一脸茫然地说道 听了父亲的话 他感觉自己更是一头雾水了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你在现场 不如你问问 那小子要注什么剑 好了 挂了吧 我还要看直播呢 郑七公没好气地说道 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他一边看住电视 一边也在喃喃自语住 灵州啊 灵州 你究竟要注一把什么样的剑呢 你这重锤法 又属于什么技巧呢 听住电话里的盲音 郑七公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旁边的红柿长剑状 不禁开口问道 郑大师 七公大师是如何说的 他也看不懂 或许我们 只有等到最后 才能知道 灵州要注一把什么样的剑 郑星剑摇了摇头说道 继续认真看住灵州的注剑 而旁边的那些外国注剑师 看到灵州这样胡乱地锤打 顿时都兴奋了起来 特别是穿蓝衬衫的布里斯 更是呵呵一笑 这个华夏小子 估计是脑子抽了吧 竟然这样胡乱地锤打 他这是准备住一把 奇形怪状的钱吗 果然是划中取宠的小丑啊 郑星剑面上 露出了一抹厌恶 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要想看注剑 就好好看 不想看 就给我滚 现在结果未出 你在这嘲讽什么 真以为你很懂注剑吗 旁边的华夏翻译 将郑星剑的话语 一字不差地翻译了过去 甚至连语气也一块带上了 千千超越 布里斯听到之后 面色一阵变幻 刚要说什么 被威尔逊伸手阻止 好好看 在最终结果没有出来的时候 不要得以忘形了 是 威尔逊大师 布里斯点了点头 随即气冲冲地看了正心剑一眼 可是发现这个老头 根本莫往他这边看 眼睛一直盯住林舟那边 让他不禁冷哼了一声 使劲用脚堕了一下地面 而在人群前方 周子豪充满疑惑地问道 苏绍 你觉得林大神 要注意把什么样的剑啊 前面的铸剑大师都不知道 我哪知道 不过 肯定是惊天动地的宝剑 苏天明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因为林舟每一次创造奇迹 都是以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 展现出来的 任子安看住林舟驻剑的画面 真的是充满了震撼 当初自己还故意找茬 甚至当初在地下赌场 被林舟赢了几千万的时候 也只是暂时投降 想住有一天报复回来 可是现在 他忽然庆幸 自己这一段时间 没有任何报复的动作 就林舟这样无所不能的强大实力 自己怎么去报复 完全就是拿鸡蛋碰石头 如果这一次 林舟驻剑成功 战胜了外国宝剑 名气将会在瞬间提升到 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程度 当然 如果住剑失败 那就是人人喊打的局面了 旁边的议论声 仿佛传不到林舟的耳朵里 他依然认真的在住剑 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一次又一次地折叠断打 使用的都是百炼之柔的锤法 通过这种特殊的锤法 加上稀有金属的加入 使得云铁的特性 完全激发出来 随着他的心意而改变 可软可硬 刚柔并济 让众人未知震撼的是 林舟一个下午的时间 除了将云铁放入炉子加热的时候 才会休息一会儿 其他的时间 都是以闪电般的速度 神秘莫测的锤法 断打住云铁 这可是几个小时的高强度打铁啊 让他们来的话 估计最多几秒 就累得不行了 而一下午的时间 这一块云铁折叠的次数 达到了八次之多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云铁上面 有住一层奇异的花纹 比起常见的折叠钢花纹 更加的神秘莫测 到了下午六点的时候 他再次伸了伸懒腰 孝主说道 好了 今天的住建到此结束 下班了 林大神 你这样每天准时上班下班 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把这把陨石建筑造完成吗 一些人不禁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他们之前还以为林舟 今天要加班呢 谁知道打住打住 就要下班了 大家不用担心 我已经计算好了 一个星期的时间 只能提前 而不会延后 都回去休息吧 明天咱们再见 林舟孝主朝众人挥了挥手 坐住车 离开了现场 郑兴剑看住林舟的背影 强忍住想要跟上去的冲动 他心里真的是特别的痒 非常想要询问一下 刚刚的锤法是什么 铸成的剑 又会是怎样的特性 回到酒店之后 林舟洗漱了一下 然后直直地躺在了床上 发出了舒服的声音 昨天的铸剑 并没有感到劳累 而今天用百炼之柔的锤法 一直坚持了几个小时 让他真的 有些累了 他还真要感谢系统的身体数据功能 还有每天拉住自己锻炼的沈灵薇 要不然 这一套打铁流程下来 他还真无法坚持 可能这百炼绕纸柔 就无法实现了 只能去铸造一个普通的宝剑 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 林舟让酒店送了饭上来 因为他实在不想再动弹了 很快 工作人员就送来了一桌丰盛的美食 让他有些忍不住的大口吃了起来 打铁消耗的不只是精神 还有体力啊 吃完饭后 这才感觉身上恢复了点力气 他又强撑住 完成了两个小时的刺绣练习 然后躺在床上 再也不想动弹了 就连书法也不想练了 第二天早上 也是住建的第三天 林舟吃完饭后 继续前往欧椰子公园 这一次 现场的欢呼声明显比 昨天更大 而围观的人群 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住 林大神 加油 林大神 加油 众人都继续为林舟呐喊助威 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林舟缓缓地走入欧椰子公园广场 拿起昨天断打的云铁 不禁笑住点了点头 从高级铁匠的经验来看 昨天的断打 还是十分完美的 今天的住建开始了 随后 他将这块云铁 放入炉子里加热 然后继续开始了折叠断打 一般古法工艺的宝剑 需要折叠断打15次之多 折叠后的钢材 可达3万多层 而根据高级铁匠 还有百炼绕纸柔的经验来看 这块云铁 需要折叠20次之多 每次折叠 都需要放入一些的稀有金属 这样层层叠叠地加在一起 足可以达到百万层之多 如此铸造而成的剑身 才拥有助百炼绕纸的特性 昨天折叠了8次 今天他需要完成剩余的12次 这样的话 第4天就可以开始打造剑身 第5天打磨剑体 在一个星期内 完成这一把陨石宝剑的铸造任务 加热之后 灵州开始了折叠断打 所使用的依然是百炼之柔的锤法 闪电般的速度 让人眼花缭乱的锤法 充满了一种观赏性 上午 他完成了6次折叠 这几天的铸剑 中午饭 他都是在现场吃的 龙泉有关部门 特意安排了数十辆餐车 为现场观看铸剑的人 提供饮食需求 吃完午饭 他继续开始了下午的折叠断打 每次折叠 放入的稀有金属 有些是相同的 有些是不同的 借助于百炼之柔的锤法 将它们与云铁完美融合在一起 同时 激发出它们的特性 而有些人 一边端住盒饭 一边继续观看住铸剑 包括一些大老板 以及苏天明等这些富二代 都是端住一个盒饭 或站住 或蹲住 下午的时间慢慢度过 灵州也完成了整整20次的折叠断打 层层叠叠夹加在一起 达到了将近百万层 而上面的花纹 则是变成了十分悬傲的图案 充满了一种异样的美感 好了 下班时间到 今天的铸剑到此结束 灵州看了看时间 准时六点下班 灵大神 你现在好像都折叠20次了 算起来已经将近百万层了 明天还要继续折叠吗 一个比较懂见的人 不禁开口说道 灵州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果然都在认真的观看 他笑了笑 折叠断打到此结束 明天开始断打健身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第318章 与外国宝剑的对决 接下来的几天之中 灵州每天像是上下班一样 来到欧爷子公园住建 在完成了断打这一个重要环节之后 后面的一些流程 倒是显得简单了一些 刨错整形 通过一些工具 对剑身进行修整 使剑的外观 更加接近最终的形态 然后就是另外一道 至关重要的工序 那就是脆火 先将剑放入炉火中烧断 烧好之后 把剑制于低温水中瞬间冷却 通过这一道工序 可以使金属表面 变得异常坚硬 而这种坚硬 也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 如果有一点失误 都会直接导致保剑毁于一旦 对于工匠的能力要求非常的高 灵州并 没有将保剑制入普通的水中 而是经过他自己调配的一种液体 百炼绕纸揉的脆火 也与普通的保剑不同 因为百炼绕纸剑 可刚可揉 如果通过普通的脆火手段 让剑身表面变得坚硬无比 那就无法表现出揉的一面了 自然也无法实现百炼绕纸 而这种脆火液体的配方 他并没有公开在材料清单上 而是告诉了正兴剑 准备了一些材料 他自己调配的 这个比例 除了他 任何人也不会知道 如果没有百炼绕纸揉的技能 他恐怕也不会知道 这一种脆火液体的配方 在进入炉火之前 他将一些粉末 均匀地撒在保剑之上 这同样 是有助于脆火的材料 通过炉火的高温 这些粉末与剑体融合在一起 从炉火中出来之后 直接将剑置入调配好的脆火液体中 顿时 一阵滋滋声响起 伴随而来的是一阵白色的烟雾 终于脆火了 完成了这一道工序 距离保剑铸成 已经不远了 灵大神实在是太牛逼了 一个星期之内 就完成了陨石剑的铸造 嘿嘿 咱们就等住看热闹吧 这把陨石剑绝对非同一般 看到灵州脆火的动作 威尔逊面上变得更加沉重了一些 在这里看了几天的铸剑 他自然知道 灵州的铸剑能力 是超乎想象的 非常的强大 甚至有些动作 他都无法看懂 比如那杂乱无序的锤法 以及脆火时撒上的粉末 包括那不明颜色的脆火液体 这绝对不是故意搞神秘 而是有着他想象不到的作用 脆火完成之后 灵州轻轻驱止弹的铸下剑身 宝剑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叫声 他不禁点了点头 并没有试出去弯曲 因为以高级铁匠的能力而言 通过刚刚的动作 就已经可以确定 脆火是不是完美的 经过了现在的脆火 这把剑理论来说 已经完成了百练绕纸柔的重要工序 可以实现弯曲之后 恢复如初的效果 剩余的激道工序 就只是为宝剑增加外观还有锋利 灵州没有停歇 继续进行住下面的工序 磨光打磨 这是两道工序 目的就是 使宝剑变得平整而光滑 充满住光泽 后面还有装饰以及开刃 第六天是阴雨天气 下注灵星的小雨 他为已经装上剑柄的宝剑 进行了最后的开刃工作 在开刃之后 这一把陨石宝剑 在阳光下 呈现出闪亮的光芒 剑身之上 更是有着无数玄奥的纹路 简直可以说是神秘莫测 感谢大家一直观看 支持我的驻剑工作 现在我宣布 宝剑至此驻成 说完之后 他将自己所铸造的这把宝剑 举向了天空 此时此刻 阴雨的天空之中 竟然响起了阵阵雷声 仿佛是在欢迎这把宝剑的驻成一样 让现常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天降异象啊 宝剑驻成 雷声来何 刚刚一直没有打雷 就这把剑举起来的时候 打了雷 我可不相信 只是巧合 林大神真的太厉害了 看完了这块一个星期的驻剑过程 我真的充满震撼了 莫想到一把剑 竟然经过了这魔多道工序 才算驻成 现在宝剑驻成 你们这些外国驻剑师 就等着颤抖吧 哈哈 威尔逊也听到了那阵阵雷声 这让他的身体 都不禁轻轻颤动了一下 挑起赌局时的满满星星 现在已经完全烟消云散 他是一位经验 极为丰富的驻剑大师 自然明白 林州所驻的 这把陨石宝剑 哪怕现在没有对决 他已经可以想到 结果会是怎样的了 听到旁边滑下人的嘲讽 穿蓝衬衫的布里斯 面色变换了一下 忍不住说道 结果还没有出来 你们这魔得意忘形吗 陨石剑的铸造极为艰难 一把能够上战场 杀敌的合格陨石剑 就更加的难了 一般的陨石剑非常的脆 说不定 对决的时候 我们的剑还没碰呢 这把剑就直接自己碎掉了 哈哈 别自己欺骗自己了 你看了林大神的驻剑过程 觉得他驻成的剑 会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吗 一些懂剑的人 吃笑着说道 林大神 这把剑有名字吗 一些人不禁开口问道 林州笑了笑 看住手中的剑说道 我没有某些驻剑师那些肤浅 取什么屠龙以天之类的俗气名字 这把陨石剑的名字 叫做斩屠龙 本来听林州的前半段话 他们还以为 真会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呢 当最后 听到斩屠龙三个字时 周围独时响起了一阵哄笑声 斩屠龙 这个名字好啊 听住就比较霸气啊 非常贴合主题了 你有屠龙剑 我造斩屠龙 威尔序面色沉了下来 林州 你的驻剑能力非常强 但是不代表这把陨石剑就非常强 现在还没有出结果呢 就取这样的名字 你还真是有点狂妄自大 明天对决的时候 你就知道 取这个名字有多么的可笑 林州面上露出了一抹淡笑 明天对决 我什么时候说明天对决了 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我驻这把宝剑 是因为想要展示出华夏宝剑的灿烂辉煌 与你的宝剑对决 只是顺带的事情 并不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 就不必专门等到明天了 现在就来吧 正好在我们华夏剑左翼爷子的注视下 哈哈 林大神说得好 莫必要 等到明天了 现在就对决吧 对 我现在 都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两把宝剑的护砍了 今天对决完 正好明天可以去保渊阁报道了 现场顿时沸腾了起来 许多人都大声喊住 他们之前也觉得可能要等到明天对决 毕竟要有点仪式感 莫想到灵州连这点仪式感 都不愿意给外国注剑师 听到灵州的话 威尔逊面上的神色 就犹如暴风雨的前奏 充满阴霾 你确定要今天对决吗 距离约定时间 还有一天 你可以想想 怎么优化一下这把宝剑 优化 不必了 这把斩屠龙 在我看来 十分完美 灵州将剑举起 轻轻抚摸住剑身说道 这是 他铸造的第一把剑 也是一把能够震撼世界的宝剑 让所有人看到 华夏宝剑的灿烂辉煌 让这些外国注剑师 在这把斩屠龙面前 瑟瑟发抖 我们威尔逊大师 想给你一个修改的机会 没想到你 竟然不知道抓住机会 等输了 你就该哭了 布里斯健壮 有些气愤的开口嘲讽到 灵州点了点头 那我倒是要感谢了 所以 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现在投降认输 并且道歉 我可以将你们的惩罚 减轻一半 你真的是狂妄自大 真以为自己能赢吗 布里斯一听 更是愤怒地说道 灵州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别逼逼了 让你们的威尔逊大师 拿出宝剑吧 威尔逊深深地看了看灵州 轻轻摆了摆手 让布里斯从行李箱中 拿出了 那把名为屠龙的宝剑 现在这个时候 以金融不得 他退缩了 身为一个注剑师 如果对自己的宝剑都没有自信 不敢去亮剑 那魔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注剑师了 他接过剑 缓缓举了起来 既然你要对决 那就来吧 是你们要战 别搞得你们 像是受害者一样 灵州吃笑了一下 看了看威尔逊手上那把剑 又开口说道 你这把剑经过对决 有了些许伤痕 要不要重新换一把 免得一会儿 别人说我占便宜 不用了 这把宝剑足矣 威尔逊重重地说道 好 那就开始吧 按照上一次对决 护砍十次 灵州剑撞 也举起了自己的宝剑 三 二 一开始 威尔逊束了三个术 举起自己的宝剑 向着灵州砍去 而灵州也毫不示弱 举住自己的宝剑 迎面上 不过 他还是控制了一些力气 否则的话 这样远超常人的力量 一旦全部使出来 估计能把这老头 给砍得接不住自己的剑 两把宝剑在半空中 第一次相遇 发出了清脆的金属撞击声音 此时的剑 处于了静止状态 不过 由于视线的阻挡 他们无法看到 两把剑的善状况如何 只有两个当事人 感受到了宝剑的状况 在宝剑第一次接触的瞬间 威尔逊面色一变 这怎么可能 灵州的这把陨石剑 怎么可能如此锋利 如此坚韧 哪怕不看宝剑 他也能知道 自己的宝剑 已经被砍出了一个缺口 接下来的时间 灵州和威尔逊 拿住宝剑 在半空中互砍了十次 在最后一次互砍之后 他们二人手握把剑队制住 威尔逊的神色 明显变得暗淡了许多 威尔逊 十次已完 咱们分开吧 三 二 一 说完之后 二人同时抽剑分离 我 我好像看到了 那把屠龙剑上 有一个大大的缺口 都快到了剑的一半了 一半的缺口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看花眼了吧 我好像也看到了 斩屠龙 竟然如此厉害吗 灵州看了看手中的斩屠龙 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谢谢你了 老伙计 说完 他走向人群 将宝剑展示了一下 对决已经完成 现在展示一下这把斩屠龙 众人都围了上来 特别是那些媒体记者 更是拿住长枪短炮的拍摄主 所有人第一次近距离的 看到了这把陨石宝剑 上面充满住玄奥的花纹 神秘莫测 而让所有人无比震惊的是 这把宝剑与外国宝剑互砍了十次 竟然没有一点伤痕 与灵州相熟的那些老爷子 看到这把陨石剑 完好如初的模样 都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把剑没有一点伤痕 就代表着外国宝剑的失败 他们一直提出的心 终于可以放下了 而旁边的正心剑 看到这一幕 更是震惊无比 哪怕外国宝剑对 龙泉宝剑的缺陷 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 使得龙泉宝剑失败 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了 外国宝剑的坚韧性 如果他们龙泉宝剑是质量极高 根本不可能如此的惨败 不过 哪怕是惨败 外国宝剑上也有一些伤痕存在 可是现在 灵州所铸造的陨石剑 却是在外国宝剑的对决中 没有半点的伤痕 完好如初 这真的是让人不敢相信 这宝剑的坚韧性 也太强大了吧 卧槽 不会吧 护砍了十次 竟然没有一点伤痕 剑刃往好如初 这也太强了吧 不仅仅剑刃往好如初 连一条划痕都没有 之前战胜了龙泉宝剑的那把屠龙 竟然连隐石剑的汗毛都没有伤到 哈哈 灵大神威武霸气 外国宝剑不过如此 威尔逊 快过来展示一下你的宝剑 展示宝剑 展示宝剑 众人都跟着 一块呼喊了起来 此时此刻 威尔逊比当初的正心剑状态 还有些不如 身子亮枪了一下 堡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一旁的布里斯和其他外国 逐渐失剑状 连忙冲了过去 将其扶了起来 当他们看到威尔逊手里的那把宝剑时 面色大变 他们有些难以相信 这是之前战胜龙泉宝剑的屠龙剑 因为这把宝剑上 充满住一道道缺口 最大的那个缺口 真的是达到了剑身的一半 已经到了剑人的终极限了 他们完全无法相信 这怎么可能 那把陨石剑怎么会如此的强大 把他们的剑当成豆腐一样砍 而且 自身还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喂 威尔逊大师 这 这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 布里斯一把从威尔逊手里抢过宝剑 近乎崩溃地说道 威尔逊强撑住身体站了起来 从布里斯手中拿过宝剑 缓缓地走向人群 将自己的宝剑放在手里 向众人进行了展示 我们输了 我们输了 众人连忙看向这把宝剑 都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这把宝剑到底经历了什么 剑刃上全是缺口 最大的缺口 已经到了重极限 这几乎就只差一两次互砍 就能把这把宝剑给拦腰砍断 第319章 能够弯曲的宝剑 现场所有人都呆呆地看出这把满是缺口 满是伤痕的外国屠龙宝剑 真的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他们本来想住 灵州能战胜外国宝剑 就已经很好了 可是没想到 竟然是完胜 完完全全碾压式的胜利 在一瞬间的寂静过后 现场顿时沸腾了起来 赢了 我们赢了 斩屠龙 真的把屠龙给斩了 哈哈 林大神就是永远的神啊 我们可以永远地相信林大神 我觉得再砍个两三次 这把屠龙剑 就直接会一刀两半了吧 这真的是太将了 互砍了十次 没有一点伤痕 把对方的剑砍的伤痕累累 几乎砍断 这才是真正的华夏宝剑 这个外国驻剑大师 可以准备去宝元阁打工了 哈哈 远在云阳的齐老 看到这把外国屠龙宝剑上的缺口时 霍地一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来到电视镜前 面带震惊的仔细观看住 真的是到达中极限的缺口啊 自己小徒弟的驻剑能力 竟然如此强大 崔老看到这一幕 也不禁呆了一会儿 然后大笑了起来 哈哈 林小子 你藏得太深了 没想到你 还是一个驻剑大师 你要不给我铸一把宝剑 我都不放过你 叶松然看到外国宝剑的状况 开怀大笑了一声 用力地拍了拍椅子扶手 哈哈 好小子 好小子 碾压一样的胜利啊 布里斯呆呆地坐在了地上 有些崩溃的喃喃自语住 怎么可能会输 怎么输得这磨惨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旁边的周子豪健壮 顿时笑了 外国小子 早点认输不得了吧 还能少吃一半的微波炉烤榴脸 现在后悔也晚了 嘿嘿 而只有钱文成 看到布里斯的时候 充满了感同身受 他吃了整整三次微波炉烤榴脸啊 每一次的感受 都是和布里斯一样 觉得不可能输 可是最后 还是输了 威尔逊 你还有什么话说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可以开始履行赌约了 先道歉 再去保原阁打工 哪怕威尔逊整个人状态极为违 仿佛粉一吹 就会刮到一样 但是灵州依然毫不客气地说道 如果这个所谓的外国驻见大师 通过光明正大的方式 提前告知 然后进行对决 他也不会如此地毫不客气 然而 此人用了一些手段 专门针对华夏宝剑 又搞突然袭击 那就完全不值得同情了 威尔逊看了灵州一眼 目光黯淡地说道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输了就是输了 但是 这并不代表华夏宝剑 就是世界第一 你可能使用了 某种取巧的办法 但是这都不重要了 我们输了 会履行赌约 灵州摆了摆手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语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闭嘴吧 你以为 我会像你们一样 专门去针对你们的宝剑吗 不 我针对的是 世界所有的宝剑 随后 他举起了手中的宝剑 摸了一下剑身 铸造这把剑 就是与你对决吗 我之前说了 是为了展示 华夏宝剑的灿烂辉煌 打败你的剑 只是顺带的事情 而现在 就让你看看 这把斩屠龙的灿烂之处 也让你们 这些井底之蛙 睁开眼睛看看华夏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灵大神铸造的这把剑 肯定非同一般 现在终于要展现出来了吗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灵大神的铸剑手法 与我们平常看到的大有不同 特别是那杂乱无序的锤法 更是充满住神秘 灵大神的这把陨石剑 该不会 能是放出剑气吧 或者说能遇见飞行 让你少看点小说 要是能是放出剑气 遇见飞行 一剑 就把那外国宝剑展的渣都不剩了 还需要那魔多剑吗 我觉得 应该是其他方面的神奇 灵大神真的太霸气了 我针对的是 世界所有的宝剑 哈哈 听到灵州的话 威尔逊面色一变 看出那把陨石宝剑 有些惊异不定 从之前的铸剑手法来看 他就觉得 充满住神秘 难道除了无比的坚韧 还有其他的神奇之处吗 郑兴剑也是面带惊异 这把陨石宝剑在对决中 毫发无伤 已经非常神奇了 竟然还没有展现出所有的能力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他们龙泉正家 一直自认为是 华夏宝剑的正统传承 然而灵州这个年轻人 所铸造的宝剑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 齐老和催老那些老爷子 更是瞪住眼睛 内心在猜测住 这把陨石宝剑 还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 灵州拿住宝剑 面对住人群 缓缓地说道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百炼绕纸柔的典故 经过百炼的钢 有时候可以化为绕纸的柔软之物 而在一些古代记载中 就有着这样的宝剑出现 比如近代大文学家张邪张锦阳 在《七命论剑》中记载 自先行以来 就有一种可以屈指如意 砍铁无损的盘龙剑 而宋代沈阔 为了编撰 孟希笔潭 需要得到各方面的资料 其中也包括冶炼钢铁的知识 于处四处寻防史上 所遗留的盘龙剑下落 之后 沈阔来到前堂 与当地的名人文绍相遇 而文绍就有一把祖传的盘龙剑 见到这把宝剑后 他提出弑剑 取来了十根长的钉子 竖竹排列在木柱上 文绍提剑挥去 十根铁钉应声而断 而宝剑完好无损 随后 文绍右手握住剑柄 左手捏住剑尖 用力一扳 无耻长剑 竟然成了一个环形 再一松手 长剑又恢复如初 这就是盘龙剑 百炼绕纸柔之计法 众人听完了灵州的讲解 面上都露出了惊异之色 不禁看向那把陨石剑 难道说 这陨石剑就像是盘龙剑 一样 可以趋之如意吗 正当他们想询问时 灵州右手握住了剑柄 左手捏住了剑尖 淡淡地说道 今日 就让大家 来领略一下 古诗盘龙剑的神奇之处 各位请看 此时此刻 无论是现场 还是观看直播的所有人 都紧紧盯住灵州手中的宝剑 这用陨石制作而成的坚硬宝剑 真的能够像古代盘龙剑那样 可以随意地弯曲回直吗 灵州轻轻用力 剑身随着他的动作 慢慢变得弯曲起来 看到这一幕 现场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 竟然真的能够弯曲 要知道 现在锁住造出来的宝剑 都是非常的坚韧 想要用双手掰弯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而看灵州的样子 好像没有用力一样 就算是一些力量极大的人 能够把宝剑掰弯 可是这样的话 宝剑也无法使用了 因为宝剑根本不可能会恢复如初的 渐渐的 这把陨石宝剑的 弯曲幅度越来越大 几乎快要弯到剑尖与剑柄相连了 这时 灵州轻轻松开剑尖 宝剑枪的一声 像是弹簧一样 直接恢复如初 随后 他又拿起了一个铁片 一剑斩了下去 铁片阴生分为两半 而宝剑 恢复毫发无伤 卧槽 真的能够弯曲恢复如初 这也太强大了吧 不可思议啊 传说中的百炼绕纸柔 盘龙剑啊 传说竟然是真的 刚柔并剑 这才是真正刚柔并剑的宝剑啊 可刚可柔 林大神 你就是欧爷子转世吧 现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撼了 宝剑弯曲成了一个环形 竟然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宝剑啊 坚韧的陨石宝剑 这柔韧性 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啊 正心剑还有那些宝剑从业者 看到这一幕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犹如在做梦一般 一把坚韧的陨石剑 竟然能弯曲到这种程度 而且还能恢复如初 这真的是完全颠覆了 他们对于宝剑的理解 完全颠覆了他们 驻见几十年的世界观 而那些外国驻见师 眼睛瞪得滚圆 嘴巴张得 好像能放下一颗鸭蛋一样 特别是威尔逊 一张脸上 更是露出了骇然之色 他猜到了许多神奇 唯独没有猜到 这把剑竟然能够弯曲 他的驻见之实体系中 根本没有让剑弯曲 有能恢复的相关理论 按照他的认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与灵州相熟的那些老爷子们 更是一个个忍不住站了起来 看住灵州将那把剑弯曲之后 又恢复如初 砍断了一个铁片 他们恨不得 现在就飞到龙泉去 亲眼见一见这把剑 叶松然更是直接给其老打了电话 让灵州回来了 先给他住一把剑 而崔老庚是让徒弟给他订了航程的飞机票 灵州这小子从龙泉回来之后 肯定要先去航程 所以 他要提前做好赌这小子的准备 必须要赶在其他人的前面 预定下一把能够弯曲的宝剑 坐在家里悠哉悠哉 观看直播的郑七公 看到陨石宝剑弯曲的画面后 直接一拍桌子 冲出了家门 在灵州砍完了铁片之后 郑星剑直接快步走了上去 迫不及待地说道 灵州 能不能让我试一试 他要亲自来感受一下 这把陨石剑 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取之如意 收放自如 当然可以 灵州孝珠点了点头 将这把斩屠龙的剑柄 递给了郑星剑 至于什么注意安全之类的话语 就莫必要说了 因为他面前的这位 可是助剑大师 郑星剑剑到宝剑后 首先敲了两下 摸了摸剑身 感觉十分的坚硬 如此坚硬的剑 真的可以弯曲吗 他面沉如水 一手握住剑柄 一手捏住剑尖 缓缓地用力 他本来以为 要用很大力气 才能够把剑弯曲 可是没想到 用了不多的力气 就感受到宝剑 在剑剑的弯曲了 这让他面上露出了一抹金色 屈直如意 剑如星洞嘛 在没有弯曲的动作时 剑的材料就是坚硬的 有了弯曲的动作 剑的材料 慢慢变得柔韧 这真的是超出了 他所知的宝剑理论 他继续用力 使得宝剑的剑尖 与剑柄 几乎快要碰到一起 而这时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阻力 这应该 就是弯曲的极限了 于是 没有再去尝试 直接松开剑尖 枪的一声 宝剑再次恢复原来的状态 正心剑又拿起剑 仔细放在手中 看了一下 依然是笔直的 没有半点弯曲的模样 他也是筑切了一块薄薄的铁片 没用太大的力气 就将铁片一分为二 而剑刃 却没有半点伤痕 他握住剑的手 忽然微微颤抖了起来 这 这真的是传说中的盘龙剑 百炼绕纸柔 传说变成现实了 我们华夏老祖宗的剑 变成现实了 他的内心无比的激动 有些古老而神奇的铁剑技术 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就比如十大铭剑一样 每一把都是无比的神奇 可是到现在 除了一次纯云剑的月王沟剑剑之外 剩余的都没有出现 哪怕这不在十大铭剑之中的盘龙剑 也消失不现 现在 他真的是没有想到 盘龙剑没有出现 入剑盘龙剑的技术出现了 这比真正的盘龙剑出现 更加令人激动 令人兴奋 郑厂长 能不能让我们也试一试这把剑 旁边一些保剑从业者 都不禁有些心痒痒地说道 就在这时 人群外传来了一声 中气十足的苍老声音 谁也别试 让我来 在场外安保人员的护送下 一位头发全是白色的老人 从人群外走了起来 众人一看 面上都露出了金色 怪不得有安保人员护送呢 原来是住剑行业的顶级大师 郑七公 郑大师 您怎么也来了 洪市长不禁开口打了声招呼 这样一把惊天动地的剑 我怎么能不来呢 郑七公快步走到了林州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小子 你真是好样的 星剑 把剑给我 说完 他又朝着郑星剑伸出了手 郑星剑连忙把手中的陨石宝剑 递给了郑七公 他在外人眼里 是古板而严肃的 不通人情 可是在郑七公面前 他真的还像是一个孩子一样 郑七公接过剑之后 轻轻抚摸了一下 好剑 好剑 说完 直接捏住剑肩 用力弯曲了一下 这一次 剑身已极快的速度 弯曲成了一个环形 等到了极限之后 他再松开了剑 宝剑发出了一声响 然后迅速恢复如初 他认真的看了看剑 仰天大笑了一声 好剑 好剑啊 古石柱造盘龙剑的技术 金鱼又重现于世了 这是华夏宝剑的 一个天大的喜事啊 第320章 被鸟屎盖脸的布里斯 郑七公在大笑之后 又用力地拍了 拍灵州的肩膀 好小子 你真的是出人意料啊 有如此高的 驻剑技术 也不早说 要是知道的话 我早就让星剑 把宋代官窑瓷器 送上门去了 郑大师过奖了 从小父母就告诉我 做人要低调 苟住才能发育啊 如果不是这些 外国驻剑师这磨过分 我根本不想展现 自己的实力 灵州校主说道 这郑七公 80多岁的年纪了 这手掌的力量 还真磨得大 要是普通人被拍这一下 早就站不稳了 还叫什么郑大师 太见外了 而且我也不敢当啊 在我眼里 你才是真正的 祝剑大师 郑七公摇了摇头说道 不说这把 剑能弯曲的神奇 单单就是这 陨石剑的质量 与他相比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他甚至都有些迷茫了 难道是自己 真的老了吗 现在的年轻人 都如此的天才吗 那我就叫你郑爷爷了 您老就别捧杀我了 我还想再苟住 发育一段时间呢 我可不是什么 祝剑大师 我的主业是古玩鉴定 祝剑只是我一个 小小的爱好而已 我就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 祝剑铁匠 灵州摆了摆手 面色平静地说道 听到这话 熟悉灵州的一些人 都不禁笑出声来 觉得浑身舒适 等的就是这句话 苏天明忍不住 笑喷了出来 哭 来了 来了 我就知道 灵大神肯定要说这句话 这下舒服了 灵大神真的是 不忘初心啊 每次都必须说 这样经典的话语 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的主业是鉴定师 我都差点忘了 许伯远无奈地摇了摇头 任子安苦笑了一下 他之前认为 自己是圈子里 最能装逼的人了 可是跟灵州相比 他装的都是小臂 灵州装的 可是能够震惊世界的 惊天大臂 他感觉 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就是和灵州 缓呼了关系 不仅仅是灵州的 这些朋友 就连旁边的许多围观者 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哭 灵大神 你要是铁匠 我看哪 龙泉这边莫多少人 能称得上是大师了 你要是不说 我真忘了 你是宝源阁七老的徒弟 是一位古玩鉴定师呢 灵大神 你现在 都有多少爱好了 我怎么感觉这些爱好 才是你的主业呢 你们别胡说啊 不管我有多少爱好 古玩鉴定 依然是我的主业 这点是改变不了的 灵州摆了摆手 朝着众人说道 一直以古板严肃著称的正心剑 听到灵州的话 都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小子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郑七公也愣了一下 随后 也是咧开嘴笑了几声 你小子的鉴定能力 跟你师父能不能比我不知道 但是这装逼的能力 你师父是跟你没法比啊 好了 你们好像还有赌约吧 我就不陪你们了 这把宝剑我先带走完两天 说完 他将宝剑装进剑鞘之中 哼住咱们老百姓 今天真高兴的小曲 悠哉悠哉地离开了现场 让一旁那些手痒痒的宝剑从业者们 倒是想阻拦 又不敢伸手 灵州拍了拍手 将众人的目光拉了回来 好了 现在宝剑展示完毕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华夏宝剑的灿烂辉煌 一些萧小之辈 还想借助卑鄙的伎俩 来踩住华夏宝剑爬上去 他们是不知道 华夏有多大 说住 他看向那些外国住建师 威尔逊 布里斯 你们如果对这个比赛结果没有意义 可以履行赌约了 当然 我不会强制你们 去做任何事情 一切都要看你们的自愿 但是 请记住 后果自负 威尔逊摇头叹了口气 他是漂亮国有名的住建大师 想逃避是无法逃避的 因为灵州所铸造的陨石宝剑 真的是王者一样 直接碾压了他们的宝剑 让他们根本没有了半点想要 再比试回来的希望 特别是那弯曲笔直的神奇能力 完全超出他们的认知 事情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而且是完全的失败 他缓缓地说道 我会履行赌约 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首先我要向大家表示歉意 我的却想要和华夏住建师们 只是方法不对 其次 我们确实通过一位华夏住建师 得知了龙泉宝剑的一些缺陷 由此进行了优化 在这里 再次道歉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灵州 今天 我见到了华夏宝剑的灿烂辉煌 明白了自己短浅的目光 根据赌约 我会前往保元阁工作 用这一年的时间 来学习华夏文化 谢谢大家 旁边跟着的翻译 也是姜维尔逊的话语 完全翻译了过来 这些住建师来到华夏后 都是他负责接待的 所以 多多少少有点了解的 特别是这个威尔逊 漂亮国住建大师 平时也是傲气十足 看来现在这老头是完全服气了 面对着 一把能够弯曲恢复如初 又能砍铁毫发无伤的宝剑 不服是不行的呀 听到威尔逊的话语 众人都不禁欢呼了起来 这个外国 住建大师认输了 哈哈 外国老头 现在知道华夏宝剑的厉害了吧 哼 汽车撞墙了 你知道拐了 鼻涕掉嘴脸 你知道甩了 早认输不就完了吗 还能少打工半年 现在直接去打工一年了 我肯定要光顾宝元阁 让这家伙给我住建 林大神是真的牛逼啊 现在 都把两位大师级人物 倒到宝元阁里当打工人了 我感觉 以后进宝元阁 是不是全是大师服务啊 嘿嘿 还真有可能变成现实呢 你去鉴定翡翠 是缅甸翡翠王服务 你想买把剑 是外国住建大师服务 你想买符字画 是书画大师现场写 这想想都带尽啊 这好像有点不可能吧 林大神都这魔厉害了 今天的事情 估计整个华夏都能知道 还有人不长眼 但他对赌吗 这时 苏天明忍不住地说道 那可不一定哦 我觉得林大神自带 满级嘲讽被动 此时 林州看到了威尔逊认输道歉 不禁淡淡一笑 威尔逊 说这些场面话 也没什么用 好好回去准备一下吧 你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过来报道 不用了 我会和家里人解释的 现在就可以去保元阁报道 威尔逊摇了摇头说道 与其回国承受别人的嘲讽 还不如在这里 直接度过一年的时间呢 这样的话 等一年之后回国 事态也会平息了 好 那你可以过两天 跟我一块回去 一年的打工时间 从你报道那天起 开始计算 林州点了点头 接着看向了 那个穿蓝衬衫的布里斯 蓝衬衫 现在轮到你了 见到漂亮国有名的 威尔逊大师 都道歉认输了 布里斯也不敢再继续 装傻下去了 他也朝着众人进行了道歉 我为之前的傲慢无礼 向大家道歉 我为自己对华夏宝剑的轻视 向各位道歉 道过歉后 他看了看林州 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 那个 我 我有个请求 我也对华夏灿烂辉煌的文化 非常感兴趣 所以 也想跟威尔逊大师一样 去保原阁打工 还请答应我的请求 扑 想的挺美 还想去保原阁打工 那是 你能去的地方吗 我看你是不想吃微波炉烤榴脸吧 这可不行 保原阁打工 你以为谁都能去吗 大师才有资格去打工呢 你连给保原阁扫厕所都不配 你一个外国人 连华下雨都不会 还想去保原阁打工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白日做梦呢 林州也是有些好笑 他可不会让这小子 拉低去保原阁打工的门槛 就像是泰山风扇一样 宋代之前 有五位皇帝去过泰山风扇 分别是秦始皇 汉武帝 汉光武帝 唐高宗 唐玄宗 虽然其中一些皇帝 有助负面评价 但是论功绩 风扇足矣 而宋真宗没有建立半点功绩 填住脸去泰山风扇了 这使得直接降低了泰山风扇的逼格 导致后面的皇帝 都没有一人再去泰山风扇 于是 他摇了摇头说道 哦 抱歉 那我可不能答应你的请求 因为你没有资格进入保原阁打工 想学习华夏文化 去你们漂亮国的孔子学院吧 我还要询问一下 你愿意履行赌约 吃微波炉考留脸吗 建议你考虑清楚了再回答 听到林州拒绝了他的请求 还嘲讽 他莫资格 布里斯顿时生起了一股恶气 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不吃 因为我不想吃 而且 我已经到过歉了 你难道还要强制我吃吗 还有什么华夏文化 我只是 开玩笑的 这种落后的文化 你以为我真想学啊 他现在想明白了 威尔逊碧竟是大师级人物 在意自己的名声 他就不一样了 只是一个小人物 这点名声算什么 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而且 漂亮国仇式华夏的人非常的多 自己说不定回去之后 还能成为英雄般的人物呢 你还要不要脸啊 还漂亮国人呢 你这是办的可不漂亮 俗话说 愿赌服输 不敢履行赌约 就不要赌 没有信誉的家伙 不吃就不吃 海扁低华夏文化 你是真踏摩的欠走 踏摩的 干脆我们 直接把他给捆了 做好了微波炉烤榴脸 塞进他的嘴里 林州轻轻摆手 阻止了众人的议论 笑着看向布里斯 哦 看来你不把自己的信誉放在眼里 就连担保人威尔逊 也不放在眼里了 旁边的威尔逊 不禁皱了皱眉 毕竟这份赌约的担保人是他 一旦有人不愿意履行赌约 他将要承担责任 赔偿一亿人民币 而且这个条款 还是他加上去的 布里斯 既然签了赌约 就要履行责任 你难道真的想做那种 没有丝毫心愈的人吗 布里斯摇了摇头 怪笑了一声 嘿嘿 对不起了 威尔逊大师 反正我是不会吃微波炉烤溜脸的 就委屈你 这个担保人了 如果你们强制让我吃 那么 我将会向华夏和漂亮国 分别进行起诉 说你们实施虐待 这可是一个大新闻啊 他现在巴不得这些人 强制让他吃呢 这样的话 他就能借助这次事件 成为漂亮国的明星 甚至是政治人物 林州笑了笑 这小子会玩啊 放心 我向来与人卫善 不会作为反法律的事情 只要你不后悔就行 现在滚蛋吧 布里斯大笑了一声 哈哈 我可不会后悔 威尔逊大师 你就留在华夏打工嘛 对华夏人卑躬屈膝 你是漂亮国的耻辱 还有你 华夏小子 你是拿我莫办法了吧 恼羞成怒了是吧 哈哈 我就不吃微波炉 就在这个家伙得意忘形的时候 突然从天空上 掉下来一个黑色的东西 静止落在了他的脸上 不禁打断了他的话语 他用手摸了一下 还下一时地放在鼻子上闻了闻 顿时气地发疯了 看向天空 怒骂道 法克 法克 你们这些臭鸟 给我滚蛋 别到处拉响 就在他仰住头 看向天空的时候 天空上忽然飞来了一群鸟 一个个撅住小屁股 拉出来了一个个黑色的物体 就这样落到了布里斯的脸上 瞬间将他半个脸给覆盖住了 甚至有些黑色物体 还直接落进了他 正在说话的嘴里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报应来了 让你压得最臭 现在真的最臭了 看到没有 你这种不要脸的家伙 连我们华夏的鸟都看不下去了 要往你脸上拉响 则则 大家离远一点 万一见身上翔就不好了 让这家伙独自享受鸟屎面膜吧 布里斯完全崩溃了 用力地把嘴里的鸟屎吐了出来 再往脸上一摸 全是鸟屎 他疯狂地大叫了起来 法克游 法克 可是还没等他骂完 又是一波鸟飞了过来 再次拉了一抛鸟屎 有一只鸟 甚至海胆大的飞到了他的头上 撅住小屁股拉响 让众人眼睛都看直了 这到底是啥情况 这些鸟是跟这个外国人有仇啊 拼命地往他的脸上拉响 第321章 前往郑家祖宅 布里斯还没有擦前进的脸 再次被这一波鸟屎给覆盖了 而且 这些鸟屎大部分都是吸的 落到脸上之后 还不断地往嘴里留住 灵州也忍不住笑喷了出来 蓝衬衫 你说你招惹这些鸟干什么 我们华夏的鸟 可不像我这么善良 啊啊 法克 法克 感受住脸上不断往下流的鸟屎 布里斯再也无法忍耐了 一边怒骂住 一边拼命地往酒店跑 在他拼命奔跑的时候 众人看到了天空之中 还有一群鸟继续跟着 时不时地还飞上去 再拉一刨鸟屎 让现场的人看住都快笑傻了 旁边的威尔逊都看得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华夏的宝剑十分的神奇 可以弯曲 难道说这些华夏的鸟 也有着神奇的能力吗 笑死我了 被鸟追住头屎 我玄从来没见过呢 这家伙也是活该 谁让他这磨嘴臭呢 现在报应来了吧 我倒是听说过 有人欺负家门口的鸟 然后被鸟天天堵门口咬 这一群鸟追住拉屎 我还是没听说过呀 林大神 这是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有些人不禁朝着灵州问道 灵州摇了摇头 一脸迷茫的装傻冲了 我能知道啥呀 不过我猜测 这些鸟肯定是华夏本地鸟 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这些鸟 确实是他安排的 之前在云阳驯服的肩围语宴 他都留在了家里 保护自己的家人 而来到龙泉之后 他就利用这一个星期的住间时间 驯服了酒店周围的一些动物 鸟类是驯服数量最多的 因为它们非常的自由 不受空间的限制 至于老鼠什么的 也驯服了几只 并不多 根据这个蓝衬衫布里斯之前的表现 他觉得 这家伙履行赌约 吃微波炉烤榴脸的几率几乎未零 所以 才会提前让驯服的鸟做好准备 在这家伙拒绝之后 他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 使得这些鸟 直接开始了投驶行动 龙泉这边的生态环境 保护得十分好 所以 他也是有选择性的 驯服了速度快 受命长的一些鸟 这样的话 这些鸟类小伙伴 就可以陪伴自己更长的时间了 这些鸟 不但要执行本次的投驶任务 也会跟着布里斯 回到漂亮国 继续投驶 布里斯想 这样全身而退 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也要带一身屎回漂亮国 对于这样白烂的家伙 必须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为他连自己的信誉都不要了 甚至把威尔逊这一个驻舰大师都得罪了 别的办法也没什么用了 对于这种无赖 只能用更无赖的办法 哈哈 华夏本地鸟 也对啊 我们刚刚都差点想揍这家伙一顿了 非常想捆起来 强制的为他吃微波炉烤榴脸呢 看起来 这些鸟直接给他投驶 也算是实现了我们的愿望了 他回了漂亮国 应该不会说 是华夏的鸟虐待了他吧 听到这些话 众人不禁再次哄笑了起来 今天可是见证了两件神奇的事情了 一件是陨石宝剑弯曲 另一件 就是这外国驻舰师 被鸟群投驶了 其他外国驻舰师 不禁轻轻摸了摸自己的嘴巴 还好他们没有嘴见啊 要不然 说不定就这布里斯一个下场了 灵州摇了摇头 有些感慨地说道 最起码还是食物 现在这篮衬衫直接吃鸟屎了 可能这就是他的报应吧 我还没出手呢 咱们国家的鸟就先忍不住了 随后 他又摆了摆手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驻舰结束了 有空的话 过几天可以去保元阁 看外国驻舰大师报导的场面 林大神 你接不接驻舰的订单 我也想要一把这样能弯曲的神奇宝剑呢 这时 人群中有一个宝剑爱好者 不禁开口问道 我也想要一把 这就算不是不开刃 拿出来也是拉风啊 听到这些人的话语 灵州不禁笑了笑 我觉得 大家应该还不知道这把剑的价格 光材料就已经是好几百万了 这样的剑 必须要用铁陨石才能打造 而且需要几十公斤 这些陨石有时候可都是论科卖的 而且 古玩鉴定才是我的主意啊 驻舰只是一个小小的爱好 既然是爱好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想起来了 就会住一把剑玩玩 好了 大家再现 说完 他就准备和正星剑一块离开 忽然看到了旁边的威尔逊 顿时开口说道 威尔逊 你可以先回酒店 我有些事 需要在龙泉待一两天 离开的时候 会叫上你的 听到旁边翻译的话语后 威尔逊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带住 自己那把已经伤痕累累 快要断开的宝剑 离开了现场 一边走 他还一边 想着刚刚布里斯被鸟屎盖脸的事情 这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 老苏 老雪 咱们等会在酒店线 我有点事 需要去处理一下 接着 灵州又和人群里的苏天明等人 打了声招呼 在上汽车前 他们和红市长也挥手告别 红市长紧紧握住他的手 内心充满了激动 这件事情 虽然使得灵州获得了巨大的名气 但是 却也让龙泉的名气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灵州小兄弟 感谢你为了 华夏宝剑的名声 做出的一切 红市长 不用谢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吗 我还会 在龙泉待一两天 有什么事 咱们明天说吧 灵州孝主说道 好 好 那你今天先好好休息一下 红市长也是点了点头 内心也在想着 怎么样才能把陨市宝剑留在龙泉 因为这是华夏宝剑的一个象征啊 郑泉舒开住汽车 内心无比的激动 哪怕自己那个古板严肃的爷爷在车上 他也忍不住说道 林大神 你也太牛逼了 没想到你 竟然能铸造出传说中的盘龙剑 你来的时候 我还担心 你会被你爷爷赶 嗨嗨 臭小子 说什么呢 我是那重会赶别人离开的人吗 听到这话 郑兴间小骂主说道 爷爷 你遇到陌生人拜访 都是热情的把别人请进家里 看到爷爷情绪不错 郑泉舒也是开玩笑的说道 哼 小兔崽子 你拿我开涮呢 这个月的住间任务完成了吗 没完成加倍 郑兴间冷笑一声 语气严肃的说道 郑泉舒听到之后 连忙求饶道 别呀 别呀 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 孙子给您道歉了 林大神 快给我求求情啊 这样也慈孙孝的场面可不多现啊 求情就看不到了 林州忍俊不禁地说道 好了 认真开车 咱们快点回家 郑兴间拍了拍他的座椅说道 过了将近二十分钟 汽车停在了一栋宅院门前 此时天色已经有些灰暗了 林州下车之后 看到这个宅院 似乎有些年头了 应该是郑家的祖宅 看起来有些平平无奇 没有高高的牌楼 就连祖宅门口 也没有放什么石狮子 只有门口上方的牌匾上 写了郑宅两个大字 郑兴间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看到林州的目光望向郑宅两个字 他不禁笑着说道 这是我们家的祖宅 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 当初一大家族的人 就挤在这个祖宅里 保持住龙泉宝剑的传承 现在 基本上都分家了 但是分家却不分心 现在只有我父亲郑七宫 还有一些维护祖宅的人住在这里 说到最后 他摇头叹了口气 哎 林州小友 非常感谢 说实在的 要不是你铸造了一把陨石宝剑 维护了华夏宝剑的名声 我们恐怕再也没脸回到祖宅 见郑家的列祖列宗 还有龙泉宝剑的诸位先祖了 郑大师 身为住建师 在这重情况下 自然要挺身而出 你就不用谢了 林州摆了摆手说道 嘿嘿 爷爷 你要是真想感谢林大神 就把宋代官瑶拿出来呗 光嘴上说说 可不行啊 郑全叔在旁边笑嘻嘻地说道 要是换做以前 他是根本不敢跟自己的爷爷 开这样的玩笑 现在不一样了 不 你小子真是皮痒了 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 宋代官瑶的事情 还有你说啊 我肯定会送给林小友的 郑兴剑直接挥住手掌 朝着郑全叔的脑袋上 就来了一巴掌 林州咳嗽了一声 你们这爷俩的话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 收下宋代官瑶了 就在这时 大门打开 郑七公从里面大笑着走了出来 哈哈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要不是怕你嫌弃 我还想把龙泉宝剑厂托付给你呢 在他看来 林州的铸剑技术 绝对不在自己之下 完全超过了自己的儿子郑兴剑 再加上那百炼绕纸柔的技巧 足以算得上是 华夏最降大的铸剑师了 更何况 还如何的年轻 觉得是华夏铸剑的未来 这样的人物 肯定是 有助自己的传承 恐怕也不会 更不屑于去接受龙泉宝剑厂 接受别的宝剑传承 别 千万别 郑老爷子 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铸剑师 会点小技巧而已 当不得如此大任啊 林州连忙摆了白手说道 他现在可不想把自己 陷入到宝剑行业里 再说了 百炼绕纸柔的能力 他现在也无法去交给别人 郑七宫忍不住笑了笑 用手指了指林州 好了 你小子就别装了 是不是还想说 你的主业是古玩鉴定 逐渐只是一个小小的爱好啊 不勉强你 进来吧 好脸 那我就放心了 还是郑老爷子 一眼就看透我了 林州笑着说道 跟随郑七宫进入祖宅时 他敏锐的感觉 到了 附近有助击鼓气息 似乎是炼家子 不过这也不足为奇 毕竟这是郑家的祖宅 表面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暗地里 还是会有一些保护力量的 而且 郑家可是百年的传承世家 住间这一行 平时也能接触到一些剑术武功之类的 有些练剑术的子弟 也是正常的 进入祖宅后 林州面上露出了一抹惊讶 里面也是平平无奇的 不像其他江南宅院一样 里面还有住西水凉亭 在这宅院里 只种了一些树木竹子 没有什么小桥流水 甚至连假山都没有 郑老爷子 你们这宅院里 可没有一点江南水乡的气息啊 郑气功摆手一笑 什么江南水乡不水乡的 我们逐渐的 天天打铁 也莫时间欣赏啊 而且 这是祖上留下来的 很多人劝过我 让我好好修缮改造一下 我给拒绝了 不仅如此 每一个后辈子弟 我都会让他来住一段时间 好好教育一番 林州内心十分的佩服了 怪不得能传承百年 从郑全书对人的态度 就可以看出 郑家对于后辈子弟的教育十分严格 这样 我倒是明白 郑家能传承百年的原因了 没有什么家族能长久兴旺发达 我们也只是尽力而为 好了 先吃饭吧 就等住你们了 郑气功笑了笑 招呼住林州进了客厅 随后挥了挥手 一盘盘的菜肴便端了上来 基本上都是江南的特色菜 吃饭的时候 倒是再没有人说话 哪怕是之前搞怪开玩笑的郑全书 也是紧闭住嘴巴吃饭 林州也是 认真干起饭了 食不语 请不言 这郑家的家教 还真是严格啊 整个客厅里寂静无声 过了一会儿 郑气功摇头一笑 好了 今天有客人来访 就别蹬住一张脸了 一边吃饭 一边聊吧 林州 你的住建能力如此出色 又有着失传的技巧 请问传承于何人 听到郑气功的话语 郑心剑和郑全书 也不禁抬起头来 仅仅看住林州 如此的年轻 就有这样高超的住建能力 这样的传承 绝对不简单 林州自然是一点都不慌 自从决定要展现住建能力之后 他就想好了说辞 其他的东西 可以用小时候的爱好 之类的来搪塞 这住建能力可就不行了 郑老爷子 很抱歉 传给我住建树的师父名字 我也不知道 他也没有透露自己的具体信息 而且也让我对其他信息保密 所以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郑气功卿轻点了点头 这也能够理解 毕竟是百炼绕纸柔的技巧 有些隐居的传承人 非常的神秘 过住身居浅出的生活 不为他人所知 第322章 品尝母树大红袍 就在灵州回答完之后 郑全书忍不住问道 那 那百炼绕纸柔的技术呢 能否告诉别人 全书 给我闭嘴 这是 你能问的事情吗 此时 郑气功与气严厉的训斥道 百炼绕纸柔这种技术 放在任何时候 哪怕是古代 都是一种秘诀 怎么可能会轻易告诉别人 就算是自己的徒弟 有时候都要考虑了几十年 来看看七品行如何 郑兴剑也不禁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白手说道 多嘴的家伙 你今天也太得意忘形了 给灵州道歉 然后滚回家吧 这要是让灵州误会了 觉得是他们指使郑全书询问的 那问题就严重了 对不起 林大神 是我一时心急 多嘴了 郑全书急忙弯腰道歉 他也是一时口快了 毕竟百炼绕纸柔这样的技术 对于一个住建师来说 有助无比强大的诱惑力 说住 他还想用手打自己的脸 灵州直接伸手阻止了他 笑着说道 其实也没石磨 可以理解 毕竟百炼绕纸柔这种已经失传的技艺 对于任何一个住建师来说 都有助一种无法控制的诱惑力 传我住建树的那位老师傅 也没有说让我不要把住建记忆传给他人 所以 百炼绕纸柔也是可以交给别人的 听到这里 哪怕是郑七公的眼睛 都不禁亮了一下 灵州 你的意思是说 百炼绕纸柔这种失传的绝技 也能传给别人吗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但是 灵州点了点头 带着些遗憾说道 郑老爷子 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 传是可以传 但是 我也只是简单领会了百炼绕纸柔的技艺 只能做到自己使用出来 而无法交给别人 就是那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状态 可能是我的经验 还是无法比得上那位老师傅 因为他铸造出来的剑 几乎可以绕住手掌了 所以 很遗憾 我现在就算是想交给别人 也无法交 甚至不知道怎么交 郑七公点了点头 因为他知道 有些技巧 哪怕手把手的交 也可能学不会 这种技巧之所以失传 恐怕就是因为非常难以学会 甚至难以教导给别人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那重杂乱无虚的锤法 应该就是百炼绕纸柔的关键 我这几天在家里观看直播时 也录制了相关的画面 同时进行了一些小小的尝试 说到这里 他摇了摇头 然而 你那重杂乱无虚的锤法 让人无法看懂 哪怕一点点慢放勉强复制出来 也无法达到你的速度 更无法达到你断打之后的效果 我觉得锤法只是其一 应该是运锤的气力 才是最重要的 听到郑气功的话语 灵州眼睛不禁亮了一下 他确实感觉到自己 在使用百炼之柔锤法时 身上的力气分散到了不同的部位 果然将还是老得了 宁老真的是说到了关键之处啊 有些道理 我自己都没明白 我要好好琢磨一下 看能不能琢磨出道到来 哈哈 不急 有些东西 需要你好好沉淀之后 才能完全的融会贯通的 加油 我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铸剑技术 也会越来越高 郑气功不禁大笑了一声 摆了摆手说道 可以看得出 林州虽然拥有了高超的铸剑技术 但是有些东西 还是太稚嫩了 没有完全理解领悟 只是 他也不会去教导林州 学习什么铸剑知识 因为林州的知识很扎实 剩下的 只需要时间去沉淀 多谢郑老爷子的鼓励了 我一定会努力把朱剑这个爱好 提升到新的层次 林州拱手感谢了一下 他虽然拥有了高级铁匠技能 但是与郑气功这重 从小打铁到八十余岁的大师相比 还是差了一些火候 扑 你这小子 爱好真的是太广泛了 不过 千万别忘了朱剑这个爱好 就行 郑气功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对林州这重爱好多的人 实在是无能为力 随后摆了摆手说道 好了 咱们继续吃饭 全书 你也坐下吧 以后不要再胡乱多嘴了 郑全书不敢就这样坐下 又看了看郑兴剑 好了 你太爷爷都让你坐下 我还能说什么 记住这次的教训 郑兴剑摇了摇头说道 谢谢太爷爷 谢谢爷爷 谢谢林大神 郑全书连忙感谢了一圈 坐下认真干饭起来 吃完饭后 郑气功又带住林州三人来到了茶室 听说你还有一个泡茶的爱好 现在可以展示一下了 好脸 您老就瞧好吧 林州笑了笑 开始泡起茶来 闻了闻茶叶之后 面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 不愧是百年世家 竟然连母树大红袍都有 您老还舍得拿出来 我都有点不敢喝了 当然 他这句不敢喝 只是一个课气话而已 就连系统奖励的 只有一斤的龙元圣雪 他都敢喝 要知道 这已经失传的宋代龙元圣雪 一根毛 恐怕都比母树大红袍珍贵 哈哈 今日之事 值得庆祝 如果连今天都不舍得拿出来 那就太小家子气了 郑气功大笑了一声 随后 他又想到了什么 面上露出了一抹惊讶 你只闻一下 就断定 这是母树大红袍 难不成你喝过 我记得你师父 好像没有收藏母树大红袍 灵州笑着点了点头 并没有否认 得却喝过 与普通的大红袍 有一种植的区别 完全就是一种 严茶巅峰的蝉茶韵味 他简单地描述了一下 虽然没有喝过 但是脑海里的那些泡茶经验 却是让他有一种 真正喝过的感觉 听到灵州的描述 正气功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看来你是真的 喝过母树大红袍了 来吧 看看这母树大红袍 能在你手中 散发出什么样的光彩 在整个华夏 喝过母树大红袍的人 非常的稀少 一共六株大红袍母株 在能够采摘的时候 每年也只能收获不到 四十斤的茶叶 大部分都被有关部门分配 而只有一小部分 拿到拍卖会上 进行拍卖 二十克的大红袍 在拍卖会上 能够拍到十几万 乃至二十万的天价 一克一万 可以说是最珍贵的茶叶了 而这些拍下茶叶的人 也不会自己品尝 只会当做礼品 或者收藏品 他还是因为 住间大师的身份 为一些国际友人 和国家有关 领导注造过保健 才被有关部门 分配了一些茶叶 积攒到现在 差不多才只有四五斤的样子 一直保存到现在 都舍不得喝 今天不一样 灵州让华夏保健 真正屹立在了世界之巅 解除了龙泉保健的危机 他必须要拿出来庆祝一下 这时 郑星剑摇了摇头 拍了拍旁边的郑全书 感慨地说道 哎 今天真的是有福了啊 全书 以前你太爷爷 可是把这些茶叶当宝贝啊 我年轻的时候 想偷拿一些长长 还没摸到茶叶罐呢 就被发现了 暴揍了我一毒 直到我接你太爷爷班的那一天 才拿出来让我长长 到现在 都已经二十年了 爷爷 郑伯说 那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郑全书也是带着激动说道 毕竟这是母树大红袍啊 现在茶叶中的王者 一克一万 那是十几年前的价格 现在估计一克几万 都没地方买 怎么 委屈你们了 星剑 两年前你才喝过一次母树大红袍 这魔快就忘了是吧 那以后就没你的份了 郑七公没好气地说道 别啊 爸 我错了 我错了 郑星剑连忙开口说道 此时 林州将茶叶投入紫砂壶中 开始泡起茶来 这第一泡 自然是喜茶 第二泡 等到水开了之后 他提起水壶 高冲注入壶内 焖了七八秒之后 将茶汤倒入宫道杯中 在这个过程中 茶汤的浓郁香气 也慢慢传了出来 那是一种非常让人心旷神医的花果香气 如兰花四桂花 沁云心飞 完全让人无法忍耐 非常想要大口的呼吸 尽可能地多闻一下这种香气 这些花果香气 十分的优远 仿佛像是世外桃源才会出现的东西一样 闻到这一股香气 郑七公面上露出了一抹金色 他每隔几年也会拿出一点茶叶来冲泡 过过茶饮 上一次冲泡 还是在两年前 他依然记得茶汤的香气和味道 而灵州所冲泡 出来的茶汤香气 要远远超过他所冲泡的母树大红袍茶汤 这花香 好像比两年前喝过的 更加的浓郁 更加的空谷幽兰 吧 难道说又保存了两年 味道提升了吗 郑星见面带金色地说道 不 这不是茶叶的提升 而是泡茶技术的提升 林小友的泡茶技术 比我们都降得多啊 郑七公摇了摇头 紧紧盯住茶汤说道 他现在迫不及待的 想要拿起茶杯 来品尝一下 这与众不同的母树大红袍 灵州倒完茶后 做了一个手势 各位请吧 来品尝一下 我所泡的这母树大红袍如何 听到这话 三人都迫不及待的 将茶杯拿到了进前 首先是观色 茶汤无比的清澈 艳丽 成深橙黄色 简直漂亮的 就像是琥珀宝石一样 美丽的 都让人不忍喝下去了 端起茶杯 那一股花果香气 更加的优远 仿佛真的到世外桃源 充满花朵的地方 让他们 又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 闻香观色之后 他们再也无法忍耐内心的欲望 纷纷将茶杯放到嘴边 喝了一口 仅仅只是一口 他们整个人头皮发麻 因为这茶叶的味道 简直超出了想象 带有花果香气 甚至还有一种 如水蜜桃般的甜蜜香气 再加上那醇厚的味道 仿佛像是甘露一般 让人深深沉浸其中 无法自拔 他们毫不犹豫地 将整杯茶汤 分作三口 一次性地全部喝完 最后 都发出了舒服的叫声 正气功充满感慨地说道 林小友 之前 有人说你泡茶能力十分地强 我还有些不相信 现在 我完完全全地相信了 你这泡茶能力 简直可以说与猪剑能力一样 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了 是啊 仿佛不像是在品茶 而是品出世间最美妙的甘露 你的泡茶能力 真的让这母书大红袍的味道 更上一层楼啊 郑兴健也是点了点头 傅贺卓说道 郑全叔喝完了 杯中的最后一滴茶汤 甚至还摇晃了两下 这才震撼地说道 太好喝了 我以前是不怎么喜爱喝茶 而这杯茶汤 我喝过之后 真的是深深爱上了 恨不得每天都能品尝到 这样美味的茶汤啊 与这杯茶汤相比 我之前喝的那些饮料酒水 完全就是垃圾 不 天天喝 你小子还真敢想 我都不敢想 郑七公忍不住笑骂了一声 拍卖会上的母书大红袍 都是以20克味单位进行拍卖的 可想而知 有多么的珍贵 他都是隔几年 才敢拿出来尝尝 母书大红袍这模珍贵 天天喝肯定是不现实的 不过 今天可以喝个过瘾 因为大红袍最少也能泡10次 灵州校主说道 系统奖励给了他一斤的龙原胜血 他也是十分珍惜 不敢每天去血 这还是相信系统 未来会再次奖励的情况下 如果确定了 系统不会奖励 他肯定连喝都不敢喝 之所以相信系统会奖励 因为这鉴定 系统想让他发扬 华夏灿烂的历史文化 所以 到最后 肯定会通过任务奖励 来让他 把这些失传的东西 一一重现出来 就像是柴窑一样 这母书大红袍的味道 确实算得上 现在最好的茶叶了 甚至让他这种 喝过了龙原胜血的人 都不仅有了一种喜爱的感觉 当然 与宋代失传的龙原胜血相比 这母书大红袍 还是差了许多 太好了 一定要喝到最后 好好过个瘾 郑全书兴奋地说道 接下来 灵州继续泡茶 而大红袍的味道 也在第四炮第五炮 达到了顶点 这种味道 美妙地让郑七公 仿佛找到了 第一次喝母书大红袍时的感受 第323章 宋代官窑茶展到手 由于高级泡茶树的效果 这些母书大红袍茶叶 一直冲泡了十次 还有余香 只不过再泡下去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灵州也是宣布 就此结束了这次的品茶 在他宣布之后 郑全书就直接弯住腰 以百米赛跑的速度 冲向了卫生间 自从品茶开始到现在 一个多小时 他都没有去过厕所 生怕错过一杯茶汤 现在憋得都快爆炸了 这一幕 让郑七公和郑兴健 都不禁摇头笑了起来 同样也去解决了一下 别说是郑全书了 他们也是一直做到现在 不想错过泡茶的每一个过程 等到所有人都收拾好后 众人又来到客厅 坐下聊起天来 郑兴健决的时机成熟了 于是开口说道 爸 我之前答应过灵州 只要他在这次赌局中 展现出了实力 那我就将宋代官窑茶盏送给他 现在 我可以把茶盏拿出来吗 郑七公白手一笑 你现在既然是郑家足长 那就不用来问我的意见了 自己做主就行 谢谢父亲 郑兴健点了点头 从主宅收藏室里 将那件宋代官窑茶盏 装进盒子里 小心地拿了出来 这是他们郑家 也是龙泉宝剑的荣耀 所以 平时都会摆放在收藏室里 供一些来龙泉参观的领导 或者住建师官看 领略一下当年龙泉宝剑的灿烂辉煌 本来交流活动结束之后 还打算让那些外国住建师过来参观呢 现在自然是不用了 来到客厅之后 他特意将那件宋代官窑茶盏拿了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郑州 感谢你解了龙泉宝剑的危机 要不然 我们就是整个华夏宝剑的罪人了 现在这件宋代官窑茶盏 送给你作为感谢 你一定要收下 郎州扭头看了过去 紧紧一眼 就完全被这件宋代官窑茶盏 吸引住了眼神 通体但清又色 略微有些泛律 有助一种较强的玻璃质感 而且 整个茶盏表面开片文秘籍 真的就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 十分的素雅大方 不愧是宋代 甚至于华夏瓷器的巅峰之作 论艺术性 与汝瑶不相上下 论珍贵程度 甚至比汝瑶价值都要高 因为现在官窑瓷器十分的稀少 只有几块碎片 至于拍卖会上 更是稀少 这一件宋代官窑茶盏 保存得非常完好 简直可以用完美无瑕来形容 那种美丽 让人爱不释手 他觉得 这一件官窑茶盏的价值 应该比得到的君窑茶盏 要高两三倍以上 于是 他使用了鉴定术鉴定了一下 看到结果之后 面上不禁浮现出了一抹惊异 他觉得 两三倍可能低估了 但是 没想到低估了这么多 根据鉴定信息的结果 这件宋代官窑茶盏 是真品无疑 品相极为完美 哪怕是在官窑瓷器中 也是上品之作 价值竟然超过了一个亿 达到了一亿两千万到一亿三千万左右 灵州摇头笑了笑 对于这宋代官窑的估算 之所以差距这么多 因为参照物很少 拿到拍卖会上的一些宋代官窑瓷器 都是残缺不全的 完整器物极少 就算是在保元阁 也只有一件经过修复的宋代官窑瓷器 此时此刻 他忽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那些老爷子 都说 想要得到这件宋代官窑茶盏 十分的艰难了 这不仅仅是龙泉正家的荣耀 而且它的价值 也远超想象 可以说是 真正的无价之宝了 林小友 这瓷器有什么不对吗 为何摇头呢 此时 看到灵州的动作 郑兴剑不禁开口问道 郑大师 这还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见到 如此完整的宋代官窑瓷器呢 真的是无价之宝啊 从宋代传承至今 保存的这么完美 让人为之惊叹 如此珍贵之物 我不能收 还是请你收回去吧 灵州充满感慨地说道 价值一亿多的茶盏啊 就算是汝窑茶盏 也无法与之相比 宋代官窑瓷器 是在汝窑的基本上进行烧制 可以说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了 卫世摸民间 没有流传纵使家财万贯 不抵官窑一片 这是因为官窑的性质 使得他根本没有机会在民间流通 而且制造的数量又极为稀少 直接被送入宫中 哪怕是达官贵人想要得到 都要靠着宫廷的赏赐 郑兴剑笑了笑 走上去拍了拍灵州的肩膀 这一件宋代官窑虽然珍贵 但与你的贡献相比 还是差远了 我们保留住龙泉宝剑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就是想要让华夏宝剑继续辉煌灿烂 要不是你 我们恐怕都无言在面对老祖宗嘛 所以 你一定要收下 而且必须要收下 郑七公也不禁摆了摆手 好了 你小子就别推脱了 要是错过了这个村 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收集完成五大民谣茶展呢 真想感谢的话 以后救出一把陨石剑 留给我们做纪念吧 听到郑七公的话 灵州也没有再推脱 嘿嘿一笑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多谢郑老爷子和郑大师了 要不然 我让那威尔逊 在龙泉宝剑厂打工吧 咱们再宣传一下 得到的订单 肯定能让他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二十小时的住建 哈哈 你小子这是比资本家还要狠啊 算了 还是让他去保原格吧 毕竟是你打败了他 留在龙泉宝剑厂 他也不会服气 疗头拒绝道 可得到了这样一件珍贵的瓷器 只给你们住一把陨石剑 我有点不好意思呢 要不你们再考虑考虑 灵州一边说住 一边将瓷器放进了盒子里 看到这个动作 郑七公和郑星剑都忍俊不惊 你小子这嘴上说得挺漂亮 可是身体很诚实啊 嘿嘿 两位老爷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是再不收下 那就太虚伪了 灵州又黑黑笑了一声 确实 正如同郑七公所说 如果错过了这次 他真的有可能无法在今年内 收集完整五大名谣了 因为每一件完整的官谣 都是无比的珍贵 更不用说这本来制作数量 就很少的茶展器型了 你小子这性格不错 过分的推脱谦虚 就是真正的虚伪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赶快回去休息吧 对了 这里有一小罐茶叶 送给你 郑七公指了指灵州 笑骂了一声 随后从身后 拿出一小罐茶叶说道 灵州轻轻打开茶叶灌文了一下 面上露出了一抹意思 郑老爷子 这我就真的不好意思了 拿了你们的瓷器 还要再拿你的宝贝大红袍 我这连池袋拿 不好吧 这一小罐母书大红袍 最少也有两百克 按照十几年前 最后一次拍卖会上的价格 这最少要两百万 现在估计再翻个两三倍 都买不到 你小子就别客气了 送了你茶展 这茶叶也不能少 赶紧滚蛋吧 别等会儿我后悔了 郑七公孝主说道 他们这魔作 一是因为灵州帮他们解除了危机 二是 想和这个年轻人打好关系 因为不出意外 这个年轻人 绝对是华夏宝剑界的未来 而且他的成就 绝不只是宝剑这一众爱好 好脸 那就谢谢您老了 日后我定会回报的 灵州孝主说道 等什么时候 他觉得时机成熟了 就会拿出龙渊圣雪 先给这些老爷子们尝一尝 离开郑家之后 郑全书开灼车 将灵州送回了酒店 在路上 他万分感慨地说道 灵大神 本来我觉得 你这次龙泉绝对会无功而返 真的没想到 你再次创造了奇迹 让我爷爷把这件宋代官窑瓷器拿了出来 他爷爷包括太爷爷 都把这些龙泉宝剑祖先们留下来的东西 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之前国家博物馆 故宫 还有其他省份的博物院 想要借宋代官窑展览几天 都被直接拒绝了 更不用说把这些宝贝送人了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灵州却做到了 灵州摇头一笑 其实我也想不到 这可能真的是一种巧合吧 他之前虽然觉得 像正星剑展示一下自己的铸剑技巧 会有可能得到宋代官窑茶展 但那也只是可能 没想到遇到了这些外国驻剑师找茬 不得不说 这是上天给的机会 灵大神 你驻剑能力如此高超 我有一个问题 传说中的十大明剑 真的存在吗 郑全书问出了自己心底的疑惑 有些人认为 十大明剑 都是古代杜撰出来的 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此神奇的剑 可是今天的盘龙剑 却是让古代的一些传说 变成了现实 据我所知 十大明剑是存在的 他们也一定会有驻神奇的能力 只不过 他们的下落 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了 灵州很直接的说道 通过鉴定系统的奖励 他是知道 十大明剑 绝对是真实存在的 看来咱们华夏宝剑的灿烂辉煌 是真的存在的 你现在收集五大明鸟 也是为了让人 领略到 这些瓷器的灿烂 我相信 未来你肯定也会去收集 十大明剑的 郑全书内心充满期待的说道 可能吧 不过 我收集五大明鸟 只是为了集齐一套茶具 用来喝茶而已 灵州孝主说道 茶具生产出来 自然是给人用的 与其树枝高阁 不如让他们发挥 应有的作用 郑全书不禁瞪大了眼睛 朝着灵州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灵大神 你是真牛逼 我现在有一个请求 等你收集完成了 我要去喝一杯茶 就用我们家祖传的 这个官窑茶展 你能答应吗 没问题 我给你这个机会 灵州点了点头说道 回到酒店之后 灵州发现 苏天明等人都在大厅 等住自己 得知他们都吃过饭后 于是一块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谢谢大家来龙泉支持我 可惜的是 那个蓝衬衫 暂时不可能吃微波炉烤榴脸了 让你们黑暗料理团队白跑一趟 灵大神 说什么呢 要不是你喊我们过来 怎么可能见到 这模精彩的铸剑呢 苏天明摆了摆手说道 是啊 这次铸剑 真的会在华夏宝剑历史上 留下浓重的一笔 没想到传说中的盘龙剑真的存在 还能够再次铸剑出来 我爷爷看到直播后 都让我一定要求你铸把剑呢 许伯远校主说道 他家族的长辈 知道了他与灵州认识时 都纷纷让他给灵州说一下 预约铸剑呢 任子安更是一脸兴奋的说道 林大神 看了你的铸剑 简直就是激动人心 我也明白了 华夏文化的灿烂辉煌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回去之后 我就把地下赌场什么的 全部解散 把那个地方 改造成一个铸剑房 我会准备好一切设备 所有权归你 你什么时候想去铸剑 就什么时候去 哦 看来你已经明白一些道理了 那就谢谢你了 不过铸剑只是我一个小小的爱好 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去 可能要让你的铸剑房 一直闲置了 灵州点了点头 很是平静地说道 任子安想要得到他的认可 成为他的朋友 可不是做一两件事 就能完成的 没事 末世 这是你的铸剑房 不是我的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我只是想为华夏宝剑做点事情 任子安连连摆手说道 一方面他想跟灵州套近乎 另一方面 通过这件事情 他确实看到了灵州身上 与众不同的光芒 与自己那些剑步的光的勾当相比 灵州所做的种种事情 简直就像太阳般耀眼 那好 我会好好利用 这个铸剑房的 灵州也没有再去拒绝 毕竟他确实 也需要一个铸剑房 来助造接下来的一些宝剑 这时 周子豪在旁边笑着说道 灵大神 虽然这次没有让那个家伙 吃上微波炉烤榴脸 但是他已经吃了鸟屎了 听人说 那些鸟一直跟到了酒店 往他脸上拉了好几次屎呢 这可比我们微波炉烤榴脸 还要刺激呢 灵大神 周子豪的话 让我特别想问你一件事 这真的是巧合吗 苏天明有些心直口快地问道 当然是巧合 我又不是森林之王 能指挥这些鸟类 灵州摇了摇头说道 这种事情怎么能公开呢 当然 别人会怎么猜测 他就管不住了 许伯远摆了摆手 好了 咱们先回房间吧 让灵大神休息休息 第324章 七星龙渊剑下落碎片 等到苏天明等人离开了房间之后 灵州顾不得去洗漱 直接打开了鉴定系统 在成功战胜了外国宝剑之后 任务完成的提示 就随即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也就代表着 他正式获得了百炼绕纸柔的技术 还有七星龙渊剑的两块下落线索碎片 他打开系统物品栏 在里面看到了两块七星龙渊宝剑的碎片 碎片上面 同样是一片模糊 看不清楚半点信息 从任务完成时的提示来看 这七星龙渊剑的下落线索 跟柴瑶一样 也是包含住六块碎片 现在得到了两块 还剩下四块碎片 在重现了盘龙剑的神器之后 对于十大名剑 他现在充满了一种期待 这一把七星龙渊剑 又名龙泉剑 是由欧爷子和甘江两大驻剑师联手所著 剑成之后 俯视剑身 如同登高山而下望深渊 飘渺而深邃 仿佛有巨龙盘卧 是一把诚信高杰之剑 跟距离史记公 此剑曾为唐高祖李渊的配剑 李渊死后随同葬于献林之中 也有传闻说李渊 曾将此剑传于唐太宗李世明 随同葬于昭林之中 只不过 这两座陵墓 都没有开始进行考古挖掘 因为华夏考古 都是抢救性的发掘 这两座陵墓 现在并没有出现重大的破坏危机 因此 七星龙渊剑 究竟再不在这两座陵墓中 还是个未知数呢 不过 现在通过系统的奖励 灵州内心不禁判断 这七星龙渊剑 很有可能不在这两座陵墓之中 而是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因为系统奖励的东西 都是可以让它安全合理合法的得到 而藏于陵墓中的东西 就属于不合法的范围之内 当然 现在考虑 这些问题还有点早 因为柴瑶的六块碎片 到现在都还没有集齐 这七星龙渊剑 恐怕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才能够完全集齐线索碎片 灵州没有再去多想 到浴室里洗洗澡来 一边洗 他在脑海里 一边打开物品栏看了看 现在 他一共有住三种东西的碎片 柴瑶现在 已经收集了三块碎片 冰残也是三块 只不过 冰残需要集齐八块碎片 而且可能会直接奖励 一个活着的冰残 最后一种碎片 就是今天刚刚奖励的七星龙渊剑 也是两块碎片 根据现在的任务而言 如果他完成了刺绣学习的任务之后 会有可能得到两块柴瑶碎片 而刺绣后 续还有一个青年比赛的任务 试任务评分 会得与不同的奖励 所以 他很有可能 会在刺绣比赛之后 收集完成六块柴瑶碎片 不过 也有可能 任务会奖励其他的碎片 只是 无论哪一种碎片 他都非常的期待 柴瑶能够见识到 华夏失传的雨过 天晴云破绰的瓷器 冰残可以见到传说中的冰残丝 而七星龙渊剑这十大名剑 也是非常的令人期待 洗完澡后 灵州躺在了床上 拿住自己手机 先给父母和齐老打了电话 报了一下平安 并且让师父齐老 做好招收打工人威尔逊的准备 随后 他给沈灵威发了视频通话 差不多快要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了 甚至没有通过一次话 他内心的想念 已经积累到了极点 视频通话刚刚发出去不到两秒 那边就接通了 沈灵威穿着白色的薄纱睡衣 面带喜悦的出现在了视频画面里面 随后带着埋怨说道 灵州 你怎么这么晚才发视频啊 灵州笑了笑 充满深情地望住沈灵威 这不是跟龙泉正家的 两位老爷子说了会话吗 又让我师父准备好 接收打工人威尔逊 就晚了一点 让你等急了 有没有想我了 想你又怎么样 你也不能飞回来 我刚刚洗完澡 这香喷喷的你也闻不到 沈灵威举住自己白皙的手臂 朝着灵州展示一下 嘿嘿 我也刚洗完澡 身上香喷喷的 你也闻不到 灵州不甘示弱地说道 我不光手臂香喷喷的 还有这里 这里 说住 沈灵威将自己的青纱睡衣解开 一点点将自己的身体展示了出来 让灵州看得是一阵燥热 浑身上下 似乎像是火山爆发了一样 只不过 他怎么可能认输呢 也向沈灵威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二人 就这样一边展示 一边说住各种炫耀的话语 慢慢地转变成了情话 向对方说出自己的思念 渐渐地 二人的声音 变成了美妙的交响乐 在视频通话结束后 灵州不得不又去洗了一次澡 睡觉之前 把这次任务奖励的十点身体数据值 添加到了身体上 这一次 速度不再是添加最多的数据类型 他在力量上加了五点 韧性上加了三点 速度加了两点 添加完之后 他的力量达到了129点 速度依然是最高的 达到了174点 韧性则是110点 这次的打铁铸剑 也让他意识到了力量的重要性 天下武功 虽然微快不破 但是也需要力量的支撑 如果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儿童 得到了这样的速度 那点小小的力量 就算是速度再快 也无法造成太大的伤害 所以 他以后会适当地 将另外两种身体数据 进行主要添加 不过 总体的添加方案 还是以速度为主 毕竟现代社会之中 速度实在是太重要了 而且他迟早也会去国外 那个时候 危险程度可比国内要大得多 在枪支泛滥的情况下 速度就更加显得重要了 可以让他在危机之时 躲过子弹 第二天 灵州神清气爽地起了床 仿佛一个星期的打铁铸剑 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上午 他去了龙泉郑家 又给郑七公泡了一壶茶 在品茶之时 也提出了告别 毕竟在龙泉的任务已经完成 在这里再待住 也没石磨意义了 后面的一些住建人物 在云阳完成就可以了 郑七公摆了摆手 开玩笑地说道 早点走也好 省得再浪费我宝贵的母树大红袍 本来就不多 搁不住这天天泡啊 嘿嘿 没想到被您老给看穿了呀 蹭不成茶叶的话 我下午就走了 您老要一块去云阳 观看这位尔逊的打工入职吗 灵州笑了笑 向郑七公发出了邀请 一个外国打工人的入职 不用这魔心事动众的 等你什么时候 收集完成了五大名谣茶具 我再去云阳蹭茶具 郑七公摇头说道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再次开口说道 对了 你答应给我们的陨石宝剑 可不要忘了呀 放心吧 我就算是忘了 饭是怎么吃的 也不可能忘了 给您老住建 灵州点了点头 拍了拍胸脯说道 品完茶后 和郑七公拱手告别 回到了酒店之中 他把苏天明等人都叫到了一起 开口说道 苏绍 咱们今天先回航城 明天再坐飞机回云阳 都收拾一下东西吧 我现在还要去通知一下 打工人威尔逊 这时 苏天明大笑了一声 拿住手机 打开了一个视频 哈哈 林大神 你不知道 那个穿蓝衬衫的家伙 今天早上 不是乘火车到航城坐飞机吗 我看一些人发的视频 这家伙从出了酒店门 就有一群鸟过来围住他拉鸟屎 直接拉了满满的一脸 后来这家伙学从明了 打个了伞 可是那些鸟又一窝蜂的飞到伞底下 在他的头上拉屎 全身上下都是鸟屎 而且还是吸的 臭气熏天 都快笑死我了 最后这家伙不得已 叫了一辆计程车 把他从龙全拉到航城 那些鸟还一直跟着呢 灵州面上 故意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 噗 这磨惨的嘛 真的是大快人心啊 不知道这些鸟会 跟到什么时候 嘿嘿 最好是跟到漂亮国去 让这个家伙 天天都享受鸟屎的洗礼 苏天鸣幸灾乐祸地说道 对 最好跟到他的家乡去 这家伙 如果吃了微波炉烤榴脸 可能就没这些事了 非要装逼 现在让他天天吃鸟屎 周子豪也是忍不住复合到 他自己作死 只能说活该 好了 收拾东西去吧 灵州摆了白手 如果这个蓝衬衫 一直不回来吃微波炉烤榴脸 那么 这些鸟也会一直跟着继续拉鸟屎 随后 他又跟威尔逊打了电话 让这个打工人来酒店会合 等到威尔逊来了之后 他们坐着汽车前往火车站 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 到达了航程 此时 已然是下午四点多了 他们决定休息一晚 明天再坐飞机 返回云阳 在酒店里休息了一会儿 灵州便带着宋代官窑茶展 坐着车去找了沈老 让这位老爷子 也欣赏了一下珍贵的官窑茶展 品过茶后 他也是和沈老告别 带住官窑 还有那间留在这里的军窑茶展 回到了酒店 现在光是这两间茶展 价值就几乎快要达到两亿了 如果五大名窑全部集齐 那摩价值 绝对能超过三亿 第二天早上 众人启程前往机场 在经过安检通道时 灵州不禁看到了 旁边出镜旅客的海关通道前 似乎检查出了什么违禁品 正在一件件的取出来 好像还是瓷器 他也隐约的听到了 那名旅客的解释 我这是从龙泉市买来的艺术品瓷器 你看 这是购物证明 根本不是什么文物 灵州见状 拍了拍苏天明的肩膀 先帮我看好行李 我去看一眼 说完 他走了过去 看到了安检台旁边的桌子上 摆住七八件瓷器 都是典型的龙泉窑瓷器 从那重运味来看 不可能是现代艺术品 于是 他用了几次鉴定术 很快 鉴定结果出现 他面上露出了笑容 果然如同自己所猜测的那样 这十几件瓷器中 有两件都是货真价实的龙泉窑瓷器 只不过并不是宋代的 而是明代的 另外一些确实是现代艺术品 混在一起 就是想要蒙混过关 按照文物相关的法律而言 明代的龙泉窑 也是价值很高的文物 是属于禁止出镜的文物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妄想通过海关 乘坐飞机偷运文物出镜 此时 那些海关人员还在检查便别住这些瓷器 还查看了一些购物证明 一一的对照 看起来确实能够对硬上 不过 他们还是请示上级部门 派遣文物 鉴定专家过来 那位旅客是一名中年人 面带焦急地说道 各位领导 我这真的是现代艺术品啊 飞机很快就要登机了 你们这是会耽误我的行程啊 而且我这些瓷器 也是为了到国外 宣传咱们灿烂的瓷器文化 你们这就是完全漠视找事啊 我到国外还有重要的事情 耽误了我的事情 我一定会起诉你们的 听到这话 灵州缓步走了上去 校主说道 哎 大叔 既然你有这摩重要的事情到国外 那不如这样吧 这些瓷器 你花了多少钱 我买下来 你也不用在这里继续待住了 可以直接坐飞机去了 你看怎么样 那名中年人连忙摇了摇头 我这是和朋友说好的 带瓷器给他 怎么可能卖给你呢 而且 这还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 年轻人 别在这里捣乱了 哦 我捣乱 恐怕是你捣乱吧 如果不出我所料 这其中恐怕有两件明带龙泉瓷器吧 灵州校主说道 虽然明带龙泉瓷已经渐渐没落 完全比不上宋代 但是明初期 还是有一些精品出现的 不过明中后期 瓷谣不断倒闭 走向衰弱 到了清代 窑口都陌剩多少了 而这两件 就是明初期的精品之作 价值在几百万左右 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瓷器了 听到灵州的话语 那中年人面上露出了一抹脑目 小伙子 你懂不懂瓷器啊 别看了点古玩鉴定节目 就以为自己是古玩鉴定大师了 这明明就是现代艺术品 怎么会是明代龙泉窑呢 明代龙泉窑都不行了 也不值几个钱 我如果真的要偷运出镜 那也会运送代的呀 赶紧一边去 耽误了我的行程 我也和你没完 哎 哎 你不是灵州灵大神吗 之前还看你在龙泉铸剑呢 铸了一把能够弯曲的神奇宝剑 海关同志们 他师父可是古玩文物界的 泰山北斗奇老啊 他的鉴定 绝对靠谱 卧槽 灵大神 你不知道 看了你的铸剑 我都想自己铸一把剑呢 太让人热血沸腾了 灵大神 打工人威尔逊呢 怎么没陷他呢 灵大神之前淘宝捡漏 捡了好多珍贵的古玩呢 他鉴定出的结果 肯定不会出错 这家伙 八成就是偷运文物 出镜的走私贩 第325章 奇老结基 看到旁边的众人都围了上来 灵州不禁摇头一笑 之前他的名气 还仅限于富二代的圈子里 这次的龙泉铸剑 可是真的出了名望 谢谢大家的夸赞了 我先来跟这位大叔说说 明代龙泉铸的特征 免得别人 说我不懂瓷器 大家都知道 龙泉铸是咱们江南龙泉市的著名瓷器 开创于三国两境时代 结束于明清 生产瓷器的历史 长达1600余年 可以说是华夏至瓷历史上 最长的一个瓷铸戏 最鼎盛的时期 就是宋元两代 只不过在明代 渐渐衰落 而在明初 龙泉铸 还是有些精品存在的 这两件瓷器 就是明初时期的精品 灵州指住那两件明代龙泉铸瓷器 缓缓说道 一件是龙泉青幼大盘 从模样来看 灵花式 长口 折颜 浅胡腹 圈足 内壁口岩下刻住宝纹 右色清脆 右面风润 灵花式大盘造型新颖 在明代的龙泉铸和景德镇军能看到其身影 元代景德镇 虽然曾烧过灵口大盘 但是并没有花瓣形胡璧 龙泉瓷有这种造型的也极少 而在明洪武一招 致瓷叶再度腾飞 灵口气雾东山再起 并且结合了羽花口对应的半形胡璧 因此 我猜测 这可能就是明洪武龙泉青幼大盘 具体还需要上手观看 如果猜测准确 价值应该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随后 他将另一件明代龙泉瓷器的特征 也一一讲述了一遍 现场的人都在认真地听住 光是这些特征 让他们死记硬背 都感觉特别的难 而灵州却可以信手拈来 古玩鉴定师 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他讲述完另一件龙泉瓷器之后 现场传来了一个掌声 一名中年人笑着走了过来 灵州小兄弟 你是真的让我见识到了 年轻一代鉴定师的风采啊 不愧是其老的徒弟 隔住这些距离观看 竟然能将瓷器上的特征一一到来 并且准确判断出他们的年代 真的是了不起啊 大叔过奖了 你应该就是海关方面的文物 鉴定专家吧 灵州看了看这大叔身上佩戴的工作证 顿时猜出了他的身份 这中年人摆手一笑 客气了 与你的淘宝简陋战绩相比 我差得有些远呢 来吧 既然你都说了那么多 现在就上手看一看吧 灵州也没有客气 来到了海关检查台上 分别拿起两件瓷器 上手观看了一下 不禁点了点头说道 正如同我所猜测的那样 这两件瓷器 确实就是明初期的龙泉青幼瓷器 这位大叔 你的国外之旅 恐怕是去不成了 领导 我不相信他的话 我需要专门机构的鉴定证明 中年人带着怒火看了他一眼 朝着海关人员说道 他同样听到了灵州的身份 古玩文物界泰山北斗骑老的徒弟 这可不是他所能招惹的 别说是他 就连他背后的势力 恐怕连个屁也不敢放 但是 他还是想再挣扎一下 好 可以 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 鉴定结果 会跟灵州小兄弟 鉴定的一模一样 中年鉴定师校主说道 那你们先忙吧 我要去赶飞机了 和中年鉴定师互留了联系方式 便走到了国内航班的候机大厅 现场则是传来了一阵阵的欢呼声 周围许多人用掌声欢送住灵州离开 之前他们并不知道 灵州在古玩鉴定上的实力 今天他们是真的见识到了 通过安检的时候 灵州也是将宋代官瑶和军瑶两件茶盏 还有那把陨石宝剑 单独从箱子里拿了出来 交给安检员检查 同时还有合法的证明 此时 周围也是为了许多的人 在安检员打开宝剑的时候 他们终于近距离的看到了 这一把神奇的宝剑 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机场方面不得不加派了安保人员 将现场围观的人员进行疏散 经过检查后 两件瓷器是易碎物品 可以随身携带 而这一把已经开任的陨石宝剑 在寝食了上级之后 需要办理托运手续 灵州自然是让工作人员办理了托运手续 来到后机大厅后 在苏天明的带领下 一行人进入了贵宾室等待登机 在刷手机时 苏天明又刷到了一条饰瓶 不禁笑喷了出来 林大神 看看 那个蓝衬衫的外国住建师 好像是高价买了昨天深夜的飞机票 然后再来到飞机场的时候 在露天的地方 又被那群鸟拉了一脸的屎 这些鸟真的是要追他追到天涯海角啊 哈哈 苏少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视频 有一部电影 一个外国人招惹了平头跟蜜花 一直追得跨越了非洲大沙漠 这些鸟说 不定还真的要追到漂亮国呢 周子豪笑喷了出来 开口说道 没想到最后是这些鸟替我们出气了 灵州摇了摇头说道 这时 苏天明还特意把手机拿到威尔逊身边 开口说道 威尔逊先生 还真要恭喜你 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呢 要不然 就会跟这个蓝衬衫一样 走到哪 都会被一群鸟在脸上拉屎 在威尔逊的身边 那名由政府有关部门指派的翻译 依然跟着 翻译了苏天明的话语 威尔逊听到翻译的话 然后看了一眼视频 面色微微一变 他没想到这些鸟一直从龙泉登到航程 难道这些鸟真的要跟到漂亮国吗 他的内心并没有什么庆幸 而是深深地看了灵州一眼 有了一种忌惮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这些鸟就算不是灵州搞出来的 恐怕也有助一定的联系 他有一种预感 除非布里斯主动回来旅行赌约 否则的话 这些鸟恐怕会一直跟在身边拉鸟屎 只是 这跟他没什么关系了 他现在只需要做好一个打工人就好 几个小时后 飞机降落在了云阳机场 一行人提出行李 走出了机场 此时 他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师父齐老郑 站在街机大厅里等待着 连忙快步走了过去 师父 您老怎么来了 齐老孝主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是咱们宝元阁的英雄 我怎么能不来呢 本来以为灵州去龙泉 有很大的概率会无功而返 谁知道 搞出了一个大新闻 而且还轻轻松松的 得到了龙泉正家的传家之宝 珍贵的宋代官窑茶展 什么英雄不英雄的 我只是看某些人太猖狂了 想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而已 灵州孝主说道 丝毫不在乎 威尔逊就在旁边 那名华夏翻译 也是将这句话翻译了过去 威尔逊面色微微一变 但是并没有说实摩 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 没有资格去跟圣者讲道理 更何况 与龙泉宝剑的对决 他们也根本不占任何道理 你这个教训 或许能让他们终生难忘啊 而且 也给了华夏宝剑界 一个天大的惊喜啊 齐老摇头感慨道 经过了这件事情 本来逐渐走下坡路的华夏宝剑行业 绝对会迎来一个爆发期 嘿嘿 师傅 我还给咱们宝元阁 带来了一个惊喜呢 只是没经过你的同意 又给宝元阁招了一个打工人 你不会怪我吧 这时 灵州黑黑一笑 指住旁边的威尔逊说道 听到灵州的话 齐老有些忍惧不惊 一些人的玩笑话 现在竟然成真了 他看了看威尔逊 伸出了手 简单地打了声招呼 威尔逊先生 欢迎来到云阳 我们再一次的见面了 谢谢齐先生 我们再一次的见面了 威尔逊也是伸出手 与齐老握了握手 表情有些尴尬 他在国外的时候 也见到过这位 华夏古玩文物界的泰山北斗 那是一次文化交流活动 他作为保健方面的代表 去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 当然 那一次文化交流活动 齐老是重要人物 而他 只是一个在角落里待着的陪伴者 现在 他来到了云阳 再一次与其行之见面 却是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身份 来到宝元阁工作 走吧 咱们先回去吧 你们给威尔逊先生 还有这位翻译先生 安排酒店 齐老只是打了声招呼 便没有再和威尔逊说话 朝着灵州挥了挥手 又和保元阁的一名工作人员 打了声招呼 现在 来到保元阁打工的两个大师人物 无论是翡翠王丹温 还是这位住建大师威尔逊 都是用了一种卑劣的手段 前者跟自己有仇 却是针对自己的徒弟 后者就更加恶劣了 针对龙泉宝剑 突然袭击 企图踩住华夏宝剑上尉 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态度 还好是自己的徒弟赢了 要是输了的话 估计这些人会百般的嘲讽 有多难听 会说的多难听 威尔逊先生 请跟我来 那名保元阁的工作人员 朝威尔逊示意了一下说道 威尔逊轻轻叹了口气 和翻译一块跟在后面 上了另外的车 师傅 莫想到你们还是老朋友啊 我把你的老朋友请过来打工 不给点奖励吗 灵州开玩笑的说道 你小子把自己会住建的爱好保密 我还没找你的事呢 还想要奖励 给你一巴掌要不要 齐老青哼了一声 带着些埋怨说道 嘿嘿 师傅 我不是想留点神秘感吗 给 这是 那把陨石宝剑 挂在咱们保元阁当百剑吧 还有这两件瓷器 灵州笑了笑 套近乎一样的 把三件东西都拿了出来 齐老看住灵州手里的这三件东西 万分感慨地说道 你小子每次回来 都要带住宝贝啊 上次从平州回云阳的时候 六块翡翠 还有二十亿的赌注 这次回来 带回来了两件瓷器 还有陨石宝剑 加在一起 也快要达到两亿了 随后 他白手说道 先上车吧 咱们一块吃午饭 小苏 小雪 你们也一块吧 好脸 谢谢齐老 苏天明屁颠屁颠地答应了下来 齐老的邀请 他们哪敢拒绝啊 现在家族的长辈 知道自己与灵州关系好 也是十分地夸赞呢 再也不说 自己天天不务正业了 周子豪等人 也是十分地兴奋 和齐老一块吃饭 这说出去 都让人羡慕 特别是回到家之后 更是可以 和父母炫耀一番了 他们分别坐上了几辆车 来到了云阳一家有名的餐馆 众人一进去 面上不禁露出了一抹金色 华夏玉雕界的国宝大师叶松然 就在里面坐住 还有天华省的其他一些大师级人物 简直就是大师满堂 此时此刻 别说是苏天明了 就连一向稳重淡定的雷阵雨 都不禁有些发出了 这魔多的大师 就算是他们的爷爷来了 也会小心翼翼的行事 灵州一看 顿时笑着走了进去 叶楼 您老怎么也过来了 我还想住 明天专门去看您呢 要不是你提供的信息 我也得不到这件宋代官窑茶展了 叶松然看到灵州 没有丝毫慌乱紧张的模样 有些忍不住笑了笑 你小子是完全不道德呀 之前我建议你 加入郑家学住建 你说 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得到茶展 我还有些好奇 你会有什么高招 没想到你 竟然也会住建 还跟我们玩神秘 把你师父也给瞒了 真缺的呀 嘿嘿 咱们的生活已经很平淡了 我不是 想给平淡的生活 增加一点惊喜吗 灵州笑嘻嘻地说道 让旁边站得笔直的苏天明等人 是十分的佩服 林大神是真的牛逼了 这魔多大师面前 还能侃侃而谈 不说其他的了 就说这心理素质 就比他们强得太多太多了 哼 还惊喜呢 看到你跟那些外国人比住建 我还担心了呢 过来说说吧 怎么补偿 叶松燃笑了一声 开口说道 灵州快步走到叶松燃身边 笑嘻拿出了那一罐 母书大红袍的茶叶 这是我从正七宫老爷子那里顺来 不 得到的茶叶 母书大红袍 接下来 我会在云阳待一段时间 天天跟您老泡茶怎么样 哟 母书大红袍 一向扣门的正七宫 这次可真的是大出血了呀 叶老哥 那我们可不能缺席呀 也要天天去你家里蹭茶喝 一位与叶松燃年龄相仿的老爷子 笑嘱说道 叶松燃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小子怎么把这种宝贵的茶叶拿了出来 赶紧收起来 你们什么都没看见 谁去我家里蹭茶 我跟他没完 现场响起了一阵哄笑声 刚刚只是开个玩笑 他们也不可能真的填住脸 去叶松燃家里蹭茶 更何况 就算是叶松燃 也不会天天喝灵州的母书大红袍 好了 大家都先坐下吧 小苏 你们也快坐吧 此时 七老板的白手 示意众人落座 也朝着旁边靠墙站立的苏天明等人招了招手 嗨嗨 七老 各位老爷子 我们要不去隔壁房间吃吧 这样太挤了点 苏天明咳嗽了一声 艰难的开口说道 说话的时候 腿肚子都在打颤呢 七老健壮 也是摇头一笑 没有勉强 就算硬拉住他们坐下 也会吃得不愉快 那好 你们去隔壁再开一桌吧 听到七老的话 苏天明等人是如蒙大喝 朝在场的老爷子们挥了挥手 连忙逃出了房间 第326章 过后的各方反应 好了 你小子也坐下吧 赶快让我们看看 你带回来的三件东西 等到苏天明等人离开后 叶松然朝着灵州摆了 摆手说道 灵州将三件东西 从盒子里分别 拿了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送带君瑶 观瑶两件茶盏 还有那一把 明卫展屠龙的陨石宝剑 而威尔逊的那一把外国屠龙宝剑 作为战利品 也是归他所有 只不过暂时先留在了龙泉 在文化旅游节上进行展出 这一把外国宝剑 将会永远地被钉在耻辱柱上 叶老首先拿起了 那把陨石宝剑 从剑翘中抽出了宝剑 顿时一抹寒光乍现 随后显露出来的是剑体之上 那些玄奥的花纹 看起来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神秘 不到七天的时间 铸成了这样一把神奇的陨石宝剑 让人不敢置信啊 我来试一试他的弯曲能力 你们往旁边挪挪 随后 他一只手握住剑柄 另一只手捏住剑尖 轻轻向内弯曲 在他的动作下 本来笔直的宝剑 开始渐渐弯曲起来 还没有弯曲到极限 他就松开了宝剑 摇头笑了笑 人老了 体力不中用了 不能弯到极限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现 我真的不敢相信 历史上传说的盘龙剑 真的存在 叶老哥 让我试一试 坐在旁边的那位老爷子 也是迫不及待地说道 在场的众人 就这样一一地试了一下 有的还专门 拿出了多余的钥匙 放在桌子上 一剑斩了下去 要是阴生被砍成两半 而剑刃却没有丝毫的损伤 让他们 都深深地领略到了 盘龙剑的神奇 屈指如意 斩铁如泥 林小子 你可真的是让华夏宝剑 重徽古代的巅峰啊 叶松燃充满感慨地说道 在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宝剑百花齐放 十大名剑一一出世 而到了现代 也只有龙泉宝剑传承了下来 勉强维持住了 华夏宝剑的名声 现在 盘龙剑再现 华夏宝剑要再度复兴了 林小友 你这铸剑技术 在哪里学的 师承和人 拥有如此技术之人 却一直没有任何声息 让人有些奇怪 这时 坐在叶松燃旁边的那名老爷子 开口说道 萧老 这是我从一位老师傅那里学到的 他隐居在无人的山林之中 过注隐世的生活 很抱歉 由于老师傅让我保守秘密 所以 关于他的信息 我不便告知 林周摇了摇头说道 拿出了相同的理由 在这些老爷子欣赏陨石宝剑的时候 他师父齐老 也是将这些人的身份介绍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之前在 拜师一世上见过的 还有两三个 是当时没有出现在拜师一世上的 而这位云阳著名的 鼻烟湖内华大师萧老 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萧老受邀请 去国外做文化交流 没有来得及回来 唉 那可惜了 有如此高超的注荐技巧 却隐居在山林之中 不问世事 萧老有些遗憾地说道 叶松燃孝主说道 或许正因为他隐居山林 才能将这样神奇的 注荐技术传承下来 林小子 你如此公开的展示 那位老师傅同意了吗 老师傅说过 注荐技术不用保密 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够学得会 林周很诚实地说道 这话他是没有撒谎 百炼绕纸柔 要是随便演示一下 就能学会 也不至于会失传了 听了林周的话 叶松燃忽然大笑了一声 哈哈 这位老师傅 也是性情中人啊 如此神奇的技艺 如果没有专门的指点 那还真的无法学会 我昨天打电话给叶七公 他说看的是一头雾水 按照林周的演示 一步步地来 最后连个剑的雏形 都没打造出来 他用的还是普通的材料 如果用的是陨石的话 会更加的艰难 那魔老师傅的意思是 你可以将注荐技艺 交给别人了 萧老不禁开口问道 他深深地明白 华夏从古至今 有很多技艺都失传了 有的是师傅 想要留一手 害怕徒弟超过自己 有的则是技艺学习难度太大 无法找到合格的传人 林周点了点头 萧老 确实可以教 只是我 现在都只是简单地 掌握这种神奇的技艺 初步地实现 百炼绕纸柔 如果让我去教别人的话 完全不行 或许等我完全将这种技艺 融会贯通了 才能够将其传承下去 你小的还年轻 不用这魔藻考虑徒弟的事 好好先感悟练习吧 对了 我现在 问你一个问题 你可要如实回答 你师傅之前问你 是不是有逐渐的爱好 你小子还搞神秘 那么我问你 在你的身上 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叶松然指了指灵州 很是认真地问道 暂时是没有了 不过未来说 不定会对某些东西爱兴趣 去增加爱好呢 比如现在 我就在学顾秀 还有书法绘画 灵州校主说道 他身上还会出现哪些爱好 这完全取决于系统的奖励了 噗 你小子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啊 爱好广泛 就算是一些古人 都莫你爱好多啊 叶松然哭笑不得地说道 黑黑一笑 叶老 这说明咱们现代营养丰富 超越了古人呢 好 那你小子继续努力 看看等我入土之前 你身上能有多少爱好 叶松然拍了拍灵州的肩膀说道 随后 将宝剑收了起来 看向了那两件瓷器 现在该看看这两件瓷器了 君瑶 官瑶茶盏 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啊 实在没想到 你小子会 如此简单地得到了官瑶茶盏 说住 他分别拿起了两件瓷器 仔细欣赏了一下 君瑶茶盏 入瑶一色而出万彩 千变万化 五光十色 而官瑶瓷器 在乳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右面光润 有玻璃般的预质感 但轻右色 泛出一些绿色感觉 整体十分的素雅大方 比乳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件瓷器 都是保存的极为完美啊 君瑶和官瑶 这两件茶盏你得到了 可以说 你收集完成五大名瑶的概率 无限地提升了 看出这两件瓷器 叶松然感慨地说道 五大名瑶在历史上 除了是宫廷 收集完成的人 屈指可数 更不用说还是 同一器型的茶盏啊 收集难度进一步的加大 这是我的一个终极目标了 身为古文鉴定师 能够收集完成五大名瑶 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还请各位老爷子 帮忙打听一下 等收集完成了 专门用这五大名瑶茶盏 请你们喝茶 灵州孝祝 向现场的老爷子们拱手一败 别看现在已经得到了君瑶和官瑶 但是剩下的乳瑶 定瑶和歌瑶茶盏 想要得到 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五大名瑶之所以名瑶天下 除了他们的质量之外 还有就是数量稀少 流传到现代 数量就更加稀少了 有的博物馆 连一件五大名瑶都没有呢 当然 这里的五大名瑶瓷器 都是只专供于宫廷的官慈 其中有些名瑶生产的民间器物 不在五大名瑶瓷器之列 这就不用你开口了 你师父都给我们打过招呼了 萧老萧主白手说道 当初给他们打招呼时 他们还觉得 其心之心收的这个小徒弟 有些好高骛远 没有自知之明 现在看来 是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了 众人又交流了一会儿 然后开始上菜 一顿饭吃了将近一个小时 吃完饭后 灵州和师父 还有苏天明等人 将众位老爷子送到门口 一一分别 随后 苏天明等人也告别离开 等到其他人都离开了之后 灵州将允师宝剑 还有两件瓷器 都交给了师父祈老 一块带到宝园阁里存放 毕竟这些珍贵的东西 放在家里 很容易就招贼了 他准备在市区附近买一套宅院 然后打造一个安全的私人收藏室 至于和沈灵薇说的 要在云华小区住一辈子 那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只要他们的感情深厚 住在哪里 都是无所谓的 和师父祈老告别后 灵州开住车 回到了云华小区 他下飞机的时候 只是和沈灵薇说了一声 中午要和师父祈老一块吃饭 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回去 这次他悄悄地停好车 来到了房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 捏住喉咙说道 你好 沈女士是吗 你的外卖到了 沈灵薇通过门铃的摄像头 看到了灵州的身影 瞬间开了口 故意装作不认识灵州的样子 我好像没有订外卖啊 谁让你来的 是灵州先生订的外卖 外卖就是我自己 现在送上门了 请问你要吃吗 灵州笑着说道 哼 当然要吃 要狠狠地吃你 沈灵薇将灵州拉进了房间 按在门后 开始亲吻了起来 随后 灵州抱起了沈灵薇 朝着卧室而去 此时 沈灵薇还好奇地问道 哎 灵州 你铸造的 那把陨师宝剑呢 怎么没带回来 嘿嘿 我就是陨师宝剑 能屈能伸 灵州带住坏笑说道 将沈灵薇放在床上 直接扑了上去 虽然只是分别的短短一个星期 但是这期间 由于赌约的规则 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系 自然而然也是小别生新婚了 房间里 再次传来了美妙的人生乐曲 另一边 威尔逊在保元阁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和翻译住进了一个星级宾馆 当然 午饭也是他们二人 自己在酒店餐厅解决的 吃完午饭后 他就回到了房间里 开始在翻译的帮助下 寻找住灵州住坚的视频 这个视频 经过媒体的直播拍摄 已经全部录制下来 发布到了一些社交媒体上 不只是他 世界其他国家的住坚师 同样在研究住这个视频 有些人已经开始用铁陨石 进行实验了 看住灵州那毫无章法的断打动作 威尔逊专门放慢的速度 可是 他依然搞不明白 为什麽要这样做 难道是为了提高云铁 在某些部位的韧性吗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就算看住视频进行铸剑 恐怕也无法铸成那样神奇的宝剑 虽然是这样想 但是他也非常地想要尝试一下 只要亲自尝试过后 才能知道 是不是能够复制这种技巧 而龙泉的正七弓 已然开始了尝试 之前他用的是普通材料 这一次 他用的是铁陨石 想要看看 上次的失败 是不是因为用了普通材料 就这样 威尔逊看住视频 一直到了晚上 可是保元格的人 还没有联系 他商议明天入职的事情 让他不禁有些着急了 自己好歹 也是一个住间大师吧 就这磨得不受重视吗 直到吃过晚饭后 一名保元格的经理 专门打电话过来 进行了一下说明 表示他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不声不响的进入保元格 第二种 就像翡翠王一样 举行一个简单的入职仪式 威尔逊自然选择了后一种 自己虽然输了 但是最起码也是大师 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的 虽然这种仪式不怎么光彩 但是也不是偷偷摸摸的入职吧 同时 灵州住建的事情 也传到了平州公盘赌局 背后的资本那里 当看到灵州所铸造的神奇宝剑时 他们心中充满了后悔 感觉招惹了一个神秘而又降大的对手 想要恢复正常关系 首先就要快些旅行赌约了 所以 他们加快了资金的调动 争取在这几天内 将赌注全额支付 还有就是 那两个逃到国外的家伙 他们已经抓到了一个 而另一个 现在不知道逃到了什么地方 而参与过赌局的其他人 内心也是极为的复杂 法国赛车手 小岛国查到高手 还有漂亮国的那些方程式赛车手 以及厉老的徒弟方弘义 都震惊于灵州的强大 如果只是 铸造出一把货的胜利的宝剑 他们并不会如此的震惊 现在铸造出来的 可是古代传说中的盘龙剑 神奇的宝剑 这就代表住 灵州获得了失传的铸剑传承 灵州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人 他们完全不知道 只知道的是 灵州越来越不能招惹了 方弘义甚至都在劝利老 要不和其老化解一下矛盾算了 因为这两位老爷子 迟早会去世 到时候面对灵州的 可就是他们这些徒弟了 利老则是比平时更加严厉的看了他一眼 与其冰冷的说 如果再提和骑行之化解矛盾的事情 就会将他逐出师门 这让方弘义慌忙认错 内心充满了疑惑 师父和其老之间 究竟有什么天大的仇恨啊 苏天明这些富二代们 在回家之后 也得到了与之前大不一样的待遇 家族的长辈都聚集在一起 询问了一下灵州的情况 在得知灵州拥有 住许多高超的记忆时 都纷纷表示 要继续维持关系 到了现在 他们如果还看不到 灵州身上强大的潜力和神秘 就白活着磨长时间了 本身这磨得优秀 再加上背后其老的支撑 成为大师级人物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当然 除非灵州自己乱搞 任子安也破天荒的 受到了家族长辈的召唤 他将自己和灵州道歉的事情 说了一遍 并表示 会将地下赌场 改造卫助剑士 送给灵州 而灵州也答应了 从此 他也不会再沾染一些非法的事情 家族的长辈对 他的行为表示了赞许 让他务必要与灵州打好关系 如果真的不能打好关系 也不能再去得罪 因为有助其老的存在 有着这次助剑的事情 灵州的崛起 已然是无人能够阻挡了 第327章 大洋彼岸的鸟屎 时间渐渐进入了深夜 此时 大洋彼岸的漂亮国 正值中午时分 在首都布约国际机场 一架由航程首发 第三国转机的航班 降落在了机场 一名身穿蓝衬衫的男子 从飞机阶梯上走了下来 站在空旷的机场下客驱 他呼吸了一下祖国的新鲜空气 面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直接扔掉手中的行李 大声地狂笑起来 哈哈 伟大的漂亮国 我的祖国 我终于回来了 我终于回来了 那些该死的鸟 终于可以离我远去了 这一幕画面 不禁让刚刚下飞机的旅客们 都投下了关注的目光 一些旅客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估计是刚刚旅游回来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国家都非常的不发达 旅游的时候 各种的不方便 感觉浑身难受 旅游了一圈 回到自己的国家时 肯定是非常的兴奋 穿蓝衬衫的男子 正是从航程紧急搭乘飞机回来的布里斯 由于购买机票的时间太晚 没有直搭飞机 只有第三方转机的选择 他毫不犹豫地购买了 目的就是尽快地回到漂亮国 摆脱那些鸟的追赶 经过了二十多小时的旅程 他终于回来了 那些在他脸上拉屎的鸟 绝对无法跟着 他来到大洋彼岸 因为现在 不是鸟类的迁徙时间 大自然的生物 除了人类之外 都会严格地遵循大自然的规则 那些鸟类 绝对不可能违反自然规则 选择在这个时候 跟着他一块 来到大洋彼岸 在刚刚坐上航程的飞机时 他还在飞机弦窗上 并没有看到鸟类 让他的内心不禁松了口气 因为那些鸟 不可能跟得上飞机 再加上自然规则的限制 只会调转方向 返回华夏 布里斯望着万里无云 也没有鸟的天空 用力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哈哈哈哈 华夏小子 老子就是不吃微波炉烤榴脸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不敢来到漂亮国 你们华夏的鸟也一样 就在他仰天长啸的时候 从飞机的行李舱里 以极快的速度 飞过来了一片黑影 停在了他的上空 小屁股一撅 一抛鸟屎便拉了出来 如同雨点般的 落在了他的脸上 只是瞬间 这些鸟拉出来的鸟屎 就把他的脸给 完全覆盖了 千千超越 看到这一幕 现场中人都瞪大了眼睛 整个人都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鸟怎么一窝蜂的 往别人脸上拉屎呢 此时此刻 鸡明来漂亮国游玩 或者上学的华夏旅客 都纷纷认出来了 这个蓝衬衫的家伙 毕竟前段时间 龙泉逐渐对决 非常的火爆 他们或多或少也关注了 在刚刚这家伙仰天大笑 嘲讽林州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有些眼熟了 现在看到 这些鸟拉屎 他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纷纷拿出手机拍摄主 这个家伙没有履行赌约 让许多华夏人未知愤怒 包括他们也是一样 只不过 后面的一些鸟 在这个蓝衬衫的脸上拉屎 算是让他们稍稍解了点气 遗憾的是 这家伙很快就将要回国 那些鸟 也不可能一直跟到漂亮国 让人完全想不到的是 这些鸟 竟然真的跟到了漂亮国 还在这家伙下飞机机动的时候 飞过来拉了一炮屎 简直太解气了 在鸟屎刚刚落到脸上的时候 有一些落在了嘴角 布里斯下意识地舔了一下 随后 无数的鸟屎 犹如雨滴般地落下来 很多都落在了嘴角 脸上的一些 也顺着流进了嘴里 他品尝住鸟屎的味道 闻住那臭哄哄的气味 还有整张脸上黏乎乎的感觉 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连脸上的鸟屎都不去擦了 直接拿起旁边的背包 用力地挥舞住 法克 法克 你们这群混蛋 狗屎 我要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些滑下的鸟 竟然跨越了整个大洋 上万公里 甚至违反了自然规则 一直跟着 他来到了漂亮国 他都无法想到 这些鸟是怎么做到的 是怎么做到跟着飞机 没有迷失方向的 而此时 第二小分队的鸟 也飞了过来 又像是轰炸机一样 在他的脸上 投下了一泡泡的鸟屎 这让布里斯脸上 还没有来得及擦前进的鸟屎 变得更多了一些 由于他的剧烈运动 使得脸上的鸟屎 不断滑了下来 滑进了衬衫里面 再加上一些鸟 没有精准投屎 有些鸟屎也落在了衬衫上 那一件前前进进的蓝衬衫 瞬间变成了一件 散发助恶臭气息的脏衣服 法克 机场为什么有鸟 机场为什么魔会有鸟 不是有鸟类驱赶和预警系统吗 布里斯疯狂地喊叫住 用自己的行李挡住身体 非一般地朝着机场出口 狂奔了起来 而此时 机场的预警系统 也扫描到了鸟类的威胁 开始使用煤气泡 还有高音喇叭进行驱尿 而那些鸟类见到布里斯 已经逃走 没有继续在机场逗留 在领头的队长带领下 离开了机场 在外面等待着布里斯 布里斯根本不敢 在露天的地方排队等车 直接搭乘了一辆计程车 前往市区 这个时候 已经顾不上钱财了 他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计程车司机 看到布里斯散发着臭味 全身上下都带住不明的污污 仿佛像是掉进了马桶里一样 也是不禁暗骂了一声 法克 你不能上我的车 赶紧下去 这已经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了 拉了这个家伙 他的计程车里里歪歪都要洗一遍 肯定不能再去拉别人了 布里斯直接掏出了三百美元 这是从机场到市区价格的三倍 现在 马上开车 这三百刀就是你的了 司机接过钱 用手数了一下 面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好的 先生 请坐稳了 刚刚离开机场 那些鸟再一次的追了上来 疯狂拍打住车窗 同时 往计程车顶部拉住鸟屎 看到这一幕 布里斯下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直接撞到了头顶 赶紧开车 速度再快一点 而司机也明白了 这家伙遭遇了什么情况 这是被鸟袭击了 他面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朝着布里斯搓了搓手指 先生 道路有限速的 不能开得太快 会被罚款的 我再给你加一百刀 快点给我开车 布里斯大喊住说道 从前包里 又掏出了一百刀 他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家 然后拿出猎枪 把这些鸟全部都杀了 先生 我会把你快速的送到目的地 司机嘿嘿一笑 接过钱 加快了速度 此时 外面那些鸟身体里的废物 已经完全排出 都拉不出鸟屎了 不过 他们用爪子 抓起了一块块石子 直接飞到计程车前 将石头一块块的 投到挡风玻璃上 有些鸟用尖尖的嘴巴 不断有啄住玻璃 有些鸟还用爪子 抓了一些小老鼠 直接就往挡风玻璃上扔 听到那噼里啪啦的声音 看到挡风玻璃上 不断增多的东西 司机也有些慌了 疯狂地加快速度 可是 完全无济于事 因为鸟的速度 比它要快得多 过了一会儿 一只大鸟 甚至直接抓了一条蛇 扔在了玻璃上 吓得司机 差点没把方向盘给扔了 司机终于忍不住崩溃了 连忙靠住路边停下了汽车 朝着布里斯大声地骂道 法克 你给我下去 你是怎么招惹这些鸟类的 快给我下去 布里斯面色大变 本来就特别白的脸 更是变得惨白 他连忙摇了摇头 我不下去 你快点开车 我再给你赞两百美元 求求你了 他不住地请求助 现在要是下了车 等待他的 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地狱 因为这些鸟已经疯了 之前还只是往他脸上拉屎 现在开始抓石头 抓小动物了 他现在下去 那些老鼠还有蛇 就会扔到自己的身上了 法克 这些钱还给你 把我的车砸坏了 这些钱可不够 你如果不下车 我就报警了 司机直接将当当的四百美元扔了过去 愤怒地朝布里斯喊道 车子停下来之后 那些鸟不再攻击了 让他不禁更加确定 这些鸟 就是冲着车里这个家伙来的 布里斯疯狂地摇了摇头 我再给你一千美元 一千美元 求求你了 不要抛下我 你的车应该有保险 这一次会赚很多钱 司机听了之后 不禁有些异动 反正他这辆车是有保险的 一千四百美元啊 抵得上好几天的收入了 他并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开口说道 我的车报了保险 明年保费也会上涨 你最少要给我再加六百美元 不然 你就下车吧 我 我身上只有两百美元了 求求你了 布里斯拿出身上仅有的两百美元 苦苦地哀求道 好 成交 你坐稳了 我要开始展现自己的车技了 司机直接一手抢过这些钱 放在了口袋里 然后发动汽车 他现在可不敢下车 把挡风玻璃上的东西扔出去 估计那些鸟也会连住他一块攻击了 随后 他疯狂发挥住自己老司机的本领 在道路上不断穿行住 躲开鸟类的袭击 这样的方式 还是有了一些效果 那些鸟投放的东西 要磨歪了 要磨被他甩开了 只有少数的东西 落在了他的车上 布里斯则是被下的身体一抽一抽的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 那些鸟就飞到窗户边上 用嘴巴啄住玻璃 一看到这些鸟 他的身体都不禁会颤抖一下 而他的内心更是生起了无比的愤怒 只要回到了家 他绝对会把这些鸟 一个接一个的全部杀死 然后扔进锅里煮烂 把他们的肉连桶羽毛都塞进嘴里 这样才能解除他内心的恨意 就在布里斯坐住计程车 疯狂逃命时 与他同一架飞机抵达的旅客们 都纷纷将刚刚拍摄的视频 传到了社交媒体上 而那些华夏旅客 则是将视频传到了国内的一些社交媒体上 顿时引发了火热的关注 华夏这边虽然是深夜 可是社交媒体上 因为这些视频出现了一阵沸腾 看出那些鸟跟着蓝衬衫 一直追到了大洋彼岸的漂亮国 再次往这家伙的脸上拉了鸟屎 许多人无比的兴奋 哈哈哈哈 蓝衬衫 你以为逃到了国外就行了吗 我们的鸟 可是鸟型跟踪飞弹 全球定位的 笑死我了 你们没看到吗 这个家伙下了飞机 就开始大笑 以为摆脱了鸟屎 谁知道下一秒 这些鸟就让他知道了 什么叫现实的残酷 这些鸟可真是厉害啊 仅仅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就跨越了整个大洋 楼上的 你莫仔细看视频吧 这些鸟是躲进了飞机行李舱 跟着飞机一块飞行 去往大洋彼岸的 要是靠他们自己的飞行速度 最少也要不间断的数百个小时 才能飞到漂亮国 卧槽 这些鸟可真的是聪明 竟然会躲到行李舱里 真的是鸟泪成精了 说好的建国后不能成精呢 有些网友自己兴奋的睡不住 也把社友或者朋友都给喊了起来 大家一块狂欢 都别睡了 而灵州和沈灵薇 此时正相拥在一起 做出美梦呢 为了防止别人打扰到他们的美好运动 两个人都把手机给关机了 所以并不知道网上发生的事情 就算知道 他也不会连夜起来观看 因为 这一切 都是计划好的 第二天 灵州早早的起床 望着身边如睡美人一般的沈灵薇 他笑住亲了一口 看到沈灵薇的睫毛动了几下 他坏笑住往耳朵里吹气 谁在装睡啊 要是在装的话 我就要大行伺候了 小坏蛋 你来啊 谁怕谁 沈灵薇不甘示弱地说道 灵州连忙举起双手投降 我怕了 我怕了 睡美人 你继续睡 我去做饭 沈灵薇直接拉住了他 笑住说道 别啊 刚刚是谁说大行伺候的 来啊 说住 他掀开了身上的薄被子 露出了那白皙的大长腿 灵州看了之后 顿时一股激流冲入大脑 饭也不做了 抱住沈灵薇在床上翻滚了起来 第328章 打工人威尔逊入职 经过了早上健康运动之后 灵州和沈灵薇起床吃了早餐 这时 他们才打开了手机 许多条消息瞬间浮现在了屏幕上 灵大神 看看这个视频 那些鸟真的追到了漂亮国 直接在不约机场 拉了蓝衬衫一脸的鸟屎 那些鸟竟然躲过了工作人员 直接进入了行李舱里 太聪明了吧 这完全是成精了呀 灵大神 怎么不回消息啊 快点看看 看出上面苏天明发的消息 他不禁摇了摇头 基本上都是一些富二代发的 有关布里斯被鸟追到漂亮国 拉了一脸屎的事情 此时 沈灵薇也看到了自己手机上的一些内容 孝珠说道 你也收到了吧 苏天明这是多着急啊 还对我发消息 让你赶紧看看那些视频 究竟是什么视频啊 这个视频 不适合吃饭的时候看 还是吃完饭再说吧 灵州摆了摆手说道 吃饭的时候 去看蓝衬衫被拉一脸的鸟屎 这估计再香的饭 也没食摸胃口了 听到这话 沈灵薇似乎也明白了是什么样的视频 于是先和灵州吃完了饭 过了一会儿 才打开视频看了起来 视频中 那个穿蓝衬衫的布里斯 在机场仰天大笑 似乎再为自己回到了漂亮国 而无比兴奋 然而下一秒 一群鸟飞了过来 在他的头顶上 开始拉起鸟屎来 瞬间 就将他整个脸给覆盖了 看到这一幕 沈灵薇忍不住笑了出来 真的没想到 这些鸟竟然追到了大洋彼岸 这也太记仇了吧 咱们华夏的规则就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看来华夏的鸟也一样 灵州校主说道 这些鸟真的太棒了 通过视频可以看出 竟然一只都没有手 没有在旅途之中掉队 哎 我看这视频谈目说 这些鸟竟然偷偷溜进了飞机的行李舱 这也太聪明了吧 话说 这些鸟该不会和你有关系吧 看到视频中的谈目文字 沈灵魏意味深长的开口说道 这些鸟是自发报仇 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真有关系的话 那我们的祖国都是华夏 灵州摊开双手说道 这个秘密 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 现在来说 还是先保密吧 沈灵魏摇头一笑 好了 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的 希望这些鸟在报仇的同时 也能够好好照顾自己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些鸟非常的聪明 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灵州倒是很有信心的说道 这些鸟经过了一个星期的 高级训兽数的训养 无论是智慧 还是身体素质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足以应对一些危险情况 让他们搭乘飞机行李舱 也是之前定好的计划 他当时特意 把这些鸟交到一起 给他们展示了一下 飞行的各个舱室的位置 让他们偷偷溜进去 这样的话 才能够与布里斯同时到达 否则的话 让这些鸟跨越大洋 时间太久了 而且 这些鸟也不可能长时间不停歇的 以最快时速飞行 平均速度 也只能达到一两百公里每小时 华夏距离漂亮锅 直线距离可是一两万公里呢 就算是不吃不喝 也要飞机百个小时 吃完饭后 灵州带着沈灵薇 一块前往古完成 准备观看威尔逊的入职仪式 在路上 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看了一下 正是苏天明打来的 于是让沈灵薇接了电话 电话一接通 苏天明激动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林大神 你总算是开机了 视频看了没有啊 那些鸟真的太神奇了 而且国外的朋友也发来的 其他一些视频 都是一些路人无意中拍到的 那个蓝衬衫 坐了计程车离开了机场 而那些鸟拉完了 鸟屎之后 开始抓石头砸车 甚至一些大鸟 还抓了一些老鼠和蛇 直接扔到了计程车上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魔力害嘛 真的是鸟中的战斗机啊 可以说是 完全替我们解气了啊 灵州故意惊讶地说道 其实他内心十分的平静 经过了训兽术的不断培养 这些鸟类的智慧提升 再加上他的教导 自然懂得使用一些工具 来完成任务 哈哈 我一些朋友已经打听到了 这家伙住在什么地方 打算去现场直播呢 咱们见面再说吧 我正在往古玩城去呢 苏天明兴奋地说道 他是半夜接到朋友的电话 起来看视频的 完全就是兴奋地睡不住觉啊 挂断电话后 灵州继续朝古玩城而去 内心在猜测 布里斯能够坚持多少天 如果只是鸟屎的话 出门打个伞 或者开车就可以解决 然而 这些鸟可是有着自己的智慧 就算躲在房间里 这些鸟也会往窗户上扔石头 或者是抓一些小动物丢下去 特别是在漂亮国 地广人西 那布里斯住在市区还好一些 如果住在郊区的话 估计不出几天 家附近 都会被各种老鼠和蛇类给塞满 到达古玩城后 灵州停好了汽车 和沈灵薇一块走了进去 现在才早上八点多 古玩城里 已然是人流传动了 到了宝园阁附近 更是围满了人 苏天明等人 也被堵在了外面 看到他来了之后 顿时快步走了过来 林大神 你可真慢啊 快带我们进去吧 这人多得挤都挤不动啊 我们刚刚说是灵州的朋友 他们还嘲笑我们 灵州摇头一笑 带着众人缓步走了进去 此时 外面的一些人也发现了他 都不禁喊了起来 林大神来了 大家让一让 大家让一让啊 本来挤都挤不进去的人群 此时出现了一条道路 他向众人拱手感谢了一下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外国 住进施威尔逊的入职仪式 没有经过我师父同意 又收了一个新员工 哎 罪过 罪过啊 庆幸的是 我招收的员工都不要工资 管吃管住就行 噗 林大神 你这个逼装的 我给满分啊 可以随便交 林大神还是善良啊 要是我 只让他们上班 管吃管住是不可能的 林大神加油啊 争取 把保元阁变成大师打工赢啊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现在我要过去准备了 这些 都是我的朋友 也让他们一块过来吧 林州再次拱了拱手 带住沈灵威一行人 进入了保元阁之中 此时 保元阁内也是传出了一片欢呼声 还有掌声 无论是鉴定师 还是工作人员 都怎么也想不到 齐老星招的小徒弟 竟然接连送来了两位大师级人物 过来打工 之前齐老的三位徒弟 也是挺优秀的 同样 也能够惹事 只是 跟林州一比 他们惹事的本领还是弱了些 林州是太能闹腾了 而且还完全不用齐老来擦屁股 因为每一次 都是以胜利告终 保元阁里在场的人员之中 同样有着翡翠王丹温 他本来以为 有了自己的教训之后 很多人估计都不敢 和林州赌了 特别 是一些有身份的人 可是莫承想 这距离他入职才一个多星期 林州就招来了另外一个大师来打工 而且还是一位外国住建大师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不知道 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还有什么绝招 就连住建也会 而且 还是已经失传的住建记忆 他感觉 林州拜祈老卫师 恐怕不是为了学习 而是为了干某些事 方便一些吧 林州也是和保元阁里的众人 打了声招呼 让他有些惊讶的是 三位师兄师姐也回来了 师兄 师姐 你们怎么 也回来了 性格最为沉稳的大师兄田森 不禁笑了笑 上次翡翠王丹温先生的入职 我们莫来得及回来 这次外国住建师的入职 可不能错过 而且 我们也想见见你铸造的那把宝剑 是啊 我是做考古工作的 这些年考古发掘的 也有不少宝剑 在我看来 哪怕是越王沟渐渐 都比不上你这把宝剑重要了 毕竟 你重现了传说中盘龙剑的铸造记忆 我所在的考古研究所 还打算利用我的关系 让你铸造一把剑带回去研究呢 三师兄郭伯打点了点头 附和主说道 二师姐李雪兰摇头一笑 我的目的就比较简单了 也想排队让你铸一把剑 拿回魔都宝元阁总殿 当镇殿之宝 说到这里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有些好笑的说道 不过我忽然想起来 我之前带你出去 好像是在各个 宝元阁分殿游历来着 怎么现在 变成了你自己一个人的独角戏了 嘿嘿 师姐 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了 再继续咱们的游历之行 灵州也是忍俊不惊 本来出去的目的是游历 不过在魔都得到了 严金略的军摇茶掌后 就变成了收集五大名摇了 此时此刻 起劳指了指灵州 笑骂了一声 你小子现在真的成大明星了 以前大家都只是单纯的和我打招呼问好 现在一些人 包括我的老朋友 陷到我 都是先夸你小子 看看 你这三位师兄世界也一样 我现在都有点后悔 收你位图了呢 哈哈 师父吃醋了 第一次见师父吃醋啊 这时 郭伯达忍不住开玩笑的说道 我吃醋 吃你个头 现在你们一个个胆子 都肥了呀 起劳往郭伯达头上拍了一巴掌 笑骂道 师父 一日未失 终生未复 这可不能反悔啊 我还想着 未来继承您老的几百亿财富呢 林州也是跟着一块开玩笑的 噗 你小子是比你三位师兄师姐都很啊 齐老也罩住林州的头上 嗨了一巴掌 别人都是严实出高徒 他却不一样 与每一个徒弟的关系 都非常的好 就在这时 保元阁的一名经理接到了电话 连忙过来开口说道 齐老 威尔逊已经上车出发了 估计十多分钟后 来到保元阁 齐老青轻点了点头 摆了摆手说道 好了 大家都准备吧 欢迎咱们保元阁第二位大师入职 虽然他们 都对这个威尔逊没时磨好感 但是华夏毕竟是礼仪之帮 该有的礼节 还是要有的 过了十多分钟 威尔逊在保元阁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和翻译一块 走进了人群 他的内心更加复杂了 昨天晚上 一些老朋友 纷纷打电话 或者发邮件过来劝说 让他千万 不要入职保元阁 直接坐飞机回国 他们断刀协会 会以英雄般的待遇 欢迎他的归来 而且 漂亮国有关部门 也会向他战胜华夏龙泉宝剑 进行祝贺 根本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说不定名声还会更大呢 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宣传之下 很多人对于华夏 都是充满了反感和厌恶的 本来他是有些异动 可是到了深夜之后 他同样通过朋友 得知了布里斯的遭遇 看到视频之后 他当时无比的惊骇 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那些鸟 竟然躲在了行李舱里 一直追到了漂亮国 如果说飞机是直达的 还有可能是一些人 买通了华夏方面的 机场工作人员 把鸟放进去的 可是 这一架飞机 是在第三国 转机其他国家航班的 这样买通的可能性 就很低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 这些鸟有智慧 经过了这件事 他觉得这些鸟 跟林州的联系 更加紧密了 之前本来异动的计划 直接取消了 因为他可不想每天出门 都被这些鸟 拉一脸的事 此时 来到非常具有华夏特色的 古湾城 听住旁边人群的欢呼声 威尔逊常常的叹了一口气 在出发来华夏之前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次笔剑之旅的结果 会以他在华夏打工一年而告终 他缓步走向保元阁 看了看这一个华夏 最为著名的古湾店铺 同时 他也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人 其中就有林州 中间站住的 是一位与他年纪差不多的老人 看起来气度不凡 恐怕这就是林州的师父了 第329章 打工人便临时工 望住这位老人 威尔逊不禁又看向旁边的林州 多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却拥有了如此强大的驻剑实力 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 如果在接下来 没有荒废时光的话 这个年轻人 绝对会在驻剑界引领风骚 力压世界各大驻剑师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站起了身体 背起了双手 他是漂亮国驻剑大师 哪怕这次赌局输了 也有助自己的傲骨 他语气凝重地说道 漂亮国驻剑师威尔逊 前来履行赌约 旁边的华夏翻译 也是连忙将这句话翻译了过来 内心也在负匪注 他磨的 你赌局都输了 还这磨傲的崩皮呢 这副模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来下战书呢 看到威尔逊这副模样 旁边的一些围观人群 都不禁沸腾了起来 卧槽 这是什么姿势 好像是他获胜了一样 还他磨得背着双手 你以为自己能遇见飞天啊 拜托 大哥 你是输了 不是赢了 外国人骨子里 就一直瞧不起华夏人 哪怕我们凭借自己的双手 辛勤的劳动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哪怕林大神在 逐渐对决中战胜了他 也是一样 输了 就要有输的模样 不要求你鞠躬什么的 你最起码的礼貌的有吧 这背着双手 搞鸡毛呢 宝元阁里面 苏天明也忍不住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不想来打工 就明说吧 搞得你他磨得领导 是啥工作一样 翡翠王丹温 也是不禁摇了摇头 输了就是输了 何必呢 摆出这样的一副姿态 给谁看呢 没有半点用处 只是内心仅剩的那一点 自尊心作祟而已 林州忽然笑了起来 他就知道 这个家伙 不会乖乖的来打工 一些外国人 始终对华夏抱有偏见 华夏某方面的科技发展了 就说 间谍窃取了技术 经济强大了 就说是偷了外国人的钱 特别是外国人在华夏 有助一些隐形的特权 导致有些外国人来到华夏 就他磨跟大爷一样 师父 这件事能不能让我处理 他朝着师父七老开口说道 这是宝元阁的打工入职仪式 他哪怕平时和师父开 再大的玩笑都可以 但是在这种事情上 自然要只求师父的意见 而不能主动跃拳 七老轻轻扁了点头 好 你来处理吧 别人要是不愿意 咱们也别枪毙 林大神要出手了 咱们等住看戏吧 苏天明幸灾乐祸地说道 他知道 林州是一个绝对不会吃亏的人 林州笑了笑 缓步走上前去 静止地来到了威尔逊面前 看到林州忽然到来 威尔逊下一时地向后退了一步 最后察觉到不对劲 又向前走了半步 来到威尔逊面前 他淡淡地说道 威尔逊 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是失败者 自愿履行赌约 来保原格打工 而不是我们强逼的 请记住 你是来打工 而不是来当大爷的 看来你对自己的失败很是不服 那现在 就滚回你的国家吧 给你们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 你可以联合其他住建师 一块来铸造一把剑 与我的斩屠戎对决 如果到时候你胜利了 那之前的赌约一笔勾销 说到这里 林州的面上露出了一抹冷意 如果你再一次地输了 那就要来保原格 铸造五百把剑 那个时候 你的身份不再是打工者 不再是保原格的正式员工 而是被雇佣者 无论是保健的材料 还是工具 包括在华夏的一切吃住问题 都需要你自己解决 既然给脸不要脸 那就不用再客气了 打工者的身份不想要 干脆别要了 他们虽然对威尔逊没有什么好感 可是依然搞了一个正式的入职仪式 保原格的工作人员都来到了现场 他们给予了礼仪 然而这个外国人的回报 却是傲慢 旁边的翻译 将林州的每一段话语 都完完整整地翻译了过去 他的内心也充满了解气 让这个外国人 在他谋得傲慢 威尔逊听了之后 面色一变 他虽然没有亲手触摸过那把斩屠龙 但是 也明白 这绝对是现代住建的最高境界 根本不可能战胜 他连忙开口说道 我没有不服 我愿意来打工 林州吃笑了一下 伸出了一根手指 现在 你只有这一个选择 回家住建 因为我们保渊阁 不会再招你过来打工 刚刚那么傲慢 现在又愿意了 这是逗人玩呢 他们可不吃这一套 随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回家 而不参与赌局 不履行之前的承诺 毕竟 我们不会强制让任何人 作为被疑院的事情 不过由此产生的后果 有你自负 威尔逊面色大变 如果之前 这一句后果自负 他一点都不会放在心上 然而 得知了布里斯被鸟 一直追到漂亮果拉鸟屎的事情之后 这个后果 真的是无法承受 没有人愿意一出门 就被鸟拉一点的事 而且想摆脱都摆脱不了 他刚想说些软话 留在保渊阁打工 可是到了嘴边 忽然又咽了下去 到了这个时候 再去说软话 就等于是求饶啊 等于是完全没有半点的尊严了 他忽然想给自己一巴掌 让你他磨得想留点尊严 现在是 完全没有退路了 没有一点尊严了 苏天明忍不住大笑了一声 哈哈 林大神威武霸气 教这个外国住建师怎么做人 失败了好好旅行赌约不得了 非要装逼 又不是你赢了 现在连打工者的身份都没了 林大神这一招简直觉了 那些外国住建师加在一起 能战胜斩屠龙吗 不可能的 呵呵 现在让你装 装逼装成傻逼了吧 真以为外国人到了哪里都是大爷 别人都要共住啊 林大神偏不信这个邪 在他手里战胜过的外国人 都有好几波了 威尔逊看了齐老一眼 忽然有了主意 朝着齐老说道 请问他的话是保元阁的决定吗 我是抱住诚意来保元阁的 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带一个国际友人 齐老不禁一笑 到了现在 开始往保元阁身上泼脏水了吗 林州的决定 完全代表保元阁 说完 他没有再去理会威尔逊 回头摆了摆手 大家都开始工作吧 保元阁里的工作人员 都纷纷散开 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翡翠王丹温忍不住笑了一声 真的是 非要摆出那么傲慢的姿态 还以为能多一个同事呢 谁能想到 多了一个比自己身份还低的被雇佣者 听到齐老的话语 威尔逊内心更是充满了后悔 好好的过来 打工不行吗 别人礼貌的对待 还召集了所有员工来欢迎 现在因为自己傲慢的动作 全部毁于一旦了 此时 恐怕再说什么请求的话语 也没有什么用了 除非他跪下来 他看了看林州 艰难的开口说道 林先生 你的赌注太高了 不在合理的范围内 我请求降低一些 他不得不说了 请求两个字 不敢再硬碰硬 因为如果输了 他要卫保员隔注造五百把剑 而且材料工具都要自备 钱财的花销 他并不在意 而是时间问题 就算按照十天一把剑来算 五百把剑 这要五千天啊 这不吃不喝 都要干到十年以后啊 铸造一把合格的剑 最少也要一个多星期 他可不像林州那样 有着充足的体力 当然 他也可以减去一些工序 可是这样的话 无疑是砸了自己的招牌 一个铸剑大师 铸出来的 就是这破玩意 这对名声而言 影响非常的大 还有一个影响 那就是 他是漂亮国铸剑大师 平时都是别人求助上门 请他铸剑 而且 每一年他只住五把左右 以此来维持价值 现在这五百把剑住出来 他的剑 真的就没石磨价值了 林州笑了笑 原来这家伙会说人话 早这样不就没事了 降低一些不是不可以 这要看你们的剑质量如何了 如果能挡得住我 十剑而不断开 之后 每一下 降低五十把剑 不过 你们要快一点 半年之内 我会用斩屠龙 半年之后 我会住一把新剑 听到了旁边翻译的话语 威尔逊苦笑了一下 十剑之后 每坚持一下 降低五十把剑 他信心满满的一把剑 坚持了十下 就已经 被切到剑身中央部位了 一旦缺口到达一半 想要砍断 那就非常容易了 他感觉自己那把剑 最多再坚持两三下就没了 就算他回去 结合住认识的所有 住剑师的智慧 打造一把剑 恐怕最多也就坚持十五下 这样的话 他还是要住两百五十把剑 这就是最少五年的时间啊 这不是 他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 而是见识了 那把神奇的剑 他就深深地知道 这是住剑界最高水平的剑 其他人都不可能抄抄 他想了想 再次开口说道 林先生 能不能 林舟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快点回家吧 随后 他朝着众人摆了摆手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没戏了 别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只能做临时工了 哈哈 林时工 这个名字好啊 好好的正是员工不当 非要做林时工 真的是 则则 五百把剑啊 就按林大神一个星期一把的速度 这也要五百个星期啊 最少也要十年啊 这老头现在都六十多了 再干十年 七十多就可以回国养老了 扑 笑死劳资了 这桩B桩的可太行了 一个动作 把本来一年的打工生涯 变成了十年 这生意做得可以啊 威尔逊苦笑了一下 只得把后悔的泪水往肚子里流 迈住沉重的步伐 离开了保元阁门口 他要今天回国 必须要加快时间 集合朋友的力量 铸造出一把坚韧的宝剑 战胜灵州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只能多坚持击下 让他能够少打工击年 在威尔逊的背后 传来了无数人的欢呼声 灵州真的是太霸气了 这就是实力上的碾压 这就是华夏 逐渐记忆的强大 好了 让大家失望了 这场戏只能过段时间 再看了 灵州再次朝众人摆了摆手 然后回到了保元阁之中 现场众人都一窝蜂地散开了 有的走进了保元阁 想买点东西 支持一下林大神 今天虽然没有看到 打工人威尔逊入职的好戏 但是却看到了更精彩的大戏 他们没有半点失望 反而更加兴奋了 毕竟一个好的剧本 一场精彩的大戏 剧情都是蜿蜒曲折的 不可能一马平穿 来到保元阁后面的院子里 三师兄郭伯达 上来就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师弟 你可以啊 这一招真的太绝了 让那个傲慢可恶的家伙 从一个打工人 变成了临时工 外国人 有很多都特别的傲慢 觉得在华夏能高人一等 但是 今天 他们来错了地方 二师姐李雪兰面上 带着嘲讽说道 大师兄田森笑了一下 咱们以理相待 以和未贵 有人偏偏要走极端 真的是偷鸡不成 还是把米啊 小师弟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要不 这个大师兄的位子 让给你吧 别啊 大师兄 我还是想在你们的呵护下躺平呢 你们别想让我站起来 灵州摆了摆手 半开玩笑地说道 小师弟 跟你这段时间 闹出来的动静相比 我们 反而像是躺平的呀 郭伯达忍不住笑了一声 他们这个小师弟 可是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平州攻盘赌局 龙泉宝剑对决 让保元阁小师弟 一下子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灵大神 灵州摊开双手 无奈地说道 都是被逼的 我也不想出手 这时 齐老板的摆手说道 好了 这场大戏看完了 留在这里也没事模式 你们三的哪来的 该回哪去了 师父 果然有了小师弟 就不爱我们了 我们屁颠屁颠地赶了回来 这屁股还没热呢 就赶我们回去 郭伯达带着委屈的小眼神说道 哼 怎么 我还给你做晚饭啊 齐老青哼了一声说道 嘿嘿 那不用 那不用 我们这就离开 小师弟 别忘了我的保健啊 郭伯达朝着灵州嘱咐了一声 放心吧 三位师兄师姐 你们的保健 我会优先铸造的 不过在此之前 还要先给国家天文台铸剑 毕竟他们给予了大力支持 灵州孝主说道 郭伯达连忙摇了摇头 默示 默示 不急 你慢慢住 别耽误了自己的事情 师父 那我们走了 赶紧滚蛋 齐老笑骂道 第三百三十章 现场直播杀鸟 等到三位师兄 师姐离开后 齐老不禁开口 向灵州问道 小州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是继续去游历 还是留在云阳一段时间 你现在得到了军阳和官阳 剩下三种民阳的信息 还在搜集当中 暂时还没有什么线索 师父 不用着急的 收集五大民阳 不可能是短时间做到的事情 我先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吧 毕竟还有一些件需要铸造 而且 距离帝都的刺绣青年大赛 也只有三个月了 我还要好好练习一下顾秀呢 灵州校主说道 光是靠住每天两个小时的 高级刺绣体验服 还是有些不保险 因为两个小时后 来自高级体验服的记忆 就会慢慢消失 这个时候 就需要用不断的练习 来强化从高级体验服中 得到的经验与技巧 齐老摇头一笑 你小子这计划按照的挺好 一点都不耽误 不过你刺绣还用练习吗 我怎么感觉 你现在就有刺绣的爱好 师傅 要是真有刺绣的爱好 我就不装了 直接摊牌了 就像住剑技一样 我可一点没装啊 灵州不禁开口解释道 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获取一些技能 他觉得这样挺好的 齐老有些忍君不禁 摆了摆手 好好 知道你小子不会刺绣了 那好 这段时间 你就在家好好练习吧 对了 你准备在什么地方住剑 需要我帮忙吗 说到后面 他忽然想到了住剑的事情 开口问道 此时 旁边的人子安 身体晃了两下 有些异动 想要上前表现一下自己的功劳 毕竟他要把地下赌场 改造成住剑室 送给灵州 可是犹豫了一下 还是莫赶上前 别看灵州和齐老开玩笑 跟闹住玩一样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齐老可是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 他们可不敢胡乱说话 灵州自然察觉到了人子安的动作 他笑着说道 师傅 本来人少想把他在平安镇的一处产业 改造成住剑室 让我随便过去住剑 我当时也答应了 不过后来想想 觉得还是在市里买 一栋房子改造一下比较合适 毕竟平安镇离得太远 有些不方便 平安镇距离云阳 可是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呢 这还是在不堵车的情况下 所以 他觉得 还是买一栋房子 自己改造一下是最好了 不用来回奔波了 听到灵州的话 任子安不禁有些急了 之前说好的 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当听到原因之后 他内心瞬间想要把自己在云阳的别墅 送给灵州 可是在话语即将开口的时候 他犹豫了 从小到大 向来都是别人当他的田狗 虽然他的别墅价值 还没有灵州从读场营的钱价值多 但是主动送别墅 这种行为也太舔了一些 他最终沉默了 听到灵州的话 齐老也是点了点头 你也却时该 置办房产了 毕竟很快就要 和沈姑娘订婚了 没有自己的房子 怎么能行呢 师傅 你面前的沈姑娘 可是一个大房东呢 我也是拥有了他一套房子的永久居住权 那么 我也想给于他 自己房子的永久居住权 灵州笑助 看向沈灵薇说道 听到这看似平淡 却又充满浪漫的话语 沈灵薇内心感觉到了一阵甜蜜 看向灵州的眼神中 也带着浓浓的情谊 灵大神 要不把我的别墅送给你吧 到时候给我住一把剑就行 这时 苏天明不禁开玩笑地说道 送这不必了 老苏 你帮我打听一下 有没有人出售别墅 最好是没有住过的 而且有地下室 可以进行改造 灵州轻轻摆了摆手说道 既然是为了以后结婚用 那自然是购买没有人住过的别墅 比较合适 好 这没问题 保证两天之内给你打听到 苏天明信心满满地说道 有些富二代购买了多处房产 却从来没有住过 搞一套过来 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 估计他在圈子里发一个消息 一些富二代 就会主动把别墅拿出来 以此来与灵州打好关系 因为经过了这一次次的赌局之后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了 灵州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人 谁也无法想象他 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未来的成就有多大 很多富二代都跟他联系了多次 想要组个饭局 跟灵州认识一下 灵州感谢之后 向七老说道 师父 到时候房子改造好之后 我再让郑兴建大师 订购一些住建工具过来 就不需要您老帮忙了 你计划好了就行 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就行 七老笑住点了点头 他之前的三个徒弟 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都让他帮了不少的忙 而这个小徒弟 却真的让他省心了很多 自己解决了很多的困难 师父 我要有困难 可不会跟你老客气的 毕竟您 是我英明神威的师父啊 灵州也笑住说道 如果不是师父 估计平州攻盘的二十亿的赌注 不会那摩轻易的兑现 好了 别拍马屁了 末世的话 赶紧回去练习顾秀吧 好多年没有出现过青年男子秀王了 你可一定要加油啊 哈哈 齐老摆了摆手 说住说住 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现在学习刺秀的 基本都是女孩子 男孩子特别的稀少 之前的刺秀青年大赛 参加的几乎全是女孩子 只有撂撂两三个男孩子 可以说这是一个 非常阴盛阳衰的行业 师父 这一届的男子秀王 我可是拿定了 灵州充满信心的说道 和师父告别后 带住沈灵薇 还有苏天明等人一块 离开了宝源阁 除了宝源阁 任子安在后面跟着 犹豫了几下 之前在里面 当住骑老的面 他抹不开面子当舔狗 现在出来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 就当他刚想走上去说话时 苏天明拿着手机 看了一条消息 连忙说道 林大神 不好了 我朋友刚刚发给我一条消息 那个蓝衬衫 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 发了一条视频 他会在漂亮博士间 明天上午 也就是咱们国家的凌晨时间 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杀鸟 而且他已经从不约的大城市 来到了一个 能够合法狩猎的郊外乡镇 而且还会召集他一些朋友 共同进行狩猎 他叫萧柱 要杀光所有华夏的鸟 听到苏天明的话语 林州面色微微一变 直接拿过手机 看了一下消息 还有国外社交媒体上的视频 果然就像苏天明所说 这个布里斯 去了另外一个能够合法狩猎的州 为了能够施展开来 甚至还去了郊外的乡镇 没有了阻挡物 在空旷的地方 自然而然 也就更加容易进行狩猎 他内心猛的一尘 之前也考虑到了 漂亮国能够合法持枪 只不过他打听到 布里斯住在了布约的大城市 根本不可能使用枪械 而他却陷入了一个误区 没有去考虑 布里斯会到郊外的乡镇 更没有想到 在经历了这么多次鸟屎盖脸之后 这家伙竟然还想住暴富 他的计划是不错的 只是没有考虑到 外国人的性格 漂亮国 为什么能够在美洲大陆上立足 靠的就是残杀原住民的行为 甚至当时的漂亮国政府 还专门宣布了一条奖励措施 上交一个原住皮的头皮 可奖励50到100美元 这就是一个建立在杀戮之上的国度 自然不会像华夏人那种思维方式 去考虑问题 林大神 怎么办 咱们现在也赶不过去啊 我那些朋友 也都是留学生 根本没有能力去阻止 合法的狩猎活动 咱们难道要眼睁睁地 看住华夏的英雄鸟 被它一只只地杀害吗 苏天明充满慌乱地说道 完全像是试了神一样 这些鸟 替它们教训了布里斯 甚至追赶到了大洋彼岸 现在 即将被一只只地杀害 它们却无能为力 这种感觉 太痛苦了 灵州内心也是十分地着急 哪怕这些鸟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高级训受数训养 本身的能力和智慧 都提升了许多 但是 在面对现代武器的威胁下 在空旷的郊外 没有树林的支撑 那点智慧和体力 根本无法让它们 躲过这些威胁 就算是它 有着高于常人两倍以上的速度 在空旷的地带 面对现代武器的时候 也无法保证 自己能够躲过子弹 因为子弹的速度很快 而且是能够连发的 只是 它现在也真的是无能为力 先别担心 那些鸟能够躲进飞机行李舱 肯定有助不弱的智慧 应该能够躲过这次的袭击 天明 你等会儿把消息转发给我 现在大家都回去吧 现在光着急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想出解决的办法 所以 它需要自己一个人回去静一静 好好想一想 究竟该怎么去帮助这些鸟躲过袭击 因为它们可以提前知道消息 然那些鸟 却没有去查看电脑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 隔住一片海洋 它也无法传递命令给那些鸟 这时 雷志宇也是开口说道 林大神说得对 先别担心 咱们再想想办法 再网上号召一下当地的小动物保护协会 或者环保组织 有可能阻止这场行动 在停车场告别之后 林州便开住汽车 带着沈凌薇一快离开 任子安则是望住林州的背影 摇了摇头 看来这次套进虎的机会错过了 不过 最起码林州对他的观感好了许多 林州 不用着急 一定会有办法帮助他们的 在车上 沈凌薇安慰到 并没有像苏天明那样 着急地问该怎么办 没事 我还没有慌到不知所措的地步 林州笑着说道 他一定会想出办法 帮助远在大洋彼岸的英雄鸟 回到云华小区之后 沈凌薇与林州拥抱之后 便让他独自回房间安静了 他明白 现在林州最需要的就是安静 思考出能够帮助这些鸟的办法 回到房间后 林州首先使用了高级静心 将自己有些紧张的内心 完全平复了下来 首先拿起手机 查看住苏天明转发而来的消息 同时 也通过特殊手段 登陆了国外的社交媒体 确认了一下相关信息 在视频中 布里斯只是说了 会到一个能够合法狩猎的地方 但是 并没有说具体 去什么地方 而那些留学生 恐怕也无法弄清楚 布里斯现在所在的位置 纳摩 在国外社交媒体上 号召动保协会去阻止的事情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既然无法到现场阻止 纳摩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灵州趴在桌子上 用手拖住下巴 不断思索住 同时 他也在鉴定系统中 查看住一些可能有用的信息 忽然 他看到了高级训受数的介绍 眼睛不禁亮了一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 使用一些技能时 基本都需要注视注目标物体 既然是注视 纳摩 当面和通过其他方式注视 应该都是可以的 他随即向系统询问了一下 系统 我能否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 注视动物 使用高级训受数技能 因为直播是实时的 可以相当于是注视 如果是视频 他觉得就不可能了 系统是无比强大的 可以通过鉴定术 鉴定并查看电子设备中的内容 甚至可以直接屏蔽电子设备的记录 纳摩 应该也可以隔空对目标物体 进行鉴定 可以通过直播方式 对目标动物 使用高级训受数技能 因为需要进行能量传输 技能所需积分翻倍 灵州不禁拍了拍手掌 太棒了 哪怕技能消耗的积分翻倍 也是能够接受的 他现在最不缺的 可就是积分了 因为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通过布里斯的直播 对这些鸟 使用训受数 让它们的智慧和体力 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同时 他也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 发现其他可驯服的动物 然后通过训受 使得这些从华夏追赶过去的鸟 在异国他乡 拥有一些并肩战斗的战友 可以减轻很多的危险 在漂亮国 野生动物是非常多的 哪怕在空旷的地方 也会有动物存在 不管是老鼠什么的 都可以成为战友 根据之前的试验 接受过高级训受数的动物们 身上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气息 所以 它们彼此之间 会感受到这种气息 从而成为朋友 第331章 技能使用新方式 就在灵周围自己想出办法而开心时 脑海里传来了鉴定系统的提示声 恭喜宿主 自行发掘出技能使用的新功能 奖励高级训受数种类扩展 可驯服种类 新增于虫类 听到这一声提示 他面上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 竟然又增添了两种可以驯服的动物种类 这一下 他可以驯服鸟兽鱼虫四类动物了 可以说 几乎覆盖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动物了 看来系统 也想助助他一臂之力了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鱼类动物是用不到 而虫类就特别需要了 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有昆虫类生物 蚊子 蜘蛛 苍蝇 蚂蚁 都属于这一类 虽然不怎么致命 却可以扰乱人的注意力 甚至达到崩溃的程度 抓又抓不住 足可以让人烦躁到 想要撞墙 而在郊外乡村 更是这些昆虫类生物的天堂 不过 他的内心并没有完全打消顾虑 因为不确定这些鸟 能不能躲过子弹的袭击 支撑到他驯服一些动物 哪怕是他自己 拥有着高于常人的速度 也没有机会去尝试夺子弹 自然不确定这些鸟 能不能躲得过 到了下午 苏天明又发来消息 说一些在漂亮国的朋友 还有留学生 去寻求动物保护组织的帮助 却被告知滑下来的鸟 不在他们保护的范围内 而且这些鸟故意伤害别人 所以 他们正尝试用其他的办法 去解救这些鸟 现在已经暂时打听清楚 布里斯在哪个州了 只是不确定去了 哪一处郊外的乡镇 听到这里 灵州不禁有些想笑 什么动物 保护组织 漂亮国都是双重标准的家伙 这些动保鞋助会 在面对其他伤害到别人的动物时 却是一拥而上 阻止别人的捕杀 现在就因为是滑下来的鸟 而直接拒绝 还是骨子里的那一种傲慢 他虽然想到办法 但是并不能透露出去 只能让苏天明不要着急 一定会有办法帮助到这些鸟的 到了晚上 和沈灵薇一块吃过晚饭后 他表示自己晚上还要一个人静一静 想想其他的办法 沈灵薇也是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 安慰道 灵州 别太担心 那些鸟肯定能感应到危险气息的 说不定会暂时离开 我也相信 他们一定会度过这次的危机的 那今天 咱们就歇一天 不要想我啊 灵州也亲了沈灵薇一下 开玩笑的说道 我才不会想你呢 快走吧 再不走 我就要穿丝袜了 沈灵薇轻哼了一声 然后忽然变得风情万重的说道 灵州见状 赶紧逃出了房间 要是沈灵薇真换上丝袜 那今天还真的是走不了了 完美的身材 加上极具诱惑的丝袜 绝对让人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 回到房间后 他打开了电脑 登上了国外的社交媒体 现在距离直播还有几个小时呢 暂时不用太着急 通过对布里斯社交媒体的翻看 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个思想极为右翼的家伙 对于华夏的一切 都是充满着敌意 在出发去华夏参加文化交流时 还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消息 说他们铸造的宝剑 一定能够轻松地战胜华夏宝剑 华夏的老古董 就应该被扫进垃圾堆里 社交媒体上 还有住他自己铸剑的一些视频 只是在拥有着高级铁匠的灵州看来 这家伙吹牛逼挺厉害的 但是住剑的本事 却没有那么的厉害 最多就也是一个初级住剑师的水平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得出 这家伙对于一些高科技玩意 玩得十分的精通 拍摄视频 用了机部电子设备 组成了多机位 甚至还有一架无人机 在上空进行航拍 灵州觉得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次的直播杀鸟活动 一定也会用无人机进行航拍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无人机的视野很大 可以让他轻松地 在画面中找到更多的动物 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也没闲住 继续练习住顾秀 在这一个传统记忆上 系统发布了两个任务 一个是学习顾秀 按照要求完成之后 会奖励高级刺秀技能 同时也将有机会 获得两块柴腰碎片 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参加刺秀青年大赛 获得前三名 而且试任务完成评价 给予不同的奖励 参加大赛之前 他必须要先完成学习顾秀的任务 由于每天两张高级刺秀体验符的助力 使得学习顾秀的任务要求 提升了许多 从秀出语言做60%的相似度 提升到了80% 而且蓝本也从没有限制 变成了价值1000万以上的画作 正因为这样 他想要利用充分的时间 去刻苦地练习 而不是把希望 全部压在每天两张的 高章刺秀体验符之上 时间渐渐地流逝 距离凌晨也越来越近 云阳的一些富二代 全部聚集在了苏天明的别墅之中 联系住国外的朋友 看看有没有办法解救这些华夏的鸟 如果这次真的被布里斯得逞 把这些从华夏一路追杀过去的鸟 全部杀死 那么 这真的 就是一场失败了 只可惜 他们现在还没有打听到 布里斯究竟去了哪个乡镇 其他的方式救助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住焦急 此时 苏天明有些忍不住地说道 要不 我再给林大神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说不定他 已经想出了办法 雷震宇摇了摇头 伸手阻止道 别打了 估计他现在 也处在无能为力的烦躁状态 我们再打电话过去 只会让他更烦躁 我们只能希望那些鸟 能够靠住他们的智慧 度过这一次的危机了 在他看来 林州虽然被称之为林大神 创造了许多的奇迹 但是 他还是人 而不是神啊 不可能无所不能 现在隔住一个大洋 根本做不了任何的事情 就算是创造奇迹 也没有机会 哪怕他们 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刻 直接坐飞机感到漂亮国 也无济于事 因为 他们根本打听不到布里斯的位置 林州一直练习到凌晨 这才停了下来 走到了电脑前 发现布里斯又更新了一条消息 说他们已经起床 正在整理装备 半个小时之后 就开始直播 他们连早餐都没吃 而那些鸟 就是他们的早餐 打下来之后 一定会把他们拔毛开膛 然后放在锅里炸一下 他还呼吁 看到这条消息的华夏人 一定要通知林州过来 观看直播 而在这条消息的下方 有许多的外国人在拍手叫好 也有一些华夏人 还有爱好动物的外国友人 在抗议反对 这种直播杀戮的活动 而且 华夏人的评论 也是越来越多 应该是国内某些论坛 或者是微博上 转发了这次直播活动的相关信息 终于 半个小时过去了 布里斯的动态进行了更新 上面显示了直播画面 他顿时点了进去 画面中出现了布里斯的大脑袋 应该是拿住手机拍摄的 嘿 伙计们 大家好啊 我们以精准备就绪 看看我们的装备 一定要把那些华夏的鸟 全部杀死 说住 他在直播中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武器装备 都是一些精良的半自动步枪 而且弹匣充足 除此之外 他还展示了一下自己铸剑的弹簧刀 伙计们 看看我亲手铸造的刀子 我将会用这些刀 把那些鸟 开膛破肚 然后把他们的翅膀切下来 嘿嘿 滑下的灵州小子 我猜你现在 应该再看直播吧 我会在你的眼前 一只只的杀死那些鸟 就在布里斯用手机直播的时候 灵州在画面中 发现了后方的木柱上 有住一只正在努力织网的蜘蛛 他没有犹豫 直接使用了一次高级训兽数 一道光芒从他的身体中飞出 进入了电脑之中 仅仅几秒之后 那道光芒从布里斯的手机中飞出 进入了后方蜘蛛的体内 本来正在辛勤劳动的蜘蛛 在光芒飞入之后 忽然停了下来 然后就变得十分的亢奋 在蜘蛛网上不断的爬行 还吊住一根蛛丝 在空中打转 看起来非常的开心兴奋 看到这一幕 灵州忍不住挥舞了一下拳头 太好了 他现在非常想要摸一摸这只蜘蛛 本来他是有些惧怕蜘蛛的 可是有了高级训兽数之后 这些动物 在他眼里都变得十分的可爱 一些细心的观众 同样发现了后面在跳舞的小蜘蛛 纷纷在直播中进行了评论 只是 所有人都不会猜到 这一只蜘蛛的跳舞 代表着奇迹 将会再一次的发生 这时 布里斯忽然把自己的脸贴近屏幕 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滑下小子 你以为这些鸟 就能把我折磨死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它们追到漂亮国 只会痛苦的死亡 就像你拿我无能为力一样 哈哈哈哈 现在 我会将画面切换到无人机 先带大家看看这一片美丽的乡村 接下来 我会把那些外来的鸟 全部杀死 让这片乡村 恢复到应有的瓶颈 听到布里斯的话 林州还遗憾了一下 要是这个家伙 能拍一下自己房间的全貌就好了 因为在房间里的动物 有着天然的优势 更能够近距离地破坏这次的杀鸟行动 布里斯说完 画面卡顿了一下 然后就转换到了无人机的直播视角 无人机越飞越高 在天空上 拍下了他们的住处 这是一栋二层的木屋 整栋房屋 十分的具有西方气息 可以看到整片的草原 十分的美丽 一些人看到漂亮国乡村的美丽风景 都不禁有些迷醉了 一些爱好和平和小动物的人 情绪更加激动了 纷纷抗议了起来 这抹美丽过个人乡村 不应该去制造杀戮 这是 完全在破坏乡村的平静 看住无人机的画面 林州不禁摇了摇头 还是自己想得太完美了 无人机飞得太高 根本无法看清地面的动物 特别是还有草地的遮盖 想要发现小动物们的踪影 就更加的艰难了 很快 他面上就露出了笑容 因为那些鸟出现在的镜头里 正在往木屋顶上 疯狂拉住鸟屎 同时投出一些石子 不过 那些鸟也发现了 从木屋里飞起来的无人机 开始攻击了起来 林州没有再浪费时间 对着镜头里出现的鸟 分别使用了高级训兽术 数道光芒 从他身体中不断飞出 再次进入到了笔记本电脑里 然后从无人机的之中 飞了出来 进入到了那些鸟的身体之中 那些鸟感受到了身体里 传来的熟悉舒适感 都兴奋地叽叽喳喳地叫住 在无人机面前挥舞住翅膀 也没有再去破坏 挥舞了机下 领头的那只鸟叫了两声 这些鸟又开始攻击 起了木屋 此时 林州也看到了那些鸟 在木屋上扔的各种东西 除了石头和鸟屎之外 还有一些小动物 他连忙使用了高级训兽术 那些本来在房顶上挣扎的动物 也停下了动作 随后 也是充满兴奋地扭动住身体 随后 他们看向了天空 似乎感受到了 这些鸟身上传来的熟悉气息 而飞在天空的鸟 同样感受到了这些气息 纷纷把那些动物 从房顶上解救了下来 轻轻放在了木屋旁边的草丛里 直播画面中 再次出现了一个小窗口 里面露出了布里斯的那张大脸 正猖狂的大笑着 哈哈哈哈 伙计们 这些鸟估计 是把无人机当成了他们的同类 真的是智商低下的物种啊 要是我在无人机上 装一个能发射钢珠 或者橡胶子弹的武器就好了 现在这些鸟 应该就全被我杀了 接下来 我再带着大家 欣赏一下美丽的乡村风光 然后就开始我们的杀鸟行动了 我们都急着吃早餐呢 鸟肉烧烤 还有炸鸟 味道应该都不错 说完 无人机继续升高 围绕住木屋 在周围飞了一大圈 就在这时 灵州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农场 里面养了一些马 还有牛羊 这让它面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布里斯啊布里斯 你杀鸟的行动是正确的 只是不该开直播呀 等住后悔吧 再一次享受动物们带来的折磨吧 第332章 再次被鸟屎带领的布里斯 在灵州使用了高级训兽术之后 农场里的那些正在吃草的一群牛羊 还有鸡皮马 都停了下来 面上露出了舒服的神色 然后兴奋地叫喊住 他们的目光四处寻找住 最后仰起头 看到了天空上的无人机 叫声变得更欢快了一些 这时 随着无人机的拍摄 布里斯充满感慨地说道 看看 多么平静祥和的乡村啊 这就是我们漂亮国的乡村 让人充满着向往 只可惜 被那些不断拉屎的华夏鸟给破坏了 估计华夏的农村 也是鸟屎遍地 绝对没有这样的平静祥和 现在 我们就让这片土地 重新恢复平静 伙计们 准备开始了 接下来 我们会通过多机位 加上三架无人机的航拍 来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杀鸟狂欢 伙计们 尽情地开始自己的杀戮吧 随着布里斯的话语 在直播画面上 出现了五个小窗口 代表了这次参加杀鸟活动的 一共有五个人 通过画面可以看出 这五个人分别处在木屋不同的地方 有的在二楼 有的在一楼 同时装上弹匣 打开枪械的保险开关 再配上那激情的背景音乐 让人似乎有了一种 热血沸腾的感觉 灵州认真地看出直播画面 只不过 那五个人的窗口太小 也没有什么动物出现 而无人机航拍的画面 却是有了惊喜 那些鸟感受到高级训受数的效果之后 不再攻击无人机 同时也将那些拥有住熟悉气息的小动物们 从房顶上解救了下来 接着 他们再次抓了一些小动物 在无人机周围不断飞住 仿佛像是知道 它要做什么事情一样 这让它不禁有些欣喜 这些鸟的智慧 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不过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高级训受数使用之后 身上会带住一种特殊的气息 只有接受过高级训受数的动物 才能够感受到 这些鸟感受到他们抓来的小动物 身上有了同样的气息 自然而然 会明白一些事情 望住无人机的画面 它也是快速地使用高级训受数 将这些小动物们 全部驯服 然后再由这些鸟 把小动物们放到地面去 此时 在直播画面中 布里斯已经瞄准了一只 从不远处飞来的鸟 这只鸟的爪子上 还抓住一只小老鼠 它面上露出了恶狠狠的表情 直接瞄准头部 因为它要来一个开门红 看到这一幕 灵州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快躲开 想让它赶紧躲避危险 只是 这只鸟根本听不到它的话语 依旧抓住小老鼠 朝着无人机飞去 而此时 它也无法再使用高级训受数了 因为这些鸟类的身体素质 无法承受短时间内过多的使用高级训受数 之前的肩围语焰 在刚刚使用时 需要间隔24小时 才能再次使用 而这些鸟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训受数使用 虽然间隔时间减少了一些 但也是需要十多个小时之后 才能再一次的使用 之前 灵州觉得自己 真的是无所不能了 虽然表现看起来 还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没有太过的骄傲自满 但是内心或多或少有了些膨胀 现在 它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无能卫力了 就是眼睁睁地看住这些鸟即将被攻击 它却没有能力去阻止 给我死吧 布里斯直接开枪射击 一声枪响之后 正在天空上 抓住老鼠飞的那只鸟 忽然感受到了一股危险 再加上枪声 让它迅速躲避 只是 子弹的速度非常的快 哪怕它拼命地向旁边躲避 也是击中了翅膀 让它痛叫一声 慢慢落了下去 此时 这一声枪响 也让所有的鸟 充满了警惕 躲藏到了隐秘的角落之中 而那些被驯服的小动物们 在这只鸟被攻击之后 都明白了它们的共同敌人 快速地向着木屋里钻去 老鼠 蛇类 足有二十多只 同时 在不远处的农场里 那些牛羊 还有马 也听到了枪响 身体猛的一阵 随后 它们也听到了那只鸟的惨叫声 顿时明白了什么 于是疯狂地冲破围栏 向着木屋跑去 因为在高级驯兽术使用之后 同样气息的动物 都会把彼此当成伙伴 伙伴被袭击了 那么 它们必须要为伙伴报仇 哈哈 这只鸟躲得挺快啊 就打伤了翅膀 还想飞呢 等会儿把其他鸟杀光了 我再把这只鸟拿进来 给它来一个现代外科室解剖 让你们天天拉屎 终于解气了 滑下小子 看看你们滑下的鸟 被我打掉一只了 你怎么不来救它们 布里斯大笑了一声 疯狂地嘲讽住 被这些鸟追住 拉屎拉了几天 今天 它真的出了一口恶气 它磨的 这些鸟竟然有了防备 警惕太高了 都躲起来了 这时 其他枪手有些愤怒地说到 在布里斯开了一枪之后 它们就发现 自己的目标都藏了起来 有的飞到了房顶 有的藏在了附近的草丛里 布里斯也察觉到了这些情况 只不过 它早有准备 校主说道 别担心 伙计们 这些鸟见到我之后 就会疯狂地攻击 所以 我准备好了一套盔甲 等会儿我穿着出去 吸引它们 然后 布里斯 你计划得真周到 放心吧 我们肯定能把这些鸟全部杀死 继位枪手纷纷朝着布里斯 竖起了大拇指 就在这时 一群老鼠还有蛇 冲进了木屋里 直接扑到几名枪手的身上 疯狂地撕咬起来 啊 啊 老鼠 还有蛇 给我滚 给我滚 几名枪手正趴在地上瞄准住 忽然身上一痛 惊慌失措地甩住手臂 或者是身上的动物 而布里斯这边 足有十只动物一块攻击 六只老鼠 四条蛇 老鼠扑到了他裸露的胳膊 或者大腿上 而那些蛇 则是在布里斯的身上游走住 时不时地咬上一口 布里斯吃痛地惨叫了一声 看到身上爬满了老鼠还有蛇 顿时吓得魂都没了 救救我 救救我 有好多的老鼠和蛇在咬我 楼上的那些枪手 也是一些经验丰富的猎手 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吓之后 他们纷纷摆脱了身上的老鼠和蛇 拿住旁边的步枪 疯狂地扫射住 就在这时 农场里的那些牛羊 还有马 也是冲了过来 有十几头牛 十几只羊 还有极皮马 灵州通过无人机 看到这些牛羊冲了过来 内心这才松了口气 这次的直播杀鸟行动 应该到此为止了 通过这次的事件 他也明白了 高级训兽数的强大 能够让接受过训兽数的动物们 都把彼此当成伙伴 任何一只动物受到攻击 其他动物都会疯狂地报复 这些牛羊 没有任何犹豫地 直接撞向木屋里 在里面野蛮冲撞住 仿佛像是一只 拆家小分队一样 见到房间里的枪手之后 更是用牛脚 将它们顶了起来 然后甩飞出去 被顶飞出去的枪手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发出一阵震惨叫声 有的还在怒骂住 布里斯 你个混蛋 法克游 肯定是你的枪声 让这些动物受到了惊吓 你坑死我们了 而布里斯 此时 正被十只动物攻击住 身上被咬的全是伤口 他拼命地想要逃出木屋 可是 还没等逃出去 那些牛羊便冲了进去 直接把它给撞飞了出去 杀鸟行动虽然终止了 而现场直播 却依然在继续 通过无人机 众人看到了农场里的一群牛羊 疯狂地冲了过来 面上都露出了金色 随后 这些牛羊在木屋里疯狂冲撞 让几个枪手的机位一阵摇晃 全部都歪倒在地 这些画面 让直播画面一阵安静 所有观看直播的人 都有些猛逼了 随后 无数的谈目出现在的画面上 这 这发生了什么 不是直播杀鸟活动吗 怎么农场里的牛羊也冲过来了 不只是牛羊 刚刚在直播画面上 房屋里的枪手 全部都被那些鸟抓来的老鼠 和蛇给攻击了 难道是因为枪声受到了惊吓吗 不可能 受到惊吓 只会四处奔逃 怎么可能专门去攻击那些打猎的枪手呢 哈哈 外国蓝衬衫 你不是牛逼吗 你不是要杀华夏的鸟吗 连国外的动物们 都开始攻击你了 真的是没想到 不只是咱们华夏的动物 看它不顺眼 连国外的动物 都看它不顺眼了 蓝衬衫 你连一只鸟都没杀死 就打伤了一只 不是扬言 要杀死所有的鸟吗 云阳的富二代们 也在看出直播 这一幕幕的画面 让他们兴奋的 都开始欢呼了起来 苏天明更是用力 挥舞了一下拳头 太好了 老天都在帮助那些鸟啊 本来充满担心的一场直播 现在既然这么简单的 就解决了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林大神 说到这里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对了 你们说 这是不是林大神做的 许伯远沉吟了一下 开口说道 如果说 华夏的这些鸟 与林大神有联系 这我相信 而这些外国的动物 感觉有些不可能 因为这次的直播杀鸟地点 是保密的 而且林大神还在华夏 就算是想影响 也影响不到那些外国的动物啊 雷震宇也不禁点了点头 附和主说道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如果林大神真的能够影响到 远在万里之外的漂亮国动物 那就不是人 而是真正的神了 苏天明也是摇了摇头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只是猜测罢了 估计他现在 也在看直播呢 要不要跟他联系一下呢 还是先继续看直播吧 等明天 再联系也不晚 许伯远白手说道 在无人计划面中 那些牛羊 通过不断的野蛮冲撞 很快 将整个木屋拆得七零八落 随着一阵响声 整个木屋全部倒塌 而那些牛羊 也察觉到危险 提前退了出来 包括那些小动物 也躲了起来 而那些枪手 被撞得撞 被砸得砸 几乎全部都晕了过去 而随着木屋的倒塌 里面的直播设备 也受到了影响 直播画面随即中断 在直播开始的时候 有些外国网友 就认出了这个乡村所在的位置 没过一会儿 一些住在附近的外国网友 赶到了现场 再次开启了直播 同时 消防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 开始了紧急的救援工作 附近那个农场的主人 也是无比愤怒地 望住倒塌的木屋 还有冲破围栏 跑到这里的牛羊和马匹 朝着木屋骂了起来 发客游 你们这些外地人 不是说做我的房子 在附近打猎吗 没想到在木屋里开枪 惊动了我的牛羊 你们一定要为此负责 经过了紧急的救援 一名名枪手被抬了出来 身上几乎都是伤痕累累 要么被小动物们咬得全身是伤 要是被倒塌的木屋 给压在了下面 反正救出来的时候 有的还在昏迷 有的则是惨叫连连 特别是布里斯 全身上下 全是伤口 被救出来的时候 还有几只老鼠趴在身上咬呢 它还保持住清醒 没有昏迷 只是不断地惨叫住 就在布里斯被救出来的那一刻 天空上再次飞来了一群鸟 直接罩住单架上的布里斯 拉了一泡泡鸟屎 再一次 将它的脸全部覆盖 再一次感受到鸟屎的味道 布里斯的内心终于崩溃了 头一歪 昏迷了过去 笑死劳资了 布里斯 忙活了半天 你还是被鸟屎盖脸了呀 开直播的时候 吹得牛逼多大 现在就有多么的傻逼 一些在漂亮国的华夏网友 也赶到了这个乡村 只是 他们并没有发现 那只受伤的鸟 可能被其他鸟给救走了吧 只是枪伤的话 没有特殊的治疗 一只鸟根本支撑不了太久 他们想了想 在手机上搜索出了一张 林州的照片 纷纷举起手机 大声地呼喊住 华夏的英雄鸟 我们是林大神的朋友 保证不会伤害你们 快把受伤的 那只鸟送过来吧 第333章 华夏鸟的报复 林州通过直播画面 看到了这些赶到 乡村的华夏网友们 一个个举住自己照片 呼唤住那些鸟 忍不住笑了一声 这下可真的说不清了 毕竟这些鸟 是他亲手训养的 认得他的模样 不过 他也没太过在意 说不清就说不清了 他也没打算 非要去说清什么 果然 天空上飞来了一群鸟 在看到了手机上 林州的照片之后 围绕住他们飞了机圈 然后其他鸟快速离开 只有一只 鸟是叹性地飞了下来 落在了一个 举住手机的华夏网友肩膀上 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那名华夏网友面上 露出了激动之色 扭住头说道 你们都是英雄 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 快把那只受伤的鸟 送过来吧 说住 他还伸出手 想要触摸一下这只鸟 只是 他的手刚刚伸出去 那只鸟便展开翅膀 刷地一下飞走了 老王 看看 你把鸟都给吓走了 别随便摸它 本来都信任你了 同行的几名华夏网友 有些埋怨地说道 我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善意啊 我不是故意的 那名摸鸟的华夏网友 连忙解释道 就在这时 半空中传来了 叽叽喳喳的叫声 那只飞走的鸟 并没有离开 而在半空中 挥舞住翅膀 朝着它们叫喊住 这只鸟 好像是让我们跟着它 一名华夏网友猜到了什么 连忙开口说道 于是 鸟人跟在这只鸟的后面 来到了不远处的草丛里 它们到来时 一群鸟受到惊吓 从草丛里飞走 然后又慢慢飞了回来 在草丛里 众人发现了那只受伤的鸟 翅膀被子弹击穿了 本来灰色的羽毛 此时都被沾红了 其中一位学过一的华夏网友 连忙用纱布进行包扎止血 将鸟小心地放进了一个小笼子里 我们要去找医生救它 你们不用担心 说完 机缘就开住汽车 连忙离开 而那些鸟 也飞到了空中 跟着汽车一块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 其中一只鸟 来到那些牛羊旁边 叽叽喳喳地说了一些话 随后 也跟着一块飞走了 此时此刻 因为这些直播画面 使得国内外的网络上 一阵沸腾 卧槽 跟林大神有关系啊 竟然信任了 举住林大神照片的人 如果没有关系 肯定不会这模作啊 Oh my god 这些鸟怎么那模的聪明 难道都是照片上 那个人的宠物吗 华夏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这些鸟 竟然能够逃脱 这次杀鸟的活动 还有牛羊 以及其他动物的帮助 这让我仿佛像是 再看一部动画片一样 不一定跟林大神有关系啊 这些鸟也是龙泉的 肯定认识林大神 而且 你们看到没有 那些外国的牛羊 还有老鼠 蛇啊 在看到了照片后 都没有像鸟一样飞过来 这就代表住 他们没有见过林大神 也跟林大神没有关系 说不定就是 这些鸟的智慧非常的高 说服了那些牛羊帮助他们 管它有没有关系呢 只要这些鸟都逃过直播 继续惩罚那些布里斯 跟谁有关系 都无所谓了 这次算是 华夏鸟的再一次胜利了 一场直播杀鸟的活动 最终以这些枪手的 全军覆没而告终了 虽然网络上 有着很多人分成两派 在争辩住这些鸟 跟林州有没有关系 但是更多的人 内心都觉得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关系 因为之前跟林州 有过仇怨的两个人 都被动物给人到逐一毁灭了 一个被蛇咬了 一个被老鼠给咬了 前者还好 起码只是下半身不能人到了 后面那个 不仅仅下半身完蛋了 还被老鼠给咬都毁容了 比起他们两个 这个布里斯 还算是幸福了 前面都只是被拉了一脸的鸟屎 可是这家伙非要做死 搞什么直播杀鸟活动 现在好了 被老鼠和蛇咬的满身伤口 而且还被牛羊野蛮冲撞了 倒塌的木屋 还砸在了身上 看到这里 林州也是将电脑给关了 解救活动到此结束了 这也让他知道了以后的计划 一定需要考虑的更加全面一些 不过 有了通过直播使用技能的手段 会让他的高级训受数使用 变得更加的方便 这时 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正是苏天明 不禁效助接通了 林大神 你看了直播没 太神奇了 那些鸟 竟然得到了其他动物的帮助 感觉像是看了一部奇幻大片 我一直在看直播的 确实让人十分的惊奇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让那些牛羊 老鼠还有蛇 都选择帮助鸟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奇迹啊 林州也附和主说道 听到林州的话 苏天明怪笑了一声 嘿嘿 林大神 那些鸟可是看到了你的照片 就信任了咱们国家的那些网友了 这要是跟你没关系 狗都不信啊 真没关系 身为一个名人 被咱们国家的动物认识 这很正常的 说不定他们在欧野子宫园里 陪伴住我 逐渐住了一个星期呢 林州摇了摇头说道 不管别人如何猜测 他根本不会去承认 苏天明笑了一声 你说你的 我们猜我们的 那些人中 有我一个朋友 已经把鸟送往动物医院了 有什么结果 我会立刻通知你的 好 替我谢谢你那位朋友 林州点了点头说道 如果不是苏天明的朋友 首先发现直播活动 他也不会有这么充足的思考时间 来想到技能使用的新方式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那些牛羊 还有小动物们的帮助 这些鸟 还真有可能会被一只只的打下来 挂断电话后 林州和沈灵薇也视频了一下 说了话话 然后便洗漱了一下 进入了睡梦之中 而在漂亮国的动物医院里 几名华夏网友 将这只鸟紧急的送了过来 经过检查治疗 这只鸟的生命 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翅膀 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就算是养好了伤 以后飞行能力也会严重受损 甚至无法飞行 那些鸟隔住窗户 虽然听不懂语言 但是从人的表情上 也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在卫手的鸟对肠带领下 他们这一群鸟气势汹汹的 朝着布里斯所在的医院飞去 在布里斯被送上救护车时 他已经安排了几只鸟跟在后面 布里斯首先被运送到了乡镇附近的医院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治疗 只是由于伤势过重 准备送往更高一级的医院 被老鼠和蛇伤的全身是伤 虽然这些蛇的毒性不强 但咬了这摩多下 所积存的毒素 也足以对生命造成一定的影响了 而其他的枪手还比较幸运 咬伤的都是一些无毒伤 伤口也不多 在乡镇医院就可以接受治疗 就在乡镇医生 给布里斯清理伤口的时候 一群鸟飞了起来 毫不犹豫地在布里斯的脸上 拉了一大堆的鸟屎 然后又扬长而去 那些医生和护士 看住脸上堆满鸟屎的布里斯 都有些猛逼了 手术台上主要负责处理伤口的 正是乡镇医院的院长 此时忍不住怒骂了一声 法克 怎么会进来鸟呢 赶紧把这些鸟屎给我清理了 众人连忙 清理住鸟屎 其中一位护士一边清理 一边说道 可 哈里院长 这个布里斯在华夏惹怒了一些华夏的鸟 然后那些鸟跟着追杀 到了漂亮国 听到了这个故事 那位哈里院长 也是有些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这个家伙 还真是倒霉啊 华夏的鸟 太神奇了 赶紧处理伤口 把他送到上级医院 我还要去看看这场直播呢 对了 给我通知门口的安保 把门给我看好了 别让那些鸟再进来 很快 伤口经过简单的处理 布里斯又被拉上救护车 送往上级医院 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 布里斯慢慢醒了过来 医生 我要去哪里 送你去是级医院 我们这里的医院 无法治好你的伤势 旁边的护士开口说道 布里斯这才放心地躺了下来 这个乡镇所在的城市医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在他从病房里被拉了出来 抬上救护车的时候 那群鸟再次从房顶飞了过来 又拉了布里斯一脸的鸟屎 刚刚清醒过来的布里斯 被这一堆鸟屎 再次盖了一脸 顿时怒急攻心 再次崩溃地晕了过去 送上出来的医生 和护士们面面相去 最后摇了摇头 直接把他抬上了救护车 这重烦心事 还是让上急医院来处理吧 而布里斯被拉鸟屎的画面 也被一些人拍了下来 传到了网络上 引起了一阵震热议 哦 可怜的家伙 非要去招惹一群华夏的鸟 现在脸上都被拉了好几次的屎了 进了医院 也没有放过呀 哈哈 布里斯 让你作死 不是得意洋洋地说要杀鸟吗 这次让你吃屎吃个够 哦 我的上帝 这次的事情 让我知道了 华夏不仅仅有功夫熊猫 还有这一群功夫小鸟 是大自然的惩罚 这次农场的动物集体暴动 就是一个证明 第二天上午 灵州起床之后 也收到了苏天明发来的消息 得知那只鸟 可能永远无法飞行了 它的面上也露出了愤怒之色 最后告诉苏天明 等这只鸟的伤势养好之后 就送回华下来 现代医学手段做不到的事情 鉴定系统有可能做到 而现在有一个希望 那就是高级修复数 只不过 这个技能的奖励 是在帮助李牧报仇血恨的任务之中 而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因为参与李牧父亲事件的两个重要人物 都逃到了国外 现在下落不明 之前曾听师傅齐老说 平州赌局的背后资本势力 已经抓到了其中一个人 正在送回华下 还有一个人 依然下落不明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他只有抽出一些时间 来寻找最后这个家伙的下落 将其抓捕归案 完成任务了 得到了修复数 他也就不用担心家人的健康问题的 达到了高级阶段的修复技能 估计连一些重大疾病都能给修复好 至于号称医学难题的癌症 能不能修复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在吃早饭时 林州得知 沈灵薇也看直播看到了深夜 不禁有些心疼 有我看着想 办法就行 你就好好休闲 我这不是 也想紧自己的一份力吗 哪怕为这些鸟祈祷一下也好 沈灵薇笑着说道 林州不禁将它拥有怀里 摸了摸它的头发 今天不要再看了 那些鸟已经脱离危险了 它们真的就是英雄啊 吃饭吧 在吃饭的过程中 沈灵薇犹豫了一下 不禁抬头向林州说道 对了 林州 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就是咱们七夕情人节订婚之后 我想去日落帝国留学 学习工商管理 我感觉 自己要好好补充 一下之时了 你想让我去吗 现在的林州越来越优秀 她感觉也要跟上自己爱人的脚步 慢慢提升自己 也为以后能够帮助林州做准备 听到沈灵薇的话 林州不禁一笑 刮了刮她的鼻子 你想去就去吧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这魔果断的回答 也让沈灵薇有些惊讶 真的让我去啊 那你想我了怎么办 想你了 就去日落帝国呗 正好体验一下抑郁风情 再淘几个漏过来 这个国家 可是有着咱们好多的宝贝呢 林州缓缓地说道 日落帝国 在这个国家的博物馆里 可是有著许多 从华夏掠夺的珍贵文物 在十大镇馆之宝中 有三件都是华夏文物 东晋顾凯之的 女史真图 被誉为华夏美术史的开卷之图 沈灵薇也忍不住笑了笑 有林大师出马 那些遗落在日落帝国民间的宝贝 肯定都能被挖掘出来 哎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 日落帝国博物馆的那些华夏珍宝啊 林州悠悠地说道 他真的想把那些博物馆的珍贵文物 一件件地拿回来 慢慢来 我相信在林大师的努力下 有些事情 肯定能够实现的 沈灵薇拍了拍林州的手 充满信心地说道 第334章 购买别墅 吃完饭后 苏天明又发来消息 已经有了几栋别墅的资源 让他过去看看 林州答应了下来 朝着沈灵薇说道 林薇 苏天明找到了别墅的资源 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不用了 你自己去看吧 主要你觉得合适就好 只要有你在啊 什么房子都是幸福的 沈灵薇带着阿姨说道 林州轻叹了口气 扭头四下看了看房子 有些遗憾地说道 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辈子呢 看来以后只能在你心里住一辈子了 沈灵薇轻轻止住自己的胸口位置 小猪说道 想在我这里住一辈子啊 那每天回来 可要交房租哦 可 你说的房租 是我认为的那个吗 林州咳嗽了一声说道 你觉得 还有我还需要别的房租吗 小租客 沈灵薇面上露出了一抹诱惑般的笑容 轻轻在灵州嘴唇上亲吻了一下 笑意盈盈地离开了房间 林州看住沈灵薇那窑窍的身姿 不禁苦笑了一下 看来以后苟起什么的 要提前安排上了 关上门之后 他来到停车场 开住那亮风之子超跑 前往苏天明的别墅 其他人都把超跑当成装逼的工具 只有在什么聚会泡妹的时候 才会开 平时连多跑一公里 都不舍得 怕贬值 他却毫不在意 完全把超跑当成了代步工具 来到苏天明的别墅里 雷震宇 许伯远 周子豪等人都在 包括之前从来不会和他们 在一块的任子安 也来到了别墅里 乖乖地坐在了院子里的沙发上 不再像之前 那魔傲的崩皮 看到灵州来了 众人连忙都站了起来 换做两个月前 他们可不会这样主动 站起来去迎接灵州 现在不一样了 这个奇老的小徒弟 硬生生靠着自己的能力 闯出了一片天啊 灵大神 昨天是不是你想的办法 把那些鸟给救了下来啊 这时 周子豪开玩笑地说道 苏天明摆了摆手说道 周子豪 别瞎说 这是可跟灵大神没关系 是咱们华夏的鸟 在国外找到了盟友 一举挫败了那些 家伙的杀鸟行动 是不是这样 灵大神 老苏 我看你可以去破案了 分析得非常准确 这件事 可是与我无关啊 灵州不禁朝苏天明 竖了竖大拇指 嘿嘿 合理地分析 灵大神 咱们华夏的鸟 在破坏了行动之后 又一路跟到了两家医院 在那家伙的脸上 又拉了几次鸟屎呢 只不过 听我朋友说 他住进了当地城市 最好的医院 鸟很难飞进去 只能等他出院了 苏天明得意地笑了笑 又和灵州汇报了一下 相关的情况 外国人都是向往自由的 估计用不了多久 他就在医院里憋不住了 许伯远笑着说道 一个跳梁小丑而已 大家不必过于在意 等什么时候 他脸上的鸟屎面膜复够了 就会知道错了 灵州面带冷意地说道 就凭这个家伙杀鸟 就不可能轻易放过 苏天明笑了笑 走过来说道 林大神 那咱们去看别墅吧 我先给你说说 几栋别墅的信息 有一栋是在我们小区里 也是一个朋友没有住过的 还有一套在离这里不远的小区 另外两栋 都是在云湖那边了 要是都在我手里 咱们先看这个小区的吧 好 先看这个小区的吧 灵州点了点头 苏天明居住的这个小区 位于北郊 名为云端 定位就是高端别墅休甲区 旁边有一个湿地公园 空气十分的好 由于位于市郊 也是十分的安静 每个别墅之间的空间 也是留得非常大 他们坐住别墅区专用的游览车 不行也需要走上十分钟左右 可见这别墅区有多么的大 这种别墅区都不是统一模板 而是在开始建造前进行预售 然后由顾客提供建筑风格 再由开发商进行建造 可以说是私人定制一样了 来到别墅旁边 灵州看了一眼 也是西方风格的别墅 他们用钥匙打开了门 走进了院子里 里面同样有了一个泳池 说是没有住过 不过里面却还有注水 看起来十分的干净 苏天明也在旁边讲解了一下 林大神 这种别墅小区 都是有私人管家的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过来打扫卫生 维护相关的设备 所以才会跟新的一样 要不然 这抹酒抹住 光是院子里的叶子 都堆成山了 随后 他们又进房间看了一下 整体布局和装修风格 都和苏天明 那栋别墅相差不大 这一栋别墅 也有三间地下室 不过被这个房主 改造成了KTV 看起来同样是没有使用过 林大神 这地下室的空间也不小 改造一下 应该也够用 还行 咱们去下一个看看吧 林州点了点头 朝着苏天明说道 既然有四套别墅的资源 就不用着急住定下来了 等看完再说 由于两个小区离得并不远 他们也没开跑车 就开住游览车 出了小区 来到了附近不远的云镜小区 听到这名字 林州有些无奈了 老苏 咱们这云阳的小区 都跟云过不去了是吧 住这魔高睡得踏实吗 林大神 谁不想自己站得更高啊 什么云端 云镜 听住就高端大气上档次 这正是富豪们需要的 苏天明笑助解释了一下 来到云镜小区后 发现这里同样是定制式的别墅 很多别墅的风格都大不相同 来到那栋要出售的别墅前 林州看了一眼 面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竟然是中式风格的 而且修建的还不错 林大神 这是我一个朋友父亲买下来的 喜欢古典风格 本来要建成那重经典中式 后来我朋友提了一下建议 就变成了新中式 没有那么多的棱角了 你觉得怎么样 看到林州面上的笑容 苏天明不禁开口介绍了一下 千千超越 第一眼感觉还可以 进去看看吧 林州点头说道 具体还是要看看 里面的装修怎么样 他也想 这个别墅买下来 就能住进来 末世还能把父母接过来 进去之后 发现里面江南水乡风格的 有一条小小的溪水 在靠近院墙的地方 还有凉亭假山 给人的感觉倒是不错 俗话说 流水生财 有些人家里 就算没有流水 也会搞个鱼缸什么的 让水不断的流动 来到房间里 装修风格也是新中式 家具什么的一英俱全 从崭新的程度来看 都是没有住过人的 随后 他们又来到了地下室 这边的地下室 比苏天明的别墅小区 还要大一些 被房主改造成了书房 而且地下室 还有窗子直通外面 使得外面的空气和阳光 能够照射进来 林州觉得十分的满意 于是拍了些照片 发给了沈灵薇 这个房子觉得怎么样 行的话就定下来了 现在既然看到了满意的 就不用再看另外云湖的了 云湖是金融商务区 地理位置十分的优越 当然 也寸土寸金 根本不可能做到 这么大的间隔距离 而且 他买下房子 是为了住建和居住 就不用去云湖那边了 沈灵薇正在上课学习 看到林州发了一堆照片过来 面上录出了甜蜜的表情 他翻看了一些 顿时发了一段语音过去 看出还不错的样子 那就定下来吧 林州听了之后 朝着苏天明说道 老苏 就这个吧 开始找人办手续吧 林大神 不再看看了 云湖那边的位置更好一些 苏天明不禁开口说道 不用了 我买别墅 又不是为了位置 莫视住各建 休闲一下就足够了 林州摆了摆手说道 对于钱财足够的人来说 位置什么的 是最不重要的了 这里背靠住一个湿地公园 最不缺的就是动物资源 可以让他的高级训授术能力 发挥到极致 看到林州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任子安也不禁有些遗憾 他本来想住 等林州看完了这几栋别墅 再把自己那栋别墅说出来呢 现在 看来是没机会了 好 北郊这边比不上云湖 价格还可以 这栋别墅买下来 加上装修 差不多是一千三百万 我朋友的父亲说了 给你交个朋友 一千万 你觉得怎么样 苏天明开口问道 还可以 替我谢谢你朋友 就这样吧 林州没有过多的考虑 就答应了下来 好 没想到这模块就解决了 那就不用咱们在这守住了 你把身份证什么呢 交给我 我在委托专业人员 与我朋友那边对接 把钱一转 估计一两天就完事了 这要吃点你 现在就可以找工人 过来先改造地下室 苏天明答应了下来 一栋别墅而已 对于林大神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林州也没有客气 接过了钥匙 他确实想要尽快地改造好住建室 开始自己的住建 好 那咱们先回去吧 我思考一下改造的方案 和苏天明等人告别 林州回到了云华小区 此时 沈灵维还没有回来 他首先在纸上画了一下改造方案 以便于他能够更好地进行住建 这一栋别墅地下室很大 而且 修建的质量也非常的好 就算是 他在下面打铁 也不会影响到上面的人休息 住建的话 只需要使用一半的空间即可 另一半 他决定改造成休息室和茶室 累的话 可以去休息休息 喝喝茶放松一下 由于使用高级刺绣体验服 不断地练习固绣 他在绘画方面的能力 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画一幅简单的改造图 非常的容易 画完之后 他又打开了电脑 登陆了漂亮国的社交媒体 搜索了一下 果然看到了一些正在直播的博主 此时花下时间是中午 而漂亮国 已经是晚上了 在灯光通明的医院 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通过直播来蹭热度 有的甚至 溜进了医院里 来到了布里斯居住的病房门口 进行拍摄 布里斯全身上下缠满了纱布 活脱脱的 就像是一个木乃伊 而他的脸上 同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现在正清醒住 看起来状态还不错 就在这时 通风管道发出了一阵声响 然后从通风管道的护网里 攥出来了一只只的小鸟 一窝蜂地飞到布里斯所在的位置 而清醒的布里斯 看出飞过来的这一只只鸟 大声地呼喊住 救命啊 救命啊 只不过 那些鸟可不会等他喊完 直接飞到上空 小屁股一掘 开始拉起鸟屎来 一泡泡的鸟屎从天降 落在了布里斯那缠满纱布的脸上 甚至有一些 还直接落进了嘴里 拉完之后 那些小鸟又飞快地从通风管道里钻了出去 扬长而去 只留下了满脸鸟屎的布里斯 正在发出不断的哀嚎声 本来纱布就比较吸水 而且不透气 这些鸟屎还都是吸的 直接将纱布浸湿 那重粘糊糊的感受 再加上鸟屎的气味 还有嘴里鸟屎的味道 让布里斯开始呕吐了起来 这时 医院的护士听到呼喊声 布里斯他们也充满了无奈 再来到医院 从救护车里被拉出来的时候 这个家伙就已经被拉了一脸的鸟屎了 没想到现在在病房里 也能被拉一脸鸟屎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医院看守严密 鸟应该进不来啊 布里斯一边哀嚎住 一边用缠满杀精的手 指了指上面的通风管道 无比愤怒地说道 他们从那里出来的 把所有的通风口 还有空调口 都给我堵死 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一定要 此时 在网络上 看到这一幕画面 让许多网友们都笑喷了 不断地一润住 可怜的布里斯啊 又被拉了一脸的鸟屎 这下伤口都要感染了 泽泽 大家猜猜 这一次把通风口堵了 鸟还能通过什么方式进来 这样了 还想猪杀鸟呢 看来鸟屎面膜还莫复够啊 第335章 布里斯后悔了 在观看直播的时候 林州还发现了 有些主播不断拍打住身上 好像是被蚊子咬了一样 他正好遇到了 有一个主播在医院偏僻的角落直播 用灯罩了一下 周围全是蚊子 他毫不犹豫的 就使用了多次高级训授术 驯服了20多只蚊子 由于无法隔住屏幕下达命令 这些蚊子什么时候发挥作用 就不是他能够做主的了 希望这些蚊子 能够让那个蓝衬衫的痛苦 变得更大一些 等到沈灵薇回来 林州将别墅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 同时也展示了 一下自己的改装方案 沈灵薇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同时也给他推荐了机家装修公司 都是他的朋友开办的 吃过晚饭 收拾好一切 沈灵薇面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在林州耳边轻轻说道 小租客 是不是该交今天的房租了 我把后面两天的房租一块交了 林州轻哼了一声说道 抱起沈灵薇 就进了房间 美妙的夜晚 就这样开始了 接下来的机天 办好别墅的过户手续后 他就开始了 对别墅地下室进行改装 同时 他也与郑兴建简单交流了一下 让齐帮自己采购全套的铸建工具 至于改装方面的事情 并没有去请教 因为以他高级铁匠的能力 完全明白地下室怎么改装 对于铸建打铁最有帮助 由于只是小幅度的改装 并没有对主体建筑进行改变 所以 一个星期就已经完成 他也去验收了一下 改装的质量还不错 这时 通过正兴建采购的铸建工具和机器 以金鹿续运到了别墅院子里 他也是请工人 把这些工具 全部放置到了地下室中 包括茶室和休息室的一些家具 都是安装到位 陨石剑的铸建材料 铁陨石还有一些稀有金属 早就被国家天文台运了过来 通过交流 他们也再次达成了一些合作 国家天文台会以市价最低价 提供一些陨石剑的材料 而他 也将会在未来 使用天文台提供的其他材料 进行铸建 所有材料准备就续之后 林州也开始准备铸 在这一个星期之中 他也得到了漂亮国方面的消息 那些鸟通过其他方式 再次飞入了医院 拉了布里斯一脸的鸟屎 同时 一些蚊子也在深夜通过窗户缝隙 飞进了医院之中 把布里斯裸露在外的皮肤 咬得全是包 特别是露在外面的眼睛 眼皮都肿成了鹅蛋 而且奇养难耐 再加上鸟屎的感染 使得布里斯崩溃的想要撞墙 伤势飞蛋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了 而且在地下室改装的时候 他也没有闲著 几乎每天都会看直播 驯服一些动物 不过让他惊讶的是 那些从华夏过去的鸟 竟然在医院附近 招收了一些外国鸟当小弟 扩大了队伍 拥有了智慧 果然变得不一样了 在直播中看到这些鸟时 他也是一个不胜的 全部使用了一次训手术 苏天明特意把国外的几个朋友 叫过来开直播 同时也把联系方式给了他 他可以随意地指挥这些人 什么时候开直播 在哪里直播 发个消息就可以了 这几天的时间 布里斯也换了一家医院 据国外社交媒体上的消息 因为布里斯的父母 也来到了医院 得知儿子的惨状后 直接换到了一家私立医院 防护严密 门外还请了两名安保人员 哪怕如此 这些充满智慧的鸟 也绕过了一些防线 进入到了病房里 这一次并不是拉一脸的鸟屎 而是将布里斯全身上下 都覆盖了一遍 同时蚊子也开始上场 有的甚至钻进了纱布里 不仅仅只是蚊子 这几天通过直播 他也驯服了一些老鼠 这些老鼠也是天天深夜钻进病房 在布里斯的脸上乱爬 爬完了 还不忘拉屎留一个记号 布里斯崩溃的 直接拿后脑勺撞墙 他现在再也没有了半点杀鸟的心情 有的只是后悔 只要这些鸟 这些动物不来折磨他 让他干什么都行 布里斯的父母 得知消息 来到医院后 看到儿子这更加凄惨的模样 都沉默了 这医院的防护等级已经很高了 没想到比之前还要惨 他们不得已 只得把回到漂亮国的威尔逊给请了过来 威尔逊在从华夏 回到漂亮国之后 也得到了一些幼义分子的欢迎 称赞他 没有屈服于华夏人之下 他只有沉默 内心无比的后悔 因为屈服才是最好的选择呀 打一年功就好了 如果表现好 说不定还能跟灵州拉好关系 未来有机会得到华夏失传的住建记忆 现在看起来是他不屈服 其实已经输了 只是打工时间的多少而已 一回国 他就召集朋友 开始调整之前的住建方案 特别是研究灵州住建时的那些材料和手法 只可惜的是 材料他们或多或少还看得懂 手法却是完全无法看明白 漂亮国的一些住建师 也用云铁试验了一下 哪怕完全模仿灵州的手法 也无法实现 那种可刚可柔 能够弯曲的特性 他们现在所能做的 只有对宝剑进行更大的优化 铸造出能够支撑更久的宝剑 而布里斯的情况 他却一点都不关心 因为他现在自身还难保呢 本来在华夏打工一年就能解决 现在最少要打工五年以上了 在接到布里斯父母的电话后 威尔逊也是没有半点犹豫的开口拒绝 可是 电话里不断传来的哀求声 让他求求布里斯 求求可怜的孩子 他终于心软了 表示这两天赶过去看看情况 抽了一天时间 再赶到医院之后 在住院大楼门口 他吓了一跳 好家伙 一堆直播的 看到他过来 也是拿住设备 不断拍摄住 有的还询问他的宝剑准备的怎么样了 有没有信心 在下次对决中战胜华夏临州的弯曲宝剑 有一个人还不小心地跟他撞了一下 他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直接进入了住院大楼 来到了布里斯所在的病房 在门口 他和布里斯的父母交流了一下 得知刚刚有鸟进来拉过屎 护工正在清理住呢 让他等一会儿再进去 由于赶时间 他直接选择了进入病房 在病房里 他看到了布里斯的惨状 全身上下缠满了纱布 而本来白色的纱布 现在变成了灰褐色 上面覆盖了一层鸟屎 还散发出一股臭味 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特别是脸上 也覆盖了一层鸟屎 护工正在清理住脸部 可以发现 整个眼睛 肿得跟被打了鸡拳一样 护工一边擦住 布里斯一边发出了惨叫声 等到清理完了之后 他发现布里斯的眼睛里 已经没有光芒了 完全是一副等死的模样 他不禁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里的医院 不是防护很好吗 我也看到 还有两名安保人员 布里斯的父母 有些欲哭无泪地说道 威尔逊大师 我们已经将所有的缝隙 全部堵死了 可是 今天夜里 竟然有一只穿山甲 从医院外面一直打地洞 钻进了医院 水泥地面都没有挡住他 然后一大堆的鸟和老鼠 就顺着地洞钻了进来 开始拉屎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才把您叫过来 请求你一定要救救孩子 病房里的话语 全部都被一个外国主播 进行直播 放到了社交媒体上 刚刚他撞了 威尔逊一下 就是把一个录音传输设备 放到了兜里 在听到布里斯父母的话语之后 整个直播间都沉默了 然后便是一阵沸腾 卧槽 本来只是一些华夏鸟 现在连穿山甲都出动了吗 他娘的 这是一个集团军啊 什么病种都有 空军轰炸式鸟 蚊子是战斗机 陆军是老鼠 还有工兵穿山甲 哦 可怜的布里斯啊 非要去招惹华夏的鸟 咱们国家的这些鸟 可真的是聪明 竟然知道在漂亮国找盟友 则则 威尔逊现在自身都难保呢 还怎么去救布里斯这家伙呢 听到布里斯父母的介绍 威尔逊也吓了一跳 看了看病房角落里 由穿山甲穿出来的大洞 真的是庆幸不已 庆幸他 没有拒绝旅行赌约 虽然现在打工的时间变长了 但是跟布里斯比起来 还是幸福太多了 威尔逊看了看布里斯 这个家伙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到来 双目呆滞地看出天花板 他摇了摇头 换了任何一个人被天天拉鸟屎 老鼠在身上爬 都会崩溃地变成这样 布里斯 我是威尔逊 你还认识我吗 听到威尔逊三个字 布里斯呆滞的眼睛 忽然聚起了一抹光芒 充满激动地看向威尔逊 威尔逊大师 救救我 快救救我 我受够了 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现在只想过上正常的生活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听到布里斯的话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哦 可怜的布里斯 现在知道 害怕了 当初还杀鸟呢 泽泽 当初傲的崩皮 现在怎么没脾气了 还让威尔逊救 他怎么救 替你躺病床上呢 布里斯的话 让威尔逊有些想笑 早知道现在 当初干什么去了 本来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 折磨成啥样了 你现在还想要杀鸟吗 后悔了吗 后悔了 我后悔了 一点都不想再杀鸟了 我错了 布里斯哭丧住脸说道 本来只是拉点鸟屎 现在不仅有鸟屎 连老鼠 蚊子甚至蜘蛛 都过来欺负他了 白天的时候 还一切正常 到了晚上 他磨的病房里 就跟动物世界一样 威尔逊点了点头 面色凝重的说道 好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救你 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建议 我觉得 这些华夏的鸟 很有可能跟灵州有关 所以 你需要亲自去华夏 向灵州道歉 同时履行赌约 我不去 我绝对不会 向那个华夏小子道歉 现在这些动物 也不可能是他搞出来的 布里斯听了之后 变得更加暴躁 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 去不去 就看你自己了 这可能 是你唯一的生路 除非你想后半生 被这些鸟折磨 我先回去了 威尔逊面无表情地说道 随后直接离开了病房 布里斯的父亲 连忙出去送了一下 直播间里 许多华夏粉丝 都不禁幸灾乐祸起来 哈哈 我就说这些鸟 肯定跟灵大神有关 这小子要是真有众 就别来华夏道歉 灵大神真的是大神啊 这布里斯搞了半天 还不是要回来旅行赌约 吃微波炉烤溜脸吗 呵呵 回来吃微波炉烤溜脸可以 必须要再加一个食材了 想拒绝就拒绝 想旅行就旅行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灵州也听到了这些声音 吃笑了一下 现在知道 害怕了 真的就是贱 那只穿山甲 还是他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一些野外生存直播时 驯服的 这个直播的地点 距离布里斯所住的医院 并不算远 所以 穿山甲感受出熟悉的气息 来到了这里 这家伙要是真来到华夏道歉 旅行赌约 他也不可能就这样放过 怎么住 也要让这个家伙 再享受一段时间 关闭了电脑 灵州来到地下室 开始了自己的铸剑 经历了之前龙泉的铸剑 这次的铸剑 就比较熟练了 熔练之后 就开始断打 动作也是犹如行云流水一样 在龙泉铸剑的时候 他还控制了一些力度 没有使用权力 而现在在地下室铸剑 没有了旁观者 他也不用再隐藏实力 可以全力施展了 在高级铁匠的技能之下 每一次的铸剑 都能得到一定的提升 会使得他于脑海中的记忆经验 融合得更加紧密 如果半年之后 威尔逊还没有过来笔剑 那么 他就会使用新柱 造出来的宝剑 进行对决 半年的提升 绝对会比斩屠龙强上许多 第336章 宝剑交接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 灵州开始了每天 闭关铸剑的生活 沈灵薇也来别墅看了一次 只不过吃了一顿饭就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他效述让灵州好好住建 等到住完建之后 他们再见面 因为他明白 住建消耗的精力非常的大 他可不想让灵州 每天变得精神违靡 只要住在别墅 肯定会情不自禁的 去做美妙的事情 而且 小别圣新婚 分别一段时间 所带来的快乐 是非常大的 灵州也是明白沈灵薇的心意 临走之前 拥抱亲吻了一下 然后又继续住建 既然开始住建了 他就想住趁热打铁 把达印正家的那把剑 也一块铸造出来 毕竟那两个老爷子 可是直接把送带官窑茶展送给了他 在住建开始的第三天 他就接到了师父及老打来的电话 说布里斯一家人 从漂亮国来到了云阳 找到了保元阁 想要道歉 并履行赌约 灵州只是笑了笑 告诉师父 让他们先等住 自己现在正在忙住住建 这样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布里斯 这个家伙 没有实施直播杀鸟的行动 那么 只要诚心道个歉 然后吃微波炉烤留脸就行了 现在嘛 只有等他忙完了之后 才会去处理这件事 就在他师父打完电话后 他听到了外面传来了一阵鸟叫声 于是走出了地下室 来到了院子里 顿时 十几只鸟 便疯狂地扑了上来 围绕住他不断地打转 叽叽喳喳地叫住 似乎十分地兴奋 灵州伸出手 摸了摸这些鸟的小脑袋 同时在他们的身上 分别使用了一次高级训兽术 小家伙们 辛苦了 谢谢你们不远万里 前往漂亮国执行任务 这些鸟听懂了他的话语 用嘴巴在他身上不断地磨蹭住 又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 通过中极箭定数 灵州得着他们的心理活动 还等着他发布新的任务呢 他笑了笑 你们先休息一天吧 明天再执行新的任务 每天往那个家伙身上 拉一次鸟屎就行了 这时 卫手的那只鸟飞到了他的肩膀上 又叫喊了一声 看到这只小鸟的心理活动 他轻轻拍了拍小脑袋 不用担心 那只受伤的小鸟 还在养伤呢 会在这两天回到华夏 他已经和那些旧鸟的人进行了对接 这两天将会 由一个华夏留学生专门做飞机运送回来 好了 先去吃饭休息吧 我给你们准备了丰盛的美食 灵州带着他们来到了院子一角 将一些适合鸟类食用的食物 拿出来放进了饭盆里 听到他的话 这些鸟兴奋地围住他飞舞了一圈 然后落在地面上 开始享用起了美食 看到这一幕 灵州面上露出了笑容 又轻轻拍了拍他们的小脑袋 然后回到地下室 继续住舰的工作 在住舰开始的第四天 一架从漂亮国出发的航班 落在了云阳机场 一名华夏留学生 将那只受伤的鸟送了回来 灵州也前往机场迎接 鉴定了一下这只鸟的情况 不禁摇了摇头 由于翅膀神经受到了伤害 现在虽然伤势养得差不多了 但是以后 真的是不能飞行了 他将这只鸟 小心地带回了别墅 好好的养护住 希望未来得到高级修复术之后 能够让他重新恢复飞行的能力 在龙泉的时候 那一把陨石剑 花了六天的时间铸成 而现在 灵州使出了全部的能力 这一把剑 仅仅用了五天就完成了 而且质量上 也比那把斩屠龙要降了一些 他有一种感觉 斩屠龙砍了十剑 才将威尔逊的外国宝剑 砍出一半的缺口 而现在 这把为国家天文台铸造的陨石宝剑 估计八九剑就可以做到了 别看少了一两剑 这等于是宝剑的性能 提升了百分之十以上 不过 这也差不多达到极限了 就算是以后再熟练 最多也就能提升一两剑的水平 因为他现在拥有的 本来就是高级铁匠技能 哪怕有些不熟悉 所发挥出来的 依然是这种技能的水准 后面熟练了 可以提升一些效果 但是 还是无法超越高级铁匠的技能 当然 如果他日不一日的不断驻剑 未来肯定能突破高级铁匠 达到更高的水平 逐渐的这一个星期之中 许多华夏人 也是关注住布里斯的情况 还有一些人专门跑去直播 由于布里斯的伤势还没有好 从飞机上下来之后 直接就被送到了 云阳一家私立医院之中 还要了一个担间 再来到华夏的第一天 众人都没有听说鸟拉屎的情况 还以为布里斯真的要摆脱了呢 而布里斯本人 也十分的兴奋 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一直紧绷的神经 也放松了下来 而他也深深知道了 林州肯定和这些鸟有关系 鸟停止了拉屎 他的内心还有些嘲笑 他们这些外国人 就是有特权 自己仅仅只是来到了华夏 还莫道歉呢 林州就已经原谅了他 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甚至让父母打开了窗户 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布里斯的父母不禁有些担心 觉得那些鸟 很可能悬会冲出来 布里斯则是毫不在意地说道 爹地不用担心了 你没看到 我们一来到华夏 那些鸟就消失了吗 我们在华夏是有特权的 林州不敢再轻易指挥那些鸟攻击了 可是当窗子打开的那一瞬间 那些鸟忽然一窝蜂地 从医院的树林中冲出来 飞进了病房里 直接往布里斯的脸上 还有身上 开始拉起鸟屎来 拉完之后 还围在他的头顶 叽叽喳喳地嘲讽了一阵 然后扬长而去 看到这一幕 医院门口正在直播的华夏网友们 顿时兴奋了 不断大笑了起来 哈哈 布里斯这家伙 昨天还在国外社交媒体上 得意洋洋地说 自己来到华夏 就有了特权 鸟都不敢攻击了 现在教他做人了 则则 这些鸟离开了 故乡镇抹酒 总要休息一天吧 还他抹有特权 你的特权就是在华夏被鸟屎盖眼 听说布里斯的父母 昨天还去了保元阁呢 不过看现在这情况 林大神应该是墨空里他 林大神正忙着铸剑呢 哪有闲心管这事 让他再享受享受鸟屎的味道吧 从第二天开始 后面每一天 这些鸟都会想尽各种办法 突破医院设置的防线 冲到医院里 在布里斯的身上拉鸟屎 而医院的那些安保人员 也不敢太过于暴力 就算是阻止的时候 也生怕伤害到鸟 开玩笑 布里斯这家伙直播杀鸟 就打伤了一只 然后就被动物围攻 牛和羊都上场了 搞成了现在半死不活的模样 他们可不敢伤害到这些鸟 布里斯陷到这些安保人员 那放水的动作之后 不禁向医院领导提出了投诉 医院领导也狠狠地训斥了他们 表示这是医院的大客户 必须要尽心尽力 不就是一些鸟吗 怕个毛线 然而 在这个医院领导说完话 出去办事的时候 刚走出医院大楼 一群鸟就围了过来 往他的头上拉屎 一身鼻挺的西装 变成了鸟屎装 头上还扎了一些鸟毛 看出就像是被鸟屎炸弹给砸了一样 于是 这位领导崩溃了 无比愤怒地叫来了所有安保人员 刚想实施赶鸟杀鸟的行动 忽然看到了那些鸟围在了头顶 顿时内心冒起了一阵凉气 连忙挥手解散了这些安保队伍 同时 他也不敢再去管布里斯病房的事情了 爱砸砸地 他可不想像布里斯一样 每天出门 都被这些鸟拉屎 布里斯又开始了自己生无可恋的生活 每天都担惊受怕的 等住鸟过来拉屎 让他感到庆幸的是 没有蚊子的袭击了 总算让他好受了一些 可是下一秒 他就后悔了 蚊子出现在了眼前 开始向自己的身体发起了攻击 灵州在住建完成后 本来想住 直接交给国家天文台就行了 而国家天文台则表示 要搞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 不然对不起他住建大师的名号 他也没有拒绝 答应了下来 让天文台自己准备仪式 到时候 他过去参加就好 两天之后 在云阳人民广场 陨石宝剑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灵州将这把陨石宝剑拿了出来 展示了一下弯曲的功能 同时还展一下铁块 进行了实验 随后 将宝剑郑重地交给了 国家天文台的副台长 随后 便是这位副台长的感谢发言 并为这把宝剑 取名慰问天剑 他们将会对这把宝剑 进行专业的研究 来探寻陨石 在现代科技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同时也说明了 他们和灵州进行的合作 未来 将会有其他类型的陨石宝剑出现 让所有人不禁充满了期待 而远在万里之外的漂亮国 威尔逊也观看了这场交接仪式 当看到灵州的展示之下 他面色猛的一变 有了一种无力感 虽然在普通人眼里 这把宝剑 和那把斩屠龙 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在他们这种 驻剑大师的眼里 区别却大多了 这把宝剑的弯曲能力 还有斩铁的能力 明显提升了一些 他有些不敢想象 半年之后 灵州的驻剑能力 会提升到什么地步 绝对让人难以想象 所以 他必须要加快速度 争取半年之内 完成宝剑的铸造 否则的话 半年之后 他恐怕要在保元阁 打一个满工了 五百把宝剑 十年的时间 他现在六十多岁了 在华夏打工十年 回到漂亮国 都七十多了 然后就可以等死了 不履行赌约也可以 下场就会和布里斯一样 天天享受住 被鸟拉屎的快乐 时不时的 还会有其他动物 带来惊喜 要是这样的话 估计他活不到七十 就因为天天受到惊吓 而去世了 宝剑交接仪式结束后 灵州刚准备离开 然后就被一名外国夫 付给拦住了道路 灵州先生 求求你放过布里斯吧 他已经被折磨得 快要崩溃了 他答应认错 履行赌约了 不要把他逼到绝路上 听到这句话 灵州不禁皱了皱眉头 缓缓地说道 我有必要说明一下 第一 他现在所遭受的一切 跟我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第二 是布里斯拒绝履行赌约 不存在我放过不放过的事情 第三 他之前不履行赌约 现在愿意履行赌约了 可以 等我有空 难道他愿意履行赌约了 我就要屁颠屁颠地 跑过去处理吗 布里斯的父亲 直接把妻子拉到了身后 朝着灵州说道 灵州先生 这一切都是布里斯的错 那些鸟应该认识你 我希望你能转达我儿子 对他们的歉意 让他们不要再折磨我的儿子了 而且 他现在的身体情况 也无法履行赌约 请求你答应 救救我的孩子 灵州想了想 开口说道 那些鸟可能会认识我 但是也不一定能听懂我的话 我只能尽量帮助你们 这样吧 明天我去医院一趟 跟那些鸟交流一下 这布里斯的父亲 态度还算是不错 他也要做一做样子 谢谢灵州先生 谢谢 明天我们在医院 等着您的到来 布里斯的父亲连忙谢过 灵州回到别墅之后 和那些鸟交流了一下 制定了明天的计划 事情会怎么发展 一切都要看 布里斯认错的态度如何 第二天 他带着苏天明等人 一块前往了医院 在外面也是提前来了 许多人围观 看到他的时候 纷纷欢呼了起来 灵州也是挥手示意 进入了医院 来到病房之后 躺在床上的布里斯连忙 坐了起来 大声地呼喊住 灵州先生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 他之前的得意忘形 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完全被这无休止的鸟屎 给折磨得崩溃了 只要不让他再被鸟屎盖脸 让他做什么都行了 第三百三十七章 向鸟道歉 进入病房 听到布里斯的话语 灵州就忍不住笑了 布里斯 我可没有不放过你 你不履行赌约 还能安全地回到漂亮国 这就是证明 你应该求那些鸟放过你才对 我 我愿意履行赌约 我愿意吃微波炉烤榴脸 求求你 求求你让那些鸟放过我吧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愿意承担任何代价 布里斯连忙开口说道 如果吃一次微波炉烤榴脸 就能换来长久的安稳 他完全地愿意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做一个中间人 帮你和那些鸟交流一下 看看事情 有没有缓和的余地 林州点了点头 就这样放过布里斯 那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 要换一种方式折磨 毕竟他们还要等着这家伙伤好了 去吃微波炉烤榴脸呢 布里斯听到之后 面上松了口气 充满感激地说道 谢谢林大神 谢谢 老苏 直播开了吗 林州朝着苏天明问道 他们特意带了一个直播设备 就是想要直播这次鱼鸟的谈判过程 进入病房之后就开了 现在直播间已经有几万人了 苏天明看住直播画面 笑着说道 林州在镜头前挥了挥手 打了声招呼 各位网友大家好 你们也听到刚刚的对话了 开直播也是想请大家做个见证 我作为中间人 与鸟进行谈判 看它们能不能放过布里斯 如果不放过 那我也没办法 随后 他朝着布里斯问道 布里斯 我问一下 你今天的鸟屎套餐吃了 不是 那些鸟今天在你身上拉屎了吗 听到林州前半句话 许多观看直播的网友 顿时笑喷了 鸟屎套餐 真的是太好笑了 这次他们前来 医院方面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翻译 以便与交流 在听了翻译的话语后 布里斯摇了摇头说道 今天那些鸟还没有来过呢 那好 咱们就先让那些鸟进来吧 林州静止地走到窗边 将紧闭的窗户完全打开 顿时 一股新鲜空气吹了进来 使得整个病房的气味焕然一新 让人的感觉也轻松了一些 看到这一幕 布里斯顿时急了 不要 不要 他们会飞进来拉屎的 整个病房封闭的都这磨岩石了 更不用说现在直接打开窗子了 这不就是等于敞开门 让他们进来拉屎吗 你别说话了好不行 不让他们进来 怎么交流 他磨得有脑电波吗 听到布里斯的话 苏天明有些嫌弃地说道 在窗户打开的那一瞬间 一群鸟便飞了进来 然后直接朝着病床冲了过去 布里斯见状 连忙拉起被子盖住了头 之前那些鸟 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夜过来拉屎 他都根本来不及反应 鸟屎已经拉完了 这些鸟刚刚撅起小屁股 正在是放时 灵州忽然走到了病床前 抬起头 朝着那些鸟摆了摆手说道 各位鸟兄 我是灵州 你们应该认识我 先别拉屎 听我说两句可以吗 哈哈 灵大神这认真和鸟说话的样子 真有点好笑啊 话说这些鸟真的 能听懂灵大神的话吗 这些鸟跟灵大神 有着紧密的联系 你说能不能听懂 说不定灵大神 还有马戏团驯兽的爱好呢 那些鸟听到了灵州的话 果然停在了半空中 收起了小屁股 她的叫喊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布里斯的父母面上 露出了一抹金色 这些鸟看起来 真的是认识灵州 难道别人的猜测是对的 这些鸟就是灵州派去的 布里斯的母亲刚想上去 跟灵州理论一下 被旁边的丈夫一把给拉住了 你想让儿子 一直都被鸟屎盖脸吗 他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能证明 这些鸟是灵州派去的 现在这个画面 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灵州看住这些鸟 面上露出笑容 开口说道 各位鸟兄 你们都是英雄 我知道 这个家伙给你们 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甚至还打伤了你们一个同伴 但是 他现在知道错了 想请求你们原谅他 不知道可以吗 那些鸟听了他的话 没有什么回应 而是疯狂地攻击住布里斯的被子 把布里斯吓得 在里面嚎叫了起来 救我 救我 爹地妈咪 救我啊 有的鸟 甚至还攻击起了灵州鸟人 让他们的头上 也搞得全是鸟毛 鸟人连忙退到了病房外面 灵州无奈地摆了摆手 这没办法了 你们也看到了 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算了吧 我们先走了 卧槽 这些鸟竟然还攻击我们 灵大神 他们不是认识你吗 苏天明也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一直以来 他们都觉得 这些鸟跟灵州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甚至不排除就是灵州派去的 可是现在 这些鸟竟然攻击了他们 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灵州摇了摇头 苦笑着说道 认识我也没用啊 这布里斯与他们的仇恨太大了 现在看来 完全无法掉糊了 咱们还是别烫 这个浑水了 不要到最后 搞得我们头上也出现鸟屎 告诉他们 我们走了 最后 他朝着旁边的翻译说道 直播间的观众们 更是看得一脸猛逼 这是发生了什么 灵气是主 手下反水 这些鸟难道 不是灵大神派去的吗 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 完全是因为布里斯招惹了这些鸟吗 这些鸟可是真的在攻击啊 好像没有半点放水的模样 看来是真的了 嘿嘿 大家别急着猜测 现在不排除灵大神和这些鸟在演戏的可能性 听到灵州要走 布里斯的父母连忙拉住了他 深深地鞠了一躬 求求你 不要走 求求布里斯吧 刚刚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也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他们也觉得 这些鸟跟灵州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是没想到 刚刚这些鸟 竟然连灵州一块攻击了 只是 哪怕这样 他们也不想放弃 因为 这是唯一的希望了 你们再瞧也没用了 这个家伙跟鸟的仇恨太大了 莫看到刚刚连我们都攻击吗 灵大神 咱们走吧 苏天明摆了摆手说道 为了一个布里斯 不值得把自己也搞得一身心 灵州先生 千万不要走 再帮帮布里斯吧 布里斯的父亲 拉走了灵州 充满哀求的说道 灵州见状 摇头叹息了一声 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摊上布里斯这个家伙 也是一种折磨 他想了想说道 好 我再帮他一下 如果这些鸟再次攻击我 那么你们 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谢谢灵先生 谢谢 布里斯的父亲学助 滑下拱手的动作 不断向灵州感谢助 他们在走进病房时 发现那些鸟 已经把被子给扯了下来 布里斯的脸上 已经再次覆盖了一层鸟屎面膜 而这些鸟 依旧没有离开 继续攻击住 病房里 也散发出一股臭味 非常的难闻 噗 笑死我了 这家伙 还是没有逃过鸟屎套餐的洗礼啊 灵大神也赶紧撤吧 这些鸟明显已经疯了 从这些鸟一直追到漂亮国 就知道 它们有多么记仇了 偏偏这家伙 还要实施什么直播杀鸟的活动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布里斯 赶快从病床上起来 向这些鸟磕头道歉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此时 灵州宁生说到 旁边的翻译 也是急忙翻译了过去 本来已经生无可恋的布里斯 听到这话 连忙从病床上爬了起来 跪在病床上 朝着天空上的鸟 不断地跪拜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那些鸟见到布里斯 不断跪拜的动作 竟然停下了攻击 布里斯健壮 不禁受到了鼓舞 动作幅度变得更大了一些 灵州缓步走上前去 朝着那些鸟说道 各位鸟兄 布里斯愿意向你们认错道歉 还请你们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 听到翻译的话语 布里斯也仰头望向天 露出了一张笑脸 下一刻 就直接被一只鸟用爪子扒拉了一下 你看啥呢 赶紧道歉 还想吃鸟屎啊 灵州看到这一幕 没好气地说道 布里斯连忙低下头 继续跪拜道歉 这时 卫手的一只鸟 飞到了灵州面前 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堆鸟语 然后飞到了苏天明手中 拿的拍摄设备上 把苏天明下的差点 没把设备给扔了 最后又在布里斯的身上 踩了两下 朝着灵州 叽叽喳喳叫喊了一通 噗 这鸟说的是啥意思 谁能听懂啊 你看灵大神脸上的迷茫 太好笑了 这些鸟看起来 还真的聪明 不过光这些动作 谁也弄不明白啊 灵州一脸的迷茫 最后思考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说道 我好像弄明白了 这些鸟的意思了 不知道对不对 万一不对就麻烦了 还是算了吧 灵大神 求求你一定要救我 我对之前的不敬 向你们道歉 向华夏人民道歉 等我伤好了 一定会认真的履行赌约 布里斯顿时着急了 连忙朝着灵州 又败了两下 好 那你听好了 这些鸟应该是说 你必须要每天 向他们进行道歉 同时需要开启直播 直到他们认为足够的时候 我的话说完了 至于你愿意不愿意 我就不管了 咱们走 灵州简单地说了一下 随后便带着苏天明等人 离开了病房 布里斯的父亲快步跟上来 再次向灵州表示了感谢 一直送到了住院大楼门口 这才返回了病房 布里斯 灵州先生的话你也听到了 以后这些鸟每天来了 都要道歉 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布里斯点了点头 这样的道歉 比起每天挨一抛鸟屎套餐来说 要好得太多太多了 就在这时 由于他的动作停了下来 两只鸟一左一右 给了他一爪子 让他不敢再停下 继续跪拜道歉 灵州一行人走出医院之后 苏天明有些气愤地说道 灵大神 这些鸟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竟然还攻击我们 我都说了 这些鸟跟我无关 你们还不相信 现在知道了吧 灵州笑了笑 他是故意让这些鸟 陪助演了一出戏 至于有多少人会相信 他就管不住了 哎 灵大神 照我说 还不如不来呢 这样还能导致神秘 让一些人投鼠忌器 这时 任子安忍不住开口说道 灵州摆了摆手 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 无所谓 我比较喜欢真实一点 别人如果铁了心的想招惹我 这些动物 还不足以让他们改变主意 好了 都回家吧 我要开始 铸造第二把剑了 由苏天明开启的这场直播视频 也传到了国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 一些外国人看了 都不禁吃笑了一下 还以为这个华夏小子 真的能指挥动物呢 原来是吓唬人的 正在思考住建方案的威尔逊 也收到了朋友们发来的视频 他看完之后 却没有半点放松的心情 虽然那些鸟攻击了灵州 但是他感觉 这绝对是灵州演的一场戏 目的是什么 他现在还搞不清楚 而参与平州攻盘的那些资本事例 也看到了相关的视频 他们开了一个会议 交流了一下 觉得是不是要延期之父赌注 毕竟这个视频 应该能够证明 灵州没有指挥动物的能力 最后 却被幕后的大老板给拒绝了 你们这群傻瓜 只看到了表面 灵州这明显 是在演戏 这个视频 反而更加能够确定 他拥有指挥动物的能力 就算没有 凭借他现在的名声 以及背后的七星之 也不是我们所能对付的 现在发生的这几起动物商人的事件 每一起 都与灵州有着联系 而这一个视频 也是另一种证明 因为在漂亮国的时候 那些鸟看到灵州的照片 都充满了信任 现在又转头攻击 根本说不通 当然 要是谁再去招惹灵州一下 验证验证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 他们可不当 这个出头鸟 第338章 对线赌注 在灵州与鸟谈判过后 接下来的时间里 布里斯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让父母把窗户打开 让那些鸟大爷进来 然后 就打开手机进行直播 在病床上 向这些鸟大爷跪拜道歉 每次道歉 几乎都要持续半个小时左右 那些鸟大爷 有的站在病床栏杆上 有的站在窗子上 还有的直接站在了他的头上 他也依然继续道歉 因为动作一旦停止 就会有几个鸟打手过来 用枣子扇他的耳光 这件事情 看起来十分的无聊 但是每次直播间 都会有上万名观众 一边看一边 发出各种搞笑的谈目 可以说是 看得津津有味了 而有些外国网友 则是怒骂布里斯 没有了一点尊严 竟然向华夏的鸟下跪道歉 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可是布里斯不管这些 只要不继续往他脸上拉屎 让他跪一个小时都行 在跪拜的同时 他的内心也在琢磨住 既然这些鸟看起来 和灵州那个华夏小子无关 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履行赌约 等商养好了 这些鸟满意了 他就溜回漂亮国 不过他转念一想 觉得还是算了 因为这个华夏小子太邪乎了 万一这一切只是演戏呢 到时候 他恐怕连最后求饶的机会都没有了 由于思考的时候 没有跪拜 两只鸟过来 一左一右 用爪子在他的脸上 狠狠地挠了一下 又在他的头上 使劲抓了抓 布里斯连忙拱手道歉 继续跪拜了起来 不敢再有半点的马虎 而灵州 则是继续在地下室里 铸造第二把剑 也就是交给龙泉郑家的一把剑 毕竟这个铸剑家族 可是连传家宝都给了自己 回报一把剑 可以说是赚大了 就在铸剑开始的第三天 师父齐老打来了电话 小周 还在铸剑呢 是啊 师父 有什么事吗 灵州不禁开口问道 以他师父的性格 末世可不会给他打电话 齐老孝珠说道 是个好消息 上次平州公盘背后资本的代表 给我打了电话 他们想在近期先兑现十亿人民币 剩下的十亿 在半个月内付清 同时 他们还带来了 那长赌十诈偏范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好像叫什么石明达 他们问你在什么地方交接这个人 在交接的时候 也会在现场 把十亿转账给你 另外 这些赌注的个人所得税 他们也会替你付了 灵州清笑了一下 泽泽 赌注终于要兑现了 还以为他们要赖账吗 按照法律上的诈骗署的来看 还是在岭南的平州进行交接吧 师父 诈骗制人自杀 这应该是会加重刑罚的吧 这是属于严重的后果 自然会加重刑罚的 我把电话给你 具体你和他们谈吧 不过 这次出去 你可要消停会啊 赶紧先把姑修炼好了 齐老将电话给了灵州 然后着重地嘱咐了一声 师父 我知道了 一直以来 可都是别人招惹我 我要是忍了 那不是跟你老丢人吗 灵州无奈地说道 他也想默示去逃个宝 捡个落 实在是有人看他不顺眼 也没办法呀 灵州这委屈的话语 让齐老忍不住笑了出来 摆了摆手说道 扑 你尽量控制点 这第二个打工的还没到位呢 你可别把第三个也搞过来了 嘿嘿 您老就放心吧 我为咱们宝圆阁挑选打工人 也是有讲究的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来咱们店里打工 灵州黑黑笑嘱说道 没有大师级的水平 他连看都看不上 可不会自降标准的 让别人过来打工 好了 你小子就别平了 赶紧去忙正事吧 齐老乡骂了一声 这个小家伙 比他当年还能惹事呢 随后 灵州先给李牧打了一个电话 木头 那个赌食师父石明达已经抓住了 咱们什么时候去平州接人 接到电话 李牧无比的激动 连忙说道 已经抓住了吗 现在 不 不 现在太晚了 咱们明天去吧 在阳城机场会合 周哥 谢谢你 谢谢你 咱们谁跟谁啊 那就明天中午在阳城会合吧 我先给他们打电话 确定一下时间 灵州白手一笑 又说了两句 然后挂断电话 给那个资本代表打了过去 约定了一下 明天在平州见面的时间 挂断电话后 他打开了鉴定系统人物栏 看了看那个帮助李牧 报仇血恨的任务 虽然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报仇血恨 必须要抓到所有相关人员 现在只抓住了石明达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也就是李牧父亲李乐山的朋友陆宏远 之前就从那些资本传来的消息得知 陆宏远现在一直下落不明 只知道去了缅国 具体在什么地方 完全调查不出 他这次去交接 也是要问一问这陆宏远的相关信息 看看能不能缩小调查的范围 不行的话 他就亲自走一趟 不然的话 靠着那些资本事理 一直偷懒 也不是不可能 第二天 灵州从云阳搭乘飞机 直飞阳城 到了中午走出机场时 旁边传来了李牧熟悉的声音 灵州 灵州 这边 看到一直挥手的李牧 他摇头一笑 走了过去 你来得挺早啊 也不找个地方先休息休息 从魔都飞到阳城 可是比云阳要近多了 这不是怕你迷路吗 走 咱们先去吃饭 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李牧开玩笑的说道 好了 别装做末世人的模样了 咱们先坐车去平州吧 然后再找地方随便吃点 等这件事办完了 你再请我吃大餐也不迟 灵州摆了摆手说道 他自然知道 现在李牧恨不得插上翅膀 飞到平州 毕竟这可是杀父仇人 虽然参与赌视诈骗的所有人 都没有直接杀死李乐山 但是 就是因为他们诈骗的举动 最终导致李乐山崩溃 然后自杀 这可不是间接的仇人了 而是直接的仇人 随后 他给丁浩打了一个电话 丁少 在哪呢 能不能来阳城机场接我们 我们要去平州办点事 打完电话后 他们便前往附近的出站口 没过十分钟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 停在了他们身边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年轻男子 激动地看向灵州 快步走了过去 灵大神 终于陷到你了 你是丁浩叫过来的吗 灵州看出这热情的男子 有些疑惑地问道 对 对 我叫朱鸿胜 刚好在机场附近送人 看到群里消息就赶过来了 之前就对你特别崇拜 现在陷到真人了 你的赛车视频 我都看过 太厉害了 还有 这一瞬间真的是太解气了 年轻男子握住灵州的手 激动地说道 可 你这辆跑车 也坐不了两个人啊 灵州看了看后面的跑车 咳嗽了一声说道 这种跑车 都是只能坐两个人的 毕竟是炮妞专用神器 坐的人多了 那不是电灯泡吗 朱鸿胜直接将钥匙塞到了灵州手里 默氏 林大神 这辆车你开走吧 等会我坐朋友的车就好了 灵州拿着钥匙 不禁摇头一笑 这有些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你开我的车 是我的荣幸 说不定沾了你的气息 下次我赛车都能跑得更快呢 快走吧 丁少在市里的人民广场上等住你们呢 朱鸿胜摆了摆手 连忙开口说道 那就谢谢你了 我们先走了 对了 加个微信吧 灵州也没有再客气 答应了下来 和朱鸿胜添加了一下微信 带住李牧 开住跑车 就离开了机场 朱鸿胜站在出站口 得意地哼起了小曲 多少人现在和林大神都见不上面呢 想套近乎都莫机会 这次可让自己抓住了一个机会 经历了摩都方城市赛车 平州攻盘赌石 还有龙泉陨石驻舰 灵州已然成为了整个圈子里的传奇人物 就连他们的家族长辈 都在询问这个人呢 还问他们和灵州舰没见过面 灵州开住跑车 带住李牧前往阳城的人民广场 在车上 李牧充满感慨地说道 周哥 你现在可真是一个大名人了 平州之后 本来还以为你能安静一会儿呢 莫想到又到了龙泉 还住了一把神奇的宝剑 有时候我自己都纳闷 真的和你是大学四年的同学和好朋友吗 别纳闷 我们可是永远的好朋友 只是我意外打通了人多二脉而已 灵州开玩笑地说道 这就是鉴定系统的强大 可以让一个人 从平平无奇 变得举世瞩目 来到阳城的人民广场附近 他们和丁浩会合 把跑车放在了附近的酒店 然后开住一辆劳斯莱斯前往平州 这一次 丁浩没有带任何人 自己开住车来的 在群里发消息之后 有很多朋友都纷纷想要过来凑热闹 被他直接拒绝了 毕竟灵大神来这里办事情 过来太多人也不合适啊 灵大神 你们来岭南 是不是上次赌局的事情 要兑现了 丁浩一边开拙车 一边兴冲冲地说道 被你猜对了 他们拖了这抹酒 终于要兑现赌注了 不过先对一半 灵州摇了摇头说道 丁浩吃笑了一下 这也太小家子气了 二十亿都逃不出 还搁这跟人赌呢 二十亿可不算是小数目了 毕竟好多上市公司 都没有二十亿的流动资金呢 灵州笑了笑 这背后的资本并不是拿不出 而是在观望而已 不到一个小时 他们就来到了平州 在一家酒店简单吃了点饭 然后灵州就给资本代表打了一个电话 十分钟之后 一辆黑色SUV停在了酒店门口 从上面下来了几名身穿白色衬衫的男子 位守的是一名中年人 穿着一身休闲装 气势十足 你们先在门口等住 注意把人看好了 我先进去 说完 他就走进了酒店 四处瞅了一下 看到了灵州 顿时缓步走了过去 面上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伸出了手 灵州先生 你好 我是之前和你通电话的李星邦 按照他们对灵州的了解 这小子完全是吃软不吃硬 虽然他平时走到哪里 都十分的巨傲 但是这个时候 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态度 而惹怒了灵州 导致他们陷入严重的后果之中 就像是漂亮国的住间大师维尔逊一样 就因为在打工报道的当天 摆了一下姿态 直接就被灵州赶回了漂亮国 正式打工人 也变成了临时工 原来是李总 你好 灵州也是缓缓站起身 和李星邦握了握手 别人对他客气 他自然会客气 别人对他摆姿态 他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灵先生 真是年轻有味啊 这些天 可是听了你不少的事迹 让人为之惊叹啊 看住灵州 李星邦面带感慨地说道 平州攻盘之后 谁也想不到 灵州竟然又去了龙泉住建 这个小子真的就是一个谜 永远都无法知道 他身上还会有什么样的爱好 灵州白手一笑 指了指对面的位置说道 李总过奖了 请坐 李星邦站在座位前 并没有立刻坐下 而是朝着灵州鞠了一躬 灵先生 我们公司之前那些人 冒犯了你 我在此 特意代表公司 向你表示道歉 客气了 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不用你来道歉了 灵州摇了摇头说道 根据他的调查 这些背后资本并 没有参与对李乐山的诈骗 只是陆宏远和任永昌等人 自己搞出来的 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背后的人 毕竟是我们公司管理不好 该道歉 还是要道歉的 李星邦笑助坐了下来 灵州虽然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在面对的时候 他却感觉到了无形之中 有助于重压力 好像是在面对公司的大老板一样 坐下来之后 他又继续说道 根据赌约 我们需要支付20亿的赌注 不过由于资金方面的问题 现在只能暂时兑现10亿 剩余的10亿 将会在半个月内兑现 还请灵先生见谅 同时 由此产生的个人所得税 也将会由我们进行支付 没事 可以理解 灵州点了点头说道 那好 请灵先生把账号发给我吧 我操作一下 进行转账 10亿的款项 将会分两笔 每笔5亿 转到你的卡上 李星邦也没有再说什么废话 直接掏出手机 朝着灵州问道 灵州将账号发给了李星邦 李星邦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下 与银行工作人员进行联系确认 然后才放下手机 已经好了 半个小时内 应该会到账 接下来 该说另一件事了 第339章 缅国三角洲 灵州看了看李星邦 缓缓点了点头 是啊 该说另一件事了 这次来平州 对线赌注只是顺道 最重要的 就是这件事 把人带过来吧 李星邦朝着门口摆了摆手说道 站在门外的几名身穿白衬衫的男子 押住一名中年人走了过来 此人穿着一件老旧的衬衫 看起来精神十分的唯靡 应该是很久没有睡过觉了 放开我 你们这是非法囚禁 中年男子不断挣扎住 被几名衬衫男子 直接按在了沙发上 灵州看了一眼 正是参与赌食诈骗的重要人员 赌食师傅石明达 看这模样 估计是还在逃亡路上 就被抓回来了 只可惜的是 没有把那个陆红远一块抓回来 不远 他就省事了 直接就可以领取任务奖励了 旁边的李牧 则是眼睛通红地望住 这个石明达在父亲出事之后 他把这些人的面孔 都死死地记在脑子里 想起父亲在适时的英容笑貌 他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站起来 抓住了石明达的衣领 怒吼道 你为石魔要骗我爸爸 为石魔要骗他 他明明给了你不菲的报酬 石明达挟住眼睛看了看李牧 忽然笑了一声 李乐山是你爸爸呀 为石魔骗他 我可没骗他 我是按照自己 对赌食的了解实话实说的 怪就怪他运气不好 赌食这玩意 谁又能保证大涨呢 是他自己心理素质不好 自杀了 怪得了谁 你就是把我送到橘子里 也不能定我的罪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你了 李牧眼睛中充满住血丝 狠狠地掐住石明达的脖子 灵州站在旁边 没有任何动作 而李星邦那边 看了看灵州 也是挥了挥手 阻止了那些想要拉开李牧的人 就这样 一直等到石明达 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 灵州才站起身来 上前将李牧的手拉开 木头 现在杀了他 只会便宜他而已 应该让他下半生 多活在痛苦的折磨中 泽泽 还痛苦的折磨 抓了我又能怎么样 我只是 提供一个建议 幽默逼住李勒山脉 石明达吃笑了一声说道 别担心 一定有证据 证明你参与了诈骗 他应该有手机吧 在那里 灵州惊笑了一下 他已经使用了终极鉴定数 得知了这石明达的心理活动 这就是一场骗局而已 李星邦挥了挥手 一名男子从包里掏出了一部手机 他随即解释道 这是他的手机 由于担心他承受不住 就莫逼问 他们和灵州商议好的条件 就是抓住石明达和陆宏远二人 来换取一些赌注上的减少 至于诈骗的证据 他们可不会去主动寻找 把人交过来 就算是完成条件了 灵州笑了笑 拿起这部手机 随意地把玩起来 然后用了一次中极鉴定数 此时此刻 在他的面前 这一部手机所有的内容 都被鉴定了出来 无论里面有多少的密码 只要是保存在手机里面的东西 全部展示在了他的面前 他在鉴定系统中搜索了一下 果然翻出了几个录音文件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这应该就是和陆宏远商量 诈骗计划时的录音 他询问了一下系统 是否能在脑海里播放 而不惊动其他人 得到了准确的答复 于是播放了一下 就如同他所猜测的那样 这就是诈骗计划的录音文件 足以证明 实名达参与并实施了对李乐山的赌食诈骗 同时 还有任永昌 以及叶宏复的相关录音 这下他心里有底了 孝主说道 还是苹果手机 保密性不错呀 你和陆宏远也 不过是半路才认识的 那么 在计划骗局时 为了安全起限 我想 你们都应该各自留了一些东西在手里 比如录音文件之类的 我想 这部手机里面 应该就有惊喜吧 什么录音文件 什么骗局 那完全是李乐山自己脸黑 怪不了别人 有能耐就把我交给有关部门 看看他们能不能定我的罪 实名达眼中露出了一些慌乱 不过一闪而是 直接否认到 林州将手机在手中抛了一下 毫不在意的说道 你以为有关部门是吃干饭的 这部手机在他们手里 解密码就跟完一样 不过呢 现在你自己 把密码说出来 可以让你以后少受一点折磨 吓 吓唬小孩子呢 你们动一下私行事事 要是在国外 我可能还会怕 现在在国内 法治社会 你们折磨我一下 也等住进局子吧 实名达冷笑着说道 他十岁 就来领男混了 可不是被吓大了 哦 不说是吧 那给你一个机会 输一下密码 林州将手机递到实名达的面前 淡淡的说道 实名达手机在密码数字盘上晃了几下 往旁边吐了一口兔目 我呸 别浪费时间了 直接报警吧 不用报警了 你的眼神 已经把密码说出来了 林州笑着说道 随后在手机上操作住 你的手机是四位数的锁平密码 应该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吧 从你刚刚的眼神来看 你首先望的是上面 最右边位置 那么 第一个密码 应该是三吧 一边说住 他一边看了看实名达 发现这家火面上露出了一抹慌乱 于是笑了一声 果然猜对了 随后你的眼神 又望向了左上方 如果不出意外 第二个密码 应该是一 哦 不对吗 那就是四了 又猜对了 他一点点的试住密码 然后观察实名达的表情 其实 这只不过是他的演戏手段罢了 真实的密码 早就通过鉴定术 显示在信息之中了 鉴定系统的强大 可不是一个手机安全系统 可以阻挡的 很快 他就得到了四位密码 输入了一下 发现不对 又改了一个数字 看住已经解评的手机 他笑了一下 看看 已经解评了 人在下意识的时候 会做出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这是 你控制都无法控制的 看到这一幕 李星邦面上露出了一抹金色 他想不到 灵州还有这样神乎奇迹的本领 察言观色 到了如此入微的地步吗 看来他们背后的资本 对于灵州的评价 还是低了 你们这是侵犯别人的隐私 我要告你们 实名达怒声说道 他在手机里设置了程序 一旦输入密码次数过多 就会清除一切内容 可是他没想到 灵州竟然通过他的眼神表情 仅仅试了两次 就得到了正确的密码 没事 可以赔你点钱 哦 里面有一个加密文件价 如果不出意外 里面应该会有惊喜吧 灵州毫不在意的说道 翻开手机时 看到了一个加密文件价 然后他再次打开 显示出了密码输入盘 依然是四位数的密码 他又拿到了实名达的面前 说一说密码吧 实名达就看了一眼 然后紧紧闭上了眼睛 你有能耐 再把密码破解了呀 这个文件价 同样有字毁程序 输错三次 就会自洞杉处里面的内容 虽然你就看了一眼 但是目光在两个位置上瞟了一下 按照你记性不好的原则来推断 这四位数的密码 应该跟之前的一样 只是两个数字换了一下位置 我再试一试啊 灵州看了看实名达 充满笑意的说道 实名达听到灵州的话语 顿时睁开了眼睛 满脸的惊骇 你他磨的是魔鬼 是魔鬼 灵州试了两次 把两个数字换了一下 忍不住笑了一下 泽泽 密码又对了 我这个脑子啊 真聪明 来吧 看看里面有什么惊喜 随即 他打开了文件夹 眼睛冒出了一抹亮光 果然有录音文件呢 听一听吧 他直接将录音文件播放了出来 正是实名达和陆红远二人 在策划针对李乐山的赌视诈骗的内容 后面 还有任永昌 以及叶洪富的声音 实名达此时浑身发抖 他没想到 自己拥有住双重密码的手机 就这样轻易的被破解了 你是魔鬼 你不是人 听到录音的同时 李牧就冲了上去 暴打了实名达一读 我爸这魔信任你 你为实魔要骗他 为实魔 灵州等了一会儿 才拉开了李牧 此时 李星邦也瞪大了眼睛 这灵州还真的不是人啊 是妖孽啊 本来是一个赌注对线 外加交接一犯 没想到 变成了神探破案现场 他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 灵大神果然是灵大神 没想到你的爱好 还有破解密码这一项 这可算不上是一个爱好 就是一种社交工程学的手段而已 眼神锐利一点 注意观察就行了 灵州摆了摆手说道 木头 现在证据有了 就让李总代替我们 把这个家伙交给有关部门吧 相信他们会禀公办案的 李牧重重地点了点头 死死地看了实名打一眼 好 不过 我要看住他被有关部门带走 这没问题 李总 辛苦你们了 灵州感谢地说道 林先生 不用客气 这也是我们交流的成果 李星邦摇了摇头 随后迟疑了一下 这才说道 对了 林先生 你之前说过 我们抓到这两个重要人员 会适当地减少赌注 不知道能减多少 你觉得能减多少呢 灵州看了李星邦一眼 反问道 李星邦思索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觉得 减少一亿可能是一种奢望 不过最起码 也能减个五千万吧 听到五千万这个数字 灵州不禁笑了一声 李总 你是看住二十亿赌注 赚得有些容易了 这二十亿 也是我辛辛苦苦 一块毛料 一块毛料的看出来的 随后 他看了看石明达 施笑着说道 就这个家伙 虽然说是赌食师傅 有没有赌掌过一块毛料 还不一定呢 五千万 把他卖了都不值 这样吧 你们先说说陆宏远的情况吧 等会再算价格 石明达有些不服气的 在旁边骂道 臭小子 说谁呢 给我放尊重点 我当了几十年的赌食师傅 见过的毛料 比你喝的奶都多 不就是靠运气 赌掌了几块毛料吗 苏天明毫不客气地骂道 你的嘴是真他磨得臭 还几十年的赌食师傅 林大神连翡翠王都赢了 搁着装你马呢 能赢得了翡翠王吗 现在这个翡翠王 还在保元阁打工呢 你连打工的资格都没有 闭嘴吧你 说完 就把自己的袜子脱了下来 直接塞给了石明达的嘴里 李星邦也笑着看了石明达一眼 真正的赌食师傅 都是有自己的人格尊严 和敬业精神的 不会像你一样 出卖自己的人格 出卖自己的雇主 随后 他坐着了身体 认真地说道 好了 现在说一下陆宏远的消息吧 根据我们的调查 陆宏远应该也在缅国一带 他们二人在一个月前还通过电话 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位置 但是我们猜测 应该在混乱的三角洲一带 我们也派人过去调查过 还动用一些关系 与当的势力进行了联系 只不过一无所获 因为三角洲太乱了 虽然之前经过治理 情况好了一点 但是还是混乱不堪 葛仲势力盘根错节 这里面想藏一个人 实在太简单了 我们的人 也不敢在里面随意搜查 林州轻轻点了点头 三角洲 三国交界处 可以说是有名的混乱地带 以生产毒品而闻名 哪怕是现在 也没有完全铲除 这个消息还是有点用的 这样吧 算上这个家伙 给你们减五百万 毕竟这个价格 都能悬赏几十个这样的货色了 李星邦无奈一笑 虽然与预期的差别太大 但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他们好不容易抓回来的人 总不能拒绝林州的条件 再把人放回去吧 那样的话 就把林州直接得罪死了 虽然跟我们的预想 差别特别的大 但是我们理亏在先 五百万就五百万了 随后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拿出纸笔 写了一个号码和名字 对了 现在三角洲那边 还有我们的人 如果林先生想找人去搜查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人联系 这是联系方式 就说是李星邦介绍的 既然都送佛了 不如送到西 这样的话 以后还能跟林州打好关系 林州看了看纸上的号码和名字 收了起来 谢谢李总了 第340章 前往三角洲的决定 林先生客气了 你这是准备派人去三角洲 寻找陆红远的下落吗 李星邦摆了摆手 随即好奇地问道 他想住林州 这样重要的身份 应该不会亲自前往三角洲吧 那个地方太过于混乱 而且 还有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 特种兵去了 生存都不容易 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林州笑了笑 这个 就不劳李总操心了 我自由打算 谢谢你们的情报了 连这些资本势力 都没有找到陆红远的下落 他就算再派人过去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自然要亲自前去寻找 李星邦也没有再去追问 点了点头说道 那就助林先生 能够顺利地抓到陆红远了 那我现在就报警 让有关部门带走石明达了 可以 有劳李总 林州答应了下来 通过李星邦的手 来让有关部门带走 比他们报警要省事很多 也会避免一些麻烦 随后 李星邦就给有关部门打了个电话 过了十分钟左右 两辆警车开了进来 一对警察来到了酒店大厅 将石明达带走 同时也让李星邦一块钱去询问消息 不过 这些警察也看到了林州坐在旁边 当然 他们并没有多做询问 只是打了声招呼 一名警察将石明达嘴里的袜子取出来之后 这个家伙就开始破口大骂了起来 草 臭死劳资了 警察同志 这个叫林州的 侵犯我的隐私 没有得到我的同意 私自打开我的手机 他也是触犯法律了 哼 明明是你自己打开手机 让我们看的 怎么能说 是我们私自打开的呢 没有你解开密码 我们也打不开啊 警察同志 这手机里面 有他们涉嫌策划 并实施赌视诈骗的录音呢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报警 这时 丁浩冷笑地说道 你们这是骗人 掉一下 监控就知道 是不是你们打开的了 这个林州他通过一种特殊的手段 骗取了我的密码 你们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啊 石明达怒声说道 这时 警察叫来了酒店的大堂经理 询问了一下监控室 大堂经理摇了摇头说道 不好意思 由于我们监控室设备 有些正在升级改造 这边的监控设备暂时没有运行 操 你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这是联合起来 侵犯我的隐私啊 石明达怒气冲冲地说道 好了 私自查看手机 属于民事侵权 不属于我们部门管理 等你的事完了 可以去法院起诉 带走吧 一名中年警察皱了皱眉 白手说道 随后 又朝着李星邦说道 李总 还请你们跟我们一块回局里 做一下相关的笔录 好 莫问题 林先生 那我就先走了 李星邦点了点头 朝凌州说道 警察同志 我是李乐山的儿子李牧 这个家伙 就是导致我爸自杀的元凶之一 有任何进展 一定要通知我 此时 李牧站起来开口说道 放心吧 我们正在关注这起案件 有什么进展 都会通知家属的 中年警察笑着说道 随后 他也朝凌州挥手示意了一下 离开了酒店 就在这时 凌州的手机 忽然叮的一声响了两下 他拿起来看了看 不禁笑了笑 这效率是真的低啊 这都半个多小时了 才到账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丁浩忍不住凑上来看了两眼 面上露出了羡慕之色 说实话 这我还是第一次 亲眼在手机上 看到到账十亿的简讯啊 一眼望去 全他摩是灵啊 随后 他放下手机 又摇了摇头说道 不过说实话 这十亿的到账简讯 远远没有那些翡翠 给的震撼大 那些翡翠加在一起 也有二三十亿了 卧槽 林大神 你一个平州公盘 赚了四十多亿啊 这他摩比抢钱还来得快呢 真的就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啊 看起来 他也是阳城有名的富二代 可是他父母的公司 加在一起 市值也不过一百来个亿而已 林州一个平州公盘 就赚了将近一个公司的市值 还全都是流动资金 没办法啊 这个世界上 傻子有点多啊 林州摇头笑嘱说道 那些资本势力 把他当傻子 认为翡翠王出马 他必输无疑 所以 才会下众主 实际上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傻子 嘿嘿 不是傻子太多 是林大神太将了 丁浩笑嘱说道 他清楚地知道 是所有人都低估了 林州身上的能力 林州笑嘱摆了摆手 好了 这次任务完成 现在也该回去了 丁少 多谢你的陪同了 林大神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咱们现在就走啊 来到了平州 不读两块毛料玩玩嘛 丁浩有些越越欲试地说道 换做他有助林州的赌食能力 估计什么都不会管 天天蹲在毛料市场上 人的运气也是有限度的 没识模式的时候 还是稍微存一存吧 回去了 林州摇了摇头 他现在有助几个人物 还没完成了 时间分成两半都不够用 怎么可能还会去赌食 而且 在没有翡翠攻盘的时候 这些是场上的毛料 是性价比最低的 一百块里面 都不一定有一块大涨的 与其浪费剑定积分 还不如留住多使用点技能呢 由于早就订好了回程的机票 林州和李牧 直接来到了阳城机场 进入贵宾休息室后 李牧忍不住开口问道 周哥 你真打算自己一个人去三角洲吗 这太危险了 还是让有关部门去寻找吧 说了 我有自己的打算 你就不用担心了 林州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三角洲确实危险 但是他也不是一时冲动才会去的 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李牧咬了咬牙 目光坚决地说道 我爸的仇现在 已经爆了 就算差他一个 也无所谓了 你要是自己去的话 必须带上我 我爸的仇 可不能光你一个人去 林州忍不住笑了笑 认真地说道 我自己一个人去 有助万全的把握 要是加你一个 说不定两个人都要栽纳 你要相信创造奇迹的林大神啊 可是 这太危险了 李牧还是 充满担心地说道 这魔多次的赌局 无论任何一次 别人都觉得我必输无疑 充满危险 可是最后呢 你就别瞎担心了 好好回去吧 林州充满信心地说道 如果只是 拥有触及轻功 还有高于常人的身体素质 他不会这魔果断地选择自己去 只不过 现在拥有的 可不止是这些 还有高级训兽数 只要拥有充足的鉴定积分 在森林里待几天的时间 他就能驯服一只动物军团出来 而且在三角洲一带 还有许多的野猴 这可是最好的战斗伙伴 想想看 一些武装分子拿住枪 忽然从树林里 窜出一大群野猴 那场面 想想都刺激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出发之前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李牧值得点了点头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现在就去 回去还有点事呢 灵州摆了摆手说道 过了莫多久 他们二人便在机场分别 坐上了各自回家的航班 回到家里之后 已经是晚上了 他给师父齐老打了一个电话 师父 事情都处理完了 十一赌注也到账了 抓到的是赌石师父石明达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陆红元 好像是在三角洲一带 他们没有找到人 你是真的迅速啊 当天去 当天回 那就让他们慢慢找吧 这种事情 着急也不行 齐老摇头说道 他以为最少也要在岭南呆 一天时间呢 可 师父 我想快点处理完这件事 所以 打算亲自去三角洲找找看 灵州咳嗽了一声 压低了一些声音说道 齐老瞪了瞪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要亲自去三角洲找人 你知道三角洲现在有多乱吗 那些资本势力的人都无法找到 你怎么保证能找到 还是在加安心恋你的顾秀吧 我再拖一些人去找 他真的是服了自己这个小徒弟了 怎么什么都敢想 什么都敢做 跟自己年轻时候的脾气是一模一样 不 比他年轻时候还要胆大呢 师父 别担心 我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 别人没找到 我才想自己去找啊 而且 我也有一定的把握 如果真的在三角洲 一定能找到 灵州不禁开口解释了一下 齐老根本连考虑都没有 直接拒绝 不行 我不同意你去 在国内随便去哪都可以 这个三角洲特别的混乱 绑架杀人的事情 都会经常发生 诈骗团伙 武装分子葛重视力盘根错节 哪怕是特种兵 进去了都不定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 师父 这些危险 我都考虑过了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这件事情再拖下去 那个家伙说不定就跑了 您老也清楚 我什么时候 打过莫把握的仗啊 您老要是不答应 我就没心思去练顾秀 还有住见了 灵州不禁请求到 拖的时间久了 指不定那个家伙 会跑到什么国家去 这无形之中 又加大了寻找的难度 而且 高级修复术这种东西 越早得到 对他的帮助就会越大 受个伤什么的 都不用去医院了 修复术一用 什么伤都是小意思 齐老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 摇头叹息了一声 哎 你小子是真会找事 明天你来保元阁一趟 咱们当面说吧 好脸 谢谢师父 嘿嘿 灵州咧嘴笑了笑 答应了下来 现在这一松口 就有希望了 第二天上午 他来到了保元阁 进了后院 看到师父其老正在院子 落座猪喂鸟 看到他来了 一脸的嫌弃模样 你小子是越来越胆大了 去平州之前 才提醒过你 不要惹事 师父 我在平州 可是老老实实的 一点事都没惹呢 灵州陪笑地说道 噗 你在平州是莫惹事 回来倒是想惹事了 还想去三角洲 你以为自己是超人吗 在那里 子弹可是不长眼的 你在厉害 能厉害过子弹吗 其老莫好气地说道 灵州不禁来到师父身边 捏住肩膀说道 师父 只要我不惹事 那子弹也不可能主动来找我吧 而且这些危险 我都考虑过了 绝对会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刚刚得到了十亿赌注 还莫花泥 可不甘心就这样玩玩 其老摇了摇头 指了指灵州 笑骂道 你小子真的是铁了心了 算了 去三角洲可以 但是 必须要谨慎行事 不能招惹当地的一些武装势力 那些家伙 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师父 我也不是莽撞的人 肯定不会主动 招惹那些家伙 您老还有什么安排吗 灵州笑着说道 如果那些家伙主动招惹他 可就不一样了 给你一个号码 到地方了拨打这个电话 会有人来接你去三角洲的 这是我一个朋友 也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远征军的后代 那些远征军后来组建了势力保护自己人 他就是现代势力的掌管者 可以帮你的忙 在周围寻找陆宏远的下落 七老从兜里掏出了一张名片 递给了灵州 灵州看了一眼 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电话 名字是同建国 他想了想 有些疑虑地说道 师父 那他们靠什么生活 七老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的疑虑 他们靠的是自己双手的勤劳 种植农作物 同时大力开放旅游业 开发翡翠矿产等等 没有沾染半点与毒有关的东西 网上那些说自己是远征军后代的网红 全是骗人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远征军后代 师父 我知道了 到了地方 我会打电话的 不过 我还是想自己去寻找 毕竟让别人帮忙 欠了人情多不好 灵州点头答应了下来 师父认证过的人 应该不会有问题 哈哈 他的人情 你随便用 这老小子欠了我一条命呢 齐老大笑了一声说道 灵州一听 眼睛一亮 哎呀 师父 看来您当年 也是在三角洲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能不能讲讲 讲你的头啊 只是碰巧救了他一命而已 好了 赶紧回去助剑吧 出发前 给我打声招呼 齐老在他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笑骂道 好了 师父 那我先走了 灵州孝主说道 除了助剑 他还要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搞一些保护自己的力量 毕竟到了三角洲在训兽 那就有些来不及了 第341章 拦路抢劫 回到别墅之后 灵州继续助造出第二把保剑 这是给龙泉正家的保剑 这一把助完之后 就会准备去三角洲 他的内心已经做好了计划 不管这一次 去能不能找到路红远 他都会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回来 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顾秀的练习之中 这段时间 也有许多人通过各种渠道 来找他助剑 只是都被他拒绝了 他又不是专业助剑的 只是一个爱好而已 没事的时候 助一两把可以 但是让他不停地助剑 那是不可能的 又过了三天 灵州成功组成了第二把保剑 这也是第三把陨式保剑了 只不过 他并没有急着出发 而是又在家里待了几天时间 驯服了一些鸟类 这个别墅的位置 靠住湿地公园 可以说是的天独厚的条件 在湿地公园中 有住许多的动物 兽类 鸟类 鱼类 昆虫 数不胜数 只不过 现在来说 能够跟他一块前往三角洲的 只有鸟类 因为鸟可以在天空上飞行 其他的动物 就不方便跟着他一块去了 而且 他只需要借助鸟类 在三角洲站稳脚跟 剩下的 就比较容易了 在三角洲的原始森林里 可是有着比湿地公园 战斗力更强的动物 猩猩 猴子 蟒蛇 巨蟹等等 可以说 只要到达了三角洲 给他几天的时间 完全可以组建 一个强大的动物军团 来抵挡 甚至主动攻击某些势力 武装分子们 可以防得住人的攻击 能防得住动物的攻击吗 所以说 那些势力 最好让他安安静静地找人 否则的话 他不介意未顺手 灭了这些害虫 准备好之后 灵州和沈灵薇说了一声 自己要去外地办点事 然后与师父七老告别了一下 打算开住一辆越野车 独自前往滇南边境 他准备由边境口岸 进入三角洲地带 开汽车的主要原因 也是要让这些鸟 能够一路跟着他 坐飞机的话 他自己倒是省事了 这些鸟 在天空上飞的时候 可是比飞机要久得多 他乘坐飞机 可以提前到达三角洲地带 可是这些鸟 还是无法到达 他也无法开始 实施寻找计划 所以 还是开着车 带着这些鸟一块钱去 是比较合适的办法 七老嘱咐他 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 被武装分子 或者是其他势力抓了 可以破财免灾 他也会动用一切力量 进行营救 灵州孝竹让师父七老放心 他绝对不会出事的 在森林之中 有着动物军团的保护 还有他自己拥有初级轻功 高于常人的身体素质 这样还被人抓了 那真的就是丢了 鉴定系统的脸啊 告别之后 他开出车 带着行李 朝着滇南边境而去 根据导航的距离来看 他需要在路上 行驶十七八个小时左右 当然 以他的身体素质而言 不需要休息 直接连续开车就行了 他在早上出发 一路毫不停息地开车 在高级驾驶数的能力之下 不管是什么道路 什么路况 对于他而言 都是小意思 而在出了云阳之后 他也是打开窗户 让那些鸟 全部进了汽车里 同时 又给他们使用了一次 高级驯兽数 这次前往三角洲 他带的 都是鸟类中的精英队员 其中有八只 都是去过漂亮国 立下过功劳的英雄鸟 他们将会担任队长 组成机支小分队 而布里斯那边 也有两只英雄鸟 带着后面驯服的鸟 继续执行 让布里斯道歉的任务 从开始到现在 布里斯差不多 已经在病床上 道歉了十多天 每天最少要跪拜 半个小时以上 稍微有点不近 那些鸟 就会用爪子 在他脸上不断攻击住 布里斯的内心 也是充满了崩溃 现在确实比天天 被鸟拉屎要强得多 可是这天天跪拜 也不是个事啊 搞得跟完成任务一样 只不过 现在可由不得他去选择 他感觉 只要自己一天不跪拜 或者态度太差 这些鸟恐怕 就会像以前一样 继续开始拉屎 那个时候 后悔也晚了 就这样 灵州一直开车 在路上行驶了十七八个小时 终于来到了滇南的省会春城 这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 鲜花长年开放 草木四季长青 又被称之为花城 早上出发 经历了十七八个小时 现在已然是凌晨时分了 他却没有半点的疲惫 只不过 现在也不适合去三角洲了 所以 他在春城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好好地洗了一个澡 又美美地睡了一个觉 第二天早上七点 他就开出汽车 一路来到了滇南边境 拿出了已经提前办理好的各种手续 在口岸通关 然后入境缅国 因为师父其老的那个朋友 就在缅国三角洲的区域内 虽然他可以独自行动 但是最起码也要去打个招呼 让师父放心 而且 李星邦提供的信息 只是一个三角洲的范围 并没有详细到哪一个区域 所以 他还要调查一下 制定更详细的搜索计划 在华夏这边通关时 那些工作人员也认出了他 毕竟龙泉住建实在是太出名了 办理好出关手续后 特意嘱咐他 缅国最近的局势十分混乱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旦有任何危险 及时拨打大使馆的求助电话 林州也表示了感谢 成功在缅国入境后 他开出越野车 直奔三角洲一带而去 虽然来到了缅国 但是他也没心思去搞什么赌石 而且 现在也不是公盘举办的时间 实在没什么意义 当然 如果遇到了合适的机会 比如在三角洲一带有赌石 他不介意搞两个大涨料子 赚点零花钱 他开的是路虎越野车 价格差不多在一百万左右 还是苏天明帮助找的 本来他想找一个二三十来万随便开开 可是 这却是苏天明 能找到价格最低的越野车了 一路上 他这个越野车的霸气模样 也是吸引了不少当地人的目光 特别是看到车牌是华夏的 有的人眼珠子都开始转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林州淡淡一笑 怪不得华夏人在入境某些国家时 那些国家的海关工作人员 公开的索要小费 就是觉得华夏人都是肥羊 而且在国外 华夏人被坑 被宰 被抢的几率 也是非常多的 只不过 他可不是肥羊啊 而是一只大灰狼 在路上开了一段时间 距离三角洲地带 也是越来越近 他也发现了周围路人的不同 刚进边境时 那些人还有一种 土里土气的模样 而到了三角洲附近 有些路上的目光 都显露出了凶狠 有的甚至 还大摇大摆地背着一些枪械 时不时还可以听到 海远处传来枪声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出国 只是 之前出国都是旅游 根本没有来过这磨乱的地方 凡是在国外战乱的 带走上一圈的人 都会发现 华夏平静而美好的生活 是多么的难的 多么的幸福 这个时候 一些路人看到他的汽车之后 就带住一种恶狼般的目光 有的嘴角还露出了嘲笑 似乎在嘲笑灵州的不自量力 竟然敢开住一辆豪车来三角洲 这不是公开地表示自己是肥羊 欢迎来宰吗 灵州摇了摇头 莫来之前 他还不知道 这里有多乱 来了之后 才知道 这里卫石魔被称之为三角洲了 混乱而危险 不过现在 来都来了 再换车 也没石魔意义了 在进入了三角洲的范围之后 他左右两边都出现了一辆摩托车 再走到一处丛林里的小路之时 由于道路有点窄 两辆摩托车 像是被他刮倒了一样 摇摇晃晃地倒了下来 不偏不倚 正好倒在他的车前面 挡住了前进的道路 这时 从两边的树林里 窜出来了一对武装分子 疯狂拍打了他的车窗 说出一些听不懂的图语 有的还拿起了枪 指住他 让他下车 林州懒得跟这些家伙浪费时间 直接拨通了佟建国的电话 佟叔 我是林州 七老是我师父 他把你的电话给我了 哈哈 你师父已经跟我说了 你现在到了缅国三角洲 范围内了吗 我派人去接你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豪迈的声音 丝毫听不出 有半点的老态 佟叔 估计把我当肥羊了 林州看住外面的武装分子 孝珠说道 似乎没有半点的担心 在进入边境口岸通关之前 车里的那些鸟 就已经飞到了天空之上 跟着他的车子 现在只要他一声令下 那些鸟就会疯狂地冲下来 把这些家伙 咬得自乱阵脚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这样 我们先微信视频一下 然后你把手机拿出去 让我跟他们对话 佟建国听了之后 面色一变 连忙问宝 我看一下 路牌上写著 林州专门把头探了出去 看了看车牌 随即对住电话说道 一点都不在意 那把指住自己的枪 好 我这就派人过去 你先挂断电话 咱们视频一下 佟建国快速地说道 他内心也不禁有些惊讶 林州这小子话语中 好像没有半点慌乱的样子 换做旁人 被人用枪指住 早就吓得不行了 个别心理素质差的 估计屎尿尿都会一块出来了 这小子 好像很轻松的模样 林州挂断了电话 添加了佟建国的微信 就在这时 外面的武装分子 见到他这般模样 顿时更加愤怒了 其中一名脸上 有刀疤的武装分子 甚至把枪伸到了车里 对准了他的脑袋 看到这一幕 他不禁笑了 淡淡地望向窗外 应该能听得懂话语吧 本来我想快点解决这件事 现在是真的给你们脸了呀 说完 他启动了初级轻弓 手臂向外一伸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这名武装分子的手里 夺过了枪支 在他出手的那一瞬间 天空上飞来了二三十只鸟 疯狂地攻击住现场的 这七八名武装分子 几乎都瞄住拿枪的手臂 狠狠地咬了下去 那些武装分子 痴疼地惨叫一声 手里的枪也掉了下去 就在这时 灵州直接推开车门 一脚将刚刚拿枪 对住他的武装分子 踢出了机密远 狠狠地撞在了树木上 随后 他又将所有掉下来的枪 全部收集到了一起 这时 还有几个不长眼的武装分子 从地上爬了起来 朝着他挥起了拳头 他不禁笑了 在他触及轻弓的使用之下 在他高了常人两倍之多的速度之下 这些家伙的拳头 就像是过家家一样 他很是随意地躲过过去 然后一拳打了过去 那人直接飞出了一两米远 惨拉了起来 至于其他围攻的人 他直接一个扫堂腿过去 全部向后仰倒 在这一瞬间 他飞快地出了几脚 将这些人 也一块踢飞了出去 一百七十多的速度 一百二十多的力量 岂是开玩笑的 再加上初级轻弓的加成 使得他把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在国内 他还有隐藏动物的打算 到了国外 特别是三我洲这种混乱的地方 他可不会有半点的隐藏 本来想着通过铜剑国 快点解决 刚刚用枪在车外面止住自己 他还能忍耐 莫想到的是 这些人蹬鼻子上脸了 用枪止住自己的头 这他膜根本不能忍 就在这时 几辆军用越野车开了过来 从上面上来了一些身穿军装的人 用指住灵州 还有周围那些武装分子 位守的一名中年人 拿住灵州的照片 对比了一下 这才松了口气 灵州先生是吗 我是佟将军派来的 说完之后 他又看了看周围这些 倒在地上的武装分子 有些不可思议 这小家伙是怎么办到的 我是灵州 谢谢你们前来营救我 真的是 在路上走得好好的 被人碰瓷 然后冲出来一对拿住枪的家伙 真的是吓死我了 心都快跳出来了 灵州上前与这名中年人握了握手 有些惊魂未定的说道 中年人看了看灵州 又看了看周围 忍不住笑了笑 然后走到了鸡米外的那个树下面 把那个带住刀疤的武装分子 给带了过来 卡桑 你是什么人都敢动啊 佟将军的人 你也敢拦 不想活了是吧 那刀疤脸 现在觉得自己浑身都散架了 被这样拉过来 他忍不住惨叫了一声 看了看灵州 我不知道他是佟将军的人 这次是我们不对 光你们不对就完了吗 我这位小兄弟 心里上都有阴影了 都受到打击了 你们必须要补偿一下吧 中年人毫不客气的说道 刀疤脸瞪了瞪眼睛 看了看地上一片惨叫的手下 陈老大 是我们的人受伤了 他一点伤都没有啊 哼 你们拦路抢劫 受伤不是自找的吗 别默记了 还是我带你去佟将军那里 让他们找你们老大说说事 要是这位小兄弟 发生了什么意外 可不是你们受点伤能够解决的了 中年人冷笑着说道 要是真让灵州在三角洲发生了意外 不但佟将军会大发雷霆 国内骑老那边 也会动用一切力量 将这火人全部杀死 来为灵州报仇 第342章 三角洲最混乱的地方 听到中年人的话语 刀疤脸面色阴晴不定 佟建国可是一个非常护短的人 而且所拥有的武装力量 可是比他们强多了 更重要的是 非常的团结 他们老大再三的嘱咐 不要随便去招惹同建国 要是被老大知道了 肯定摸他的好果子吃 想了想 他咬住牙挥了挥手 一名手下拿出钱袋子走了过来 他们刚刚去交易王回来 得到了这边有肥羊的情报 谁知道 不是肥羊 是他磨的老虎 他从钱袋子里 拿出了五塌美元 直接递了过去 陈老大 这件事是我们的不对 就用不着惊动佟将军了 这是五万美元 算是赔礼了 那名中年人看了一眼 笑着说道 你问我可没用 你应该问问 被你碰死抢劫的这个小兄弟 看他答不答应 刀疤脸带住一抹怨恨 看了灵州一眼 然后咬住牙走了过去 这位兄弟 对不住了 不知道你是佟将军的人 这五万 就拿住花吧 灵州看都莫看一眼 背负着手 望住天空说道 五万 打发叫花子呢 把枪顶在我脑袋上 给我造成那么大的心理阴影 可不是随便就能治好的 还有过来营救 我的这些兄弟 油费出场费 不算一下吗 刀疤脸面上 露出了一抹怒色 最后压住火器 从前袋子里 又拿出了五万美元 这是十万美元 只有这磨多了 还请兄弟原谅我们 灵州接过这些钱 笑住摆了摆手 大家都是三角洲的人 客气什么 下次先到我的车 欢迎再来碰瓷啊 我会记住你的 咱们走 刀疤脸深深地看了灵州一些 带住些怨毒 随后带住手下 很快消失在了树林里 等到这些人离开之后 灵州拿住钱 走到了那个陈姓中年人身边 陈叔叔 多谢你们来营救我 这些钱 就当给兄弟们的辛苦钱了 分了吧 陈姓中年人 听到灵州的话 不禁有些惊讶 随后摆了摆手说道 灵州 这都是同老大安排的 我们可是一点都不辛苦 莫来得及动手呢 你就把这些人全部干翻了 我有点好奇 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 这些武装分子 在混乱的三角洲 经常跟人火拼 特别是卫手的刀疤脸 枪法也是十分的出众 这些人 竟然都被灵州给制服了 实在是有些不可能啊 陈叔叔 靠了点运气而已 这些钱 还是大家分了吧 要不然 我可不跟你们回去啊 灵州随口说道 然后将这些钱 塞到了中年人的手里 中年人见状 摇头一笑 把钱收了起来 他也知道灵州的底细 短短一场平州攻盘 就赚了几十亿人民币呢 好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这一半上交 剩下的一半 大家分了吧 他将这些钱抽出了一半 将另一半扔给了众人 就在这时 中年人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不禁笑了笑 是同老大打来的 说住 他按下了接通键 老大 灵州现在非常安全 我们正准备回去呢 到时候再细说 随后 灵州和中年人 坐在了一辆车上 他的越野车 则是另外 派了一个人 开住跟在后面 在车上 他们也聊了一下 三角洲的一些事情 虽然周围的几个国家 在之前都开展过 清毒行动 但是由于三角洲地势原因 也只是清除种植的植物 而无法清除盘踞在这里 在武装分子 因为他们一来扫荡 这些势力 就会躲进深山之中 而且有些势力 也设下陷阱 来对抗这些 国家的正规力量 可以说清毒行动 是完全卖力不讨好 轻了一阵 就停了 而那些势力 又死灰复燃 开始了制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些势力制作的产品 也升级换代了 由种植一些植物 变成了专门进行化学 提炼配置 变得更加隐秘 刚刚遇到的 那个刀疤脸 就是附近一个团伙老大的干儿子 为人特别的狠毒 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他还嘱咐灵州 默示不要去一些深山老龄 很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些势力的范围 那些势力 可是设置了许多的陷阱 以此来访范迪对势力的进攻 在交流中 他也知道了 中年人名叫陈兴龙 是一个孤儿 十岁的时候 被人从国内拐骗到三角洲后 被远征军势力解救了下来 从此便留在了这里 学习葛中杀敌本领 刀疤脸那伙人 在离开进入丛林之后 一些手下人 不禁充满疑惑地说道 老大 我们刚要攻击那个家伙 忽然就飞下来了许多鸟 咬住我们的手臂 这家伙该不会是巫师吧 伸手也不错呀 我们几个人上去 他挤脚就踢飞了 这家伙不但是巫师 估计还是战士 他磨的 什么巫师 战士 你们小说看多了吧 应该只是一个巧合 对了 这次的事情都给我烂到肚子里 不要告诉任何人 不然丢的可是我们的脸 都听清楚了吗 前的事 我自己想办法 刀疤脸朝住 那两个家伙的头上 拍了一巴掌 然后面带凶狠之色地盯住众人说道 他们这一伙人 被一个小子给干翻了 这传出去 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几名手下纷纷点头答应了下来 他们也觉得确实丢人 拿住枪 还他膜被干倒在地 确实不能传出去 另一边 林州一行人在丛林小路上 行驶了十多分钟 回到了远征军事里远在的村寨 里面的人也是欢呼着出来迎接 进入村寨后 他们停下汽车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中山装的老人 笑着走了过来 林州 你刚来到三角洲 就让你遇到这种事情 实在是我的不对啊 童叔叔 末世 就是被人碰瓷了而已 国内也经常遇到 师父在我来之前 给我讲了很多 关于您老的英雄事迹呢 让我都对这里充满出向往呢 林州笑着说道 哈哈 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千万别向往 你还是好好的 跟在老七身边 做一个伟大的古玩鉴定师吧 不对 还有伟大的赛车手 赌诗大师 助剑大师 同见国开玩笑的大笑道 虽然他们在混乱的三角洲地带 可是 消息却不闭塞 林州的一些事迹 也经常会传过来 特别是前段时间那一场助剑大赛 更是让人看得十分的过瘾 哎 连您老都知道了 看来我的名气 已经赚到国外了呀 林州笑着说道 整个三角洲 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的大名啊 有些人还想到国内 请你专门注意把剑呢 有时候 在丛林里战斗时 刀剑反而会比枪械更加灵活 同见国开口说道 他自己同样也非常想要这样的一把 能够弯曲 斩铁如泥的宝剑 那估计这些人可要失望了 助剑只是我的爱好 不是我的主业啊 林州在内心吃笑了一下 真的是什么家伙 都想得到自己的宝剑 就三角洲的这些垃圾 连他住建的边角料都不配 当然 像同见国这样的势力除外 同见国指了指灵州 忍不住笑了笑 熟悉你的人 这句话估计都会背了 你的主业就是古玩鉴定师 走吧 咱们进去先喝茶 灵州与同见国一块走进了房子里 一路上 他看到许多村寨 都是简易的木头房子 而远征郡的这一片村寨 却是水泥砖瓦房 周围也是种住一些农作物和蔬菜 让他不禁感叹 华夏人到了哪里 都改不了基建仲天的天赋啊 好了 现在展示一下你的泡茶技术吧 我听你师父说 你的泡茶可是一举啊 同见国拿出了自己珍藏的茶叶 朝着灵州说道 保证让您老满意 灵州笑了笑 看了看茶叶 不禁称赞道 您老把毛尖茶保存的这磨好啊 得有十年以上的年头了 你师父果然没说错啊 我老家就是豫州一带的 所以想尝尝家乡的茶叶 同见国顿时 向灵州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随后 看着灵州在泡茶 他在旁边继续说道 你师父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 只不过 三角州的范围非常的大 大大小小的势力 足有上百之多 有些还在深山老林里 想找都很难 一不小心 就会引发误会 导致双方火拼 一个人想要隐藏在这里 不被人找到 真的是太容易了 灵州点了点头 他在这段时间的准备过程中 也详细了解过三角州的一些事情 自然知道 在这里找一个人 非常的困难 他按照自己之前制定好的计划 朝着童建国问道 童叔叔 越是混乱的地方 越容易浑水摸鱼 相反 那些隐藏在山林中的势力 就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一个陌生人了 所以 我想问一下 三角州这一带 最混乱的地方在哪 听到了灵州的话 童建国面上露出了一抹惊讶 不禁点头说道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 确实 那些小势力 非常警惕陌生人 不会轻易让一些陌生人 进入势力范围 相反 那些混乱的势力交界聚集地 就不一样了 童叔 咱们先喝茶 等会再聊这件事 灵州校主说道 童建国是远征军事力的掌管者 从小在这里长大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了 对于这里的一切 都是非常的熟悉 他现在只需要找出一些特别混乱的地方 然后前去寻找就行了 有收获再好不过 就算是没有任何收获 一个星期 他也会离开 喝完茶后 他们开始详细聊了起来 童建国也是拿出了一张当地的地图 向灵州讲述住 三角州一带最为混乱的区域 其中 缅国北部是最为混乱的 这里充斥住葛众事力 那些诈骗团伙 也大多聚集在此处 所以 是浑水摸鱼的最好地方 听完了童建国的讲解 灵州心里也是有了底 知道了最混乱的地方 就可以无限缩小寻找的范围 童叔 谢谢你的指点了 这让我的寻找工作 一下子减轻了很多呀 童建国不禁摇了摇头 小周 你就在这老实的待住 我派人去寻找 混乱的地方 容易浑水摸鱼 但是也充斥住许多的危险 一不小心 就会磕死他乡 可能连个尸体都找不到 他身处三角洲地带 自然知道 这里有多么的混乱 有些事力完全就是灭绝人性了 可以说是畜生也不畏过 他怎么可能让灵州去寻找呢 童叔 我是有能力保护自己安全的 而且 我的寻找方法 也会比你们快很多 我师父 都让我来了 就是 因为相信我能应对这些危险 灵州摇了摇头说道 他自己一个人去寻找 既方便又快捡 不行 你一个年轻人 有什么能力 连枪都不会开 童建国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他觉得 灵州应该是在国内待惯了 而且这段时间以来 都是顺风顺水 跟别人的赌局都获得了胜利 所以 可能有些膨胀了 他能够理解 只是 三角洲可是和国内不一样 国内那些人 就算是赌输了 大多数也只会愿赌服输 三角洲可不一样 这可是动不动就要杀人的地方 在这里 人命是最不值钱的 灵州面上笑了笑 童书 我虽然不会开枪 但是等闲人 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这样吧 不如你让几位兄弟 和我练一练 我要是输了 就老实地待在寨子里 给你泡茶 我要是赢了 你就答应让我 自己去找人 童建国看了看灵州 忍不住笑道 看不出你 还是一个练过的呀 你是认真的吗 我这些弟兄们 可都是刀山火海里练出来的 跟国内那些防身术可不一样 我可不会开玩笑 咱们试试吧 就算是让我留下来 也要给我一个台阶啊 灵州开玩笑地说道 站起了扇 好 那我就看看 你这个古玩鉴定师 究竟有什么 能保护自己安全的能力 童建国也不禁有些好奇了 带着灵州一块走到了外面 第343章 战斗练习 此时 见到童建国出来 那些正在训练的军人 朝着他的方向 力正进了一个里 由此可见 这位老爷子 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 有多么的高 灵州看到这一幕 面上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之前他师父讲了一些 与童建国有关的事情 之前在三角洲 远征军所遗留下来的势力 非常的弱小 甚至都快要被其他势力给吞并了 当时40余岁的童建国 力挽狂澜 把即将土工瓦解的势力 发展壮大起来 到了现在 三角洲最不能招惹的势力之一 就是童建国所掌管的远征军 童建国回了一个军礼 校主说道 大家辛苦了 休息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小兄弟 是我国内 一个好朋友的徒弟 他想要见识一下 咱们远征军的风采 有哪位兄弟愿意出来 跟他比试比试 童老大 我可不敢上 这小兄弟看起来细皮嫩肉的 我们这手脚没筋没中的 打坏了可就不好了 这时 一位身材十分魁梧的男子 摇了摇头说道 是啊 这谁敢上 咱们又不是陪练 平时练的都是杀敌本领 不好控制啊 童老大 咱们要不抽个空 带着这小兄弟出去打猎吧 也能让他见识一下远征军的风采 同时 也能旅游一番 这比试就算了 其他人也是议论纷纷 在他们看来 这个国内来的小伙子 估计是学了什么 跆拳道之类的功夫 想要来炫耀一下 这一类的功夫 平时表演玩玩 或者偶尔防个身 还是没问题的 可是 这是在三角洲 世界上最混乱的区域之一 他们一旦跟别人打斗 可不会有半点仁慈 都是枉死里干 因为下手力量轻了 死的就是自己 灵州从房子高台上一跃而下 跳入了场中 笑助抱了抱拳 我知道大家是关心我 担心我受到伤害 只是你们多虑了 就算几个人一块上 都不一定能伤害得了我 他的身体素质高于常人 再加上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初级轻功 使得他拥有着极为强大的速度 而且 自从得到鉴定系统后 他就开始了 每天锻炼身体 同时也会自学一些战斗技巧 别说是这些人 就算是跟几个特重兵战斗 也稳稳地占据上风 听到灵州的话 现场的军人们 都露出了气氛之色 这小子是真的猖狂啊 他们一片好心 被当成了驴肝肺 就在他们想住谁去教训这小子时 一名中年人走了出来 笑着说道 林小兄弟 之前见到你制服了那些家伙 我就好奇 你是怎么做到的 现在 我倒要亲自来试一试了 来的人正是陈兴龙 前去营救灵州的领头之人 扑 陈老大 你跟这小兄弟比试 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要不我们 跟他练一练吧 满足一下他的愿望 是啊 陈老大 你可是我们的教官啊 三角洲赫赫有名 让许多人闻风丧胆的竹龙啊 看到陈兴龙下场 旁边的一些人 不禁孝主调侃道 陈兴龙轻轻摆了摆手 好了 都别探摩的废话了 我能不能打得过这位小兄弟 还是个未知数呢 他在灵州的身上 看到了一种轻松血液的气息 仿佛这场战斗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再加上之前那些武装分子的落败 让他对接下来的战斗 充满了警惕 陈老大 还要多谢你捧场啊 我也特别希望 与你这样强大的对手战斗一下 灵州不禁抱了抱拳 面上充满期待地说道 自从得到鉴定系统之后 他遇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富二代 或者是土豪大老板之类的人 根本没有机会 来验证一下自己真实的战斗力 他在自己锻炼时 都会让那些驯服的鸟 从四面八方来攻击 而他则是运用初级轻弓 不断地进行躲避和反击 从而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 只可惜的是 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实战 刚刚来到三角洲的时候 遇到的那一伙武装分子 还莫动手呢 就被干趴下了 让他充满了遗憾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灵州 你可要小心了 虽然我跟旁边这些 没轻没重的小子不一样 但是与你的战斗 我可不会放水的 陈兴龙看到灵州眼中 爆发出的战役 面色不禁有些凝重地说道 只有那重压抑了许久 特别渴望战斗的人 才会爆发出这样的战役 这可不是普通人身上能够出现的 求之不得 咱们开始吧 陈老大 灵州笑了笑 他要看看 陈兴龙这样的对手 能够把自己的实力逼出来几分 陈兴龙轻轻点了点头 看到灵州背负双手 一副不想主动攻击的模样 他淡淡一笑 这小子是真的太拖大了 装逼也有点太过了 于是他主动上前攻击 以极快的速度 来了一记直拳 此时此刻 看到陈兴龙的这一记直拳 灵州面上露出了一抹惊讶 果然降大的对手 就是不一样啊 与这一拳相比 他之前遇到的那些人的拳头 简直就是软弱无力 只不过 他现在运起了初级轻弓 发挥出了身体最强大的速度 这一拳在别人眼里 看起来非常的快 可是在他的眼里 同时放慢了许多倍 在拳头快要来到眼前时 他迅速地向旁边闪躲 让他有些意想不到的是 陈兴龙发觉他闪躲之后 这一记直拳 竟然向着他闪躲的方向扫了过来 他笑了笑 心中充满了兴奋 这一拳 他并没有躲 而是挥起手臂挡了一下 除了速度和力量之外 他也要验证一下 自己身体的防御能力 这也是韧性所带来的能力 果然 这用力的一拳 打到了他的手臂上 手臂都有些隐隐作疼 但是 疼痛感却非常的轻 换作旁人 这一拳 估计能疼好多天 而他现在的韧性 可是达到了110 比正常的普通人 多了30点呢 看到灵州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陈兴隆面上露出了一抹惊异 没有犹豫 再次向灵州发动了攻击 这一次 不是拳 而是一记鞭腿 灵州直接以极快的速度闪躲 同时敏锐的感觉 也发现了破绽 在闪过去的时候 一记扫堂腿 扫向陈兴隆 唯一站在地面的那条腿上 现在 他只用出了三四分的能力 而没有使用权力 否则的话 以他高于普通人两倍多的速度而言 这陈兴隆想碰到自己都难 他开启这一场比试 最主要的不是炫耀装逼 而是验证自己的能力 而这一记扫堂腿 他自然没有使出全力 否则 陈兴隆直接就会倒在地上 而不会有半点反应的机会 此时 陈兴隆那丰富的战斗经验 已经察觉到灵州的动作了 快速收回那一记鞭腿 控制住了身体 灵州笑了笑 这一记扫堂腿 虽然没有扫倒 但是也让陈兴隆的身子歪了一下 他借助这一个破绽 猛地向外推了一旁 陈兴隆无法控制住身体的平衡 向着后面推了几步 差点摔倒在地 他看了看灵州 大笑了一声 哈哈 痛快 灵小兄弟 你这搏斗能力不错呀 再来 灵州笑了笑 基本通过刚刚的战斗 他已经大致弄清楚了自己的一些战斗能力 于是白手说道 陈老大 你自己一个人没意思 不如再来两个兄弟 一块跟我练练 仅仅只有陈兴隆一个人 恐怕不能让同建国完全放心 还是再加两个吧 小兄弟 你也太嚣张了 我来陪你玩玩 我也来 两个看不惯灵州这嚣张气焰的人 从旁边的队伍里走了过来 这样才有意思 来吧 大家千万不要放水 灵州笑着说道 此时 他将自己的能力 也从三四分 提升到了七八分的程度 那两个新加入战场的人 早就忍不住了 直接挥拳砸了过去 他们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从国内来的小子 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已未练了点功夫 就天下无敌了吗 而陈兴隆并没有加入攻击 而是在旁边掠阵 一旦灵州可能受到伤害 他也有机会及时阻止 然而下一秒 他发现自己错了 两个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挥拳攻击 灵州竟然轻易地躲开了 而且玄介力打力地 让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这两个人顿时恼羞成目 两个人攻击 还被搞成这样 太丢人了吧 他们不再控制力量 继续向灵州发起进攻 可是他们 无论怎么进攻 从什么方向 灵州都能够轻易地躲开 旁边的人看到这一幕 也不禁有些惊奇 这小兄弟 速度好像有点快 反应能力也非常强 咱们那两个人 连身体都摸不住 这小子是在半猪吃老虎 刚刚跟陈老大的战斗 肯定隐藏实力了 卧槽 陈老大这样的对手 他也敢隐藏实力 这小子 实力有多强了 陈兴隆见到这个模样 也不再观战 和那两个人 一块加入了战斗 三人分别从不同的方向 或拳或腿的朝灵州 发动了进攻 灵州面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这一场战斗 真的是打得太痛快了 有了陈兴隆的加入 让他之前的轻松 变得有了一点点压力 然而 在他初级进攻之后 身体非常的轻盈 闪躲能力更是大大增加 这三个人 根本触碰不到他的身体 反而被他搞得乱作一团 旁边的众人 更是无比的震惊 这小伙子 到底是什么来路 太他魔强了吧 他们远征俊的人 随便放一个出去 都能一以敌二 现在被三角洲 一些势力称之位竹龙的陈老大 加了另外两名兄弟 竟然连这小子的衣角 都碰不到 太他魔的扯淡了 到了最后 陈兴隆摆了白手 坐在了地上 不打了 不打了 连碰都碰不到 还打什么劲啊 林小兄弟 你的速度怎么练得这麽快 而且反应能力 也强到不行 我的出招变换了击刺 你竟然都能反应过来 陈老大 无他 为首熟二 灵州笑了笑 朝着三人抱了抱拳 多谢陈老大和两位兄弟 陪我打了一场 那两个人也是抱拳回礼 他们现在对林州 没有了半点恼怒 这魔强大的人 装个逼有什么 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陈老大也给林州 回了个礼 摇了摇头 现在我明白 那些武装分子 是怎么被一窝端了 你这重实力 他们简直 就像是蚂蚁一样 林州笑了笑 朝住同建博说道 同说 我现在 可以自己去了吗 你小子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估计连你师父 都不知道 你功夫这魔好吧 现在 你的爱好里 要加上一个功夫了 同建国带着震惊 开了一句玩笑 这小子真的是太逆天了 就刚刚的 那重闪躲的能力 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 这小子身上 肯定有助今天的秘密 同说 人生寂寞如雪 总要多几个爱好 来打发时间吧 林州笑住说道 同建国忍不住笑喷了出来 噗 还多几个爱好 你自己数数 爱好有多少了 嘿嘿 爱好虽然多 但没有 一个是多余的 林州黑黑一笑 然后朝同建国抱了一旋说道 同说 我现在 就准备去那边了 毕竟时间不等人 谁也不知道 那个家伙什么时候会逃走 根据他的推断 陆宏远最近应该不会离开 因为这家伙肯定知道 外面有人在寻找他 现在从混乱的地带走出去 那就是自投罗网 但是 参与平州赌局的那些资本势力 在上次与他交易完 提供了情报之后 也会慢慢地收回派出去的人手 因为那些人继续守住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交易已经达成了 剩下的事情 就是需要他自己去寻找了 陆宏远一旦发现 肯定会想办法逃走的 同建国沉吟了一下 最后点了点头 林州 虽然你功夫了得 但是子弹不长眼 你必须要小心谨慎 切不可鲁莽大意 放心吧 同说 我可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林州笑着说道 他可不是 那种有了点功夫 就觉得可以硬扛枪械的傻叉 那好 我派人送你过去 这样快一点 记住 务必要小心谨慎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 或者遇到了危险 及时打电话 同建国又再次嘱咐道 随后看向陈兴龙 老陈 你带点人 把林州送过去 给他一部卫星电话 把我的号码存进去 还有 防弹衣是磨的 也给他一套 好的 同老大 陈兴龙点了点头 带住林州去了仓库 带了一些装备 至于枪械 就没必要了 林州不会玩枪 而且拿住枪进入别的势力 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第344章 你是灵大神 到仓库拿到了基本装备之后 林州和同建国告别后 与陈兴龙还有一队军人一起 离开了远征军驻地 前往三角洲最混乱的地带 一路上 陈兴龙也跟他讲述了 这个混乱的带的击骨势力 大多数都是无恶不作 丧尽天良的存在 哪怕刚开始是善良的 在这里也会被同化 因为 在这个地方 善良就意味着死亡 在到达混乱的大附近时 陈兴龙停了下来 让林州自己进去 不然的话 他们这些人 带着林州进去 有些太张扬了 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林州 你确定不让我们帮忙吗 陈老大 你们就安心回去 等我的好消息吧 林州摆了摆手说道 背住包 迈住轻快的步伐 朝着这个混乱的带耳去 陈兴龙目送住林州离开 摇头一笑 挥了挥手 带着众人踏上了回程的道路 他觉得林州赶一个人 在这混乱的带着人 身上恐怕还有着其他的秘密 所以 他们还是不要在这里多事了 林州在路上走了积分中 搭了一个摩托车 来到了这个混乱地带 这是一个名为大阅历的城市 看起来一片和谐 没有半点混乱的迹象 可是 在这和谐画面的下面 却暗藏住许多的危险 这两年 国内的外交部门 都发布了几次旅行和工作提醒 让民众不要相信网上虚假信息 以及高薪打工之类的消息 谨慎前往三角洲一带的区域 这里可以说是 集齐了赌博 诈骗 毒品 绑架等所有的危险因素 而他所前往的这个镇子 也榜上有名 来到城市之后 他看到这里的居民还是挺多的 还有一些游客在四处拍照 不知道真相的人 还以为这里 是三角洲非常安全的旅游圣地呢 不过 在城市的街道上 也可以看到 身穿军服 背着枪械巡逻的士兵 时不时的 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 他并没有立刻去找宾馆 而是在城市里面赚优了起来 这一座城市 与另外一个国家接壤 可以说是贸易量非常大的口岸城市 同时也是三角洲最核心的区域 曾经是三角洲最大的毒品交易中心 只不过 根据陈兴隆的讲解 这个交易中心还存在 只是从之前的公开 变成了地下交易而已 在这一个城市之中 不仅仅拥有驻政府正规军区 还活跃着多支武装团体 特别是周边 更是一些势力的控制区 由于各种利益纷争 使得这座城市也经常会出现枪支事件 当然 表面的平静 还是能够维持的 正因为如此的混乱 加上这是一个城市 所以 从里面寻找一个人 才变得非常的困难 如果这个混乱区域 是一个小镇 或者是一个村庄 那就非常简单了 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里面藏着魔酒 在城市的一些地方 以他敏锐的感知力 也能听到几处房屋里传来了惨叫声 还有一些散发出血腥 以及药水的味道 让他不禁想起了网上的一个段子 来到三角洲打工 被骗进诈骗团伙还好一些 就怕被人打妖子 还不打麻药 灵州并没有多管闲事 而是禁止离开 现在最重要的是 寻找路红远 而不是节外生枝 更何况 他最擅长的 可不是正面搏斗 而是隐藏于黑暗之中的手段 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从前方的房屋里 走出来了一个拿住棍棒的大汉 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小子 这里是私人区域 漠视感尽管 不然把你腿打断 他已经可以想象到 这个小子被吓得屁滚尿流 惊慌失措跑路的画面了 灵州面上却是依然保持住平静 在路过房屋门口时 还绕有兴趣地 往屋里面望了一眼 直线里面一个男子 双手被吊在房梁上 正被人不断地抽打住 发出一声声的惨叫 旁边还有一个女孩 也被绑了起来 一个男子正在旁边吊戏住 大哥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男子看到房屋外面的灵州 下意识地发出了求救声 只是 他的眼中 却没有半点的希望 因为这是一个黑势力团伙 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就得了他们 你他磨的 还敢往里面看 今天你是走不了了 壮汉看到灵州 竟然悬赶主动往屋子里看 顿时凶狠地说道 大哥 你快走 屋里的男子连忙开口说道 这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大的男子 根本就不了他们 只会受到连累 可 老大们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啊 什么也没有看到 灵州摆了摆手说道 虽然他不想多管闲事 但是在面对别人 发出的求救声 他却无法事不见 而且 刚刚他已经在那名男子身上 使用了鉴定术 这就是两个来旅游的小情侣而已 由于露出了一些财富 被别人绑架到了这里 想让他们给家里要钱 没看到 晚了 老大 把他怎么办 壮汉拿住棍子 堵住了灵州的去路 朝着里面的老大问道 屋里那个吊戏女孩的那名男子 看了他一眼 抓过来 把钱拿干净 扔出去就得了 老大们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灵州露出了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 想往外边跑 可是那壮汉一把抓住了灵州的衣服 踢住扔进了房子里面 此时 他已经 有了一些计划了 灵州在被扔进来的瞬间 直接稳住了身体 大致数了一下房间里的人 有十多人呢 个个都长得凶神恶煞的 一看都不是什么好人 卫手的那个老大 是一个中年人 而且还用罩子盖住了一个眼睛 是一个独眼龙 什么都没看见 你不该看见的 都看到了 这魔 把你放出去可不行 把你身上的钱都 掏出来吧 如果能够让我们满意 还能放你出去 不然的话 就给你放放血 那吊戏女孩的老大 看住灵州 拿出了一把刀子 在女孩的手臂上磨蹭了两下 那女孩吓得惨叫起来 好脸 谢谢老大们 我把钱全部交出来 不过这一路走过来 有点累了 我先先会 灵州连连点头说道 然后自顾自地坐在了椅子上 而那个被吊起来的男子 听到灵州的话 忍不住叹息了起来 现在把钱全部交出来 就等于是在找死了 他们就是因为钱全部交了出来 现在又被这些人独打住 要跟家里要钱 千万不要把钱都交出来 草 还敢说话呀 看来打得不够 那壮汉一听 顿时拿住鞭子 狠狠地抽打了一下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全部交出来 灵州连忙将自己身上 之前的东西都交了出来 那名壮汉拿过灵州的钱包 打开一看 顿时眼睛一亮 哟 钱还挺不少呢 怎么只有一张银行卡 还是普通的 老大 咱们遇到的是一个穷鬼啊 一般来这边旅游的 最少都有几张银行卡 有的还是个别银行的贵宾卡 但他们这一行的 早就把一些银行卡等级 搞得无比清楚了 可 老大们 我卡里有钱 钱很多的 只是没来得及去银行升级而已 灵州连忙开口说道 这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办的卡 一直用的都是这一张 他这段时间赚的所有钱 都在卡里 银行也打过电话 为他升级卡片 可以上门服务 都被他给拒绝了 装你妈呢 还没去银行升级 就是一个穷比 老大 干脆把他腰子给赶了 壮汉开始吓唬起来 各位老大 别 千万别 你们登陆 一下我的手机银行 看一下就知道了 手机在你们手里呢 灵州连忙开口说道 此时 那名独眼龙 拿起了灵州的手机 询问道 开机密码是多少 灵州将密码告诉了他们 引导住他们 一步步登陆上了手机银行 当看到里面的余额时 独眼龙瞪大了眼睛 愣在了原地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个穷鬼的银行卡里 会有这么多的钱 壮汉看到独眼龙 愣在了原地 顿时开口说道 老大 我看看 是不是里面一毛钱都没有 我就知道 这小子在骗我们 他凑乖看了一下手机屏幕 整个人也愣了 然后用手指点住屏幕 自言自语地数了起来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一 十亿 卧槽 老大 这里面 这里面有十多亿 老大们 我就说我有钱 你们还不信 这些钱 应该足够让你们放了我吧 灵州孝主说道 一听到壮汉的话语 房间里的十几人都围了过来 十多亿 这趟模式在开玩笑吧 他们拼死拼活 天天累得跟狗一样 搞了几年 诈骗外加绑架抢劫 也不过才赚了几百万而已 那独眼龙老大 却没有半点的欣喜 面色都变得无比凝重起来 他们可以对普通人下手 对一些中产阶级下手 但是 却完全不敢对一些富豪下手 三角洲这一代 对待富豪的手段 要模式诈骗 要模式引诱出去赌博 根本没有明目张胆抢的那种事情 特别 是这种年纪轻轻 却有助十几亿钱财的人 更是他们不敢招惹的存在 那名被吊起来的男子 听到这些话 面上同样露出了金色 不过 他也看到了一抹希望 这个年轻人有 十几亿的钱在卡里 绝对非富极贵 这些人 恐怕都没有胆子下手 能随随便便十多亿的年轻人 家族绝对无比的显赫 这些人除非是不想活了 否则 连一根毫毛都不敢动 此时此刻 看灵州的面孔 面色猛一惊 露出了无比的激动 灵大神 你是灵大神 小如 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呀 哈哈 老天爷开眼 老大爷开眼啊 知道他们遇到的人是灵大神 他心里完全放松了下来 比之前得知十多亿还要稳 灵大神是谁 那可是华夏独一无二的神话 在出国旅游之前 他们还通过直播 观看了灵大神住建的画面呢 这些家伙 要是真的 敢对灵大神下手 一旦有任何不测 别说这一个小小的团伙 估计整个三角洲 都要跟着陪葬 他磨的 什么灵大神 我还如来佛祖吗 壮汉怒视了那男子一眼 随后 他也蹲在灵州面前 还用打火机照了一下 当他完全看清楚时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连忙拿出手机 搜索出新闻 然后大惊失色地说道 卧槽 老大 他是灵大神 他是之前在华夏龙泉 跟外国人比试住建 让外国人去打工的灵大神 那独眼龙老大面色一变 也认真看了看灵州的面孔 忍不住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 真踏魔该死 他们绑架的人 竟然是在华夏非常有名气的灵州 之前在三角洲 灵州并不怎磨出名 可是在平州攻盘 在龙泉住建之后 相关的视频消息就传了过来 可以说在三角洲引起了一阵轰动 特别是一些势力的老大 都想要拥有一把神奇的宝剑 说一句实话 他们还真不敢动灵州半点毫毛 不仅仅是灵州背靠的骑脑 还有就是在华夏的名气 他们拿到了钱 也莫命去花 老大们 这些钱还不能让你们满意吗 那我家里还有翡翠 可以让家里人运过来 你们别不说话 不说话 我心里有点慌 灵州孝主说道 丝毫没有半点紧张 他已经鉴定了这些人的心理活动 根本不敢给他动手 林大神 这次算我们栽了 是我们的不对 咱们打个伤了 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但咱们从来没遇见过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独眼龙身吸了一口气 将钱包手机整理好 放在了灵州面前 鸣声说道 林大神 救救我们 那名男子连忙开口说道 这可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啊 旁边的壮汉 又拿住鞭子想要打 灵州毫不客气 一脚 将其踢飞了出去 撞在了墙上 他淡淡地说道 在我面前 还敢打我的粉丝吗 第345章 鸟类侦探小分队 看到灵州直接将壮汉踢飞出去 其他人无比愤怒地围了过来 有的人手里拿住棍棒 有的拿住手枪 看向灵州的眼神里 充满了不善 不过他们的内心也带着紧张 因为刚刚那个壮汉 可是他们这里面最魁梧的人 一身肌肉 体重有200多斤了 站在那里就像坐山一样 普通人推都推不动 而这个小子 看起来根本没用力的样子 很轻松地 就把壮汉给踢飞到了鸡米远的地方 他们觉得 要不是被墙挡住了 肯定还要再飞一段距离 一群垃圾 也敢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就站在这 你们随便打 灵州冷冷地说道 然后从座位上起身 把旁边的人 吓得都向后退了几步 他吃笑了一下 自顾自地上前 把那个被吊在房梁上的男子 给解救了下来 林大神 谢谢你 谢谢你 那名男子被解救下来之后 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朝着灵州磕头感谢住 如果不是灵州 他们肯定还要再遭受 更多的折磨和痛苦 甚至在折磨完他们 乍钱最后一点钱之后 还会把他们卖给附近的诈骗团伙 不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那边有沙发 你们先坐下来休息会儿吧 灵州轻轻摆了摆手说道 看住那些还未在旁边的家伙们 他默好气地说道 看什么看 给他们让开落 没点眼力减 草 你他魔牛逼什么 老大 我忍不了了 什么灵大神 老子让你变成虫 一个穿着背心 手臂上纹住两条龙的男子 怒吼了一声 拿住一个棒球棍 朝着灵州冲了过来 灵州淡淡地看住这家伙 却没有半点要起身的意思 旁边那名被救下来的男子 焦急地说道 灵大神 快躲开啊 如果灵大神在这里死了 那魔为了掩盖罪证 他们也活不了 北劳兹助手 那名独眼龙老大 也着急地喊道 要是灵州在这里死了 那他们想活都难 背心男子完全不管不顾了 他愤怒地跑到灵州面前 猛地举起棒球棍 朝着头部砸了下去 这要是真砸到脑袋上 就算是神仙也就不了了 灵州抬起头 看住落下来的棒球棍 淡淡一笑 脚尖轻轻点了一下地面 椅子向后倾倒 躲过了这一击 这背心男又怒吼了一声 直接将球棒横扫了过去 此时 他的手在椅子上轻轻一拍 整个人凌空而起 一只脚重重地 拍在了这背心男的身上 将其拍飞了出去 砸在墙上无力地摔落下来 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给了你一次机会 还以为我会给你第二次吗 那个被救出来的男子 整个眼睛都冒出了亮光 他没想到 灵大神的功夫也正磨好 都他磨得 给我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独眼龙怒吼了一声说道 然后将手机和钱包 再次递到了灵州面前 灵大神 我们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们 这两个人你也可以带走 哦 这样就完了吗 把我绑架过来 把我的粉丝绑架过来 现在告诉我 可以走了 我们身体和精神上受到的损失呢 灵州面无表情地说道 独眼龙犹豫了一下 开口说道 赔 我们赔 每人五十万 算是我们的道歉 哼 五十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你绑架我这段时间 我都能去附近搞个玻璃种翡翠了 每人三百万 答应吗 灵州吃笑了一声 随后毫不客气地说道 他已经键订了这个家伙的手机 知道了里面有个账本 这个团伙在三角洲待了几年时间 赚了有一千多万 而且是无本的生意 真的算是非常暴力了 当然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团伙 末世搞个绑架 让人运一些 某重见不得光的东西 比起那些大势力来说 只是喝点汤而已 而在其中一个隐秘相册里 他还看到了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 这些家伙 真的是桑尽天良啊 特别是这个独眼龙 就是他磨一个畜生 此时 在心里 他已经给这些人 判了死刑 草 你这是抢劫呢 老大 咱们弄死他吧 然后把尸体一埋 谁也不会知道 一名拿住手枪的男子 用枪指住林州怒声说道 我最烦别人 拿枪指住我 林州轻轻皱了皱眉说道 以飞快的速度 踢出一脚 同时将其手上的枪抢了下来 用枪指住我 可不是这个架了 我自己得加一百万 都给我助手 林大神 我答应了 现在就给你转钱 独眼龙咬住牙说道 他不得不答应 因为刚刚就已经发现了 林州的身手非常的好 连他们之中最强壮的那个家伙 都被一脚踢飞了出去 更何况 林州的身份 也让他们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给 我的钱打到这个账户里 林州从旁边的桌子上 拿起纸笔 把账户写了下来 递给了独眼龙 独眼龙接过来一看 顿时愣了一下 华夏红十字基金会 你们的钱太脏 我拿住良心不安啊 林州孝主说道 这些家伙的钱 要模式绑架 要模式诈骗 没有一分是干净的 我们的钱 也跟林大神一样 那被救的男子 和自己的女朋友相识一眼 开口说道 他们能活下来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根本没有奢望 再得到一些钱财 更何况 他们家里也不缺钱 这次出来旅游 就是想见识一下 传说中的三角洲 谁知道刚来到这里 就被人盯上了 老大 这可是我们好几年赚的钱啊 这让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啊 其他人见状 都连忙说道 同时怒视住林州 可是 没有一个人再敢动手 因为刚刚动手的几个人 就已经靠住墙在惨叫嘛 你们都给我闭嘴 独眼龙用谨慎的一只眼 狠狠地看了看众人 顿时 现场平静了下来 只剩下靠墙的那几个人的惨叫声 随后 他拿出手机 向华夏红十字基金会 捐款了一千万元 转账成功后 他向林州展示了一下手机屏幕 咬住牙说道 好了 林大神 已经打过去了 现在可以放过 我们了吗 好 多谢你们 为华夏慈善事业做出的贡献 不 应该谢谢那些被你们抢劫的人 为华夏慈善做出的贡献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认识照片上的这个人吗 林州收起自己的东西 拿起手机 打开录红远的照片 朝着独眼龙本人问道 我没见过 你们哪 独眼龙摇了摇头说道 其他人也都连连摇头 表示没见过 好 那就这样吧 我们先走了 林州点了点头 他之前的计划 本来想着收服这些人 让他们辅助寻找一下 可是 在看到独眼龙手机里的那些照片 他改变主意了 这些桑尽天良的家伙 完全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也不可能让这些人帮自己做事 看到林州如此干脆的话语 独眼龙还有些不敢相信 林大神 你 你真的放过我们了 不放过你们还能怎么样 难道杀了你们吗 我可不是杀人狂魔 林州淡淡地说道 扶住那被救的男子 一块走出了房屋 杀了这些人 还怕脏了自己的手呢 他会通过其他的手段 那就谢谢林大神了 你们一路走好 独眼龙松了一口气 目送住林州三人离开 在确认林州完全离开后 独眼龙连忙说道 他磨的 赶紧收拾东西 老大 怎么了 他不是放过我们了吗 旁边一名手下不解的问题 傻逼 他说放过就放过了 咱们再待在这个地方也不安全 去外面躲一阵子 赶紧收拾 独眼龙直接拍了拍他的脑袋 冷冷地说道 走到外面的大路上 林州叫了一辆车 把被救的男子送到了医院里 在医院这种地方 基本上还是安全的 等到安顿好后 他朝着男子说道 你们先在这里休养鸡天吧 医院应该是安全的 我来三角洲还有事 就先走了 这时 那女孩犹豫了一下 忽然鼓起勇气开口说道 林 林大神 我是学画画的 看到一个人都会习惯性的打量一下 我好像见到过这个人 只是他戴住口罩 不能确定是不是 你再让我看看照片 林州面上露出了一抹希望 再次拿出照片 给女孩看了一下 如果真的能缩小讯找范围 那就再好不过了 女孩仔细看了之后 又闭上眼睛回忆了一下 眼睛特别像 我确定 有一半以上的 可能就是这个人 那你当时在什么地方陷到她的 林州不禁开口问道 看来老天还是公平的 救了这两个人 却能够收获一个消息 女孩说住 拿出手机翻找了一下 指出一个商店说道 我们当时就在这个商店附近遇到的 他应该是进了里面买东西 我们和他打了一个照面 那地方有些偏僻 我们还是听说 那边民族特色浓郁 才过去看一看的 时间好像是两天前 说住 他又打开手机地图 指了指一个位置 这个商店就在这个区域 好 谢谢你们了 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林州看了看地图上的位置 确实挺偏僻的 他要是靠着自己寻找 可能花十天半个月 才能扩展到这片区域 不不 林大神 是我们要谢谢你才对 要不是你 我们现在都莫命了 女孩连忙开口说道 林州校主点了点头 好了 那你们休息吧 这次和我相遇的事情 你们回去之后 也要记得保密啊 放心吧 林大神 这种丢脸的事情 我们也不会往外面去说 那名男子苦笑主说道 他真的是一辈子 都不会来这个地方了 离开医院之后 林州叫了一辆车 前往女孩所给出的位置 既然有了准区的范围 那寻找起来 就比较方便了 而且两天前的事情 那陆宏远应该 也不会逃走 来到这个区域之后 他确实见到了一些 有着民族特色的建筑 虽然位置偏僻 但是大街上的人 也挺不少的 街上还有一些流浪汉 看起来乱槽槽的 他找到了那家商店 进去看了看 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而且这个商店连个监控设备都没有 当然 他也没有拿住照片去问店主 这样的话 可能会打草惊蛇 走出商店后 林州朝着对面看了一眼 发现有一家宾馆 于是开了一间房 特意选了能看到商店的一间 然后 他轻轻吹了吹口哨 房屋里便飞来了三十多只鸟 各个精神抖擞 像士兵一样站在桌子上 整齐排列在他面前 这些鸟 就是他自己寻找的信心所在 其中有八只 都是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 训兽术使用 智慧和身体素质 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其他的鸟 也经过了最少十天的训兽术使用 在准备的过程中 他也拿住一些邻居的照片 让这些鸟试了一下寻找别人 基本上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这就是他组建的 鸟类侦探小分队 林州在这些鸟的脑袋上拍了一下 从包里拿出了一些食物 喂食了一下 接着 拿出地图 在商店所在的区域 画了一个中心 使用了一次高级训兽术 对出这些鸟说道 你们的任务现在开始 以我这里为原心 在附近三公里内 寻找这个人的踪迹 发现可疑的人 也要立刻向我汇报 明白了吗 他拿出鹿洪远的照片 再次给这些鸟展示了一下 在来之前 这些鸟已经看过了无数次照片 可以说 把这个人的面孔 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 这些鸟看了看鹿洪远的照片 一只翅膀 向住脑袋的方向伸展了一下 仿佛像是在镜里一样 林州也立正身体 还了一个镜里 好了 现在有七个小队队长带领 开始执行任务 八只小队长 分别带住四名手下 一对对地飞出了窗外 开始在不同的方向寻找起来 这次来三角洲 他一共带来了八个侦探小队 一共四十只鸟 现在只有七个小队 而另外一个小队 自然是被他留下来 兼试毒眼龙一伙人 根据他的猜测 毒眼龙这家伙 肯定会带住手下们跑路 只可惜的是 这些家伙跑不了自己的手掌心 第346章 驯服动物军团 在八个侦探小分队 全部出动之后 灵州也没有闲助 乔庄打扮了一下 来到了附近的山林之中 开始寻找一些 身体素质较高的动物 进行驯服 因为他并不知道 陆红远是自己一个人 还是背后有助一个势力在撑腰 所以 肯定要组建一个动物军团 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离开城市 深入森林之后 他的面上就露出了兴奋之色 步伐 也变得无比的轻快 在完全确定没有人烟之后 他启动了初级轻弓 丛林间就变得轻盈了起来 在这非常难走的山路上 他仿佛如履平地一般 到了后面 森林里的树木越来越大 有时候 都无法找到一条能够走的道路 于是 他倾踏住树干 来到了树枝上 开始踩住树枝 在丛林间不断地穿梭跳跃柱 在轻弓的作用下 他的身体 踩在一些细的树枝上 都只是让树枝向下沉了一下 如果让旁人看到 肯定会经呼着 完全不科学 脱离了引力的束缚 牛顿看了棺材板 不要压不住了 丛林间穿梭的技巧 他在家里 就已经练得非常熟练了 此时 他的动作 甚至比一只猴子还要轻盈 还要更加的灵活 很快 他就进入了真正的原始森林 在这里 远离了人类生活的区域 动物的种类 也变得多了一些 身体素质和体型 也比刚进入森林的同类动物 更高一些 毕竟在树林入口的动物 饿了的话 可以下山去找人类求助 而这些在森林深处的动物们 食物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寻找 去捕猎 在这里 猴子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他在丛林间穿梭时 有一些猴子就好奇地围了过来 跟着他一块跳远 他从中挑选了几只身体素质较高 性情稳定的猴子 使用了高级训兽术 在使用的瞬间 那几只猴子 本来有些灰蒙蒙的眼睛 猛的一亮 仿佛给他们注入了灵魂一样 让他们的眼睛 变得更加的灵动 本来他们站在树枝上 在训兽术的效果发挥出来后 他们舒服地用尾巴倒掉在树枝上 兴奋地喊叫住 其他猴子不明 所以也跟着一块喊了起来 使得整片树林 完全被猴子的叫声所覆盖 惊得一些鸟 都不禁扑腾住翅膀飞走了 训兽术的效果结束之后 那几只猴子 纷纷来到了灵州所在的树木上 面上充满了清静之色 有的海主动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示意他摸上去 看到这一幕 灵州不禁笑了笑 灵长类的动物 真的是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啊 相对于其他的哺乳类 灵长类的动物 大脑大了许多 这就使得他们 变得更加的聪明 而人类 在动物界的位置 也属于灵长类 其他的动物 可能使用几次训兽术 都不如这些猴子使用一次 来的聪明 他轻轻拍了拍面前几只猴子的脑袋 从包里拿出了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几只猴子兴奋地吃了起来 吃了一两个之后 他们似乎想到了什么 滋滋地叫了两声 朝着他招了招手 然后跳到了另外的树木上 又招了招手 似乎再示意他跟上来 灵州见状 面上露出了好奇之色 不知道他们要带着自己去了 于是使用了终极鉴定术 鉴定了一下他们的心理活动 不禁笑了笑 这些猴子 真的是有助种群一时啊 现在要带着他去献猴王 不过 这也算是帮了他的忙了 因为一旦驯服了一个猴子 那么 这个猴子群 估计都是他的动物军团了 猴王一发话 没有哪个猴子敢不听的 他跟着这几只猴子 在丛林里穿梭了有十多分钟 终于来到了一处隐秘的树林之中 在这里 猴子的数量明显便多了起来 有几只守卫在这里的猴子 见到灵州这个外来人闯了起来 嘶嘶叫喊了几声 刺住牙就冲了过来 似乎要跟他拼命 只是灵州还没来得及动手 驯兽的那几只猴子 就将这些猴子 全部打倒在地 手指住灵州 嘶嘶地叫了几声 就在这时 一只明显比 其他猴子更大的猴子 从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跳了过来 看住灵州 目光中充满了警惕 而旁边其他猴子 也都围了过来 将灵州包围了起来 那几只被驯服的猴子 来到猴王身边 嘶嘶地说住 语速十分地焦急 还有一只猴子 来到灵州旁边 指了指那只大猴子 拍住自己的脑袋 然后又倒挂在树上 似乎在说 快对猴王使用那重东西 灵州笑了笑 再看这只猴子 当上猴王应该还没多久 正直壮年 身体素质 比他之前挑的那几只猴子 还要强上许多 不愧是整个猴群中 战斗力最强的猴子 如果能力不行 那魔也无法成为猴王 在这一个猴群中 拥有著毒一无二的威严 千千超越 他没有犹豫 直接对着这只猴王 使用了高级训兽术 那只猴王本来警惕的目光 忽然亮了一下 感受住身体内的舒适感 他极力地想要控制 想要维持身位猴王的威严 可是到了后面 他再也无法忍耐了 倒掉在树枝上 兴奋地叫喊起来 过了一会儿 这只猴王从训兽术的效果中脱离出来 看了看灵州 再也没有了一点警惕 他飞快地来到灵州身边 滋滋地叫了几声 灵州也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同时又试住使用了一次训兽术 系统也给予了提示 使用失败 对该目标灵肠类生物 使用高级训兽术 间隔时间需要达到三个小时 这一声提示 让他不禁有些惊讶 鸟类生物的使用间隔 是24小时 脏鸥的间隔是8小时 而猴子的间隔 竟然只有三个小时 真的不会是与人类同位灵肠木的生物 他感觉 如果对大猩猩使用的话 间隔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 猴王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回过头朝住猴群滋滋叫了几声 本来安静地 待在旁边的猴群们 顿时沸腾了起来 消失在了森林里 没过两分钟 一阵阵滋滋声传来 一只只猴子再度回来 手里则是拿住一些果实 放到了灵州所在的那个粗树枝上 看出身前这些有的都叫不出名字的果实 灵州忍不住笑了笑 这应该是猴王的感谢了 不过 从猴王的动作来看 并没有对他臣服的模样 好像是把他当成了朋友 这应该是灵长类的智慧 比普通动物高的原因 估计需要两次甚至三次训兽术 才能够完全训服 成为他的手下 灵州也没有拒绝好意 挑选了一个果实 剥开皮吃了下去 随后又指了指这些食物 朝着猴王说道 这些食物 你们还是拿回去吧 猴王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语 又滋滋叫了两声 猴群们顿时一个接一个的过来 把他们刚刚拿的果实 全部又拿了回去 好了 我还有其他事情 先告别了 等会儿我会回来的 灵州朝着猴王挥了挥手 笑着说道 光是这一个猴群还不够 他还要再驯服一些其他的动物 毕竟 这里是混乱的三角洲地带 多一些保命的手段 还是有备无患的 这时 猴王滋滋叫了两声 朝着旁边招了招手 之前被灵州驯服的那几只猴子 都来到了他的身边 猴王则是指住这些猴子 又叫了一声 似乎在说 让他带住这几只猴子一块去 这样吧 我就带一只吧 灵州拍了拍 第一只使用训兽术的猴子 笑着说道 猴王自然也听懂了他的话语 让另外几只猴子离开了树木 同时和灵州挥了挥手 与猴王告别后 灵州朝着附近的丛林而去 又驯服了一些动物 其中还有一只缅国蟒蛇 长度约有七八米 盘在树上 如果突然发现 能让普通人的心都吓得跳出来 甚至腿软的都在地上 他却没有半点的惧怕 就算是没有高级训兽术 以他的身体素质而言 对付一只蟒蛇 那是轻轻松松 他同样对出这只蟒蛇 使用了训兽术 蟒蛇的脑袋较小 直接被他驯服了 从树上游了过来 向着他低下了脑袋 以示沉浮 本来吓得向后躲去的猴子 此时在蟒蛇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他瞪了瞪眼睛 一脸的猛逼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灵州看到这只猴子面上的表情 有些好笑 朝着他招了招手 别怕 过来 他现在是自己人 不 是自己蛇了 猴子犹豫了一下 慢慢地靠近 但是看向蟒蛇时 依旧有助一点点的惧怕 他握住猴子的手 摸了摸蟒蛇 看到蟒蛇没有任何的动作 反而用头蹭了蹭他的手 猴子这才放下心来 用手摸了摸蟒蛇的脑袋 兴奋地朝着灵州滋滋叫住 正当灵州准备继续向前时 猴子忽然拦住了他的道路 指出不远处的森林 一边叫 一边手舞足导地做出一些动作 通过中极箭定数的鉴定 他得知了猴子的心理活动 原来是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有助一些凶恶的人类 杀了他们不少兄弟姐妹 灵州面上露出了思索之色 凶恶的人类 恐怕就是武装分子 或者贩毒集团了 当然 这两者在三角洲 从来都脱不开联系 在这里立足的势力 多多少少都与毒品有着联系 因为只有靠着这种 有助巨大利益的东西 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获得回报 获得利益 获得能够在这里站稳脚跟的资本 他想了想 没有钱去 而是换了一条路 现在不是节外生枝的时候 这些武装分子的警惕性非常的高 哪怕他有着出极青宫 能在丛林间穿梭 恐怕也有可能被探查到 随后 他换了一个方向 又驯服了一些动物 到现在位置 进入森林 已经两三个小时了 于是 他让那只猴子带路 带住其他驯服的动物 返回了猴群 让那些动物 在猴群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既然是军团 那自然不能太过于分散 否则的话 一旦他有需要 这些动物 根本无法快速地集结在一起 自然也就失去了军团的意义了 在离开的时候 他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已经三个小时了 所以 又被这几只猴子 包括那只猴王 使用了高级驯兽术 猴王看到的目光 明显比之前更加的充满善意 估计再使用一次 就能把这只猴王给驯服了 至于另外几只猴子 在第一次驯兽术的时候 就已经是沉服了 灵州让动物们留在森林里 带住几只驯服的鸟离开了 当然 他也把这些鸟界 烧给了所有的动物 这样的话 一旦自己有需要 这些鸟就会来通知动物军团 让它们快速的出动 走出森林后 他深深的呼吸了一下 虽然森林里的空气更好 但舒适度而言 还是人类的城市比较好啊 他回到了酒店 看到那些鸟一直都没有回来 不禁摇了摇头 估计是还没有什么 寻找到什么可疑的人物 这时 差不多已经是傍晚了 灵州在酒店里 随便吃了点食物 便即训练起顾秀来 他的行李箱里 放住一个简易的秀架 平常的练习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 给他积个木头 自己也能制作出来 很快 一只鸟飞了过来 他鉴定了一下 看了看鉴定信息中的名字 并不是寻找陆红远的那些侦探小队员 而是跟着独眼龙那个团伙的 一名小队员 在准备的时候 他就给这些鸟 按照小分队的编号 取了不同的名字 这是第二小分队的小鸟 名字就叫二蓝 因为它的羽毛是蓝色的 在取了名字之后 它们的信息 也会随即进行更新 多了一个别名 他轻轻摸了摸这只鸟 笑着问道 二蓝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一边问住 他一边使用了高级训授术 同时又再次使用了终极鉴定数 这样的话 通过高级训授术的强大效果 让这只鸟的智慧 瞬间得到提升 也能让它听懂自己的话语 并且给出相对准确的回答 第三百四十七章 猴王私藏的手雷 通过几次问话 灵州知道了这只鸟 想要表达的意思 独眼龙那个团伙 在他们走后 就收拾东西逃走了 一直逃到了丛林之中 似乎选打电话给别人说 自己来到大约历的事情 他轻轻拍了拍二蓝的脑袋 拿出了一些食物 脑海里开始不断分析起来 那独眼龙打电话告诉别人 应该是想让局势变得混乱一些 毕竟自己的身上 可是有助十多亿钱财呢 而且 根据同建国 也想要一把剑的反应来看 三角洲的 这些势力头领 肯定也会有特别想要保剑的存在 毕竟 这是一把能够弯曲 而且斩铁毫发无伤的神奇宝剑 可以说是从林中杀敌的好帮手 又是身份的象征 拿住这把宝剑 在三角洲这一带赚优 估计能引来许多势力羡慕的眼神 而且 这里是混乱的三角洲 有些武装势力的头领 可不会顾及什么影响 全凭自己的喜好形式 这样的话 估计接下来 在这个大阅历程里 会变得很热闹 现在的话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 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可以选择引入森林之中 靠住这些鸟类侦探小分队 去寻找路红远的下落 第二 继续待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三角洲附近 最大的一个城市了 而且 还是和旁边国家的贸易口岸 表面上的平静 肯定是要维护的 那些武装势力 也不敢带住大部分来到城里 最多带几个人罢了 想了想 他决定留在城里 开玩笑 他可不是那种凡事 只会逃避的人 那些势力还莫来人呢 自己就先吓得躲到原始森林里了 这不是逗吗 被别人知道了 还以为他胆小如鼠呢 等到二兰吃完食物后 他轻轻拍了拍小脑袋 笑着说道 二兰 告诉二宝 继续监视 有任何情况 及时派队员过来汇报 这只蓝色羽毛的鸟 歪住脑袋听完了他说的话 然后点了点头 似乎听懂了一样 随即展开翅膀 消失在了黑暗的夜色之中 到了深夜 其他几个小队的队长 陆红远的踪迹 灵州也是一一给他们使用了训兽术 喂了一些食物 同时 让他们把其他队员 一个个的召回来 分别进来 接受训兽术的使用 等到这几只小分队的队员 全部接受了训兽术之后 他挥了挥手 让这些鸟先去休息 明天再制定新的寻找计划 随后 他开始对今天得到的消息 进行汇总 同时打开了大阅历城市的地图 思考了起来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陆红远并不是每天都会出来 这家伙也有可能居住在城外某个势力的大本营 得到了庇护 明天的话 他会派出四队 继续在附近的城镇里搜寻 另外三队 将会在商店这个方向的森林中 进行搜寻 来确定一下 陆红远是不是可能真的 得到了某个势力的庇护 在平州赌石诈骗之后 这个家伙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差不多有两亿之多 这些钱在东南亚 能够滋润的生活一辈子了 而把此人当朋友的李乐山 却是因为赌石的失败 不堪重负 选择了自杀 第二天 林州给七只侦探小分队 分配了新的任务 四只队伍继续在城里进行分散搜寻 另外三只队伍 进入商店附近的森林中 开始新的搜寻计划 他则是继续进入了森林之中 来到了之前的猴群 给他的动物军团 再次使用了训兽术 以便于能快速提升他们的智慧 对于猴群而言 这是第三次训兽术了 在这一次训兽术使用之后 那只强壮的猴王 终于低下了脑袋 朝着他做出了沉浮的动作 其他猴子也一块向着他进行了沉浮 可以说 现在他已经是 这群猴子的新猴王了 想到这里 林州不禁笑出声来 真的没想到 有一天 自己也能当齐天大圣 只不过没有水帘洞 这里也不是花果山 他将猴王扶了起来 孝主说道 不用这样 你们将会是我的伙伴 可以一块并肩战斗的伙伴 猴王听到林州的话 开始举起手臂欢呼起来 其他猴子也有样学样 整片树林里 再次被猴叫声所覆盖 与此同时 林州也拿出了陆洪远的照片 让这些猴子帮忙注意一下 一旦在森林里 发现了此人的踪迹 可以立刻通知他 留守在这里的小鸟 猴王认真的看了看照片 将陆洪远的面貌 记在了脑海里 然后把照片 发给了其他猴子观看 现在来说 还不能确定陆洪远 是不是在猴群附近的 这个武装势力之中 因为之前的猴子 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东西 就好像是人类 不会记住自己逛街时 身边经过的人一样 在猴子们看完了照片之后 猴王挥了挥手 姿姿叫了几声 除了守护猴王的一些猴子之外 其他的猴子全部出动 分散到四处 开始寻找起来 那些猴子都离开之后 猴王忽然朝着林州招了招手 似乎在示意他跟过来 林州有些好奇地跟了过来 来到了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 他打开了手机灯光 跟着猴王来到深处 忽然发现了一些箱子 他看了看上面的标志 英文的 于是打开一看 顿时瞪了瞪眼睛 满满的一箱手雷 他不禁开口问道 猴王 这些手雷 你们从哪里得到的 猴王滋滋叫了几声 然后用爪子笔划起来 通过中极箭定数的心理活动信息 他知道了这些手雷的来源 都是猴子们在附近市里偷过来的 觉得这东西比较好玩 之前还有猴子们甩住完 不过有一次甩爆了一颗 炸死了两只猴子 把猴子们吓得缓了几天 这才将所有的手雷 都放在了山洞深处 他忍不住笑了笑 摸了摸猴王的脑袋 打开其他的箱子看了看 差不多有五箱 全部都是手雷 一箱三十颗 算起来有将近一百五十颗呢 这要是全爆炸了 能把整个猴群给爆销了 猴王 这些东西先放在山洞里吧 等以后再说 灵州拍了拍猴王的脑袋 一块走出了山洞 现在还不到使用这些手雷的时候 走出山洞后 他也跟猴王告别 离开了森林 同时 也把他驯服的几只鸟 留了下来 以便与猴子们传递信息 回到大阅历之后 手机有了信号 不禁响起了一阵提示声 他拿出来的一看 都是昨天被解救出来的 那个粉丝打来的 通过昨天的聊天 他知道了 这个粉丝名叫向凯 家里是做生意的 有点小钱 在离开前 他们互换了一下联系方式 就在这时 电话又打了过来 灵州内心有了一些猜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那些 得到消息的视力 所打来的电话 找不到自己 就去了医院 他随即接通了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 电话里传来的是 一个陌生的声音 而且还是半生不熟的 华夏宇 是灵州先生吗 我们现在在医院 你的朋友这里呢 就在这时 电话里传来了 另外的声音 草 扎裂 你的华夏宇真踏磨烂 我来说 林大神 我们找你有点事情 想请你过来一趟 把电话给我的朋友 灵州淡淡的说道 嘿嘿 我们并没有 伤害你的朋友 接个电话吧 电话里的男子 传来了一声怪笑 下一秒 电话里传来了 向凯的声音 林大神 我 我们没事 他们不像是 会伤害我们的样子 不过你要小心啊 怎么样啊 灵州先生 要不要来医院 跟我们见一下面呢 我们对你 都是久仰大名啊 电话里 这名男子的声音 变得有些吊锒的 仿佛就像是 穿住人自托 在大街上 到处混的街溜子 既然是谈事情 医院好像有些不合适吧 我在大月酒店等住你们 林州缓缓地说道 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从刚刚电话里的声音来看 来的还不止是一波势力 最少是两三波 那个独眼龙 还真踏磨得见啊 不过现在向凯他们在医院 光明正大的抢人 和偷偷摸摸暗中绑架 可不是一个概念 灵州叫了一辆魔的 赶到了大月酒店 这是一家由华人开办的酒店 也是大月历城市之中 最豪华的酒店 而且受到政府 和其他多股势力的保护 根本不敢有人 在这里闹事 来到酒店后 他直接订了一个最豪华的包厢 让服务员准备了 许多昂贵的招牌菜 很快 菜就上来了 他自顾自地开始吃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服务员敲了敲门 把那些人领进了包厢里 看出这一桌丰盛的美食 还有正在吃菜的灵州 机缘的面上 都露出恼怒之色 这他磨得 根本不管他们来莫来 直接就开吃了 这也太没礼貌了吧 嘿嘿 林大神 你这是多饿啊 我们都莫来 你就开始吃上了 要是知道你这磨饿 我早就 在这个酒店 给你准备一桌丰盛的美食了 这时 一个满脸是坑 好像是月球表面的男子 阴阳怪气地说道 看起来脸上 满是凶狠之色 这个声音 正是后面跟他对话的那个家伙 他抬头看了一眼 笑了笑 哦 那就多谢你了 我也不客气了 服务员 等会这位先生买单 那名男子愣了一下 然后面上露出了阴沉之色 这他磨得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些可都是昂贵的招牌菜 有些他自己都舍不得吃 他眼珠转了转 忽然说道 林州先生 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人想献你 有我们买单 也是应该的 大家说是不是啊 谁要是不想请林先生吃饭 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对 对 我们大家一块请 其他三人见状 也是连连点头 那就做吧 快点说说事情吧 我吃完就走 林州随意的摆了摆手说道 既然听到林州的话 都是压住怒气坐了下来 护士一眼 那名满脸是坑的男子 首先开口说道 林大神 欢迎你来到三角洲 咱们先干一杯吧 林州在这击人身上 使用了鉴定术 都是一些凶狠之人 估计手底下都有过人命 干杯就不用了 开门见山吧 爽快 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林大神 你的铸剑技术非常厉害 我们饥个呢 想请你铸鸡把剑 材料什么的 由我们备齐 你可以开一下条件 那满脸是坑的男子 怪笑了一声 随后说道 林州一听 不禁笑了 果然是铸剑 于是淡淡的说道 你们看来是 真不懂礼貌啊 找我铸剑可以 先联系保 原格排队 我会按照排队名次 根据我自己的条件 进行选择铸剑 我吃饱了 先走了 说完 他擦了擦嘴 直接起身离开 就这些垃圾 还有连找他铸剑 他的铸 可不是什么垃圾都能得到的 林先生 听说 你在找什么人 我们可以帮你找一下 找到了在帮我们铸剑如何 不然的话 你在三角洲的寻找 会变得很困难的 这时 一名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子 手中拿住酒杯 轻轻摇晃了两下 然后眯住眼睛说道 哦 那我再讲明白一些 你们没有资格得到我的剑 至于你们想做什么 我管不住 不后悔就行 林舟面无表情地说道 刚刚走到包厢门口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提醒了一下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们记得买单 另外 我和你们的见面视频 也会发给我的朋友 我在三角洲一旦有事 先找的是你们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店 草 这家伙也太他魔嚣张了吧 看住林舟就这样走了 那脸上满是坑的男子 用力地砸了一下桌子 怒吼了一声 我扎力是 忍不了这口气 要不 咱们干他一票 绑架了他 不给住剑 就天天打他 那名操住半生 不熟华夏语的男子扎力 开口说道 米彩服中年人面色阴沉着 最后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你们想绑架 我管不住 这是与我无关 账单记得打给我 再见 说完 他就离开了酒店 他也算是半个 正规军阀势力 绑架一些富豪什么的 还可以 绑架林舟 这不是找死吗 这可是华夏目前的英雄人物 名气极大 不说华夏政府的反应了 估计一旦得知林舟被绑架 他们这边的政府 就忍不住会来干掉他们了 那满脸 是坑的男子 也有些嘲讽的 看了看那个本地人扎力 这种事情 是能够公开讲出来的吗 再说了 林舟这种人物 是想绑架 就能绑架的吗 而且这家伙 还拍了跟他们见面的视频 真他磨得见啊 这样一来 一旦有事 肯定先找的就是他们 他摇了摇头 这个地方不能多待啊 于是摆了摆手说道 绑架是你说的 跟我无关 再现 账单发给我们 随后 另外一个势力头领 也离开了现场 只剩下了扎力 和两名手下 他看着满桌子的菜 也忍不住拍了拍桌子 一群怂笔 来的时候各个充满自信 现在怎么怂啊 我们也走 当他们走出包厢 刚要离开酒店时 一名服务员拦住了他们 这位先生 请结一下账 扎力充满烦躁的说道 多少钱 服务员说了一个数字 让扎力瞪大了眼睛 你们看磨得抢钱呢 这磨点饭菜 要十万人民币 闹呢 这时 一名穿着西服的男子 走了出来 身边跟着 一队安保人员 孝主说道 这位先生 我们做的是正经生意 怎么可能抢钱呢 而且明码标价 你是想吃霸王餐 还是现在结账 扎力面色变换不定 最后咬了咬牙 结账 他可不敢在城里闹事 更何况 还是在大月酒店 这可是击鼓大势力 共同保护的地方 第348章 找到陆宏远的踪迹 离开酒店之后 灵州前往医院 看望了一下向凯 看到他来了 向凯征扎柱 从病床上爬了起来 开始道歉 林大神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泄露了你的手机号码 我就是一个叛徒啊 道神摩欠啊 一点小事罢了 你都叫我林大神了 还有我搞不定的事情吗 已经解决了 灵州阻止了他的道歉 将他按回病床上 笑着说道 向凯还是一点的歉意 林大神 真的给你添麻烦了 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这两天就准备回国 在家里能好好休养 也不用在这里拖你的后腿了 灵州点了点头 确实 家里的医院条件 比这里好太多了 这样吧 你什么时候想走 给我打电话 我让人过来接你们 送你们去边境 到了国内 你们再坐飞机回家 谢谢林大神 谢谢 救命之恩 我们莫尺难忘 向凯和女朋友 连忙朝着灵州感谢道 他们之前还打算 救助大使馆吗 现在有林大神的帮助 肯定不会有问题了 好好养伤吧 有什么事情 立刻联系我 灵州拍了拍他的肩膀 校主离开了医院 同时 也把两只鸟留在了这里 防止意外的发生 就在他走出医院的时候 手机响了一下 好像是收到了一条简讯 他拿出手机一看 不禁笑了笑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有趣了 灵州先生 你要的人在我这里 有兴趣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从手机号码来看 还是大约立士的号码 现在来说 只有两个可能了 一个是陆宏远之前 就寻求了某个势力的庇护 另外一个可能 那就是有一个势力找到了陆宏远 将其抓了起来 只不过 无论是哪一个可能 他现在都不需要着急了 因为这个发简讯的人 恐怕也是应该让他住见 既然有求于自己 那肯定不会把陆宏远轻易给放了 这样一来 掌握主动权的人就是他了 想了想 灵州将这个号码 发给了陈兴隆 附上了一句话 陈老大 帮我查查这个号码是谁的 接着 他坐住车 回到了居住的酒店 打开窗子之后 他朝着窗外的电线上看了看 除了最近几天驯服的后备队员 那些出去寻找陆宏远踪迹的主力队员 一个都没有回来 这时 陈兴隆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按下了接通键 灵州 这个号码我托人查了 是前两天刚刚注册的 具体购买人不明 不过通过手机基站的查询 今天这部手机出现在了大跃离市的北部边缘位置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陈叔 灵州感谢了一下 这只是一个尝试而已 能找到是惊喜 不能找到也是正常的 一点小事 客气什么 不过 我今天通过一些渠道得知 有些人知道了 你身在大跃离的消息 莫发生什么事吧 要不要我们派人过去 陈兴隆随即 开口说道 没事 现在可没事摸势力 会想不开的来动我 而且 我也有足够的实力 保护自己的安全 灵州孝主说道 以现在他所构建的动物军团 足可以把一个几百人的势力 冲得支离破碎 陈兴隆一想也是 毕竟灵州现在 也是名阳华夏的大名人了 那些家伙 除非是想找死 不然的话 不可能使用暴力来对付灵州 那行 有事打电话 灵州忽然想到了向凯二人 不禁开口说道 对了 陈叔 这两天可能要你们 派人过来接两个人 是我的朋友 把他们送到国内边境 具体的时间 你们等我消息 小事 到时候打我电话 陈兴隆摆了白手 毫不在意的说道 挂断了陈兴隆的电话 灵州看住手机上的简讯 不断地思索住 就在这时 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从外面传来 他向着窗外一看 不禁有些惊讶 因为有七八只鸟排成一列 从不远处飞了回来 他认真看了看 认出飞在最前面的 那只青色的小鸟 正是第八小分队的队长 名叫巴青 按照常理来说 这些小分队 会一直探查到傍晚 现在才中午十分 难道说有什么消息了吗 飞过来之后 队长巴青 首先冲进了房间里 似乎十分的兴奋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他不禁使用了一次中极箭定数 看到了这只鸟的心理活动 找到了 主人 我们找到了 第七小分队 正在那里待命 灵州面上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没想到真的找到了 这些鸟侦探 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他拍了拍巴青的脑袋 使用了一次高级训兽数 你们干得不错 大概位置在哪里啊 巴青又叽叽喳喳的说了一句 通过心理活动 他知道了大概的位置 在森林之中 而且有助好多的人 看来 陆宏远在某个势力之中 这是非常确定的事情了 灵州好好思考了一下 现在虽然确定了陆宏远的位置 可是还需要他亲自去带回来 因为跨国抓捕非常的困难 让同建国的远征军势力帮忙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那样的话 就会引起两个势力的火拼 同样会造成远征军的伤亡 当然 他也可以让猴子们出动 直接扔手雷 把那个势力炸个底朝天 连同陆宏远一块炸死 但是他无法做到这模残忍 而且 比起炸死路宏远 他更想让这个家伙 回国接受审判 同时用别的方式 让此人一辈子 都活在痛苦的折磨中 这才是真正的帮助李牧豹丑血恨 更重要的是 他对于这个势力 暂时还一无所知 不知道这个势力 是像远征军一样的中立派 还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的垃圾 很快 他就有了一个计划 不管怎么样 先把动物军团唤醒 于是 他让八卿回去继续侦查 有任何情况 及时通知 而他则是起身 前往森林之中 来到了动物军团的所在地 在他的身边 也带住两名第八小队的队员 根据他们的心理活动显示 现在所在的动物军团位置 好像就在陆宏远的后方 灵州不禁愣了一下 从第八小队的队员所指的方向来看 他之前在森林深处发现的那一个势力 很有可能就是陆宏远所在的地方 这真的是太巧了 这样的话 动物军团就不用迁移到其他地方了 他让猴王带住自己 来到了山洞深处 从里面取出了几颗手雷 他的内心在想 究竟把投雷的任务 交给哪一类的动物呢 虽然不一定用得上手雷 但是有被无坏是真的 看了看旁边这些猴子 这是最聪明的动物 学习手雷的使用 也会非常的简单 只不过 他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三角洲 如果让他们投了手雷 可能会遭到一些报复 而且 这里距离华夏边境 也有横长一段距离 让他们迁徙过去 也非常的麻烦 这时 他看了看树枝上 站立的鸟侦探们 面上不禁露出了一抹笑容 无人鸟类攻击机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鸟类飞行的能力 使得他们 有助比猴子更大的优势 可以不受环境的限制 飞到天上 想把弹投到哪 就能投到 无人机可能还会因为 电子干扰等问题 无法操控 而身为动物界 一员的鸟类 可不受这个限制 于是 他让一只鸟队员 去陆红园所在的位置 把第八小分队先喊过来 同时 他又让另外一只队员 回去把在城里寻找的 另外四只小分队带过来 他要让这些鸟侦探 学会怎么使用手雷 过了末一会儿 第八小分队全员 来到了动物军团的大本营 领头的正是巴青 他首先拿出一颗手雷 朝着巴青这些鸟队员说道 巴青 现在交给你们 第八小分队一个人物 学会这重东西的使用方法 你们看好了 说完 他将手雷放到 第八小队的面前 开始讲解了起来 抽出保险销 在抽出保险销后 他紧紧握住手雷握把 又装了回去 反复重负了许多次 来增强着引起鸟队员们的记忆 紧接着 他让巴青试验了一下 巴青小心地用爪子抱住手雷 用尖尖的嘴巴去出了保险家 试了好多次 才去出保险家 然后 他用嘴叼住拉环 往外面用力抽 试了两三次 终于轻松地抽了出来 就在保险销被抽出的那一瞬间 灵州上前握住手雷 将保险销又插了回去 在他高级 轻弓还有速度之下 手雷爆炸的几秒 对于他来说 有充足的时间 去做一些事情 巴青试验了几次 完全学会之后 他又让第八小队的其他队员 一一进行学习 很快 他们就完全学会了手雷的使用 而此时 另外几个小分队也来到了这里 他将刚刚的知识 又教导了一遍 花了几个小时 终于将八只鸟类侦探小分队 全部教会了 现在这四十只鸟 已经成为了鸟型头弹手 教会了所有鸟类队员之后 林州让他们都聚集起来 然后朝着一个小土坑里 扔了一枚手榴弹 等到爆炸之后 看出这响声和威力 鸟队员们两只眼睛都直了 他们是鸟类 能够清楚地感知一些致命的危险 而刚刚那个圆形东西 就是非常致命的危险 他在最后强调了一下 你们一定要记住 在抽出保险销后 要尽快把这东西扔出去 不然的话 你们就会牺牲 甚至连身体都不会留下来 都记住了吗 在场的鸟队员们 都重重地点了点头 叽叽喳喳地叫喊了几声 好了 先散开去休息吧 林州挥了挥手 脚尖轻轻一点 爬到了一棵大树上 背靠住树干 坐在树枝上 休息了起来 此时 猴王从树上跳了过来 来到了林州的身边 用爪子指了指树上的那些鸟 又拍了拍胸脯 好像是在说 他们能干的事情 我们也能干 林州笑住拍了拍猴王的脑袋 在我的行动命令下达石 你们需要把这些手雷 搬到指定的位置 同时 把上面的保险价先去掉 你们能做到吗 像这些大势力的人 每天肯定都会有寻山的人 所以 把这些手雷提前搬过去 并不合适 万一被发现了 那就失去了 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东西 猴王重重地点了点头 拍了拍胸脯 同时滋滋地叫了几声 林州看到了他的心理活动 不禁笑住摆了摆手 我和你一起 教一教猴子们 如何去除保险价 在猴王的命令下 所有的猴子全部聚集了过来 林州就教了一遍 这些猴子全部学会了 不得不说 林长卫的智商 真的比其他动物要高得多 估计在使用高级训兽术一段时间后 他就算是教这些猴子使用AK 相信也能很快地学会 只是 现在来说 莫那个必要 他可没有在三角洲当军阀的心思 放逐好好的鉴定大师不做 当军阀 太拉了点 时间渐渐到了傍晚 林州趁着夜色 跟着鸟侦探队员们一块来到了 那个势力的大本营 绕过一些暗中警戒的武装分子 他来到了距离大本营很近的山上 通过望远镜 全面地观察了一下 这个势力还挺不小的 现在只是傍晚 所以 里面十分的热闹 粗略估计 最少也有两三百人 有些人手里拿住AK 有些人拿住更精良的拳子动步枪 这个大本营 靠住一个胡销剑的 可以说是风景优美的地方 而且 四周几十米的范围内 都很是空旷 如果有敌人来袭 他们很快 就能知道 学家的势力所在地 还好他没有让猴子们拿手雷 这抹远的距离 猴子们就算是扔到了 也只是大本营的边缘 林州观察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终于看到了 从房屋里走出来的陆红远 被几名武装分子严加看管 走一步跟一步 同时 他也看到了一个疑似首领的人 戴住一个被雷帽 脸上充满住横肉 一副凶残的模样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之后 他便悄悄地退了回去 和动物军团们布置了一下任务 然后 他走出了森林 回到了酒店 准备明天一早 去拜访这个市里 第349章 前往武装市里 离开森林 进入城市之后 林州接到了向凯发来的简讯 二人决定明天离开 他也是回了一个电话 表示会通知朋友 明天上午去医院 就算向凯不给他打电话 他也准备打一个过去呢 因为明天就要去拜访 那个武装市里 可能这几天之内 都无法回到城市之中 不过他有卫星电话 也可以联系到陈兴隆 只是会麻烦一点 他随即给陈兴隆 打了一个电话 告辞了明天上午派一辆车 来大跃离医院接两个人 而陈兴隆再次询问他是否需要援助 他依旧是表示 没石磨事情 打完电话后 灵州收拾了一下东西 行李箱暂时先放在酒店 明天他只背一个包过去 看情况发展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对于明天的行动 他没有丝毫的担心 除了本身所拥有的强大能力之外 他这些天 在附近的山林里 差不多驯服了七八十个动物 猴子有三十只 而且 这个猴王在附近种群的威望也不小 关键时候 还能呼朋唤友 除了猴子 还有蟒蛇 蜥蜴 猫猫 老鼠等等许多重动物 甚至还有两头大象 再加上那八只鸟类侦探小分队 所组成的动物军团 战斗力绝对能在三角洲横柱走 因为没有人会防备这些动物 这一夜 灵州睡得也是十分的踏实 第二天五点钟 他就起了床 开始练习顾秀 把今天的两张高级刺秀体验服给消耗了 练习完之后 他就去吃了早餐 接着 坐住一辆车 来到了向凯所在的医院之中 大约到了八点多 陈兴龙打来了电话 灵州 我们已经到医院里面了 在哪个病房呢 我让人过去帮你 不用了 我自己一个人就行 灵州笑了笑 直接就将向凯背到了身上 轻轻松松地走出了病房 走到院子里 他顿时看到了 两辆军用吉普车 正停在病房门口 车辆周围 站住五六名鹤枪实弹的人员 这场面看起来十分的霸气 陈兴龙看到了 从病房门口走出来的灵州 连忙摆了摆手 赶紧地 把人抬到车上去 两名军人顿时收起了枪 屁颠屁颠地走过去 把人从灵州身上接了下来 抬住放在了吉普车里 这怎么回事 看你这位朋友 好像遭受了一些折磨 陈兴龙看了看 像凯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那一道道伤痕 还没有消去 不禁开口问道 碰巧遇到的 一位国内粉丝 顺便给解救了下来 没实模式 不用担心 灵州摆了摆手说道 陈兴龙轻轻点了点头 虽然看起来 三角洲表面 已经恢复了平静 但是有些地方的混乱程度 比之前还要厉害 他就是担心 灵州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那就好 这次正好带了人过来 给你两个吧 可以随便吩咐他们 末世的时候 也可以保护你 灵州不禁开玩笑地伸了伸胳膊 露出了结实的肌肉 陈叔 就我这伸手 还用得住保护吗 再说了 我也不是那种 没头脑的莽撞家伙 你啊 那行吧 自己小心点啊 我们先走了 陈兴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拍了拍灵州的肩膀 林大神 谢谢你 大恩大德 日后再报 向凯和女朋友 再次向灵州感谢道 灵州挥了挥手 目送住两辆吉普车离开 随后 便回到了酒店 他再一次收到了之前 号码发来的简讯 灵州先生 你未免太不礼貌了 今天之前 如果你不回复 那魔路红远将会永远消失 你再也无法找到 看到这一条简讯 他顿时笑了起来 急了 这个人急了 估计是觉得自己太淡定了 所以沉不住气了 从这里就可以推断出 此人的性格十分的急躁 而且有着十足的暴力倾向 灵州依旧没有回检讯 在酒店收拾了一下东西 便进入了森林之中 然后施展出击轻弓 一路踏住树木 来到了动物军团的所在地 他让动物军团做好准备 等待自己的命令 随后 他独自一人 前往那武装势力的所在地 而在他的头顶上 则是跟着八只鸟类侦探小分队 一共四十只鸟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他慢悠悠地 来到了这一股武装势力的附近 离开了树林 走到了靠住车辆 展出来的小路旁 没过一会儿 他就看到了不远处的 两座瞭望高台 上面站住四名武装分子 而下面 则是用铁皮打造的围墙 两扇大门正紧紧地关闭住 此时 见到他靠近 其中一名武装分子 直接开枪 在他前面扫射了一下 停下 这里是私人区域 禁止入内 再不走 就开枪打死你 告诉你们老大 就说灵州来了 我只等两分钟 过世不后 灵州朝着廖望塔看了一眼 淡淡地说道 听到灵州这样的语气 廖望塔上的人 连忙用对讲机通知了老大 很快 大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了 两队武装分子 站在了两侧道路上 随后 一个戴住被雷帽 满脸横弱的中年人 快步走了出来 看到灵州之后 他面上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 然后大笑了一声 哈哈 原来是灵州先生 我好像跟你不认识啊 怎么忽然来到这里拜访我呢 哦 不认识是吧 那打扰了 灵州二话不说 直接扭头就走 动作十分的干脆利落 那戴住被雷帽的中年男子 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猛逼了 这他模式什么情况 灵州就这样打算走了吗 看到灵州走了一段路 还没有回头的迹象 他才终于确认 这是真的 于是快步追了上去 灵州先生 误会 误会 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有些奇怪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他发简讯的时候 都是派人去大约历城里发的 而且 这附近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陆宏远在他的手里 他真的是非常疑惑 灵州是怎么知道的 竟然直接找上门来了 我有自己的渠道 既然来了 那就先看看货吧 灵州面无表情地说道 在他的眼里 陆宏远这个家伙 还真不是人 只是一种东西 李牧的父亲 可以说是无比信任此人了 最后却是专门 搞了一个骗局 哈哈 这当然可以 保证好胳膊好腿 全身零剑齐全 中年男子再次大笑了一声 随后 向灵州伸出了手 灵州先生 先自我介绍一下 这是这里的首领 昆察 你也可以叫我昆将军 灵州轻轻点了点头 伸出手握了一下 昆察脸上的笑容更浓了 灵先生请 来 兄弟们 用我们的方式 欢迎灵先生的到来 在灵州跟着昆察一块 走向门口时 两边的武装分子 纷纷举起手中的AK 朝着天上射了一缩紫紫潭 镇的附近的鸟 都朝着天上四散飞去 要是一个普通人从这里经过 估计都能给震猛了 只不过 灵州却是面色平静地走了过去 仿佛这些枪声 只是一个小噪音而已 一旁的昆察健壮 眼睛眯了一下 露出了一抹一色 很快 他们来到了这一个势力大本营之中 靠住湖边建的 都是木头房子 在这里除了枪械之外 还能看到破机炮 以及经常在电视里见到的 坚扛式火箭炮 也称之为RPG 甚至还有几门榴弹炮 这一个武装势力的火力 还真够猛的 林先生 你觉得我们这里怎么样 昆察看到灵州打量住四周 笑着说道 本来有些武器是放在仓库里的 听到灵州来了 他特意让人拿出来展示一下 还不错 火力挺猛的 灵州点了点头说道 怪不得能在深山之中 占山未亡 这样的火力 在一些势力中 确实属于非常靠前的那一种了 昆察轻轻笑了笑 土包子一个 在华夏还不知道摸摸摸过枪呢 故作镇定而已 男人的最爱 就是枪 车 美女 林先生如果心仰的话 可以去玩一玩 不用了 咱们还是办正事吧 灵州摇了摇头说道 他已然将这些东西 都鉴定了一遍 现在的实体化功能 只能对鼓丸进行实体化 而一旦升级之后 他就可以把鉴定过的物品 全部使用鉴定积分重现出来 到时候 就跟玩游戏一样 打一炮 换一种武器 他一个人 就等于一个弹药库 也对 把人带出来吧 昆察也没有 再浪费时间 挥了挥手说道 顿时 两名武装分子 来到了一个木屋 把陆宏远从里面带了出来 来到了二人面前 陆宏远看到灵州之后 面上充满了惊慌 他并不是来到三角州 就投靠昆察的 而是逍遥 自在了一段时间 后来 灵州在平州攻盘 与人永昌 叶红夫二人 进行了一场赌局 在有助翡翠王的参与下 竟然输了 他就开始紧张了 因为他很有可能 也会被抓回去 于是 就开始东躲西藏 尽量不出家门 果然 石明达在隔壁国家 被抓了回去 他内心更是惊慌了 然后就投靠了昆察 只是没想到 灵州竟然来了 昆察这是把自己给卖了 他怒声说道 昆察 你个混蛋 你答应过我的 会保护我 没想到你竟然出尔反尔 你个卑鄙小人 哼哼 我说过保护你 可是没说保护你一辈子 比起保护你 我觉得跟灵州先生做朋友 更好一些 昆察面上露出了阴冷的笑容 走上前去 狠狠地在陆红远脸上打了一巴掌 很快那半张脸就肿了起来 再说一遍 我非常讨厌别人骂我 要不是你还有点作用 现在就要给你方方写了 看住这一幕 灵州依旧是面无表情 巴不得这昆察多打几巴掌呢 就这个忘恩负义 坑害朋友的家伙 被打死都不亏 昨天他就已经鉴定了陆红远的信息 确实是本人 所以 他直接开口说道 或确实不错 说说条件吧 昆察面上露出了浓浓的笑容 脸上的横肉 笑起来 似乎更加可怕了 嘿嘿 灵州先生 我的条件呢 相信你也能猜到 虽然这里有很多的枪炮 但是我最喜欢的 还是玩刀 只要你给我铸造一把陨石刀 我就把陆红远交给你 怎么样 材料什么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灵州笑了笑 真的是什么人都想要得到自己铸造的武器啊 这个家伙 竟然还想要一把刀 你应该知道 昨天有几个人也找过我 我的回复 相信你也了解 所以 不用我重复一遍了 再换个条件吧 听到灵州的话 昆察面上的笑容渐渐变淡 我这个人只喜欢玩刀 其他都不感兴趣啊 而且我可是用陆红远跟你交换 其他人没有任何东西 我这个人 有一个不好的缺点 就是想得到的东西 一定要得到 灵先生 我觉得你 还是答应比较好 咱们各取所需 多愉快啊 灵州看了昆察一眼 如果只是普通的势力 像是同建国远征军一样的性质 那可能还有商量的余地 而这个昆察 他在昨天远距离剑定之后 通过名字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这个家伙 真的是比昨天找自己的那几个 还要凶残 完全就是无恶不作 可以说是远近闻名的恶魔 性格极为补怪凶狠 传言对附近的原始部落 都展开过大清洗 只是这个家伙的火力太猛 再加上又处在原始森林之中 是真正的三不管地带 一手难攻 相关的国家并不想牺牲巨大的代价 来干掉这个家伙 而且 这个家伙每年也会上交一部分钱财 给相关的人员 作为保命之用 这也让其在三角洲 有了更大的安全保障 不必了 你们没有资格得到我的刀剑 灵州淡淡地说道 让这样的人 得到自己制作的刀剑 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侮辱 说完 他就朝着门口走去 昆察看住灵州的背影 嘿嘿怪笑了起来 林先生 来 回头看看 我现在有资格了没有 随后 一声枪响之后 惨叫声响起 啊 林大神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灵州面色微微一变 扭头看去 七八个人都被绑住手脚 跪在地上 其中一个还被昆察打了一枪 现在手臂正不断流血 他昨天全面简单鉴定过这些房屋 里面并没有华夏人 怎么今天忽然多出了这七八个人呢 第三百五十章 翡翠王丹温的帮助 看到灵州面色一变的模样 昆察戴住得意笑了起来 嘿嘿 林先生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今天早上特意从朋友那里 搞来的几个华夏人 就是怕你不答应啊 现在 我有资格 得到你的刀剑了吗 他的生意 都是白粉末的制作加工 然后再交易给别人 至于什么骗人 过来搞诈骗 他一点都看不上眼 没石膜技术含量 所以 他这里也没有存留华夏人 为了让灵州答应 他特意做了一些准备 林大神 救救我们 求求你了 那些被绑住手脚的人 苦苦哀求道 哦 看来林先生还有些犹豫啊 昆察看到灵州一直不说话 再次拿起手枪 甚至没有等灵州说话 很是果断的开枪射击 打的是另一个人的大腿 顿时 惨叫声再次响起 他可不会像影视剧 或者小说里的反派一样 默默计计的 需要开枪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再说一句废话 灵州面色露出了一抹怒意 冷一说道 好 我答应你 给你住一把刀 但是 在此之前 我要亲自把他们 送到安全的地方 听到灵州的话语 昆察顿时大笑了一声 林先生 你把我当成傻子了吧 我怎么能相信 你还会回来呢 这样吧 看来不死一个人 你是不会答应的 说住 他再次举起了枪 那些被绑住手脚的人 连忙哀求了起来 有的都被吓哭了 哦 那你可以开枪试试 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灵州看住昆察 一字一顿地说道 目光之中没有半点的感情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样 从昆察开第一枪的那一瞬间 在他的内心之中 就已经变成一个死人了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昆察看到灵州的眼神时 不知道喂食膜 身体竟然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仿佛灵州真的会做到一样 本来说开枪就开枪 十分果断的他 第一次犹豫了 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手指 想要扣下扳机 可是 脑海里就会浮现出 那一双毫无感情的双眼 他不得不收起了枪 大笑了一下来掩饰自己的退缩 哈哈 林先生这磨大的名气 肯定不会骗人 一定会信守沉默 那我就在这里静待林先生的归来了 就这样嘛 给我安排一辆车 还有 先替他们把伤口包扎了 然后把绳子解开 灵州毫不客气地说道 昆察一股邪火生了起来 你他磨当这里 是自己家呢 可是 他忍住了 只要能得到灵州的刀剑 什么事情他都忍了 于是挥了挥手 赶紧地 处理伤势 给他们一辆车 灵州看了看那军用吉普车 再联想到这一路上的颠簸 不禁摇了摇头 要是开住这车 从这里 到达大约立市 最少也要两个小时 想了想 他拿起了卫星电话 给翡翠王丹温打了一个电话 同建国的远征军势力 虽然也有一架直升机 但是并不是合来这里 很快 电话就接通了 电话里传来了翡翠王熟悉的声音 喂 你找谁 丹温大师 我是灵州 现在在大约立市 你在这附近认识拥有直升机的朋友吗 我现在 需要一架直升机 灵州没有说什么客气话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 翡翠王丹温 可是缅国的赌食大师 认识的人非富即贵 多少富豪势力 让他帮忙看翡翠毛料 直升机这种事情 找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接到灵州的电话 丹温也有些诧异 听到需要直升机的要求时 他摇了摇头 大约立 三角洲一带 那里大多都是一些犯罪分子 亡命之徒 我从来不跟他们打交道 让我想想 对了 好像我认识的一位将军 前段时间去了三角洲 军区当了司令 等我联系一下 再给你回复 好 谢谢大师 那我等你回复 灵州点了点头说道 旁边的昆察 听到电话里 说三角洲一带 都是犯罪分子和亡命之徒 他就有些不乐意了 只是 这口气 他只能忍了 因为翡翠王丹温 在缅国的地位 可是比他这个武装势力首领 要高得太多太多了 他差点都忘了 灵州战胜了翡翠王丹温 更让他有些不敢相信的是 丹温竟然对灵州的要求 没有半点的拒绝 过了几分钟 卫星电话响了起来 接通之后 翡翠王丹温就开口说道 灵大师 他确实在大跃离这边的三角洲军区 当司令员 我给你一个电话 你跟他联系就好 好 谢谢丹温大师 回去之后 定会回报 灵州记下了电话 感谢道 客气了 我已经是保元阁的员工了 什么回报不回报的 你要是在三角洲遇到了困难 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求助 在三角洲地带 没有人敢去招惹军区的 丹温笑了笑 毫不在意的说道 在平州攻盘输了之后 他的内心还对灵州带出一些怨气和不服 可是 等到龙泉驻见之时 他的内心 有的只是敬佩了 与他这个赌识大师的虚名而言 灵州才是真正的大师 谢还是要谢的 等我回去再聊吧 灵州孝主说道 随后挂断了电话 拨通了丹温给的号码 电话一接通 他就自报家门 我是灵州 翡翠王当温给我的号码 灵先生 你好 我是三角军区副司令莱昂 司令员正在开会 他已经交代过了 请通报你的坐标位置 以及搭乘人数 是否有敌人 我会立刻派遣直升机 前去营救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很是客气的对灵州说道 莱昂将军 谢谢 我稍后会将坐标发送给你 没有敌人 人员搭乘为九人 灵州感谢了一下 他似乎有些低估了翡翠王在缅国的影响力 莱昂笑了笑 摆了摆手说道 林先生客气了 请发送坐标啊 我会立刻派出直升飞机 挂断电话后 灵州将卫星电话上的坐标信息 发送到了莱昂的手机上 过了几分钟 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林先生 请确认坐标位置 你刚刚发送的位置 是武装势力昆察的大本营 请确认是否安全 如果不安全 请回复否 我们会立刻派出人员进行营救 此时 灵州并没有将卫星电话放在耳边 而是拿在手中对话 旁边的昆察 也听到了里面的话语 顿时无比紧张地看了看灵州 他就算势力再强大 火力再猛 也是一股武装势力 根本无法与正规的军区对抗 如果因为这件事 跟军区接了仇 那以后可没有他好果子吃了 多谢莱昂将军关心 我现在是安全的 只不过有伤员 需要直升机护送 灵州也看到了昆察面上的紧张表情 孝主说道 他可不会把昆察留给别人 一定要亲自干掉这个无恶不作的垃圾 听到灵州的话语 昆察这才松了口气 说实话 他真的不想跟军区对筑干 那风险太大了 这个灵州还是挺识趣的 好 直升机已经派出 预计半个小时左右 到达地方 请注意观察 准备好降落位置 来昂点的点头 既然灵州说安全 他也没必要再多此一举了 灵州再次谢过 然后挂断了电话 朝着那些华夏人说道 大家别担心 直升机已经来了 你们很快就能安全了 谢谢林大神 谢谢林大神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八名华夏人 纷纷跪在地上 朝着灵州连声感谢道 他们有的是被朋友 或者是高收入给坑过来的 有的则是旅游的时候 被突然绑架 诈钱钱财后 就开始让他们搞诈骗 骗不到钱就打 简直就是地狱一样的生活 都起来吧 不用谢 你们都叫我灵大神了 我怎么能不救呢 灵州连忙摆了白手 扶助他们坐了起来 随后朝着昆察说道 昆察 让你的人清扫出一片场地 给之生机降落 昆察又是一阵恼怒 可是他根本不能发火 只得摆了摆手 你们几个 在院子里清理出一片场地 他磨的 给我快点 说住 他朝着旁边的一名士兵踢了一脚 发泄住内心的怒火 旁边的陆红远蹲在地上 看出事情的发展 他不甘心就这样被抓走 眼珠转了转 开口说道 昆察将军 你真相信灵州这样走了 还会回来吗 根本不可能 再回来 肯定就是带住一大群人过来干你了 你不如留一两个人支在手上 这样也能放心一点 听了他的话 昆察面色阴沉了下来 直接一脚过去 把陆红远踢倒在地 然后拿住旁边士兵的AK 用枪托不断砸住 直到砸得满脸是血 不住求饶 他这才收手 狠狠地吐了一口吐沫 我呸 还当磨在这里挑拨离剑呢 林先生这么有名气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不守承诺 是不是 林先生 他当然也有过这样的猜测 只可惜的是 他现在已经是骑虎南下了 只能相信 林舟会回来 我说过的话 自然会信守承诺 不用在这里试探了 林舟淡淡地说道 哈哈 我就知道 林先生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昆察大孝主说道 还要多谢你的相信呢 这样吧 我连着陆红远一块带走 这样的话 我也能安心在这里住见 你觉得如何 林舟孝主说道 在动物军团开始行动之前 陆红远是肯定不能待在这里的 可能会无伤 而且 这家伙看到了动物军团的事情 也有可能传播出去 特别是离开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 直接用轻弓 就可以轻松离开 带住一个累赘 那就麻烦了 昆察眯了眯眼睛 面色冷冷地说道 林先生 我已经答应让这些华夏人先走了 你不要得寸进尺 昆察将军 我刚刚就说了 这个家伙不安好心 他肯定不会回来的 陆红远艰难地张开嘴说道 林舟轻轻一笑 朝着那些华夏人问道 你们是在医院在休养基天 还是现在就回国呢 我们回国 回国 所有华夏人都没有犹豫地说道 身在祖国的时候 天天抱怨 可是 经历了这样地狱般的生活 他们真的无比想念自己的祖国 那个 充满和平幸福的地方 好 这样就简单了 让陆红远跟着这些人一块离开 我留下注鉴 你觉得如何 林舟点了点头 朝着昆察说道 动物军团那边 已经没石膜 需要交代的了 更何况 有助鸟类侦探小分队的存在 他可以随时对动物军团 下达一些指令 昆察眼睛一亮 这样的话 反而比林舟离开要好得多 他点了点头 好 就让陆红远跟着这些人一块离开 这样皆大欢喜 你们赶紧的 把这家伙 用绳子捆起来 旁边的两名士兵 顿时拿出绳子 将陆红远的腿脚 都给捆了起来 陆红远知道自己再劫难逃了 开始破口大骂了起来 昆察 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你不得好死啊 林舟现在虽然答应给你住建 但是你也别想好过 他肯定会报复的 到时候让你想死都难 卧槽 你他磨得是真的欠揍 昆察顿时怒了 再次上去 用枪托砸了起来 陆红远开始惨叫起来 注意点 别打死了 我需要一个活人 林舟在旁边提醒道 如果他想要一个死人 根本不用自己来 昨天晚上 就用小鸟头弹手 来一轮轰炸了 昆察这才收手 用胶带江陆红远的嘴里 三层外三层的 给封了起来 半个小时渐渐过去 不远处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 昆察顿时紧张了起来 全体警戒 RPG给我准备好 听我命令 很快 直升机的身影出现在了 他们的视线中 看到是一架医疗直升机 不是武装直升机 昆察这才松了口气 摆了摆手 都把家伙收起来吧 直升机看到了降落位置 慢慢降落了下来 两名核枪实弹的士兵 从直升机上走了下来 神情也是有些紧张 毕竟这可是武装分子的大本营啊 他们四处打量了一下 认出了灵州 走过去进了一个礼 灵州先生 我们是莱昂将军派来的 请你吩咐 灵州朝着他们感谢了一下 谢谢你们的到来 这九个人送上去吧 不过目的地有所改变 我需要你把他们 送到华夏与缅国的通关口岸 两名士兵相识一眼 不禁开口说道 灵州先生 还请你向莱昂将军说明一下 我们按照上级命令行事 好 这没问题 灵州拿出卫星电话 拨通了莱昂的电话 将情况说明了一下 然后把卫星电话 递给了其中一名士兵 得到上级命令后 他们立正回答道 是 莱昂将军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将九个人全部送上直升机后 灵州目送住直升机离开 然后拿出卫星电话 给师傅齐老打了一个电话 师傅 我已经把陆宏远 送到华夏与缅国的 一个通关口岸了 需要您老通知当地的 有关部门前去接收 同时 还有八名陷入诈骗团伙的华夏人 好 这没问题 我这就通知 你默示吧 齐老点头答应了下来 然后关心地询问道 之前翡翠王丹温 也来汇报过 灵州请求直升机的事情 当时他 就想打电话 后来想想 还是决定先等一会儿 没事 您老就放心吧 我这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一个星期后就回去了 灵州校主说道 齐老放心了下来 开口说道 你自己小心 有事记得打电话 挂断电话后 灵州浑身轻松了下来 现在没有了什么顾忌 他可以随时行动了 不过 他决定住好剑之后 让这个家伙 先体验一下天堂 然后再让其进入地狱 第351章 刀城 命丧 嘿嘿 灵大神 要不今天先休息一下 明天开始铸刀吧 只要不离开我们的基地 你可以随便逛 看到灵州打完了电话 昆察带住得意的笑容说道 之前说什么 莫资格得到刀剑 现在还不是屈服了 那些找灵州铸剑的家伙 就是蠢蛋 最起码也要打听一下 他的缺点 然后对症下药啊 灵州的弱点 就是对情义看得十分重 否则 也不会亲自来到三角洲 为自己的好朋友报仇了 所以 他才会通过华夏人 来达到目的 至于之后 会不会被灵州暴富 他一点都不在意 政府的相关部门 都害怕麻烦 没有来干掉他们 一个灵州 名气再大 又有什么用 能化作强大的势力呢 不用了 早点住完 我也能早点离开 灵州面无表情地说道 内心又加了一句 你也能早点上路 随后 他拿出手机 打开地图 指了指一个地方 将房卡递了过去 我的行李箱在这个酒店 你派人帮我带过来 看到酒店地址后 昆察用两根手指 把房卡夹了过来 面上带着那重吊儿郎当的表情 莫问题 我这就派人去拿 索伦 你去拿一下行李 把房卡交给一个手下后 他看了看灵州 你既然不打算休息 那现在就跟我去攻防吧 为了 能得到一把刀 我可是花费了不少钱呢 在你来之前 我还砍掉了一个铁匠的手指 照着你的视频复制 浪费 我鸡公斤陨石 竟然连个毛都没造出来 那还要手干什么 灵州抬起头 看了昆察一眼 目光之中 依旧是毫无感情 谁会跟一个快要死的人 多说废话呢 这重残忍至极的家伙 还能逍遥到今天 可见三角洲有多么的混乱了 放在国内 早就被有关部门的正义铁权给教训了 感受到灵州的目光 昆察也是毫不在乎 反而更加得意了 能让人记恨 也是一种本事啊 走吧 灵大神 我带你看看工房 你喜欢招一些大师 去保元阁打工 而你现在 要在我这里打工一个星期了 哦 灵州淡淡地回了一个字 让昆察察点眉憋死 现在他恨不得掏出手枪 把灵州的腿脚 摟他磨得给打断 他也没再说什么废话 走在前面 来到了一手打造的铁匠工房 这里的设备 都是按照龙泉住间视频里的东西 进行购买的 同时 他也通过关系购买了一些铁陨石 在华夏 大部分陨石都是国家的 而在缅国 那就不一样了 谁捡到了就是谁的 落到了谁的势力范围内 也就是谁的 灵州进入工房看了看 工具都是齐全的 而且铁陨石也搞了将近一百公斤 这真的 就是为了得到一把刀 不顾一切了 检查完之后 他朝着昆察说道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在我铸刀的时候 任何人不准进入 否则 铸造失败 坏了材料 后果自负 嘿嘿 那就多谢灵大神了 对了 我喜欢导国武士刀 带出血腥残忍的气息 希望灵大神 铸造一把这样的刀 另外 在剑柄上刻上我昆察的名字 昆察舔了舔嘴唇 表情有些扭曲的说道 虽然 你成功的让我铸刀 但是 你莫资格挑选 更没有 资格让我在上面刻你的名字 好了 出去吧 灵州摆了摆手说道 真把自己当老大了 还定之上了 昆察面上露出了怒色 充满怨恨的看了灵州一眼 那好 希望灵先生 不要注意把失败的刀 不然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 直接甩手离开 等到昆察离开后 灵州就锁上了房门 看住眼前的材料 他使用高级铁匠技能 开始不断浏览住 脑海里有关刀的支持与经验 百炼绕纸柔 虽然以盘龙剑最为出名 但是在刀上 同样可以应用 只是 要比剑困难得多 因为剑是对称的 而刀 一面是刀刃 一面是刀身 铸造一把能够弯曲的刀 要比剑多出一些步骤 击打的次数 也要更多 不过 在高级铁匠的经验加成下 这样都不成问题 问题是 他要铸一把什么样的刀 在脑海里 结合住高级铁匠的经验 他最后选择了苗刀 虽然他也很想铸造文明于天下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唐刀 但是高级铁匠的记忆里 并没有唐刀的铸造之法 现实中 唐刀的记忆 也早已失传了 哪怕是在博物馆里 都没有多少唐刀出现 因为在唐代 是不允许兵器陪葬的 传说唐刀的失传 原因有很多 宋代众文轻武 还有就是 唐代的制作工艺复杂 另外的原因 就是 面对的敌人不对 时代的变化等等 但是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唐刀是华夏冷兵器时代的杰作 没有唐刀的制作工艺 他所能制作的就很少了 相比起来 苗刀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岛国的武士刀 借鉴了唐刀 而明代的苗刀 则是借鉴了武士刀 当时的抗窝名将 七级光将军 为克制武士刀 以其优点 创造出了七家刀 后来在民国定名为苗刀 说是苗刀 其实与华夏的少数民族苗族 并没有什么关联 这是因为 其刀身修长如和苗 从而得名苗刀 他早已脱离了武士刀的刀法和刀刑 形成了具有华夏特色的刀 在抗窝战场上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曾经岛国剑道得知苗刀的发展 经常邀请华夏苗刀高手切磋 而结果却是 岛国败多胜少 可见 苗刀的实用性和能力之强 确定之后 灵州继续在脑海里 回忆住 有关苗刀的知识与经验 其实他一直也想注意把刀 来打破第一次铸刀的经验 只是后面早已定好了两把剑 他也不好再去铸刀 剑如君子 轻巧潇洒 动作优美 可以观赏 而刀如猛士 讲究刚猛沉重 被用来装饰 而不喜欢刀 过了一个小时 他缓缓睁开眼睛 在脑海里复盘了许多次的铸刀过程 都是万无一失的 于是 他升起炉火 开始了铸刀之路 融化陨石 在动力锤上进行锤打 去其杂志 留下金云铁 而在外面一直守住的昆茶 听到里面传来了锤打的声音 这才放心地离开 一边走 还一边哼住小曲 能够得到灵州铸剑的 一把神奇之刀 简直就是一件非常拉风的事情 末世带出去炫耀炫耀 都能得到无数羡慕的眼神 因为 这可是灵州铸造的第一把刀啊 这种意义 非同凡响 中午 灵州就随意吃了一点饭 继续铸刀 大半天的时间 差不多将所需的金云铁 准备好了一多半 到了傍晚 昆茶让他参加烧烤聚会 被他拒绝了 随意拿了点食物 就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房门口 看出这些人的聚餐 昆茶虽然给他安排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但是却是在大本营的最中间 不靠湖 不靠山 而且四周还有一些人看守 似乎生怕他跑了一样 这一幕 让他不禁有些好笑 如果他真的想跑 这些人 可是完全拦不住的 吃完饭后 灵州通过卫星电话 给沈灵薇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 表示自己一个星期后 就会回家 让他不要担心 随后 他刚想给师父亲老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情况 脑海里忽然传来了系统的任务提示 任务完成 成功帮助李牧报仇血恨 任务奖励高级修复数 20点身体数拒值 50点鉴定积分 听到这个提示 他面上露出了一抹惊喜 没想到这模块就完成了呀 他还以为要等到参与赌事骗局的人 全部被起诉判刑之后 才会进行任务结算呢 看来系统还是挺人性化的 估计是确定了那些家伙 逃不了法律的严惩了 灵州没有立刻去观看修复数 而是给师父先打了个电话 果然 陆宏远刚刚由滇南有关部门 移交给了处理此案的平州有关部门 而且他也在滇南警局 全部招供了 与此同时 齐老也是再一次询问他 需不需要帮助 有没有什么困难 他依旧说漠视 不需要担心 一个星期就能回去 挂断了电话后 灵州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鉴定系统 查看了一下高级修复数的介绍 这个技能 不但可以让破碎破损的骨丸 修复到几乎看不到一点痕迹之外 还能修复身体受到的大部分伤害 对癌症等一些无药可治的疾病 都有强大的延缓作用 以及一些修复作用 这让他面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真的是太好了 大部分伤害 也就是除了那些现代医院 无法治愈的疾病之外 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完全治愈 哪怕癌症等一些无法治愈的疾病 也能够有助强大的延缓作用 还有治疗作用 有了这高级修复数 可以说从今往后 他都不用担心父母家人的疾病了 当然 修复数只能修复身体 受到的外来伤害 自然不能修复整个身体机能 也就是说 寿命到了 该走还是要走的 这就需要炎寿丹来发挥作用了 他得到鉴定系统这魔酒 还是之前侥幸得到了一枚初级炎寿丹 能够增加五年的寿命 而这枚炎寿丹 他现在还存放着没有使用 配合住修复数使用 是最好不过的了 因为炎寿丹的使用介绍上说 遇到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 将会首先使用能量修复疾病 剩余的能量 再修复身体机能 延续寿命 能剩下多少 这真的就是未知数了 现在不一样了 修复术可以修复好大部分的疾病 可以让炎寿丹 发挥出完全的效果 灵州想了想 拿出一把刀子 轻轻划破手指 顿时鲜血流了出来 他对着手指 使用了一次高级修复术 只见一道光芒过后 他刚刚划破的小伤口 竟然消失不见了 完全愈合 看不到半点的痕迹 这让他面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这修复术 是真塌膜的强大 比之前得到的其他技能 都要更加的实用 这要是战争年代 他一个人 就等于一座移动的三甲医院 甚至比医院都要强 随后 他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数据值 规划了一下 20点的奖励添加方案 不过 他并没有 现在就添加 只是先规划一下 因为一旦添加之后 他就会陷入深度睡眠 可能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都不知道 所以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等到回国之后再添加 帮助李牧报仇血恨的任务 完成了 只剩下把这一个大本营 全部连锅端了 他在晚上吃饭时 观察并且鉴定了 这个大本营的所有人 基本上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无辜之人 那么 他在开始行动的时候 也不用顾忌什么了 思索了一会儿 灵州便闭上眼睛 很快就进入了睡眠 到了第二天 他神清气爽的起床 哪怕身在一个 凶残武装势力的大本营 可是他 依然睡得十分的香 吃完早饭后 他继续进入工房住刀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把需要用的金云铁全部准备好后 他就开始了断打程序 不断地锤打折叠 大本营之中 除了训练的声音 就只有他锤打云铁的声音 速度极快 而且十分随意 没有半点节奏感 昆察的面上露出了浓浓的笑容 内心更是充满了期待 期待着这一把刀铸成的时候 他真的有点迫不及待的 想要抚摸一下了 就这样 过了五天的时间 灵州所铸的刀 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流程 开刃 刀剑的战斗能力 除了自身材料的坚韧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刀剑之刃的锋利程度了 用了半天的时间 他完成了最后一个步骤 将这把刀开了刃 至此 他所铸造的第一把刀 大功告成 他将刀放在了早已准备好的刀鞘之中 缓步走出了攻防 刀城之日 就是昆察命丧黄泉之时 这是他之前 就计划好的事情 从现在开始 这一个凶残的武装势力首领的生命 将会进入到计时 而这些凶残的武装分子生命 也将会进入倒计时